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土柱 整个地面也瞬间裂开 一个西瓜一般大小的坑洞出现在地上 赵伊凡微微一条眉 体内灵气一阵地狂涌而出 双手猛地合十 重重地一拍 齐 整个洞窟之内传来一阵阵剧烈的颤抖 六眼视心蜘蛛王刚刚举起来的铁足 不得不放下来稳固身形 而下一秒 从地面当中刺出了无数婴儿手臂粗细的树根 这些树根一出现 便是朝着各处的墙壁爬去 先是封住了赵伊凡和苏宁先前进入的那个洞口 之后快速地朝上方爬去 数百丈高的石窟岩壁爬满了树根 竟是一丝缝隙都不留 道心 师弟 你竟然明误出了道心啊 苏宁心中一阵惊喜 顿时信心搭增了 赵伊凡这时跳到了苏宁的身旁 说道 师姐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苏宁心中是万分欣喜 他说道 师弟 没想到你还明误出了道心 实在是难得啊 要是告诉姐姐 姐姐非要拉拢你进她的队伍 赵伊凡眼神微微了 说道 师姐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专心对付眼前的腰绍 苏宁被赵伊凡这么一喝止 论时恢复了冷静 两个人各自分开左右 古镜白光大盛 那六眼视心蜘蛛似乎十分惧怕光亮 竟是怪叫了一声 六只眼睛一瞬间紧闭 铁足竟是毫不犹豫地朝着苏宁的方向扫去 坚硬的铁足竟是直接将裂在地上的怪石瞬间扫碎 毫无阻碍 眼睁睁着就要扫到苏宁的身上 而苏宁却是脚尖点地一跃而起 脸带着古镜欲空而上 一道乳白色的光芒从古镜之中涌出来 直接打在了六眼视心蜘蛛的身上 扑吃一下 一股烧焦的味道从六眼视心蜘蛛的身上传来 此时再看那蜘蛛身上缺了一个大缺口 冒出了滚滚的黑烟 看到这一幕 赵一凡心中长出了口气 看来这苏宁师姐倒也并非是个大水祸呀 当然了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六眼视心蜘蛛的体型过于庞大 无法躲避它古镜攻击的原因 赵一凡神念一动 实践连发 数道法觉打在了飞剑之上 那琉璃飞剑顿时 发出了一阵阵恐怖的嗡鸣之声 变得暴躁异常 撕裂空气 朝着六眼视心蜘蛛爆射而去 这六眼视心蜘蛛的第一目标是苏宁 只听他怪叫一声 一张口吐出了一张 数丈宽的绿色的毒网 毒网一出现 就冒起了滚滚的浓烟 苏宁着急躲开 又是一道法觉打入了古镜 古镜喷出了一道长达数秒的乳白色的光芒 苏宁直接绕着六眼视心蜘蛛 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环形的伤口 六眼视心蜘蛛王怪叫着挥舞着双足 疼痛迫使他不断地将苏宁逼退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凡所操控的飞剑 已经来到六眼视心蜘蛛王的跟前了 飞剑撞上了六眼视心蜘蛛的双足 发出了一声声金铁骄鸣的声响 赵一凡心里猛得一激烈 这六眼视心蜘蛛王铁足竟如此的坚硬吗 他的飞剑竟然都刺不破吗 六眼视心蜘蛛攻势未党 顿时是怒不可遏 庞大的身躯竟是一阵扭动 八足合力将身体给抬了起来 在原地竟然直接转了一个大圈 赵一凡猛地瞪大了眼睛 那六眼视心蜘蛛怪张口吐出了一张绿色的毒网 毒网一出现 便冒出了滚滚的黑烟 赵一凡心里一激烈 单脚点地 一盘儿壁般粗细的树根顿时冲出了地面 直接把那毒网给拦下了 六眼视心蜘蛛王发现自己的毒网被拦下之后 勃然大怒 后支抓地将上半身高高地抬起 双足高高举起 紧接着对着赵一凡发起了狂风暴雨夜般的进攻 一阵高过一阵的声响 不断地从地上传来 场内顿时烟雾弥漫 无数的碎石灰土 不断地向四周击舍 师弟 整个地面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坑洞外布满了裂缝 逐渐地扩大 那六眼视心蜘蛛 后支顿时陷入了坑洞之中 前足的攻势也瞬间停止 半个身体被卡在了坑洞之内 苏宁再一次一跃而起 身体在空中化成了一片白雾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六眼视心蜘蛛怪的头上 暴怒地喝道 你竟然敢杀了我师弟 我跟你天了 灵虚剑猛地长大了一辈之余 狠狠地刺入六眼视心蜘蛛王的铁壳之上 那坚硬的铁壳仅仅只是抵挡了不到一秒的时间 便宣告瓦解 争霸灵虚剑刺入了六眼视心蜘蛛王的体内 喷出了一团团绿色的僵液 苏宁只是皱了皱眉头 可是他眼中的仇恨却是并无消散之意 六眼视心蜘蛛王发出了一声惨叫 赤童之下拼死反击 高举一对铁足狠狠地扎向苏宁的背上 去 一声轻贺之声从身后传来 苏宁猛地一激灵 眼眶里泛起了红色 他唤道 师弟 你还活着 十把琉璃飞剑及时地挡在了苏宁的身后 直接将那两只铁足给弹开 苏宁也是趁此机会回到了赵一凡的身旁 赵一凡选法还未中断 苏宁不敢让他分心 否则早就一头扑上去了 此时再看赵一凡 双手猛地一拍合十 右手高举 随后双指猛地向下一按 眼中杀意闭露 爆喝 死 十把飞剑低溜溜的一转 准确无误地钻入了苏宁先前 在六眼视心蜘蛛王背上所开的那个伤口处落去 此时的六眼视心蜘蛛王好像是疯了似的 不断地挥舞着铁足 发出声声的怪叫 最后发出一声前所未有的惨叫之后 整个巨大的脑袋瞬间被炸开了 再看着六眼视心蜘蛛王 死了 死得不能再死了 短暂的寂静之后 苏宁突然爆发出一声高呼 一头扑进了赵一凡的怀中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张师弟多可有你啊 世界实在是太高兴了 赵一凡笑着摇了摇头 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他的目光锁定了六眼视心蜘蛛王的铁足 那可是拥有奇才琉璃宝剑也难以刺穿的硬度 如果将他冤了 住进他的飞剑之中 飞剑的威力和坚固程度 瞬间会暴涨 师姐 我有一句话不得不告诉你 希望你能够认真听我说 赵一凡轻轻移开了苏宁 挽着他脖梗的双手 一脸严肃地看着苏宁 苏宁抹去了眼泪 一想到自己刚才对赵师弟是又搂又抱 心中更是一阵娇羞 翘脸跟着泛起了红色 轻轻点了一下头 说道 师弟 你说吧 师姐都听你的 赵一凡面色严肃 说道 我希望苏师姐 能够将今日你我二人 遭遇疯藏于心 绝不可向外人透露 哪怕是你最亲近的姐姐 也是如此 苏宁微微一惊 疑惑地说道 啊 为什么 我和师弟合力解决掉了 连姐姐他们都不敢轻易出手的妖兽呢 我回去一准告诉他 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小瞧我了 没准还能带我一起去古节山呢 赵一凡 与其平静 说道 师姐 苏宁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师姐的姐姐或许是下了命令 不准你再进入古节山 对不对 苏宁点了点头 哦 姐姐的确有这样说过 不过 师弟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一凡说 先前你我在镇桥之上走过 在一个摆摊前 稍微走了停留 摆摊的那个人认出了你 可你却不敢承认 并且慌张而逃 很显然 你并不想让任何跟你姐姐有联系的人 知道你离开了半月总 苏宁嘻嘻一笑 涂了吐舌头 说 不愧是赵师弟啊 果然观察入文 心思缜密 还好那位师兄没有认出我来 要不然告诉了姐姐 那我可就惨了 这苏宁是哪儿来的自信呢 人家分明是已经认出是他了呀 赵一凡继续说 无论那个人是否认出了你 但你不在半月宗 便是事实 何况 若是你姐姐回到半月宗 追问起你的下落 即使是你撒调也许也会被看穿的 苏宁听了这话 一脸焦急地问道 那赵师弟 咱们可怎么办啊 我可不想被我姐姐知道 我离开半月宗了呀 赵一凡 掉进了一个大坑 你怎么办的事情说出来的事情说出来呢 赵一凡 安纯年转 或许师弟是那种为人比较低调之人吧 而且要是真的说给了姐姐听 姐姐或许也不会信我 反而可能会怀疑师弟 到时候反倒是给师弟添麻烦了 心中一番思量 苏宁说 师弟 你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赵一凡见苏宁师姐这么说 于是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既如此 我们就抓紧时间 将六眼弑星诸王的妖师 尽快分解 离开这里吧 好 苏宁嬉戏一笑 握着灵虚剑 朝着六眼弑星蜘蛛王走去 赵一凡来到那蜘蛛王师的 一根钱足前 看了一眼苏宁手中的灵虚剑 说道 师姐 这灵虚剑是如何成型的 不知现在是否能够 跟师弟讲解一番 苏宁正准备解释 听到赵一凡有此一问 并笑着说 师弟 这灵虚剑呢 乃是由灵气凝聚而成的 你想学会灵虚剑 便先在心中 先想一把剑的形状 再想象一下 这把剑被你握在手中的感觉 正如同凝聚灵丹一般 灵丹是圆形 一小颗一小颗的 十分容易凝聚 可剑的外形 却是棱角分明 而且长短扁平 一般人 可没那么容易学会啊 赵一凡听完苏宁的解释之后 点了点头 开始在心中 想象着一把剑的形状 随后体内的灵气 一阵阵转动 缓缓朝着右手上涌去 接下来的一幕 让苏宁直呼不敢相信 一把比起苏宁手中的灵虚剑 还要略长的灵剑 竟然出现在赵一凡的手中 苏宁惊奇地说 哦 日电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这么一下子就成功了 姐姐还说我的天赋很好呢 可是我也花了一天的时间啊 赵一凡 睁开了眼睛 向自己的右手上看去 这把剑也是灵虚剑 不过跟苏宁的 却是有所不同 苏宁的灵虚剑 完全都是透明的 而赵一凡手中的灵虚剑 则是纯白色的 整把剑看起来 更像是一把剑形的容器 容器之内填满了精纯的灵气 赵一凡知道 灵虚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看了一眼苏宁 她说 师姐过谦了 我在南海中 想象出了一把剑的外形 不过这把剑 仅仅只是几根长短不一的线条组成的 之后 我再将灵气 充满线条的空白 于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师弟明白 这只是构建出了灵虚剑的外形 只不过是图有虚表罢了 苏宁竖起了大拇指 赞叹地说道 那也很了不起了 师弟 你第一次就能从脑海里的一道影子 将它重现在你手中 并比绝大多数的修行者要强太多了呢 接下来 师弟 你只要将剑中的灵气不断凝食 你的灵虚剑并大功构成了 赵一凡点了点头 于是开始照做 灵气凝食 不过是一项压缩灵气的过程罢了 很快赵一凡就完成了凝食了 手中灵虚剑不再大放光彩 而是逐渐开始变成了透明的了 直到变成跟苏宁手中的灵虚剑一般无二 赵师弟 不管哪方面都比我这个师姐要强 我好嫉妒您 苏宁一脸气鼓鼓地看着赵一凡 赵一凡心中顿时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哈哈一笑 说道 师姐过分赞誉师弟我了 主要还是师姐教得好 否则的话 我又如何能够做到呢 苏宁听了这话 轻哼了一声 他说 哼 随你怎么说吧 反正师弟你就是比我强 师姐知道的 赵一凡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都说什么 手握灵虚剑 总感觉握着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一般 经过不断的压缩之后的灵虚剑的锋利程度 堪比宝气的威力还要更强成一分 当时苏宁便是用灵虚剑 轻易刺穿了六眼视心蜘蛛王坚硬的外壳 只不过这灵虚剑有一个十分巨大的缺点 那就是一旦使用将会消耗无比巨大的灵气 实在是有些不划算了 但是赵一凡相信只要发挥得当 找到一个最佳时机灵虚剑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赵一凡常说了口气 他说 师姐 你我还是快一些将那六眼视心蜘蛛王的尸体分解吧 我们进来已经很久了 再过一会儿 恐怕就要天黑了 赵一凡手握灵虚剑对准蜘蛛腿的关节位置 轻轻一次再用力一掰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蜘蛛腿的骨关节便从中断开 被他装入储物玉牌当中了 苏宁似乎也看出来赵一凡只对着蜘蛛腿感兴趣 他直接爬上了六眼视心蜘蛛王尸体的背 开始剥皮了 一个时辰之后 这六眼视心蜘蛛王只剩下一滩血红色的软肉 连壳子都没有留下 赵一凡拿走了蜘蛛王的四对铁足 剩下的几乎都交给了苏宁 苏宁也是大丰收 蜘蛛皮壳坚硬无比 再加上六眼蜘蛛王体内有一个巨大的蜘蛛腺 那可是入药的宝贝 光是这个蜘蛛腺就价值不菲 赵一凡提醒说道 师姐 六眼视心蜘蛛的材料 也不可以轻易拿出来贩卖 否则被你姐姐知道了 又要追查来历了 苏宁点了点头 她笑嘻嘻地说道 哎呀知道了 我又不是笨蛋 你再小看我 说到这儿 苏宁眉头微微一竖 故作凶恶 在赵一凡的眼中 却是娇憨可爱 或许是大丰收的原因 此时的赵一凡心情 显得十分的不错 不敢不敢 不敢就好 走吧 两个人原路返回 门口的青狼狮还躺在那儿 这青光狼身上 倒是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贝 就是一双狼爪 还算是有点价值 刀割下来送给了苏宁了 师姐 这也是你的 苏宁一脸难为情地说道 啊 师弟 这怎么可以呢 六眼视心蜘蛛王 你就拿走了八条腿 这青光狼 你又什么都不要 好处都让师姐一个人站了 不行了 赵一凡面带微笑 说道 师姐 你就拿着吧 我有拿八条铁足足矣了 时候不早了 快上去吧 他也不给苏宁任何反驳的机会 脾气上月 紧跟着飞上了坑底 啊 师弟对我真好呢 苏宁心中也是一阵的感激 也乐呵呵的跟上去了 两人行走在镇桥上 赵一凡注意到 镇桥上空空荡荡的 极少有人在深夜活动 那些去了古界山的人 莫非深夜也不会回来吗 还是说古界山上有半月宗弟子临时的聚集点呢 赵一凡看了一眼身旁的苏宁 他说道 诶 师姐 为何今日前往古界山中的师兄师妹们 深夜了也不见回来 苏宁以为赵一凡要问什么呢 他笑嘻嘻说道 师弟啊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那些去古界山的师兄师姐们啊 其实是接到了好友的召唤才去到古界山呢 好友的召唤 赵一凡这下更疑惑 苏宁接着说道 嗯 是啊 半月宗的弟子们啊 都会加入一个队伍 这个队伍呢 小到十几个人 大到四五十个人呢 不过 队伍里的人不会一下子都去到古界山 必须留下一半的人数在半月宗等候 每隔七天会换一次人 或者是队伍中有人在古界山受伤 一或者是死掉了 在宗内待命的其他人才会赶去山上 而原先在山上的人 将会将这几日在山上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一些陵园的发现点 告诉后来山上的人 之后再在第二天的早上下山 现在是没人 明天可就难说喽 说完之后 苏宁不忘小声嘀咕了一声 师弟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好在你有个全知全能的师姐在 赵一凡倒是听明白苏宁说大概的意思了 苏宁师姐口中所说的队伍就是一股小势力 这些势力在古界山上有一个固定的据点 甚至是长期的占领着一个据点 也正是这些据点使得这些人们更加的团结和强大 在古界山中生存下来的几率也就变得更大 贵海师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别关结束 这封信怕是一时半会也送不出去了 眼下关键之事就是增强修为了 或许他也可以寻找一个队伍先行加入进去 赵一凡跟苏宁分开 并且约定好了下次有机会再继续偷偷进入古界山 当然下次是什么时候赵一凡却并没有说 总之他内心并不愿意跟苏宁一起同行 赵一凡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是一处直接在山洞中开凿出来的石洞 这石洞并不算是很大 只有十来个平方不到 除了一张床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洞门口有一道小区迷阵 可以隔音并且稍微起到一点防御的作用 使用半月宗的宗门令牌便可以启动 当阵法启动之后 赵一凡却并没有着急上去 而是将六眼视心蜘蛛的铁足拿出了一条 这铁足足有成年人大腿那般粗细 这还是死后的六眼视心蜘蛛的腿 活着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足足得有磨盘粗细了 蜘蛛腿早已在洞中经过赵一凡的清理 他现在手中就是一条没有肉的空腿壳了 这空壳作用一张白纸那么厚 可也就是这么一点厚度就可以挡住他琉璃飞剑的攻击了 手里拿着蜘蛛腿 赵一凡陷入了沉思 这蜘蛛腿太过坚固了 凭借他们那么点微末的炼气水平实在是难以消化 可不是谁都能轻易拿出来让其他人看到的 一把琉璃飞剑先出现在赵一凡的手中 他将琉璃飞剑对准蜘蛛腿的缺口处 以剑刃刮 可是效果并不大 蜘蛛腿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突然赵一凡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将琉璃飞剑收了回来 随后在右手凝聚出了一把灵须剑 灵须剑由庞大的灵气压缩而成 坚固程度比起琉璃飞剑还要更硬上三分 赵一凡开始尝试用灵须剑刮蜘蛛腿 很快一道十分难听的枝鸭的声音 从二者碰触之处发出来 蜘蛛腿的缺口竟是直接被磨成了一小堆白色的粉末 赵一凡心中大喜 开始继续尝试 直到蜘蛛腿磨成了骨粉 在地上堆起了一小碗那般的高度 他这才停了下来 赵一凡随手召唤出了一把琉璃飞剑在手中 仔细地端向着 自从上次七彩琉璃飞剑得到砍金的重新炼制之后 他便好似从中尝到了甜头一样 若是再在这砍金之上 附上一层六眼视钦蜘蛛那拥有可怕防御力的骨粉 不知道到时候他的七彩琉璃飞剑的品级或者威力 又能提升到何种程度呢 虽然没有尝试过 但是他觉得可以一事 若是炼化失败 也只是损失了一把七彩琉璃飞剑而已 可若是成功了 他便可以拥有一百把全新的七彩琉璃飞剑 灵气化验 地上顿时出现了一团栩栩燃烧的篝火 火势逐渐在赵一凡的调整之下壮大起来 赵一凡将骨粉涂满七彩琉璃宝剑到全身 直到每一处都被骨粉覆盖 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吐在了剑身之上 随后朝着篝火置去 飞剑在篝火上不断地盘旋着 赵一凡缓缓地闭上双眼 一道道法爵趋直之间弹颂出去 打在七彩琉璃飞剑之上 那七彩琉璃飞剑顿时微微颤动 剑身开始一点一点地将骨粉和精血吞没 赵一凡随后又是连续打出了数道法爵 并且提高了火焰的温度 下一秒 整把七彩琉璃飞剑完全置身于火中 立于篝火之上 随着炼化的时间越长 越能够在飞剑的表面上看到浮现出一块块黑色的斑点 这些斑点越来越多了 也越来越密了 直至把整把七彩琉璃飞剑全部都染成了黑色 赵一凡面色微变 七彩琉璃飞剑并没有出现 如同之前吸收砍金之后所散发出来的饱满色泽 而是呈现出一种衰败的感觉 赵一凡并没有停止 而是调低了灵火的温度 随后朝着剑身又是吐出了一口精血 七彩琉璃飞剑上的衰败感开始一点一点的消失 又有一口精血的注入 仿佛是唤醒了飞剑的生机 使飞剑剑身上散发出了一道微弱的黑色的光芒 看来他猜测的不错 的确是精血不足的原因 看来想要将七彩琉璃飞剑的品质再一次提高 所需要消耗自身的精血量将远远超出他的预估了 带到飞剑再无其他的变化 赵一凡一掌灭了篝火 将飞剑拖到面前仔细地端详进来 片刻之后 赵一凡决定去试一试这把重新锻造过的飞剑的威力 飞剑的威力需要用灵气去处罚 一把好的飞剑如何能够分辨出好坏 稍稍注入一些灵气便一目了然 赵一凡朝着飞剑当中打入了一道灵气 在一旁静观其变 那黑色飞剑猛得微微一颤 仿佛是沉睡中的一头雄狮突然被唤醒一般 剑尖四处乱指 一副饥血的模样 赵一凡心中暗存呢 蜘蛛骨粉中或许也含有不少力气 这才使重新铸链出来之后的飞剑变得如此暴力 但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赵一凡看中了不远处的一块巨大的山石 记得当初融入砍金之后的琉璃飞剑 穿石而过如同穿过一块水豆腐一般毫无阻碍 不知道重新炼制过后的飞剑威力将会如何呢 赵一凡飞微微一笑 神念驱动之间 同时伸手朝着远处那块大石一指 走 去 飞剑以闪电一般的速度 穿过了远处的石头 正是连一丝的声响都没有发出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 心中虽是狂喜 但是却并未表露出太多了 这一把飞剑无疑是被他凝练成功了 虽然没有提升飞剑的品质 却是大大的提高了飞剑的速度和锋利程度 欲空飞向快若闪电 穿石而过不留一丝声响 若这还算是失败的话 那天下间的那些飞剑都会成为残品 召回了飞剑 赵一凡于是又回到了洞穴当中 此后三天 赵一凡整日闭关在十洞之内 以灵须剑磨粉 直至将所有的蜘蛛腿都磨成了骨粉 手中的灵须剑也已是变得残破不堪了 由此可见六眼视心蜘蛛的铁足的硬度可见一斑 之后赵一凡又花费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 将他剩余的九十九把飞剑都重新进行了炼化 半个月之后 一套足以震惊整个古界山的极品飞剑宣告诞生 一百把飞剑紧密地靠在一起 绕着赵一凡缓缓旋转 赵一凡神念一动 百把飞剑纷纷刺入他的体内 随后变得无影无踪了 哈 总算是完成了 当真是耗费了我不少十人 也不知道龟海师兄出关了没有 比起想要见到龟海师兄 赵一凡更希望能够稍微休息一会 炼制一百把飞剑使得他的惊喜耗索了不少 此刻的赵一凡脸色惨白惨白的 好像是一个得了绝症的人一样 在连续吞了十颗小环丹之后 赵一凡的脸色这才稍微恢复了不少 不过还是留有一丝病态的苍白 师弟 赵师弟 我是你苏师姐 师弟你在不在啊 苏宁? 赵一凡听到这个名字 微微一挑眉 这个女人来找她肯定没什么好事 赵一凡装作不在家中的样子 赵一凡你赶紧给我出来 你若是不在洞中 这窦外的阵法怎么开起来呀 听了这话赵一凡心里微微激烈 他竟然还有这般的洞察力吗 既然被发现那是没话可说了 赵一凡撤去了阵法 从洞中走了出来 此次的苏宁身边竟是多了一个人 是一个相貌跟苏宁有几分相似的女子 不过苏宁师姐是属于那种开朗热情 浑身洋溢着活力的青春少女 而她身边的那个女子则要沉稳许多 这眉宇之间散发着一丝英气 双眸冰冷面无表情 给人一种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可怕气息 此人归原近四层的实力 赵一凡不动声色地从对方身上收回了目光 随后面带微笑地说道 原来是苏师姐啊 我还以为是别的师姐在喊她的好友呢 苏宁轻哼了一声说道 手装算了 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此时的苏宁看起来略微有些生气 她一脸不怀好意地看着赵一凡 把赵一凡看得脸微微有些红 强装冷静地说道 师姐 你找师弟可是有什么事情吗 苏宁的脸色稍微缓和下来了一些 她说 这位仙女一样好看的人物呢 是我的姐姐苏灵雪 我姐姐想有邀请你加入她的队伍 一起去古街山 赵一凡面带微笑 她说道 原来这位便是苏宁师姐的姐姐 赵一凡见过苏灵雪师姐 苏灵雪倒也没有废话 直接了当地说道 半月宗不兴这种没有意义的礼 只是最近 宁儿口中总是念叨这招师弟 我便想见一见 能让宁儿如此挂念的赵师弟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赵一凡心中一阵的苦笑 她说 劳烦师姐挂念了 师弟我 不过是个连归原之门 都还未曾迈入的普通修行者罢了 苏灵雪哼了一声 她说 普通的阴阳镜实层修行者 可杀不死六眼是新蜘蛛王 赵师弟可真是谦虚了 赵一凡猛地瞪大了眼睛 苏宁躲在苏灵雪的身后 朝她做了一个十分调皮的鬼脸 好像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赵一凡面色不悦 她说道 苏宁师姐 不是说了对此事要保密吗 你将我二人之间的约定 如此轻易地破坏 我赵一凡日后 还如何能够跟你一起同行 信任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特别是在古界山这种凶险之地 她若两个人相互之间得不到信任 自然会各自疏远 若是遇到危险 如何还能够将后辈交给另外一个人呢 苏宁见赵一凡突然脸色变了 甚至显得十分生气 心中一慌 连忙道歉说道 赵 赵师弟 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有告诉姐姐 只是有一次我在 叨过楚无灵牌的时候 姐姐看到了 认出了那是六眼 是新蜘蛛王的皮甲 我只说是你送给我的 姐姐说此物十分珍贵 为了感谢你决定来见一见你 顺便问问你是否有队伍 若是没有 便加入到她的队伍里去 赵一凡一听这话 心情这才缓和了许多 谁知死 多说也是没什么用 苏灵雪这时接过了话茬说道 赵师弟也莫要对我妹妹如此动气 我知妹妹虽然实力不如人意 不过一般答应别人的事情便会遵守到底 不过似乎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简单 那六眼是新蜘蛛王 是你跟我妹妹一起击杀的 苏灵雪的语调十分的平淡 可是赵一凡却是能够从中听出一丝愤怒和责怪之意 而这也恰恰是赵一凡所担心的一点 她担心苏灵雪看到六眼是新蜘蛛王的材料之后 认为苏宁偷偷瞒着她去了古街山 还遭遇到如此难对付的妖兽 这苏灵雪自然不会走怪妹妹 只会把怒火撒在她赵一凡的头上 这也正是赵一凡一直所担心的不必要的麻烦 赵一凡微微一变 她心里留了个心眼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她都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苏灵雪画风一转 体内的灵气如同潮水一般涌出来 吼你个赵一凡 你竟然又骗我的妹妹去古街山 还遇到了六眼尸行蜘蛛王 你是不怕死吗 苏灵雪的突变完全是在赵一凡的预期当中 赵一凡强压着自己想要立刻顿离此地的想法 她若是逃了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苏宁连忙拉住了姐姐苏灵雪 她说道 姐姐姐姐 你这是在做什么 赵师弟没有做错什么 赵师弟刚来半月宗 这周围的环境还不是很熟悉吗 我就想着带她到处转转 转着转着就去了古街山了 哎呀我们没有去山上 我们只是在山下转转呢 是我不小心掉进了地坑里 赵师弟一直让我马上离开呢 是我闹脾气一直不肯走 还越走越深 这才遇到了六眼尸行蜘蛛王 我不是赵师弟 姐姐 怕是见不到我了 苏宁说着说着便是哽咽落泪 苏灵雪见妹妹哭了 或许是妹妹的那一番话 让她稍微冷静了下来 苏灵雪将苏宁摟在了怀里 轻声责备地说道 你这丫头 若是不将我平日与你说的那些话 当着耳巴疯 你又岂会遇到这种事情 若不是赵以凡真有本事 我苏灵雪在这世间最后一个亲人 也要离我而去 你这个笨丫头 我说你什么好啊 说过这话 苏灵雪脸上的冷意 稍微褪去了几分 眼眶微微一红 泪水在眼中打着转 尽显柔情 看来这苏灵雪也并非是天生就是一副不尽人情的模样 显然是在这古界山中待的时间长了 看惯了生死才造就了现在的她 赵以凡也因此长输了口气 苏宁小声地多闹说道 姐姐 你就不要怪赵师弟了好不好 赵师弟跟姐姐一样呢 对我都很好 他还答应下次 还要跟我一起去古界山呢 苏灵雪瞥了一眼赵一帆 又看了看自己怀里的妹妹 她轻横说道 说你笨你还不信 她准是骗你的 刚才你在洞外喊她 她根本就不想理你 若非你到处阵法已经开启 洞穴当中必然有人 恐怕她今天都不会出来的 什么啊 你乱说 苏宁清哼了一声 她跑到赵一帆的身后 说道 我的赵师弟可不是姐姐口中所说的那样的人 我也不会让你伤害她的 苏灵雪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看向赵一帆说 赵师弟 先前是我不对 我只是太担心我妹妹的安危了 她是我苏灵雪在这世间 唯一的亲人了 赵一帆哪敢说别的呀 她说道 苏灵雪师姐 既然误会已经化解了 那便是皆大欢喜 若两位还有其他的事情的话 便去忙吧 苏灵雪抹掉了脸上流下来的一滴泪水 重新又变成了那个不尽人情的冰雪女人 苏灵雪带着好奇的目光看向了赵一帆 说道 赵师弟 莫非你不愿意加入我苏灵雪的队伍 你对女子可有偏见 赵一帆摆了摆手 说 师姐误会了 并不是师姐想象的那样 只不过师弟修为低位 如何能去古街山上那处险地啊 如果加入苏灵雪的队伍 苏灵自然不敢落后 到时候苏灵会一直缠着她 与其这样不如另寻个队伍 能够让自己省点心 苏灵这是说道 赵师弟 你可知道 半月宗有多少人想要加入姐姐的队伍吗 可惜姐姐都拒绝了呢 姐姐只会邀请她信得过的人 姐姐都开口主动邀请你了 你怎么还拒绝呢 赵师弟你快答应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同学了呀 赵一帆眉头微微一跳 我怕的就是您好不好啊 多谢苏师姐的好意 或许时机还不够成熟 等到师弟的修为提升上去之后 到时我再去找师姐 如何 一声剑响破风而去 赵一帆脸色猛的一遍 低头看向自己的脖梗处 白皙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红印 此剑还在剑鞘之内 可苏灵雪随一挥便发出了剑气 而且对方对于灵气掌控的程度十分之恐怖 若是再近一分 她的脖梗便会出息 苏灵雪语气冰冷地说道 赵师弟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苏宁推开了架在赵一帆脖梗上的那把剑 她凶巴巴地说道 姐姐 你干什么啊 你在这儿我可是要生气了 苏灵雪好像没听到妹妹的话一样 她说 赵一帆 我听说过你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见你的原因 春风阁 夭手巢 怎么样 明白了吗 赵一帆微微一礼 两地相隔万里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苏灵雪冷冷一笑 说道 在这等战争之中 你却能够从中脱颖而出 这也正说明了 你的确是值得我主动去邀请的一个人 虽不知你来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多半也是为了古街山中的陵园 我能将我妹妹的修为提升到归远近 难道你还不明白 你之前拒绝了多大的诱惑 苏灵一头的雾水 说道 姐姐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句也没有听懂啊 苏灵雪的话说得很随意 但是却透露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点 只要你跟着我 我可以让你跟我妹妹一样 拥有常人不可企及的修炼资源 甚至是步入归远境 赵一凡面带微笑 他说道 既然苏灵雪师姐都这样说了 我若还是拒绝 那就是我不失抬举了 我赵一凡 愿意加入苏灵雪师姐的队伍 第一个高兴的自然是苏宁了 此时的苏宁振臂高呼 绕着赵一凡转了个圈 别提多高兴 而赵一凡跟苏灵雪两个人则是相互对望 神情淡漠 眼神却是各有异彩 只不过他们当时在想什么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走吧赵师弟 从今日开始 你也是我队伍中的一份子了 我会先带你去认识一下 我队伍中其他的人的 赵一凡听了这话 却是止步不前 说道 我明日再去找世界可好 今日的确有一事 非要亲自去确认一下才行啊 赵一凡都已经答应加入了 苏灵雪自然不怕他反悔 点了点头 说道 明日一早 你便在镇桥上等我 师弟 一定要来哦 赵一凡笑着点了点头 直到二女离去 赵一凡脸上的笑容缓缓地收敛 他确认了一个方向 直接去了一趟后山的林池处 按照赵一凡的想法呀 即便龟海大师兄帮不了他什么 但是龟海大师兄身为半月宗弟子中实力最强的人 或许曾经在古界山见过那逍遥真人 或者也交过手 这逍遥真人的实力 八两曾经透露过归原七层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时候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 或许更高了也说不定 至于长相 现在仍然是个谜 至少赵一凡也得知道 这逍遥真人到底长什么样 赵一凡来到林池处 只见林池外依然是人员密集 龟海大师兄的洞门依然是紧紧地关闭着 然而就在赵一凡打算放弃的时候 龟海大师兄的洞门竟是一阵的摇晃 隐隐套出了一道门缝 原来是一位弟子手里拿着一瓶白色的小瓷瓶 那小瓷瓶中或许是丹药 此人是给闭关的龟海大师兄送药的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赵一凡抓住了这丝机会 一遇而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龟海大师兄的洞门前掠去 宋丹药童猛的一激励 竟然闯进廉池 他是疯了不成吗 看他的修为估计是走透路 讨算是一时运气了 龟海大师兄在半月宗人缘亲也好 对宗门之内的师弟师妹也是照料有价 但是这并不代表龟海大师兄可以容忍他人四为胡来 洞穴之内传来了一股神念 在赵一凡的身上微背一嗓 随后神念在他手中的信件之上 稍稍停留了片刻 赵一凡直接无视了宋丹药童 朗声说道 龟海师兄 我来自春风阁 是姬芙蓉的清传弟子 名叫赵一凡 这宋丹药童眼中流露出了一抹凶光 陈生警告说道 还敢纠缠不休 你当真是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是吗 别看是个宋丹药童啊 但是他这实力也不低 处在龟原境一层境界 此刻圣怒之下 所爆发出来的灵压十分的惊人 赵一凡微微挑眉说道 这位师兄 师弟并无恶意 只是受人之托 必须将这封信尽快交到龟海大师兄手中 那宋丹药童冷吃到 这不能成为你冒犯龟海大师兄的理由 我要责罚你 说话之间 只见那宋丹药童手中一晃 竟然多出了一条长鞭 那长鞭一节一节 好像是某种骨头拼接而成 闪闪发光 赵一凡脸色微微一变 而就在这个时候 洞穴之中传来了一个声音 说道 让他进来吧 宋丹药童微微一愣 大师兄竟然要见他 没听错吧 药童的气息逐渐平复下来 对赵一凡警告说道 看来你运气不错 不过下次若是让我撞见你在宗门里如此无礼 我绝不轻饶你 赵一凡微微一笑说道 或许师兄不会再遇到这种机会 宋丹药童眼神微微一冷 用手点指了他 看来并不打算这么放过他 赵一凡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 若不是这样做 他恐怕只能等龟海大师兄出关 才能再遇着他了 即便是龟海大师兄出关 连池之外有这么多人等着 他也未必有机会能跟大师兄说得上话呀 洞门缓缓地打开 赵一凡没有多想 立即走了进去 龟海大师兄所居住的洞穴 只比赵一凡所住大了一些 多贴了几件家具 再没有其他的了 此时的龟海大师兄 盘坐于蒲团之上 背对着他 赵一凡上前几步 恭敬地说道 龟海大师兄 正如师弟先前所言 师弟乃是春风阁 基福荣长教的清传弟子 名叫赵一凡 这里有一封信 是机长教写给龟海大师兄的 赵一凡双手奉上信件 信封微微地往前一送 赵一凡就松开了手 只看着那封信 朝着龟海大师兄的方向飘去 龟海大师兄打开了信 看完之后 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的确是基福荣的笔迹 心中只是让我好生照料你一二 并没有提及别的事情 赵师弟啊 你是不是还有话对我说呀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龟海师兄 我来此时为了一个人 他是一名古修 叫做逍遥真人 当赵一凡说出逍遥真人四个字的时候 明显能感觉到龟海大师兄的身体 竟是微微一抖 灵气传来一阵的波动 但是很快龟海大师兄又把这股灵气压了下去 赵一凡微微眉头一挑 他说道 龟海大师兄 莫非你认识此人 龟海大师兄缓缓地转过身了 当看到龟海大师兄那张脸的时候 赵一凡的眼神顿时有了变化 只见龟海的脸上 左眼的眼睛被撕裂了 一道剑痕从左眼撕裂处一直延续到右嘴角 更可怕的是 这道伤痕似乎是无法愈合 一缕缕黑色的雾气不断从伤口之中冒出来 黑气几乎将龟海的半张脸都给遮住了 乍一看十分吓人 赵一凡一惊 他说道 师兄 你到底是被谁人所伤 竟然有人能够伤到你 龟海大师兄身为半月宗的大师兄 这也能够说明他的实力在半月宗是属于最顶尖的存在 可即便是这样 还是有人伤到了龟海 难不成那人的实力或许在龟海师兄之上吗 听了赵一凡这话 龟海大师兄的脸上传来了一阵痛苦之色 微微皱眉说道 师弟 师兄脸上的这道剑痕 便是被那逍遥真人所伤 你为什么要找逍遥真人 难道你跟他有仇吗 如果有仇的话 师兄劝你还是放弃这个想法为好 逍遥真人竟然如此厉害吗 龟海师兄的境界是在龟原境七层 那逍遥真人莫非已经突破了龟原七层了吧 赵一凡来到龟海大师兄的面前 查看他脸上的伤口 龟海大师兄看到赵一凡凑得如此直近 略微有些意外 说道 师弟 你在干什么 赵一凡伸出手 触摸到龟海大师兄脸上的伤痕 那伤口深可见过 并且附着这一股他从未见过的力量 这股力量显然不是人族修行者能驾驭得住的 这是一种十分黑暗邪恶的力量 难怪龟海大师兄脸上的伤口 还是先说说你的事吧 赵一凡听了龟海师兄的话 他苦笑了一声说道 嘿 师兄 你猜测得不错 我来古街山 的确是来找邵遥真人报仇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 此人竟如此厉害 连师兄都奈何不了他 龟海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跳 嘴角流露出了一抹笑意 说道 师弟啊 谁说我奈何不了他呀 赵一凡听了这话一愣 只听龟海大师兄继续开口说道 那逍遥真人也中了我一件 比师兄伤得重多了 接下来短时间之内 只怕也跟我一样 躲在某处疗伤的 不过若是真想除掉他 绝非一事 龟海大师兄一脸的自满 但是很快 眉头又紧皱起来 赵一凡微微一愣 说道 师兄 为何你会这么说 能否跟师弟讲一讲 这逍遥真人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长相又是如何 龟海看了面前的赵一凡一眼 仿佛看到了曾经无数张熟悉的面棒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有师弟或师妹找到他 寻谓逍遥真人的事情 多半都是希望他能够出手 将那逍遥真人给杀掉 为他们死去的好友报仇 龟海这一次主动找上逍遥真人 自然也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好奇 更是为了宗门内死去的师兄弟们报仇 可是结果却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龟海大师兄点了点头 说道 那逍遥真人长什么样 我倒是可以为你画一幅画像 不过以你现在的境界 想要对付他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啊 至于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阴险 狡诈 强大 我想这六个字足以概括了 而且他在上古古修一众之中 地位似乎并不低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嘛 毕竟这里是强者为尊 赵一凡继续追问道 不知逍遥真人 现如今的修为是多少 桂园八层 那时他带着那群古修 发现了一处不错的陵园 相信下一次再见面 他的境界或许还会上涨啊 不过师弟 你也莫要太过于沮丧 这是古街山 陵园遍布各个山头 今天的你或许是阴阳境十层 若是几个月之后再见你 恐怕你就是归原大修了 归海是在鼓励赵一凡 这倒是不难听出来 只要具备运气 能找到一处不错的陵园 努力修炼 修为的确可以迅速的上涨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归海大师兄 算是我打扰你疗伤了 改日 师弟定会报答大师兄的 归海微微一笑 他原本的长相就是那种裹子脸 十分的憨厚的相貌 给人一种十分安心的感觉 即便现在脸上多了一道可怕的伤口 却依然让别人讨厌不喜来 嗯 吉芙蓉这一次倒是收了一位不错的弟子 很对我的胃口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他在心上如此夸赞他的徒弟 原本你我会在更早的时候见面 可惜那时我正处在境界突破的关头 难以分心 待我得了消息之后 就是你带着吉芙蓉的信来找我 看来大风国的妖兽巢已然退绝了吗 原来吉芙蓉当时也通知了归海师兄 可是那时候 归海师兄正在为修为突破的关头 无暇分身 若是归海大师兄那个时候 能来大风国协助他们 或许又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真的是造化弄人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退了 归海听了这话微微一愣 不过还是笑着说 啊 这师弟啊 吃在人为嘛 人定胜天 这修行本来就是一件 逆天而为的事情 翻越了一座高山 便会出现一座更高的山 哪怕高山再高 也最终会被人所征服 那逍遥真人虽然棘手 不过我却是拼着脸上这刀剑痕 摸清了他的实力和底牌 可日你若是有空 我再与你好好讲一讲 赵一凡心中感激 心情倒是稍微好了一些 抱拳拱手说道 那师弟就先不打扰师兄疗伤了 这就告退 归海的手中多了纸笔 为赵一凡画下了逍遥真人的画像 随后交给赵一凡说 赵师弟啊 这便是那逍遥真人 赵一凡从大师兄的手中接过了画像 这画中乃是一位先锋盗骨的老道 跟一个普通的小老头没什么区别 甚至可以用普通来形容 与赵一凡想象之中逍遥真人 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还以为对方长相应该会更凶狠一些 赵一凡收好了画像 再次对归海大师兄表示了感谢 说道 那师弟便嫌告退了 归海大师兄点了点头 对赵一凡挥了挥手 说道 去吧 吧 赵一凡回到了住处 将画像反复看了几遍 然后点燃化成灰阳的 修炼了一夜 第二日清晨 赵一凡来到了镇桥处 等候苏灵雪他到来 在得知逍遥真人的一些消息之后 赵一凡变得更加迫切地想要进入古街山了 这才一早便来自等候苏灵雪等人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苏灵雪出现在赵一凡的视线之中 在他身后还跟着三个人 苏灵 还有一位黄袍老道 和一个眼带乌黑的胖子 苏灵雪见站在镇桥前的赵一凡 眉头微微一条 说道 赵师弟 我听闻昨日有人擅闯归海大师兄的洞服 打扰他悲观修炼 莫非你昨日所说的钥匙 便是去归海大师兄门前捣乱 现在整个半月中 将近有一半的弟子都认识你了 赵一凡没想到这个事会传得那么快 微微鼓笑说道 昨日那人的确是我 只是我并非是擅长 而是去送信了 若是错过了那一次 不知又要等多久 事出紧急 我也没想那么多啊 一旁的苏宁也是一脸担忧 他说道 赵师弟 你再起也不能得罪归海大师兄啊 归海师兄 在宗门内那口碑是极好的 冲撞了他 半月中不少弟子都说要收拾你呢 赵一凡并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会演变成这种结果 苏灵雪身后的黄袍老道 此时却是微微一笑 接过了话茬 逍遥莫要担忧 那些话 都是那些曾经受到 归海大师兄帮助的弟子们 头脑一热 所说出来的气话 或许过不得几天 他们便忘了这件事了 你无需挂怀的 那黑眼圈的胖子 确实跟黄袍老道唱起了反调 说道 哎呀 那可不一定 光是我认识的那几位好友 就已经准备对付赵师弟咯 总之师弟啊 你还是小心一点吧 胖子说完 黑黑一乐 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 黄袍老道甩给了胖子一个眼神 胖子轻哼了一声 倒也失去地闭上了嘴 苏灵雪面不改色地揭察说道 先不说那些了 赵师弟 我来为你引荐一番 我身后这位老道名叫朔西峰 乃是我认识了很久的一位好友 龟袁二层实力 这位胖师兄名叫苦海 曾经是一位佛门中人 不过因为屡屡犯错被逐出了佛门 龟袁三层的实力 苦海一听这话 顿时有些不乐意了 他说道 嗯 苏灵雪啊 你引荐就引荐 你且我伤疤做神呢 我虽不是佛门弟子了 但是我仍然是一个出家人 正所谓心中有佛 脚下便是圣地 啊 嗯 出家人不是借酒肉吗 我昨日还看到你偷偷喝酒吃肉呢 苏宁一听这话 捏着鼻子一脸嫌弃的说道 现在时日还有酒味 难怪你被逐出了佛门 你你你你 苦海一脸的无语说道 哎 你们这俩一起欺负我 是不是 平仓懒得跟你们一盆解释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本大师先走了 那黄袍老道朔西风 听了这话 一脸的意外 大趣说道 啊 我道家的道言 竟然被你剽窃去了 嘿嘿 这位大师 莫非也想入我道门吗 我道门正好不用借酒肉 十分适合于你啊 你 你这牛鼻子老道爷来笑话我 你们都给我等着 别让本大师揪住你的小姨子 我可都记在心里了 听两人一阵的调侃 中人都是哈哈大笑 苦海气得拂袖而去 这气氛一时倒是缓和了许多 苏宁来到赵一帆的身旁 他说道 赵师弟 姐姐答应我跟他一起去国际山了呢 不过前提是和你在一起 咱们快走吧 赵一帆早有预料啊 这也是他不愿意加入苏灵雪队伍其中一个缘由 赵一帆笑着点了点头 他说 希望苏师姐不要再跟之前那样胡来了 苏宁对着赵一帆吐了吐舌头 他说道 哎呀 放心了 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了 哎呀 快走吧 一群人朝着古戒山走去 古戒山的山上的地盘似乎早就被半月宗的弟子进行了分配 人数越多 队伍里实力越强者 越往高处 这地盘也就越大 苏灵雪队伍大概得有16人 而且实力最低的都在归原二层 据点便建立在古戒山的山顶 一帆攀爬之后 赵一帆站在了山顶 看着前方一处灵气波动极为频繁的地带 能够断定 那便是古修和人族日常厮杀之地了 苏灵雪这时来到赵一帆身侧 她说道 从今日起 你和我妹妹苏宁一个小队 她在我身边倒也不是一天两天 你在山上需要做什么 她会告诉你怎么做 若是遇到不懂的 你也监管问她 赵一帆点了点头说 师姐 古戒山因陵园而闻名于世 可我却从未见过那陵园长什么样 你能否跟我说说那陵园 苏灵雪听了这话说 师弟 你才来到古戒山不到半天 就想着找到陵园啊 正好你提到了这件事情 那我便再与你说说吧 你可看到下面那一座横断古戒山 冲天而起的石墙了没有 赵一帆自然看得到 之前便是一直往那处打量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那些石墙 不知是何人所打造的 苏灵雪说 古戒山被半月宗和古修们更分对半 那石墙自然是我们半月宗打造而成的 被宗门内的弟子们称呼为山墙 半月宗实力最厉害的三个队伍 负责守卫那城墙 防止古修进入 可惜 还是会有不少的古修偷偷溜进来 肆意乱杀门中弟子 据说古修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 他们所能够找到的陵园十分有限 这才频繁地想要破坏山墙 抢夺我们的陵园 不过 他们倒也不是整日来攻打 有时呢 会隔个七天半个月 有时 甚至一个月都不会来一次呢 赵一凡听了这话 点了点头 说道 哦 那我们是否也会派人进入古修的陵地 抢夺他们的陵园 苏灵雪也点头 他说 虽然也会啊 不过十分危险 去的人并不多 你最好也不要胡思乱想 我这是在警告你 接下来 便是我正打算与你说的陵园一事了 陵园呢 会随机出现在古剑山的各个角落 得由我们自己去找 但你也知道 这里至少有数千个队伍 即便是找到陵园之后 你或许也不可能将它占为己有 所以呢 一旦你找到了陵园 你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莫要心怀侥幸 免得被其他队伍的人给害了 这古剑山的山上不知是何原因 让我等修行者无法使用神念查探 所以每一次出去寻找陵园 至少都是要两个人一起去 当然 你还要当心潜伏进来的古剑 哈门呢 其实与我们的长相并没有太大区别 光是从肉眼上无法判断 甚至有些古剑 还会佩戴半月宗弟子的宗门令牌 冒充半月宗弟子 你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这些话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在古剑山上长久生存 苏灵雪说的这句话 对于赵一帆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他铭记在心的同时 也是微微感激苏灵雪 也许这是因为他曾经救了他妹妹苏宁 所以才会让苏灵雪对他如此的上心 苏师姐 我们找到了一处陵园了 就在前方不远处的山洞里 是苦海找到的 朔西风一脸欣喜地来到了苏灵雪的面前 把此消息说了出来 苏灵雪听了这话 眼睛微微一亮 对赵一帆说道 赵师弟 看来你运气不错 才来到第一天就可以享有到陵园了 赵一帆心中也是一阵的窃喜 总算可以知道陵园到底长什么样了 而苏灵雪这个时候也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说道 其他人守住去点 朔师弟 赵师弟 我们一起去看看 苏宁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跑来了 她说道 姐姐 那我呢 苏灵雪看了一眼赵一帆 随后对妹妹说道 这一次你先在句点守候 下次你再随我一起来 啊 这样啊 听姐姐这么一说 苏宁一脸的泄气 她扫了一眼赵一帆 赵一帆微微一笑说道 苏宁师姐 找到了陵园 不代表着就是我们的 而且这陵园 就在咱们的句点附近找到的 相信其他句点的师兄师姐 也很快会注意到 跟过来将会十分的危险 明白了吗 苏宁别了别嘴 点了点头 说道 嗯 既然赵师弟都这么说了 那我这次就不去了啊 你下次一定要叫上我 苏灵雪一脸再上的看了一眼赵一帆 以传言入密之法说道 哼 没想到宁儿还挺听你的话的 若是在从前恐怕她没有那么容易妥协的 赵一帆听了这话 一阵苦笑 也没有再说什么 黄袍老道朔西风至时出言提醒 哎 鸡尾 我们还是赶紧过去吧 苦海这个人的脾气你们是知道 若是有其他队伍也有所察觉 到时候这苦海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乱子来的 苏灵雪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竖 说道 嗯 朔师弟说的不错 我也挺担心苦海会乱来 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 话音刚落 三个人欲空而起 由朔西风前方带路 二人紧随其后 哎 就在前面了 嗯 这这怎么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人呢 朔西风神情隐隐流露出了一丝担忧 当即快速的向下落去 而苏灵雪看到这么多人 脸色也有些难看了 现在下面少说也得有个七八个人了 而且其中好几个人他都觉得脸熟 看来这灵源并不是那么好独自享用的呀 哼 刘子良 你他娘的又来抢本大师找到的灵源了 之前已经让给你一个了 你现在又来抢 脸都不要了是不是 本大师今天说什么 也不会把这灵源让给你了 带着你的人马上滚出本大师的视线 要不然就让你们尝尝本大师的厉害 哼 赵一凡等人还未落下 便听到了苦海说话的声音 苏灵雪来到了苦海的身旁 说道 苦海师弟 苦海见苏灵雪他们来了 点了点头 瞥了前面那七八个人一眼 以传言入密之法说道 师姐 又是刘子良他们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二次了 今天我们绝不能让步了 苏灵雪点了点头 他说 你放心 我来处理 赵一凡来到了苦海的身后 目光朝着身后的山洞中看去 山洞中有一处发亮的白色光团 那光团足有两丈多宽 一缕缕精纯无比的灵气 正不断从白色光团之中冒出来 这就是灵缘了 仅仅只是站在洞口 赵一凡便仿佛自己身处一望无际的 广阔大海那种感觉 可见此灵缘之中所蕴含的灵气 是多么的可观 苏灵雪往前走了几步 对着身前七八个身穿青衣色蓝色道袍的人 点了点头 这七八个人穿着统一 修为都是在归原二层 换作是大风国 这几位可都是跺一跺脚 能够让整个大风国斗上三斗的存在 可是在古界山 他们也就只能算是一名普通的 归原精修行者了 刘子良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国字脸 脸上留着两到八字胡 一脸精明的样子 看到苏灵雪的时候 嘴角微微流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 说道 看到苦海我就知道 等一下苏师姐会来这 苏师姐好久不见了呀 苏灵雪点了点头 说道 刘师弟 你 既然你知道苦海是我苏灵雪的人 为何还在这不走 莫非是想要跟我争抢这一处灵源不成 刘子良微微一笑 说道 苏师姐啊 您这话可就说错了 灵源本无主 谁先发现便是谁的 这是我半月宗的规矩 这灵源分明就是我先发现的 之后我回去叫人了而已 谁想回来之后 苦海师兄就已经守到洞口了 还扬言我们若是不走 就要收拾我们 都是同门师兄师弟 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不是我刘子良要抢苏师姐的灵源 而是苏师姐要抢我刘子良的灵源呢 苦海一听这话实在是忍不住了 张嘴骂道 你睁眼说瞎话的能力真是越来越强了 半个月之前的那个灵源就是这样让你骗走的 今日你休想再顾忌重斥了 早在半个月之前呢 苦海找到了一处灵源 结果被刘子良以自己才是第一个发现者 给糊弄走了 苦海回去之后将此事说了出来 却得知 刘子良已经不是第一次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在其他的师兄弟手里榨取灵源了 得知此事之后的苦海是追悔莫及呀 心到下次若是还是发生这种事情 即便是拼得动起手来 他也绝对不退让一步 只是没想到这种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那刘子良显然是无耻至极 他也不着恼 笑呵呵的说道 苦海师兄 你这话又说错了 什么叫半个月前我哄骗了你的灵源呢 莫非我刘子良在你的眼中就是如此的不堪吗 那灵源分明就是我先发现的 今儿这也是啊 见识到了刘子良的无耻之后 即便是苏灵雪这样能够将喜怒不形于色之人 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眼中引现怒火 也正如刘子良所说的那样 半月宗的弟子们在古界山争抢陵园 争抢的过程当中却是极少动手 若是真的动了手 将同门的师兄师弟如何了 那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 因为传言只会越传越凶 他若你先动手并且伤害到了其他人 那么下一次他们也会毫无顾虑的对你出手 渐渐的这个队伍将会在古界山混不下去 而换作平时 两个队伍都会在心中衡量一番双方的实力 最终实力较弱的那一方 心知即便是动手也毫无胜算便会主动退让 而最终抢占灵源之人也会给予一些补偿 担药或者是一些法宝之类的 刘子良显然是明白古界山所有弟子们都不敢轻易动手 所以才会以此为由来进行诈骗 不论对方实力到底如何 到时候只要稍微给对方点好处 对方并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他先发现的灵源 为了不惹麻烦也会选择退出的 刘子良手中划光一闪 拿出了一柄飞剑法宝说道 哎呀这样吧 这把飞剑就送给苏师姐好了 只是这灵源确实是我刘子良先发现的 原本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让苏师姐让住灵源的 看在师弟如此诚恳的面子上 苏师姐退一步吧 若是下次我发现灵源 那自然也不会忘记苏师姐今日的退让 我邀请你们一起享用 如何呀 听了这话赵依凡突然轻声笑了 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足够让刘子良他们听到了 刘子良眉头微微一跳 当看到赵依凡的修为时 原本一脸恭维且好商量的神情 端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变得凶神恶煞 甚至丝毫不掩饰内心对于赵依凡的轻视和不屑 哼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敢在我等面前发出善笑 莫要以为有苏师姐在场 我就不会跟你计较 赵依凡一听这话 眉头微微一跳 说道 这位师兄实在是冤枉师弟我了 我何时发出善笑了 只是这洞中的灵源 所散发出来的灵气实在是太过于微弱 我正要准备劝说苏师姐放弃这个灵源 免得损害大家同门的情谊啊 刘子良一听这话 心中微微一息 看来是自己误会这小子了 但是对此也是有所疑惑 这个灵源莫非很小不成吗 到底值不值他手中这把飞剑呢 他这飞剑怎么说也是一把灵气 此时的刘子良突然变得有些犹豫起来 赵一凡这时对着苏灵雪说道 苏师姐 先前你们在说话的时候 师弟我好奇之下 进去那个洞穴看了一眼灵源 就西瓜那么大小 唉 都不够给一个人享用的 不如你就接了刘师兄的这把飞剑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吧 外面到处都是灵源 还怕找不到更好的不成吗 苦海已传言入密警告赵一凡 说道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呢 那灵源分明有两兆多困 足够十几个归原境修士享用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呢你 赵一凡听了这话 同样以传言之密说道 苦海师兄 莫要紧张 我自然是苏师姐这一边的 苏灵雪似乎隐隐隐猜到了赵一凡的用意了 眼睛扫向刘子良手中的那把飞剑 说道 刘师弟 你这飞剑莫非是一把灵器 刘子良手一哆嗦 点了点头说道 啊 的确是灵 灵器 法器我也拿不出手嘛 苏灵雪听了这话 点了点头说道 宁儿最近呢 也吵着要我为他寻一把飞剑 我看这把就不错 那这灵源就让给你们好了 你将飞剑给我吧 刘子良听了这话 突然握紧了飞剑 略微有些迟疑 他反复去观察着赵一凡的表情 赵一凡一脸百无聊赖的说道 苏师姐 赶紧走吧 山上还有好多灵源呢 若是为了这么一个小灵源 而错过了其他的灵源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呀 苏灵雪点了点头 对着刘子良摊开了手 说道 唉 刘师弟 我这小师弟啊 每日都在为自己修为太低 而感到烦恼呢 巴不得能够早日将修为提升上来 你呀 还是赶快将手中的飞剑给我吧 我们急着走呢 刘子良犹豫了 说实话他的确是没有看到 那处洞穴之中的灵源到底有多大 只看到苦海在此守候 便下来看看 结果他知道苦海发现了灵源了 刘子良看了眼身旁的师弟们 此刻他们都不着痕迹的轻轻摇着头 刘子良心中有了分寸了 将那柄飞剑收回了厨屋牌之中 说道 苏师姐 我看还是算了吧 师弟突然想起来有钥匙在身 若是在此享用灵源 恐怕会误了大事啊 苏灵雪听了这话 嘴角微微挤出了一抹笑意 说道 刘师弟 真不打算换 西瓜那么大的灵源 还有什么可换的呀 价值还没有他手中这把灵气级别的飞剑要高的 刘子良苦笑着摆了摆手 不换了不换了 就此别过 哎 说着 这一群七八个人走了 刘子良走了之后 苦海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赵一凡说道 我说这位师弟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我刚才这心都贴到嗓子眼了 你要知道啊 你说的话也是代表咱们这个队伍的 如果是那刘子良最后还是换了 那咱们这损失可就大了 苏灵雪这时也是一脸好奇 他问道 赵师弟 你莫非一开始便确定那姓刘的不会换 赵一凡微微一笑说道 古街山竟然无法使用神念 那洞中的灵源到底是什么样子 也就只有见过的人才知道 我看双方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也实在不是什么办法 所以我才会故意将洞穴内的灵源说得十分之小 目的自然是为了套刘子良的话 倘若他真的是第一个发现灵源的话 自然是知道灵源大象 可当我说那个灵源很小 催促师姐离开的时候 那刘子良竟是没有反驳 并且紧握了他手中的飞剑 从他没有反驳以及表情动作 我判断出他绝对没有看到过灵源 只是一个无赖 用来榨取咱们的灵源的 所以呢 我便继续催促师姐离开 师姐倒也很配合 你我二人演了这么一出戏 那刘子良自然便信以为真的以为 洞穴内的灵源真的很小 这才离开了 听了赵一凡的解释之后 所有人这才恍然大悟 众人心中都是隐隐赞叹赞赵一凡的机智 几句话就避免了一场争斗 并且最终还得到了灵源 看来这个小师弟的本事还真不小啊 众人说着话 此时已经进入了洞穴之中了 苦海和朔西风两人则是在洞外看守 赵一凡苏灵雪一靠近灵源 巨大的灵源便散发出无比刺目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洞穴 即便是平日里冷若冰霜的苏灵雪 此刻脸上也是挂着一抹无比兴奋的笑意 说道 这颗灵源好大 比我之前遇到的那些灵源都还要大上数倍不止 赵师弟 恐怕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们都不用去寻找其他的灵源了 我先将它固定住 防止灵气流逝 赵一凡微微一挑眉 让到了一边说道 苏师姐 你要说固定住灵源 莫非这灵源还能够跑了不成 苏灵雪从一面厨玉牌之中拿出了树面震旗 一边对赵一凡说着 赵师弟 你有所不知 这灵源不仅会跑 甚至会随着时间也会慢慢流逝 到时候灵源的体积也会越来越小 我们找到灵源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定是以锁灵阵将灵源锁住 这样就不会担心灵源会逃跑 甚至是灵气流失了 只是一种简单的小阵法 赵师弟从旁观摩 想来很快就能学会的 赵一凡一副原来如此的点了点头 只见苏灵雪手捏阵旗 然后以极快且简练的速度 将阵旗扔在灵源四个角落 原本飘飘荡荡 处在悬空状态的灵源 顿时像是感受到了一股吸引力一般 竟是直接稳住了身形 贴在地面上一动不动 苏灵雪又将阵旗的四角正中心的位置 插上了两面阵旗 随后四个位置分别在地上 用阵旗摆出了一乾坤四方图案 乾坤四方图案中心处空白一片 正好可以供一人坐在其中 锁灵阵成形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阵器都凭空消失了 只在地上留下了蓝色的阵线 锁灵阵完成之后 苏灵雪看向了赵一凡 说道 赵师弟 这便是锁灵阵了 是不是十分简单 这锁灵阵的阵点摆放的倒是十分简单 以阵截封住陵园东南西北四角 以乾坤八树摆出四方天位 取乾坤中心的太极位作为入座之地 不仅仅能有效地封锁住灵园之中的灵气 更是将灵园之中的灵气 以阵引出方便吸收 且不会消散出去 此阵一出别说是灵园了 哪怕是修行者进去 也要被困于阵内不得出入了 赵一凡点了点头说道 嗯 的确十分简单 不过往往越厉害的阵法 就越朴实无华 我想这其中的玄妙 也就只有被困在阵中之人 才能够体会了 苏灵雪微微一笑 倒是听出了赵一凡话语之中的赞许之意 他说道 赵师弟 你我还是尽快吸收灵园之中精传的灵气吧 正是如此 赵一凡走进四灵位的西位 潘膝而坐 一股股令人感到舒适的暖意 在他落座的一瞬间 缓缓进入他的身体之中 从灵园内冒出无数条乳白色的雾气 缓缓地飘向他 赵一凡闭目宁神抓紧吸收修炼 灵园中的灵气并不需要经过炼化 便可直接吸入体内 不像平时他引动天地元气入体 还需要炼化才能变成灵气纳入丹田 仅仅只是一分钟不到 赵一凡就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感觉 大量的灵气在他体内游走 简直都收不进去了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他的丹田便出现了灵气充盈的感觉 而七彩琉璃宝树也在这精纯浓郁的灵气之下 树身发出了微微的颤抖 每阔一刻钟 七彩琉璃宝树便往上升上半寸 这种修炼速度简直是赵一凡从未体验过的速度 赵师弟 赵师弟 赵一凡猛地睁开了眼睛 说道 苏师姐 怎么了 苏灵雪嘴角擒着一丝笑意 说道 赵师弟 我们已经修炼了一天一夜了 该换苦海和说西风来了 啊 这就一天过去了 赵一凡心中暗存 我只不过修炼了一会儿而已 怎么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啊 长言道啊 修炼无岁月 十年不过是弹指之间 一天也只不过是在虚语之间 虽然心中有所疑惑 但是赵一凡还是从四陵位起身 跟随着苏师姐朝着洞口处而去 苦海和朔西风早已然等得不耐烦了 见到二人出来之后 苦海率先进入洞穴之中 没一会儿就进入了打坐的状态 朔西风看到赵一凡一脸迷茫的神色 微微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看来赵师弟也是有些意犹未尽啊 在陵园旁边修炼便是这样的 虽然外面已过了一天了 可是对于你来说 也许只是过了一瞬间 这也是为何所有人都知道 古界山有一条巨大无比的陵园 却不愿意去寻找的原因 若是一不小心沉迷进去 或许醒来之时 但是已经发现自身的尸骨早已作化 只留下一缕残魂在这人间喽 哈哈哈哈 朔西风说完也进入了洞穴了 苏灵雪听了这话眉头一皱 说道 赵师弟 你莫要听到老道胡说八道 不过他说的倒也并非前错 赵一凡脸色微变 他说道 师姐 为何我在陵园旁边修炼 感觉时间竟会过得如此之快啊 朔师兄所说的那巨大陵园 莫非也是一把双刃剑 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却不愿意去寻找 苏灵雪点了点头 他说 不错 赵师弟的确如你所说的那样 这陵园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陵园旁修炼 将会是你彻底的放松下来 倘若这时有人对你发起进攻 你又如何能够及时反应过来 倘若你修炼没多久 或许还有点反应 可若是修炼了数月数年 估计自己死了也不知道 所以每一次吸收陵园之时 我们都会让人守在旁边 并且每一次修炼不得超过一天 时间一到便会强行叫醒正在修炼之人 曾经就有一位归原境巅峰的大千拜 他向来独来独往惯了 也没有加入任何队伍 后来就死在了某处洞穴之中 尸体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陵园 还未被人吸收 据说是被上姑姑修偷袭致死 而死后那大前辈的魂魄 依然还在修炼当中 赵依凡微微一条眉 没想到在陵园旁边修炼 竟是一件如此危险的事情 苏灵雪继续说道 绝非微言耸听 越大的陵园便越能乱人心智 哪怕是桂园巅峰的大前辈 也难以抵挡 我等这些晚辈 又如何吃得香 我看方才叫醒你之时 你还心存疑惑 为了避免你乱想 我才告诉你这些 原来是担心他误会 赵依凡玩耳一笑 说道 苏师姐 你放心好了 我也只是有些疑惑 解释清楚之后 我就明白了 苏灵雪点了点头 他说 那就好 赵师弟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去向据点中的其他师弟喊来 这么大的陵园 绝对能够让我们的队伍实力大增 很快 苏灵雪又带回了两个人 将赵依凡给换到了据点 此刻赵依凡坐在据点的某块大石之上 脑海里回忆着之前在灵源之中修炼的那种感觉 那感觉就好像全身都被海水一般宽广的灵气所包围 浑身上下数十万个毛孔都在争先恐后的吞噬着灵气 那种感觉太过于神妙了 只有真正体验过的人才能懂得其中滋味 短短一天的时间 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修为似乎精进了不少 若是还能有在那种灵气旁边修炼的机会 或许突破阴阳境十层也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罢了 哟 这不是我赵斯牧想的赵师弟吗 怎能坐在这里发呆呀 就在赵依凡发愣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赵依凡的耳畔 赵依凡顺着声音抬头看去 只见八三亮带着几个人朝着紫书走来 现在据点只剩下赵依凡一个人了 虽然苏灵雪很快会回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遇到八三亮 还是让赵依凡心中不由自主的变得警惕了起来 赵依凡微微皱眉说道 原来是巴师兄 看来你也找到队伍了 八三亮咧嘴一笑说道 嘿嘿嘿 不及你啊赵师弟 我听说你是苏师姐主动邀请你加入队伍的 可是你竟然还拒绝了 之后苏师姐就拿剑逼着你加入 你这才点头同意啊 我就不一样了 我找了很多个队伍 吃尽了他人的白眼 这才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们呢 听了这话 赵依凡注意到 八三亮此刻身上穿着一件青色的道袍 他身后的几个人也是如此穿着 这个装束如此的眼熟 难道八三亮加入的是刘子良的队伍吗 八三亮身后 一个长脸道人一脸疑惑的说道 赵依凡 我记得昨日你跟苏灵雪他们在一起 现在你在据点 周围却是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都去什么地方了 赵依凡心中一击脸啊 暗道糟糕啊 若是被此人发现据点的人 都去陵园旁边修炼去了 刘子良要是知道这件事 岂看善罢甘休啊 赵依凡面不改色地说道 自然是去寻找陵园了 你们不也是吗 长脸道人文言却是冷哼了一声 说道 起点可是所有队伍集中之地 平时最少也得留四五个人再次镇守 可是此时据点却只有你一个人 其他人都去找陵园了 你当频道是傻子不成吗 正说着 突然那长脸道人好像想起了什么 撇向了一旁的一位师弟 那位师弟也是眉头一条 显然是长脸道人以传言入密之法 在跟他说了什么 后者轻轻点了点头 直接朝着昨日陵园所在之地奔去 巴三亮此时还搞不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候看到赵一帆一个人 兴趣大起 对着长脸道人说道 林师兄啊 到底什么事啊 我看着好像挺有意思的呀 这长脸道人 名叫林芝 归原境二层的实力 林芝目光阴冷地撇向赵一帆说道 我怀疑这小子昨日气爽了我们 我已经派师弟去确认了 若是我猜的不错 或许苏林学他们发现了一个 足以让十几个人同时在旁修林的陵园 林芝这话一出 赵一帆直抖了手啊 他心里暗存糟糕啊 这事情变得麻烦了呀 如果不是八三亮认出了赵一帆 突然过来找他说话 或许这群人还不会发现这一遍 赵一帆看向八三亮的眼神带着一抹冷意 但是很快便随着一声熟悉的声音收敛了回去 赵师弟 这里怎么了 苏林雪从天而降落在赵一帆身侧 眼神处微微带着一些威胁之意 朝着前面的四人看去 你们不是刘子梁的同伴吗 为何会来我的据点 还不速速离去 见到苏林雪 林芝的脸色稍微缓和了起来 却依然是很阴沉 赵一帆隐传人入密之法对苏林雪说道 师姐 他们发现昨天我们耍了他们 并且已经派人前来去查看了 苏林雪听了这话眉头微微一跳 如此一来那刘子梁又岂会善罢甘休呢 事情的确是变得有些麻烦了 不过倒也并非是毫无办法 苏林雪 一道立合之声从空中传来 刘子梁说道就道 他狠狠地瞪了赵一帆一眼 对着苏林雪说道 苏林雪 你跟这小子竟然合伙炸武陵园 来时我可是亲眼所见 那陵园庞大无比 全非当初你们所说的西瓜一般大小 刘子梁怒气冲冲 是有今日不给我个说法 我便不罢休的架势 苏林雪神情不变 甚至比先前更为冷静 他看向刘子梁说道 刘师弟 这不也更加说明了 你并不是第一个发现陵园之人了吗 到底是我炸你 还是你想要炸我苏林雪 这话一出 刘子梁傻眼了 他分明是打算借题发挥的 没想到却被苏林雪一脚踩住了尾巴 可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如果那陵园是刘子梁先发现的 那他自然知道那陵园体积大小如何 又怎么会信他们的话最后离去呢 刘子梁微微吃憋 但仍然是据理力争说道 苏师姐你真是好手段啊 竟然还反咬我以后 我的确是没有亲自进入洞穴查看那陵园的大小 那时我只是撇到了陵园的一脚 便去寻我的师弟们了 哼哪里知道 我能匆匆一撇不过是冰身一脚 苏林雪听了这话忍不住发笑 哼 刘子梁 你好歹也是一名龟园境的大小 竟然如此厚颜无耻 也不知道你这一身修为到底是如何上来的 莫非也是你不断地榨取他人丹药灵丸 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提升上来的 真是我龟园大修之耻 刘子梁这个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 苏林雪言语讽刺着他 却难以伤及他半分 刘子梁黑黑一声冷笑说道 哼 苏林雪 你还真说对了 师弟我这一身修为境界 的确是靠着师弟我这一身本师提升上来的 不过以后你若是有兴趣 我与你好好讲声一讲 只是现在我想知道 这事该怎么解决 那灵源巨大无比 你们又如何能吃得下 还不如分一半给我们呢 苏林雪听了这话 眼神顿时变得无比的冷烈 喊声说道 昨日你要炸我灵源 我还没有和你算账 今日你却一开口 问我要一半的灵源 你真当我苏林雪好欺负不成 刘子梁哼哼一笑说道 师姐你可莫要乱泼脏水 我何事欺负了你了 你可是师姐修为比我高 要说欺负也得是你欺负我才对呀 再说了我要的也不多 只是一人一半 这又有何不妥呢 我不过是为了帮你减轻负担罢了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你说呢师姐 你给我住口 苏林雪听了这话 寒眉倒数 她竟是动了真怒了 显然在口舌方面 苏林雪并不是刘子梁的对手 刘子梁装着害怕 护住了脑袋 整个人更是往后倒退了一步 孤般可怜说道 哎哟我的世界啊 你可不要动手 师弟哪是你的对手啊 更何况这事若是传出去 恐怕人人都想要过来分一杯羹 我劝你还是不要乱来的好 还是乖乖按照方法 将那灵源对半分支 大不了我可以先让你们享用啊 苏林雪这一张脸呢 气得是通红无比 她正要发怒呵斥刘子梁 赵一凡此时却上前一步 说道 刘师兄 你的方法的确不错 也十分的合情合理 我们会暂时考虑一下的 刘子梁一看着赵一凡 本来想开口喝退的 可是听到他的话之后 刘子梁顿时有一种 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这 这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昨日好像就是被这小子给骗了 想到了这儿 刘子梁面露不悦 说道 赵师弟 你说考虑一下 要是要考虑多久啊 能不能改一个准确的时期啊 还是觉得我们都是三岁小孩一般好哄啊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刘师兄 我们这些人在这古界山 无非就是为了古界山上的陵园 只不过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 所以才不会在陵园上进行争抢 甚至是大打出手 我们的敌人 应该是山后方的那些古修才是 剑刃 自然也是向着那群古修的 师弟说的可对 刘子梁不知道赵一凡又打算搞什么鬼 心中也是留了个心眼 点了点头说道 你说的不错 如果这跟我现在在经历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 你最好快点说明白 不要再兜圈子了 这慢一分我的灵源就少一分 这刘子梁简直把不要脸发挥到极致了 这会硬说是他的灵源了 苏灵雪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却看见赵一凡面不改色 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而此时的赵一凡面带微笑 说道 我的意思是 既然大家都是同门 若是将场面搞得太难看 也不好 我看赵师兄似乎至今还未找到灵源 想来也是十分迫切的 想要寻到一处灵源修炼 苦海师兄发现的那处灵源 根据苏师姐的估计 可以让十几名归原境的大修 享用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由于在灵源旁边修炼 对修行者也有一定的危害 我们只有十几个人 估计也修炼不了几天 正所谓 独乐乐 不如重乐乐 我和苏师姐决定 将灵源泉让出 只要缴纳一定的玉石 便可以使用一天的时间 刘师兄 如果是想要分一杯羹的话 那带玉石来吧 刘子梁听着这话 反应并不是很大 他挠着下巴心中思存 这小子是打算让我用玉石换取 在灵泉旁边修炼的时间 甚至还打算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 但目的自然是为了不让我独享 虽然对我不利 但是的确是一个 可以将此事彻底解决的好办法呀 刘子梁看向了苏灵雪 微微一笑说道 嘿嘿 苏师姐 你这小师弟的境界虽然不高 但是却是少见的聪明 我还真有点斗不过他呢 苏灵雪冷哼了一声 说道 哼 刘师弟 原本我是不想将陵园分给其他人享用的 不过既然赵师弟已经开了口 我也没什么话好说的 我马上就去通知所有在山巅的队伍 以花飞玉石的方式 换给他们陵园享用的时间 即便到时候 你来阻拦 刘子梁揭察说道 即便到时候我来阻拦 估计其他人也不肯 对吗 而且也可能让我一瞬间得罪不少的人 苏灵雪冷笑了一声 说 算你还有点脑子 刘子梁身旁的那些同伴 这时候才听出来赵一凡 刚才所说方法中真正的用意 你想跟我对半分 我就找所有人来 让他们一起分 你想要阻止 却只能是束手无策 八三亮这会儿也沙哑了 这个赵一凡竟然有这等本事吗 他才不过是一个阴阳镜十层的蝼蚁罢了 估计不用这些师弟出手 光他一个就可以捏死这只蝼蚁了 八三亮咋不着嘴说道 诶 诸位师兄啊 以我之见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听信这两个人的话 不如直接动手算了 我打头阵 师兄们在我身后多多帮着便是 八三亮说完这话黑黑一笑 正准备动手 苏灵雪嘴角微微上扬 说道 好 刘师弟 你队伍的人打算对我动手是吗 刘子良暗骂了一声蠢祸呀 这简直是猪队友啊 真那么好动手 不早就动手了 还需要你废话 一旦动了手 就打破了整个古界山半月宗弟子们 相互默认的那层和谐了 这层和谐一旦破了 便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所有队伍的人 矛头都会指向这个破坏规矩的队伍 他刘子良日后还怎么能在古界山上混下去 刘子良眼神猛的一变 体内灵气一阵的急转 却是并没有攻向苏灵雪 而是一巴掌打向了八三亮 强大的气息在场中瞬间暴走 八三亮惨叫了一声 顿时被这一掌打得飞向山下 生死不知了 这个蠢货到底是谁收进来的 刘子良此时盛怒之下 眼神可怕 竟让所有人都不敢与之对视 苏灵雪冷冷地说道 哼 看来是我误会刘师弟了 不过若是吓死你的队伍中的人 还对我说出这等宣战之言 到时我可就不会这般轻易地放过你了 刘子良心中已是将苏灵雪和赵一凡 骂得个狗血淋头了 特别是这个赵一凡呢 总是能三言两语让他束手无策 陷入十分尴尬之地 他刘子良在古街山扎取陵园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吃过这个鬼 刘子良长舒了口气 眼神阴堵说道 苏师姐 我要忘记了半山之星 这一次是我的队伍和你的队伍一起合作 去山墙之外 到时候我的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人的 我们走 苏灵雪一听这话 脸色猛的一变 他显然是没料到这件事情 这时候被刘子良一提醒 他这才想起来 只可惜啊 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因为这梁子已经结下了 赵伊凡看向了苏灵雪 苏灵雪的脸色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好 于是他开口问道 苏师姐 什么是半山之星啊 苏灵雪叹了口气 说道 所谓半山之星 并是宗门弟子 前往山墙后的古修地盘 寻找古修将他们杀死 为时三日 三日之内 一个队伍必须击杀一名古修才可回来 否则 这支队伍将会被逐出师门 禁止踏入古街山 这也正是所有弟子们 最不想迎来的一天呢 半月宗没想到还有这等规矩 赵伊凡倒是头一次听说过 赵伊凡脸色变了一遍说道 我倒是能够稍微理解半月宗如此做的原因 只是若是提前回来 就得被逐出师门 并且不得踏入古街山半步 这惩罚未免也太过了一些 苏灵雪轻哼了一声说 师弟你是有所不知 这半山之行起初开始之事 便已经是受到了不少弟子的反对 可随着古修时常闯入我们的地盘 对半月宗弟子肆意乱杀之后 那些反对的声音也逐渐减小了 不过同样的 那些新村反对之人 去了山墙后面之后 也只是单纯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 等到三天一过 又偷偷地回来 完全就是在浑水摸雨 张娇察觉到此时之后 便是大发雷霆 于是便追加了一个队伍 必须杀死一名古修 并且带回尸体这一条规则 赵伊凡点了点头 要是所有人都浑水摸雨 那岂不是更加助长了古修的嚣张气一样了吗 这掌教力的规矩虽然不尽人情 甚至是逼着宗门弟子去死 但实则也是无奈之举呀 赵伊凡看向了远处山墙的后方 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要找到逍遥真人报仇 逍遥真人境界高深 短时间之内此事恐怕难以达成 而且古修不同于其他的修行者 他们拥有一股十分特殊的力量 也正是这股力量造就了古修的强化 还有那神奇的灵符 虽然赵伊凡并没有看到过灵符的使用 但是也通过苏宁的描述 多少猜测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那是一种可以将灵气封存起来 并且以符字化为自然之力的灵符 若是一张灵符扔出去 就是一名归原境大修全力一击的话 如果他有十张这种灵符 或许便可以弥补自身修为的短板 也能跟他归原境大修有异战之力了 赵伊凡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要搞清楚灵符的构造 再亲眼见识一下灵符的作用 如果有机会 他也希望能跟古修交手一次看看 想到这赵伊凡对苏宁学说 苏师姐 不知此次半山之行的队伍中 都有谁啊 苏灵学微微皱着眉 说道 半山之行只去三人 我这个队伍能去山墙外的人 也只有古海和朔西风吗 往年也是他二人跟我一起去的 古海和朔西风 难怪这俩人关系这么好 显然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 而且生死与共骨 赵伊凡又问道 师姐 不知此次半山之行的名额 能否为我留一个 苏灵学一双美眸微微一瞪 惊讶地说道 师弟 你莫非是不想活了不成 半山之行也不是闹着玩的 那些古修队伍等人族修行者 视为猪狗 恨不得将我们感激杀绝 绝无人子之心 你连归缘都未入 去了无疑是在送死 可何况 若是我不去 便会让古海和朔西风 提升御敌的危险几率和击杀几率 一个不慎 他们便会死在山墙之外 若是有命逃回 或许也将被逐出半月奏 他们二人是我多年的好友 更是我队伍中的中流砥柱 我如何能让他们如此冒险啊 赵一凡听了这话 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 苏灵学来到他身旁 轻声地说道 赵师弟 别忘了 刘子梁与我同行 他们势必会对古海和朔西风不利 我在的话 他们相对来说也能安全一些 所以并不是师姐不让你去 还是不希望眼睁睁的 看着你去送死 苏灵学此时是软语相劝了 估计也只有赵一凡才能够如此的幸运 听了这话 赵一凡脸色微变 说道 即便我已经明误到心 师姐也担心我 会拖苦海他们的后腿 苏灵学瞳孔微微一缩 说道 师弟你 你真的明误了到心 你可知到心这种东西 绝不是可以修炼就可以修出来的 靠的是机遇 以及异于常人的天资啊 即便是古街山上 这些归员大秀 其中明误到心的也没几个 你莫要为了想要去山墙外 二孔骗我啊 这 这对水也没有好处的师弟 赵一凡微微挑了挑眉 他说 眼见为实 师姐进来一看便知 苏灵学只觉得眼前一花 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一处空气极为清新之地 脚踩在软绵绵的草地上 十分的舒适 这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芳草的清香味 不同于古街山的空气沉闷而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道 苏灵学抬头看去 前方不远处有一棵十足巨大的七彩琉璃宝树 这宝树冲天而起 竟是一眼都看不到树尖 赵一凡此刻便站在那七彩琉璃宝树之下 苏灵学感觉到惊奇 朝着赵一凡的方向走去说道 赵师弟 这便是你的道心世界 我还是头一次进入他人的道心世界呢 据说一个人的道心世界有多宽广 那就意味着此人道心之力有多强大 虽然赵一凡的道心世界看起来只有一处小岛那般大小 可是这冲天而起的古树却是一眼望不到树尖 仿佛要冲破天际一半 赵一凡微微一笑问道 苏师姐 现在你可以答应我了吗 苏灵学眉头微微一竖说道 赵师弟 你为何偏要往那山墙之外走 你可这有多少人不惜选择离开半月宗 也不愿意去和古修正面交战呢 赵一凡收敛了脸上的笑意 他说 我来此处便是为了杀死一名古修 在那之前 我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他们 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 而且我敢保证 我绝对不会让古海师兄和朔西风师兄陷入险地 只要不遇到归员五层以上的修行者 我想 以我的家底 虽然杀不死他们 他们也难以奈何得了我 苏灵学听了这话心中暗自吃惊啊 他虽然身处赵一凡的道心世界 可是他现在依然看不出赵一凡的道心属于何种道心 竟然让他说出来刚才的那番话来 归员近五层以下的大修竟然奈何不了他们 经过妖兽朝以及如此多场战斗之后 此时的赵一凡早已是脱胎换骨 对于自身的力量也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他相信自己在底牌进出的情况之下 归员近五层的大修的确是奈何不了他 苏灵学微微转身 周围的画面猛然一变 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心前的地方 苏灵学看了一眼赵一凡 说道 赵师弟 你曾经是大风国抵抗妖兽朝的总指挥 我自然不会光从你的修为上来判断你的实力 好 我答应你 但你们三人必须都给我活着回来 明白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 随后问道 不知离半山之行还有多久 苏灵学心中一番暗寸 说道 我们这些在古节山上拥有据点的弟子 都早已将名字和修为在师门进行了登记 有专门的人为我们这些队伍排名 按照我的推算 三个月后便会轮到我这一支队伍去那半山之行 三个月的时间 你也正好可以稍作准备一下 三个月的时间呢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赵一凡点了点头 表示听明白了 苏灵学接着说道 师弟 从今天开始 你便一直在那连云旁边修炼吧 直到连云消失 我再去换你醒来 赵一凡心中微微一喜 但表面上还是有一脸的担忧 他说 苏师姐 这样做的话 其他师兄师妹 恐怕会有意义啊 苏灵学微微一笑 说道 师弟 你是信不过我 还是担心到时你醒不来啊 赵一凡听了这话 心中一喜 他说 都不是 师弟多谢师姐成全 如果 苏灵学推算不错的话 也就是说 他至少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在灵源旁边修炼 以那等庞大的灵气量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剩下的两个月 若是运气再好 还能找到一处灵源的话 或许步入归原境 也并非是毫无可能的 时隔一日之后 赵一凡再次进入了洞穴 其他人原本还有些心中不满 可当他们听说赵一凡主动加入半山之行的小队之后 一个个都沉默了 很显然呢 这是赵一凡拿命换来的一次特殊的机会 也许其他人都不敢去做的一件事 苏宁了解了事情的梗概之后 微微皱着眉头 说道 啊 师弟 你你莫非是想不开了 你你你竟然主动要去那种地方啊 估计这是苏宁这一辈子也无法想明白的事情 那苦海和朔西风也是一脸的为难 这小子顶替了苏灵雪的位置 他们又要小心骨修 又要应付随时可能攻过来的第二支队伍 还要照顾赵一凡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项十分巨大的考验 搞不好命也得留在那儿啊 我说师姐呀 师姐 朔西风和苦海一口同声的喊道 苏灵雪微微一笑 说道 有什么话等赵一凡出关再说吧 相信他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所有人撤离子弟 此时的赵一凡 已经进入了四灵位 沉浸在修炼当中了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苏灵雪竟是打算让他一个人 在灵源洞中修炼足足三个月 苏灵雪咧嘴一笑 说道 你不让我失望 那我自然就鼎力相中 三个月后看你能吞下多少 赵一凡缓缓缓地睁开了眼 他认得这里 这是他的道心世界 此刻七彩琉璃宝树正在缓缓地向上生长 这说明他此时此刻正在修炼 而来到他的道心世界中不过是他的意识 突然七彩琉璃宝树的前方白光一闪 一团巨大的灵源竟然也来到了他的道心世界之中 这团灵源十分的熟悉 正是苦海师兄所发现的那道灵源 只是这灵源为什么会直接进入他的道心世界之中 赵一凡并不明白 疑惑之下赵一凡朝着灵源的方向走去 那灵源见他便躲 最后竟是直接钻入了七彩琉璃宝树当中 赵一凡瞬间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他丹田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嗡鸣之声 好像是什么东西炸了 而苏灵雪看着紧锁眉头的赵一凡 更是奇怪 与灵源为何会直接照在了赵一凡的身上 此刻赵一凡就在灵源之中 苏灵雪眉头微微一竖说道 快就西风过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一会儿 朔西风便来到了洞穴之中 当看到被灵源套住在里头的赵一凡的时候 朔西风眼中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苏灵雪脸色难看地说道 西风 你见读时光可能看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朔西风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说道 这赵师弟体内有一个什么东西 正打算把灵源一口给吞了 也不知道是福还是货呀 咱们只能先等等看了 苏灵雪急忙传令说道 所有人听令 日夜看守赵师弟 若是有什么异常马上通知我 是 洞穴之外众人齐声应当 而此时赵一凡的道心世界之内 自灵源一出现 七彩琉璃宝树生长的速度似乎变得更快了 四周围的奇花异草也是一瞬间的疯狂生长 整个的道心世界现在都在剧烈地颤动着 仿佛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般 赵一凡抬头朝着七彩琉璃宝树的顶端望去 这一眼无法看到顶端 于是他一跃而起扶摇直上 此时的赵一凡越飞越高 那七彩琉璃宝树的变化在他的眼中也越发的清晰了 原本如同小岛一般的道心世界 此时正在逐渐的扩张 这里的一切好像是枯木逢春一般 正在以一个十分可怕的速度疯狂地乱长 那七彩琉璃宝树的体积也逐渐地变得粗壮 一根根粗如成年人手臂粗细的树根 突出了地面朝着四面八方延伸而去 他们纠缠在一块往那虚空之中探去 逐渐替代了大地 从树根之上更是生长出了不少的奇花异草 耳边充斥着生命逐渐茁壮成长所发出来的轰隆隆的声响 最终赵一凡到达了树顶 树顶的枝叶如同一双大手一般 两边向上突起,中心处却略微地凹陷 周围的景物正在快速地向下倒退 那宝树突破云霄 直接往那无边无际的天穹之上刺去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心中微微一激凉 他安存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从未见过七彩琉璃宝树 生长得如此疯狂 难道是因为陵园的关系 赵一凡站在树顶向下方看去 下方的一切仿佛一瞬间被缩小了 所有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如此的渺小 忽然七彩琉璃宝树停止了生长 赵一凡站在树梢之下 直接向下跳了下去 扮上之后 当他脚踏实地之上 再一次抬头看向七彩琉璃宝树之时 他发现那七彩琉璃宝树通体变成了金褐色 并且已经生长到了如同一座小山一般庞大 往左右看去 竟是一眼无法将整个七彩琉璃宝树树深收入眼底了 而至于那陵园 此时早已消失了踪迹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畔 赵一凡向着身后方走去 只眨眼一步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此时的赵一凡缓缓睁开了双眼 在他面前站着一群人 这些人显然都是苏灵雪队伍中的人 此时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这让赵一凡感觉到十分的奇怪 赵一凡微微一愣说道 诸位 我的脸上莫非有什么脏东西不成 虽然在道心世界只不过过去了片刻 这些人叫醒了他 那也就意味着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灵园被他完全吸收了 从七彩琉璃宝树那疯狂的生长方式 不能看得出 道心世界的所有变化跟他本身的境界是相连的 他的境界越高 那七彩琉璃宝树的体型就会越大 他的道心世界也就越宽广 当七彩琉璃宝树停止生长的那一刻 赵一凡便已知道 灵园多半是被他吸收完了 此时苏灵雪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他说道 赵师弟 你感觉如何了 身体可有出现什么异样 这种表情出现在苏灵雪这张冷艳的脸上 确实是有些不合适 紧接着四周围也是不断传来了询问之声 什么 短短三个月 你竟然把这灵园完全都吸收了 你要知道 光是散发出来的灵气 就足够让我们吸收一个月了 哎呀 若我不是看到索灵阵 我还以为灵园跑了 赵师弟啊 你快说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赵一凡拿神念在自己丹田处微微一扫 此时此刻他的修为已然不是阴阳镜十一层了 而是实打实的归圆镜第一重境界了 三个月 连生两层境界 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即便是在古界山这个奇迹多发的地方 也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赵一凡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他说道 我也不是很明白 只是这灵园被我一人所吸收 还望诸位师兄师姐不要心中记狠师弟啊 众人文言忍不住纷纷笑了 嘿 赵师弟啊 灵园的话我们只要用心去找 随时都能找到 我们就是担心你的身体啊 是啊 赵师弟 你一次性吸收了这么多的灵气 我们就怕你无法烈化 最后暴体而亡啊 嗯 苏师姐让我们轮流看守你 就怕你修炼出什么意外 好在赵师弟你福大命大 倒是没出什么事啊 赵一凡听了众人的七嘴八舌 一脸感激地对苏灵雪说道 苏师姐 倒是多谢你了 苏灵雪微微一笑 说道 不用谢我 我想无论换作是谁 都会这样做的 我看你的样子 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啊 你在这里稍作休息片刻 一会再出来见我 别忘了 今年的半山之星 赵一凡缓缓地点了点头 闭上眼睛继续探知自己的身体 而苏灵雪则是带着其他人 离开了这处洞穴 进入归原境之后啊 他的道心世界 除了变得更加的宽广之外 七彩琉璃宝树也发生了一个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也说明他的道心力量 也在进入归原境的那一瞬间 得到了十分恐怖的提升 而此时体内的阴阳二气也随之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全新的力量 混原一气 混原一气在融合了阴阳二气的力量之后 更是化繁为解 二气合一 使他举手头足之间所施展出来的术法威力 得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提升 赵一凡微微翻开了手掌 一团黑白相间的混原一气 从他的手掌之中出现 形成了一道太极的图案 缓缓地转动着 其上所蕴含的灵气乃是以往的数十倍不止 或许这一小块混原一气 便可以让一座高山在顷刻之间崩塌瓦解 归原大秀啊 如今他赵一凡也躋身在裂了 此次半山之行也让他开始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出了洞穴之后 其他人似乎都各忙各的去了 只有三个人站在洞门口 苏灵雪 虎海和朔西风 三人见到赵一凡出来 脸上纷纷露出了笑容 虎海微微一笑说道 赵师弟啊 恭喜你了 没想到你才来古界山不到几个月 就从阴阳境 集身到归原大修的行列喽 原本我还以为啊 你跟我们一起去 会拖我们的后腿 现在我可不带劲了 朔西风听了这话 没好气的瞪了虎海一眼 说道 哎呀 我说你这和尚 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即便赵师弟没入归原 那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吗 他可是经历过要守朝的人 而且还是当时抵挡要守朝的总指挥呢 看来是苏灵雪 把赵一凡的事告诉了朔西风 其目的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放下心来 虎海听了这话 撇了撇嘴说道 我说牛逼吧 妖兽是妖兽 古修是古修 可不能混为一惨 那古修可比妖兽超厉害的多了 若是遇到妖兽 不敌我们还可以全身而退 若是遇到古修 这么多的古修一拥而上 咱们又在人家的地盘往哪跑啊 朔西风无奈的摇了摇头 懒得再跟酷海斗嘴了 赵一凡自然也明白 自己的加入的确会让二位师兄感到担心 他说道 二位师兄莫要争吵 现在师弟的修为已经进入归原境界 相信二位师兄也应该能够放心了 到时候去了山墙之后 还望二位师兄莫要因我而分心 郭海和朔西风听了这话都点了点头 苏灵雪面带微笑 接过了话茬说道 不愧是进入归原境了 感觉赵师弟说话 可是变得和翼王有些不太一样了 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只是 有一点我必须提醒赵师弟 莫要忘记了刘子梁 此人阴险狡诈 那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 也是你们首要地方的人物 一旦进入山墙之后 你三人便迅速与他们拉开距离 免得为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 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古修们跟半月宗的弟子一样 也是喜欢成群而动的 想要找到落单的古修 再在其他人注意不到的情况之下 将其击杀 这难度可想而一般 而苦海这时却是 唯唯一笑 从怀中摸出一口金箔 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 要是那刘子梁他们敢来捣乱 我就把他们全部扣在这金箔里 看他们敢不敢嚣张 只见这金箔之声 刻满了绘色的符文 皆闪闪发光 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 赵一凡忍不住 他多看了几眼 苏灵雪这时看了看天色说道 事后不早了 相信刘子梁他们 已经在半墙上等你们了 你们也赶紧过去吧 三个人点了点头 随后朝着半墙的方向掠去 三道人影 在山墙上落下来 城楼上的三个人 此刻缓缓地回过头 刘子梁面带不悦 说道 怎么现在才来 唉 我还以为 你们害怕不敢来了呢 三个人脸色微微一变 苦海向前一步 说道 刘师弟 不过就是先别我们道了一会儿 何必对我们说这些尖酸的话语呢 刘子梁冷哼了一声说道 哼 苦海师兄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方才哪句话哪尖酸了 只是师弟心中好奇罢了 再稍微小小猜测了一番 毕竟我可是听说了 这一次苏灵雪将放弃半山之行 把他的名额让给了赵一帆 对了 赵一帆呢 怎么站在后面不出了呀 刘子梁显然看不到 站在苦海和朔西风后面的赵一帆 刘子梁身旁的一位同伴冷吃了一声说道 刘师兄 我听说那赵一帆的修为 不过是阴阳镜十一层 以他这种低微的境界 自然要好好躲在苦海师兄 和朔西风师兄的身后了 哪里敢站出来跟你说话呀 师兄所言极是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 以为那是什么好玩的地方 没准还会因此连累了苦海师兄 和西风师兄 那位师兄 你们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 不如两队合为一队 我等在一起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不是吗 刘子梁听了这话 微微皱眉 说道 师弟们啊 可别忘 咱们队伍跟苏林雪的队伍啊 可没好到这种程度啊 我们这些修为低微的师弟 哪有资格跟苦海师兄同行啊 苦海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刘师弟 你又何必再次阴阳怪气的说这些话 从事之中 我苦海从未对你做过什么过分之事 反倒是你三分五次的想要诈我灵源 第一个我已经让给你了 第二个我们不让 你却警告我们在半山之行小心一些 我的这位赵师弟更是没有惹你 但是却被你们几个人如此的羞辱 到底是谁过分啊 刘子梁和身后的二人听了这话 都是一脸无所谓的态度 刘子梁轻横了一声说道 哼 苦海师兄 你莫要将自己的责任给推得一干二净 若不是你找到那灵源 又如何会发生这些事情 朔西风听了这话 眼睛瞪得滚圆 一时怒不可遏了 想聊的 你还要不要脸了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了 不但没有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竟然认为是苦海找到灵源才引发后面的那些事 我 我真替你感到脸红 刘子梁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哼 少跟我说这些废话 半山之行马上就要开始了 进了这山墙之外 便是步伐之铁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你们两个归圆境一个阴阳境 我劝你们小心一点 免得一个也回不来 苦海和朔西风听了这话 脸色猛的一变 这刘子梁显然是在威胁他们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赵一凡突然说话了 他微微一笑说道 刘师兄 谁说我们队伍只有两名归圆境的修行者 莫非我不算数 说着话 赵一凡从苦海的身后走了出来 站在二人的当中 当刘子梁看到赵一凡的境界时 一双眼睛瞪得如牛蛋一般大小 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真的 而刘子梁身后那两个同伴 也是一脸的目瞪口呆 这赵一凡的境界竟然在短短的时间也达到了归圆境 就撒跃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竟然让赵一凡的修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子梁反复地查看赵一凡的修为 说道 赵师弟 这三个月 你莫非是日夜都在陵园处修炼不成吗 不对 就算是这赵一凡日夜都在陵园旁边修炼 他的修为也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赵一凡皱了皱眉 他说道 刘师兄猜测得不错 就是当初你打算跟我们对半分的那处陵园 我在冬学中修炼了足足三个月 这才将修为好不容易提升到了归圆境界 话说回来 还要多谢刘师兄当初放弃陵园 否则的话 我又如何有这等好运 能够在陵园旁一直修炼三个月呢 刘子梁眼中闪过了一抹寒意 一脸怨毒地看着赵一凡一言不发 赵一凡轻横了一声说道 刚才也不知道是谁 在那一直说我修为低位 还会拖累我的两位师兄 现在又有什么话要说 刘子梁身后那两个同伴此刻脸色难看 刚才他们在那说得十分起劲 现在想想啊 这是丢人现眼啊 苦海这个时候走上来 说道 师弟 师兄知道 师兄指给你看 就是他们三个人 赵一凡微微一愣说道 我说刚才的声音怎么如此的耳熟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原来是刘师兄啊 刘师兄莫要担心 我不会拖二位师兄的后腿的 至于你身后的那位师兄 之前提出的将两个队伍合二为一 师弟仔细想好了 觉得可行 不知几位师兄 现在可还愿意 刘子梁嘴角微微一抽 心中却是早已把赵一凡骂了个狗血淋头了 但还是微微一下说道 人多行动 恐多有不便 还是按照原来那样 我们分开行动好 我看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就先行上路 朔西风这事拦住了三人 说道 等等 刘师兄 先前不是说的挺好的 担心赵师弟会拖累我们 你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 打算让我跟你们一起行动 怎么 现在还突然变了卦了 刘子梁听了这话冷冷的瞪了朔西风一眼 没好气的说道 哼 赵一凡的修为不是已经步入归原境了吗 看来我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不多说了 告辞 慢 他台步刚想走 赵一凡却出声叫住了三人 刘子梁脸色微变 转过头 赵师弟 何故阻拦呢 赵一凡对着苦海和朔西风说道 我们先进去 为诸位师兄探探路 若是遭遇到什么危险 师兄也可以在第一时间躲藏起来 朔西风和苦海相互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赵一凡为什么打算先行去 却并没有着急说话 而刘子梁却是心中微微毅力 说道 我看就不必了 多谢赵师弟的好意 我想我和我的两位师弟能照顾好自己 不劳赵师弟费心了 赵一凡摇了摇头 说道 师兄怕是误会师弟的意思了 师弟的意思是 我们想先走 刘子梁眉头微微一竖 你想先走 我就得让你先走是吧 你以为你是谁啊 刘子梁身后的两位师弟 此时也是满脸的怒肉 说道 赵一凡 你不过是刚刚踏入鬼圆境 你可别太过嚣张了 就是啊 你你你如此的目中无人 可可可可把我们放在眼中了吗 啊 我们就还拼拼不让你们先走 到不了谁也不走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说道 先前刘师兄对我三人发下死亡威胁 若是你们先走 谁知会在前面路上做一些什么手脚 若是你们深圳不怕影子邪 便让我们先进去 苦海和朔西风听到这儿 才明白赵一凡的意思 原来是担心刘子梁他们三人先行一步 在前方设埋伏伏击他们 刘子梁听了这话脸色大变 说道 赵一凡 你血口喷人 我何时对你们说过死亡威胁的言语 而且你如此污蔑我 简直是对我大不敬 你眼中可还有我这位师兄吗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说道 光是对付那些骨羞 就足够让我们头疼的了 若是还让你这个小人缠上 那还得了 我们自然要稍微的多加小心一些 希望几位师兄能够理解 刘子梁三个人听了这话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赵一凡竟然敢当着他们的面 说他们是小人 刘子梁眼中寒光闪烁 说道 赵一凡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说谁是小人 酷害师兄 你平日里就是这样管教赵一凡师弟的吗 让他如此血口喷人吗 竟然敢说我们会提前埋伏在前面 我们可是同门师兄弟 这话传出去就不怕其他的师兄弟们寒了心吗 赵一凡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跳 说道 尽快传出去 也好让这里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倒是要看看 半月宗的弟子们到时候会支持谁 是支持你这个时常榨取他人林园的刘子梁 还是信我这个让龟海师兄被破例 允许我进入他闭关时 与他谈话的赵一凡 刘子梁倒也听说过 曾经龟海大师兄允许赵一凡进入他的闭关时 那可是从未有过第二个人进去过的呀 这龟海大师兄莫非跟赵一凡的关系不错吗 可若真的如此 凭借龟海大师兄在宗门内的地位 若是他对赵一凡下手 不小心被旁人知道 那恐怕他日后在这半月宗也待不下去了 想到了这儿 刘子梁冷横了一声 说道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你目中无人的原因嘛 因为你认识龟海大师兄嘛 赵一凡听了这话 轻笑了一声 说道 哼 目中无人倒是言过了 只是我对小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干 相信刘师弟现如今在半月宗的地位 也是如同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你或许并不在意自己的名声还臭一些 我们是兄弟 还是十分在乎名声的 你 刘子梁伸手一指赵一凡 那指尖与赵一凡的鼻尖不过一拳的距离 而赵一凡却是面不改色 继续说道 这样 我让刘师兄也好好明白一下 什么叫做死亡威胁 空气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道灵气的波动 一百把黑色的长剑瞬间出现在山墙的上空 刘子梁等人猛地瞪大了双眼 下巴张得几乎都够塞下一颗鸭弹 这么多的飞剑 而且从飞剑的品质上不能看得出 这些都是宝器级别的飞剑 这些飞剑都是赵一凡的吗 赵一凡的眼眸里泛着一抹冷意 说道 刘子梁 还有你们两个 去了山墙之外 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你们最好小心一点 白把飞剑瞬间回到了赵一凡的体内 赵一凡的神色也是逐渐缓和下来 对早已看傻了眼的三人说道 三位师兄 我们就先行一步了 等过了一炷香之后再来吧 赵一凡等人欲攻而去 刘子梁三个人却是站在原地一栋未敢乱动 之前白把飞剑齐飞的画面实在是太过于震撼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白把飞剑飞回赵一凡体内的那一瞬间 离得近的刘子梁鲜行轻轻 还以为那类一百把飞剑是冲了他来的 等到再也看不到赵一凡他们之后 刘子梁长长的输了口气 仿佛刚从鬼门关里走回来一样 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刘师兄 这个赵一凡实在是胆子太大了 竟然是目中无人 他竟然对咱们使用幻术 幻术 刘子梁心中万寸一百把宝气级别的飞剑 而且一模一样 对 这只能用幻术来解释了 而且飞剑回到赵一凡体内的时候是瞬间消失的 跟幻术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想明白这个关节之后 刘子梁呵呵一笑说道 哼哼 原来是这样 好个赵一凡 竟然敢用坏术吓唬啊 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 那师兄 咱们还等什么 咱们快点追啊 听了这话 刘子梁脸色微微一变 你们急什么 一炷香的时间还没到啊 听刘子梁这么一说 两位师弟都是一脸的疑惑 都说是换术了 刘师兄怎么还打算再次停留一炷香的时间呢 此时二位师弟心中存疑 却又不敢多问 直到看到刘子梁那双微微颤抖的腿的时候 俩人这才明白过来 朔西风和苦海在前方欲空而行 飞着飞着突然放缓了速度 对着身后的赵一凡说道 赵师弟啊 若是再欲空飞行下去 恐怕会被古修发现 咱们下去吧 赵一凡点了点头 三个人落在了地上 苦海来到赵一凡的身旁 神秘兮兮的问道 诶 赵师弟啊 你刚才的幻术是如何掩饰出来的 百剑齐飞真是挺吓人啊 不知道能不能传授给师兄我呀 此时的朔西风也是一脸兴趣的看着赵一凡 说道 诶 赵师弟 你刚才干的不错 那个刘子梁确实是太过分了 对付这种小人必须得吓住他 这样他才不敢在我们面前嚣张 对了 苦海感兴趣的那个幻术 师兄我也是十分感兴趣 不知道赵师弟能否透露一二呀 赵一凡一时觉得有点好笑啊 这西风和苦海竟然觉得 他先前变出的那百把飞剑是幻术所画 但是转天一想 他想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一名修行者所操控飞剑的数量 那是十分有限的 归原境的修士最多可操控的飞剑 或许在三十把左右 而且是勉强去操控 赵一凡的飞剑乃是他的倒心术所画而成 飞剑跟他本就是一体的 这操控起来数量再多 自然也要多出许多的 二位师兄觉得我的飞剑只是换数 苦海和朔西风两人听了这话 同时一激烈 不过想了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啊 赵一凡听了这话 叹了口气说道 若你们是这样想的 那刘子良或许也会这么认为 看来我们还是得小心提防他们 刘子良此时十分的难缠 这让赵一凡觉得十分的不适 原来是打算以此来下退刘子良 或许因此他会老实一点 看来赵一凡还是天真了 苦海和朔西风越听越觉得奇怪 赵师弟怎么一副他的飞剑 并不是换数所画的意思呢 随后俩人就十分自然的认为 师弟不肯传授给他们罢了 苦海身为三人修为最高之人 自然此时就成为了三人小队之中的头领 苦海目光在四周巡视了一圈 随后说道 赵师弟啊 你怕是还没见过古修吧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的确没有见过 不过我听说古修跟我们长得 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苦海听了这话 冷笑了一声说道 唉 这外形上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眼睛 那古修的眼中有一道竖线 虽是不明显 但是若是仔细辨别便能够发现 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 想要在三天之内找到落单的古修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开寻找 找到人之后便以传言入密之法来通知他人 若是遇到了其他的古修 你绝不可能让他们看到你的长相和眼睛 否则到时候就麻烦了 苦海说完之后 又对着朔西风说 有鼻子 赵师弟第一次来这儿 地形怕是也不熟悉 你就跟他一起走吧 朔西风点了点头 说道 应当如此 事不宜迟 我们便动身吧 三人对视了一眼 随后分开行动 朔西风在前方带路 将气息压得十足的低 若不是一直紧跟在朔西风的身后 赵一凡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人来着 走着走着 赵一凡抬头向山峰之上看去 说道 朔师兄 莫非此地跟我们半月宗一样 住在更高的古修门 实力也就越高强 朔西风听了这话点了点头 自是如此 实力强大者 有哪里肯委居弱者之后啊 这时间向来便是如此 强者为尊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不知归原境七层左右的古修 是否也在山殿 归原七层 朔西风一脸狐疑地看着赵一凡说道 赵师弟 你怎么会有如此的疑问呢 又特别指归原境七层 莫非有位归原境七层的古修 是你的仇人不成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说道 逍遥真人 我来古街山便是为了他 什么 逍遥真人 朔西风听赵一凡光提到这个字 笑得就脸都白了 尴尬地笑了笑说 赵师弟 赵师弟 一凡一护地说道 莫非师兄认识逍遥真人 朔西风苦笑着说 哎呀 赵师弟啊 这逍遥真人的兄名在半月宗是无人不知 而且我听说逍遥真人或许是古修之手 身份地位跟我们半月宗的长教差不了太多 不过这实力却比我们长教还要强大 正说着 突然两个人同时停下了脚步 随后相互对视了一眼 齐齐朝着某处赶去 片刻之后 两人看到了躲在一棵大树之上的苦海 二人轻手轻脚地来到了苦海的身侧 苦海指着前方的一处洞穴说道 两位师弟 方才我看到了一名古修进了那山洞之中 之后一障眼法封住了洞口 看起来前方虽然是一面山壁 实则却是一个洞穴的入口 那古修进去之后便再也没有出来 想来是发现了陵园 独自在里面享用 朔西方也没有感觉到意外 他同时也没感觉到欣喜 陈生问道 那人什么境界 嗯 桂圆一层境界 听到这古修的修为是桂圆一层 两位师兄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多的变化 依然很凝重 赵一凡看到这疑惑地问道 他选择独自享用 就不怕沉迷修炼之中 无法自行 枯海解释说道 赵师弟啊 你有所不知 古修自出生便在这里 过去早已经释养了古界山的环境 不仅可以使用神念 并且他们所修炼的方式与我等不同 我们吸收天地云气在体内炼化为灵气 但古修不仅可以将天地云气炼化为灵气 更是能够从天地云气当中炼化出一丝浩然天地之气 你可别小看这浩然之气啊 也正是这一丝浩然之气才成就了他们的强大 即便是归原一层的古修也绝不可小看 赵一凡听到这儿算是听明白了 他点了点头 朔西风接过了花茬说道 现在我就担心我们入洞之时会触动阵法惊醒的古修 若是让他跑了 那到时候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可找到你们了 听到这话 三人同时回头 只见站在三人身后的正是刘子良 枯海和朔西风脸色微微一变 看一眼他就知道来者不善 刘子良眉头微微一束说道 赵一凡 你先前敢用幻术贺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枯海警告着说道 哎 刘师弟 你也知道 若是我们在这儿打起来 将会发生什么事 若是被古修发现 或许我们在这儿熬不过三天 更不可能带回古修的尸体回去 刘子良听了这话冷冷一下 哼 这倒是不用你们担心 我自有办法 其实我也不想要跟你们俩交手 我只要赵一凡 你们俩把赵一凡留下就离开吧 赵一凡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挑 这刘子良是为他而来的 而且 听他这么说 恐怕他也认为 之前他所看到的画面 不过是幻术罢了 此时再看刘子良 眼神熏毒地看着赵一凡说道 赵一凡 你之前百见其初 不是挺嚣张的吧 怎么了 现在变成哑巴了吗 赵一凡摇了摇头说道 我身后那面山墙中便有一个古修 你若是再不闭嘴 那古修一定会察觉到我们 到时候他若是逃了 将我们的事情告诉古修们 古修们到时候满山头找我们 到时候别说是我们了 就算是你 也难以再找到落单的古修 刘子良朝着赵一凡身后所指的那面山墙看去 那里空空如也 根本什么都没有 刘子良冷哼了一声 故意加重的声音说道 哼 你想要缓兵之计 居然还敢哄骗我 我上次上了当 这次又怎么可能上当 两帮人马正在对峙之时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的山墙处突然一阵的扭曲 出现了一个洞穴 一名古修阴沉着一张脸 冷笑的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一遇而起朝着山殿飞去 哎呦坏了 让他跑了 舒西风脸色顿时大变 对着刘子良说道 行刘的我真想一剑炸死你 古修逃跑 刘子良等人也是亲眼所见 或许不到一会儿 就会有不少的古修来到此处 四处寻找他们的下落 刘子良看到那古修逃走 便不断的往后退去 同时对身后的两名师弟使了个眼色 哎咱们快走 一开这儿 此时 是舒西风和苦海不断的破口大骂 而赵一凡却是冷静的说道 二位师兄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还是暂且离开这里吧 免得遭受到古修们的围殴 说 舒西风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这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赵一凡此刻藏身于古界山山下的山洞之中 舒西风和苦海两人眉头紧锁闷闷不乐 相互对视眼再也忍不住 舒西风嗖的一下站起身 朝着站在山洞口的赵一凡走去说道 赵师弟 那刘子良屡次坏我们的好事 我和你苦海师兄是可忍说不可忍 不堪轻扰 既然他想要干掉我们 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 不知道师弟是什么意思 舒西风和苦海早就用传音之秘讨论出了结果 他们想要干掉刘子良 现在就等着赵一凡同意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舒师兄 苦海师兄 你们的心情师弟倒也是能够理解 只是逃走的古修不知会做什么 眼下的行事也并不明亮 我们又无法预知刘子良的具体位置 想要除掉他 或许并不容易 苦海冷哼了一声说道 赵师弟 你尽管放心 想来那刘子良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四处的乱跑 或许也跟我们一样 在古街山山脚下寻了一处山洞躲藏在其中 山脚下靠近山墙 那些古修疾病真的四处寻找我们 想必也不会寻来这里 只要我们小心行事 此时必然能成 如果继续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三日时间一到 他们三人可就必须得离开半月宗 而且不得踏入古街山半步 赵一凡听了这话点了点头 说道 嗯 那就一二位师兄所言 我们去找找刘子良吧 朔西风和苦海面色一喜 三人在洞内稍作停留 并且发现附近没有古修的身影 这才走了出去 紧接着三人在密林之中急行而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强大的灵气从前方不远处爆发而出 紧接着便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朔西风回头看了一眼赵一凡和苦海 说道 这是古修的地盘 古修绝不会对同族人打打出手 除非 苦海眉头一挑接过了话茬 除非是发现了人族修行者 或许正是那刘子良也说不定 看来不用我们动手了 古修就替我们收拾了刘子良了 古修 赵一凡手当其冲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打斗声传来的方向略去 能够亲眼目睹 古修和人族修行者的战斗 自然可以让他更加了解古修 三人各自跳上附近的一棵高树之上 举目朝着前方不远处一处空旷之处看去 那里原本是一处山洞 此刻正有三四名古修正在洞外 刘子良和他身旁那两位同伴被堵在洞内 几次想冲出去都被古修的灵符给打了回去 此时山洞入口是火光冲天 入口之处早已是千疮百孔不成样子 洞内的刘子良等人更是苦不堪言 古修们手里捏着灵符 如同玩似的不断朝着山洞的入口处扔去 此时那山洞之中突然飞出了一把飞剑 那飞剑刚一出动便被古修们锁定 这灵符像不要钱时的轮番砸了过去 那飞剑顿时被砸得剑身一等 灵性大师朝着地面落去 此剑乃是当初刘子良打算用来 跟苏灵雪交换灵源的那把飞剑 赵一凡几人几乎都见识过 躲在远处观看此景的朔西风等人 虽然一心想要干掉刘子良 可是当他们看到古修们 如此对待人族修行者 三人的脸色都是十分难看的 朔西风以传言入密之法 对着二人说道 这些该死的古修竟然不给个痛快 如此虐杀人族修行者 着实可恶 苦海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这古修们从未将我们人族修行者 当成人来看 一旦被他们发现 便是虐杀之死 丧心病狂 赵一凡听到这话 脸色微微一变 说道 我看场内那四名古修的境界 也不过是归原进一层的境界 刘子良和他身边的同伴 境界都是在归原二层 为何宁肯被人堵在山洞内 也不敢出来 与他们一战 朔西风接了话茬说 赵师弟啊 你是妖所不知 古修跟我们人族修行者的 战斗方式不同 他们极其好战 而且擅长尽身作战 人族修行者 往往还没有施斩数法 古修便已来到了身旁 那时你只能回避或者逃走 那刘子良不是傻子 他自然是不敢出动了 古修擅长尽身作战 这让赵一凡想起了行天 以及散修之手顾成军 此二人因为没有明误到心 对于术法之力 更是倾向于与人贴身近战 当时赵一凡并没有太过在意 但是此时此刻回想起来 若是当初妖兽朝没有此二人冲入兽群 与那妖兽近身厮杀 或许他们在后面也不可能杀得如此的轻松 修行者的境界达到某种程度之后 肉身的力量就太过于积累了 杀伤力根本就没有术法的威力强大 所以绝大部分的修行者 都不会愚蠢到贴身与人交战 通常都会使用法术和法宝 进行作战 这样不仅能大大的提升自身的安全性 同时若是不敌 也有机会顿逃而去 这也是现如今 所有修行者公认的一种作战的方式 苦海清哼了一声说道 赵师弟啊 不怕告诉你 那龟海大师兄也极其擅长精神格斗 据说他之前也是一名术法大修 可是来到了古建山之后 便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式 一举成为了半月宗的大师兄 我想如果是龟海大师都极其认同古修们的作战方式 或许我也可以效仿一下 可惜当初我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却还是失败了 修行者的攻击方式 倘若一开始就定型了 之后再想要改变作战方式 所需要的不仅是不断的尝试和谋力 此人也需要一部分的天赋和旁人的指引 这苦海想自行的尝试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三个人正说着话 忽然听得轰的一声 剧烈的爆炸声从前方山洞中发出 山洞里的刘子良三人顿时后退了数步不止 而门外传来了古修们病态的笑声 此时的刘子良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差 刚躲起来没多久 就被这群古修给发现了 刘师兄 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我们三人只能合力冲出去 然后回到山墙 这些古修未必敢追过来 刘子良身旁的一个同伴说道 这些古修近战势力如此的恐怖 我当与他们距离如此之近 我们如何从他们的手中逃脱 前往山墙啊 何况就算去了山墙 我们只会被判任务失败 会被赶出半月宗的 另一个同伴力声说道 刘子良微微一束眉头说道 无法踏入半月宗 也别死在这里讲 这天地之大 何处不能修炼 这些修炼的速度比较慢而已 两位师弟随我冲出洞去 花音刚落 三人体内的灵气一阵的急转 随后在一声爆炸声之后 瞬间冲出了山洞 三道黑影瞬间来到了三道顿光之前 三人只看得前方空气一阵的模糊 下一秒钟 一股沉重如山的力量从他们的头顶传来 刘子良等人被古修们一人一脚踹回到了地上 只将坚硬的地面都砸出了三个大坑 刘子良捂着心口吐出一口老血 他身旁的两位同伴也是如此 古修从四个方向将他们三人包围在了中间 其中有一段眉古修眉头微微一条说道 嘿嘿嘿嘿 各位师弟们 看来我们是被半月宗的人族修行者给小瞧了 就这点实力也敢擅闯我古修的地盘 其中一个山洋湖的古修眼中闪过了一抹冷意说道 哼哼 将此三人带回洞区慢慢折磨 刘子良听了这话 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容 诸位古修前辈 晚辈并非自愿来此 事事宗门已将我逐出宗门的理由相逼 晚辈不得不来到此处 只要诸位前辈愿意放过我 我愿意向此非几位前辈引路 倘若发现灵源 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七位前辈来抢用 还望几位前辈能放我一条生路 刘子良身旁的两个同伴听了这话 脸色微微一变 怒沉道 刘子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命是命 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吧 刘子良听了这话 脸色微微一变 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飞剑 一剑就把此人的喉咙给穿了个对穿 这些如同喷泉一般喷洒了出来 对方到死都不相信 他竟然会死在如此信任的刘师兄的手上 另一位同伴见此 当即一拍地面 整个人一遇而起 竟是打算直接逃顿离开此地 山羊虎骨羞冷哼了一声 只见他脚下猛地传来了一道惊雷之声 整个大地瞬间下陷树寸 如同窜天雷一般一遇而起 在空中化作了一道黑色的闪电 只瞬间就出现在这名逃顿的半月宗弟子的前方 哼哼想走 你可又将我等骨羞放在眼中 半月宗这名弟子面露惊骇之色 手中滑光一闪 嘴唇快速地颤抖着 可是他的身体竟是一瞬间一挺 还没回过神 一把古朴的长剑 已是冻穿了他的心口 鲜红色的血液滚滚流出 山羊虎骨羞一脚踏在了半月宗弟子的胸前 猛地一蹬 将骨剑收回的同时 也把那半月宗的弟子从半空之中踹落了下去 山羊虎骨羞回到了伙伴的身旁 看着跪在地上 以吓得是面无人色的刘子良 对身旁的同伴说 嗯 此人似乎可以被我等利用一二 不如留他一条狗命 将他带回地牢 先看管几日再说 刘子良眼睛瞪得像同龄一般大小 顿时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说道 不 各位前辈 我不要去你们的地牢 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真心真意的想要帮你们 我可以为你们带半月宗的所有信息 以及接下来的半山之星的名单 对了 我身边还有三个人也在这附近 前辈吧 我可以陪同你们一起去寻找他们 只要各位前辈让我一命啊 不远处的苦海三人听到了这话 苦海眉头微微一皱 以传言入密之法说道 该死的刘子良不仅出卖了他自己的同伴 还导算出卖我们 我真应该早点把他干掉 古修们也因为刘子良的这句话 开始四周环顾了 赵一凡心中暗存 若是这些古修听信了刘子良的话 那他们被这些古修发现那是迟早的事了 赵一凡稍加思索 以传言入密之法 对于朔西风和苦海说道 二位师兄 与其被刘子良这个叛徒 带着这些古修们先找到我们 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 朔西风和苦海听了这话 脸色猛的一遍 苦海传言说道 师弟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难道你没有看到刘子良的那两个同伴 是怎么死在古修的手里吗 更何况 那古修有四个人 咱们可只有三个人呢 一名归原境一层的古修 需要三名人族修行者合理才可拿下 而且还得在不失手的景况之下 朔西风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赵一凡 以传言劝解说道 赵师弟 不要轻举妄动 先让这几个古修领了刘子良带走为好 若是你我现在出手 刘子良必然会趁机逃走 赵一凡冷静地说道 我们就这样正面上 自然是没有多少胜算 所以 我需要二位师兄 助我一臂之力 苦海见赵一凡似乎真的决定跟这些古修交手 一时也难以劝说 只好把心一横说道 好 赵师弟 你说吧 我们该怎么帮你 只是师兄把丑话说在头里 为难之际 我绝不会多留 你可得想清楚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二位师兄放心 师弟绝对不会让你们身陷危机 我只需要苦海师兄的金波一用 若是能够困住两名以上的古修 我便有把握 至于瑟师兄 你所需要做的便是将刘子良困住 其他的就交给我了 朔西风和苦海听了这话 好像并没有什么危险 大不了损失一件领宝罢了 那好 赵师弟 我们听你的 什么时候开始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竖 说道 就是现在 苦海师兄 苦海顿时将那金波取了出来 随后朝空中一抛 数道法掘打在那金波之上 金波的本体迎风见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那四名古修所立之处袭去 四名古修猛地回过头 瞬间面露吃惊之色 更是各自朝着四个方向冲出去 然而金波的本体也是瞬间壮大了数倍 竟是一下子将其中三人都罩在了里面 金波领宝稳稳地落地 但是很快又被下方的一股力量给支撑得顶了起来 赵一凡这时急忙冲向了金波 一脚踏在金波之上 将下方的力量直接给压下去了 金波内顿时传来了一阵高过一阵的谩骂和垂击金波的声响 刘子良一看来人竟然是赵一凡 顿时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赵师弟你来救我了 刘子良还没有高兴太早 朔西风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身后 一条金绳顿时把那刘子良给五花大绑起来 刘子良闷哼了一声说道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刘子良还以为赵一凡他们是来救他的 没想到竟然把他也一起绑了 天空中传来浪声大笑 苦海落在了赵一凡的身旁 顶替了赵一凡的位置 他轻横一声说道 就你 你也配 我恨不得一箭斩了你 你刚才不是还打算带这些古修去寻我吗 好你个刘子良 我以为你只不过是无耻而已 没想到你竟还如此的卑鄙 刘子良听了这话 艰难的咽了一口唾 很显然他之前对于古修的求饶的话 都被这些人听去了 但是他转念一想 若是被这些古修抓住 那还不如被赵一凡他们抓住 至少他还能有一线生机 唯一从金波之下逃离的那个山羊虎古修 看见突然出现的三个人 目光落在苦海下方的那口金波之上 看来他的好友一时半会难以从里面出来了 三名人族修行者的修为很快被他一眼扫明 那山羊虎古修眉头微微一竖 看向三人之手的赵一凡说道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族修行者 胆敢主动攻击我们古修的队 你们不应该只会偷袭和袭击老丹的古修吗 怎么了这是 吃了熊仙豹的胆了吗 说吧 这山羊虎古修冷笑不知 赵一凡心念微微一动 整个大地一阵着颤抖 紧接着从四面八方的地面当中 不断的长出一根根粗壮弯曲的树根 这些树根冲天而起 没一会就把所有人都围在了中间 那山羊虎古修微微一惊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这些古怪的树根应该是对方的年轻的人族修行者制造出来的 他想要困住自己 害怕自己跑吗 古修会害怕人族修行者 想到这儿 山羊虎古修眼中闪过了一道寒芒 沉生说道 小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怕我跑了不成了 至少在杀光你们之前 我不会离开这儿 何必多此一举 赵一凡淡淡一笑 说道 你猜测的不错 的确是担心你逃跑 至于你怎么想 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 我只能说 都与我无关 山羊虎古修听了这话 眼睛猛然瞪大 这小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 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 人族修行者不都是一群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吗 这家伙倒是个例外 赵一凡此时摊开右手 一缕黑白相间的灵气从他帐中冒了出来 然后迅速形成了一把灵虚剑 这灵虚剑乃是由混元一气凝聚而成 不论是威力还是坚固程度 都比之前的灵虚剑要墙上数倍不止 赵一凡微微一笑说道 这位古修前辈 能否让晚辈见识见识 你们古修引以为好的进展之术 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还请前辈尽情施展 呼呼 话音刚落 从赵一凡身后冒出了无数的树根 正是直接将他和朔西风 以及苦海二位师兄隔离在外了 师弟啊 你可要小心啊 赵五师弟 莫要乱来 尽快将他解决了 从这些树根出现的那一瞬间 苦海和朔西风便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此乃赵一凡的道心之礼 古世界的修行者多如牛毛 可是明悟道心者却如同凤毛临角一般的牺牲 道心明悟者可痛天窥道 绝不是普通的修行者可以与之媲美的 或许在进入归原境界的一瞬间 赵一凡的势力已经远远的超越他们二人了 此时再看那山崖护骨修一张脸 看起来好像隔夜的猪肝一样 这该死的人族修行者 竟然打算见识一下他的近身之术 而且还扬言让他尽情施展 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山崖湖骨修沉声说道 哼哼 臭小子 你可知站在你面前的我是谁 你可知你面对的是怎样一位强大的对手 你区区楼椅一般的人族修行者 胆敢如此羞辱于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得太快 我会把你的四肢打断 将你带回地牢 日夜折磨 直到你死为止 赵一凡却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说道 若是前辈已经将想说的都说完了 那么请前辈尽快开始吧 山崖湖骨修一双眼睛瞪得好像铜铃一般大小 脸色由黑转红 由红转白 额头上爬满了如同蚯蚓一般的青筋 内心早已是怒不可遏 一股强大的灵气自他脚下朝着空中冲天而起 山崖湖骨修体内的灵气迅速转动 场内更是刮起了一阵阵风锐的狂风 那风丝打在树根上发出了劈里啪啦的声响 好小子 既然你找死 我就成全你 山崖湖骨修的脚下 地面陷下起三寸之多 手中黑光一闪 一把浑身散发着黑色气息的长剑 被他紧握在手中 那山崖湖骨修身形猛的一阵模糊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竖 一股可怕的狂风英灭袭来 他心中暗存 好霸道的灵气 好快的速度 这就是骨修吗 死了 骨修怒吓了一声 手中的剑毫无预兆地向着赵一凡的脸刺去 那剑尖之上更是产生了一股刺破空气而形成的可怕剑弦 这一剑仿佛能刺穿任何的阻碍 赵一凡不敢轻敌 猛的向后一律 随后脚下竟是同样发出一声轻响 不过他似乎没有控制好力道 竟是直接一跃而起冲向了高空 单手按住树枝形成的树顶向下看去 指尖下方传来了一道猛烈的爆炸 一条巨大的砂石土柱冲天而起 整个场内顿时是硝烟弥漫 这烟尘之中一道人影连续变换位置 随后猛地朝赵一凡的位置冲来 赵一凡的脚下发出了一声轻响 再一次进行了躲避 而这一次他是略微掌握了一些窍门 并没有出现用力过度的情况 这山羊虎古修这才发现 这小子是在学习他的战斗方式上 而且竟然在短时间之内 就学会了他们古修一族的独门步伐 灵微步 这是什么可怕的学习能力啊 这小子摸不成是个天才嘛 这山羊虎古修停下来 没有再着急进攻赵一凡 赵一凡便自己在原地再次施展出了灵微步 每一次加速都让他的灵微步有所精进 很快赵一凡就能够自如地使用那灵微步了 赵一凡停在山羊虎不远处说道 古修前辈 不是让您尽情施展吗 为何停下来了 还请古修前辈多多施展 让我感受古修的强大 山羊虎古修 心中也是把赵一凡骂了个狗血淋头 虽然知道这小子是故意的激怒他 可是还是提着剑迎了上去 哼 我杀了你这该死的楼仪 两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 在这不到百丈的空间之内追逐了 一个喊打喊杀 另一个则是一脸轻松 这山羊虎古修是不堪受辱 手中竟然是一瞬间多出了十几张灵符 没想到他竟然不打算与最擅长的近身方式来进攻 而是打算使用灵符了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变 脚踏虚空变成了一道黑色的闪电 朝着山羊虎古修的方向冲来 山羊虎古修猛的一激怒 这小子竟然不再逃跑 主动对他出手 山羊虎古修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疯狂 赵一凡此举正合了他的意了 手中常见猛的一刀 一股蓬勃的灵气 从手中冲了出去 裹在了他手中的长剑之上 手中长剑的剑盲瞬间被拉长了 山羊虎古修手腕一转 双手握剑狠狠地朝着赵一凡的位置 一剑劈了过去 你也到 一道半月形的灵刃瞬间落下 赵一凡抬剑猛地向上一挡 这灵刃上传来了一股可怕的力量 直接将他朝着下方的地面押去 山羊虎古修剑子哈哈大笑 哼哼哼哼 你这盖似的老尾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 此时的赵一凡却是面不改色 左手竖起手指朝天一指 一把琉璃飞剑从身后直接冲向了半空之中 在天空之中滴溜溜坐了一转 赵一凡的左手双指猛地对着自己前方一勾 山羊虎古修往后猛地挥出了一剑 直接把从后方飞来的飞剑给挡下了 可这一把飞剑并没有被他一剑劈开 这让这山羊虎修是感觉到震惊的同时 心中也开始疑问了 这飞剑是从哪儿飞过来的 难道是 一声轻响从赵一凡的位置传来 赵一凡已是将那灵刃给劈开 左手在空中一阵的乱画 右手将剑反握在手中 脚下灵微布化身出一道黑色的赏电 此时的山羊虎古修猛地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挡下的飞剑竟是一化十 数量直接增加了十倍 前有飞剑 后有赵一凡 这山羊虎古修在这一瞬间就被逼到了绝境之中了 他竟然被一个人族的蝼蚁逼到了绝境 这种胡来的攻击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山羊虎古修来不及多想 往身后扔出了五张灵符 与此同时他提剑朝着赵一凡的方向冲去 两人相互斗了寿石剑之后 山羊虎古修已经是大感不妙了 那些被灵符阻挡的飞剑又飞了过来 再这样下去 他一定会死在这小子的手里啊 赵一凡索性停在原地 抬起头看着空中跟他飞剑站得难舍难分的山羊虎古修 从跟山羊虎古修交手的那一瞬间 赵一凡便发现了他那独特的步伐 古修们将灵气聚在脚掌之下 然后瞬间引爆 引爆时所产生的巨大的推动力 会极快的在他们的速度上加成 这是一种对于操控灵气要求较高的步伐 不过对赵一凡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灵气压缩的量越大 所爆发出来的速度也就越惊人 他若是将体内的灵气全部化为混元一气 或许能够在一瞬间爆发出让山羊虎古修都无法追上的可怕速度 人人都说这古修擅长进展 他们之所以可以将进展发挥到如此害人的地步 其中的要诀便是这诡异的身法 以快之动 再将灵气使用在每一次出招之上 便诞生了这所谓的进展 说白了就是灵气使用的方式不一样 古修将灵气配合自身肉身进行使用 再加上他们或许也会专门修炼一些脆体脂肪 使身体坚硬到能够承受住自身灵气所爆发出来时而不受伤的地步 赵一凡当初修炼过大金石术 再加上他的头脑 很快便学会了古修的灵微步 半月宗的修行者为何如此的惧怕古修啊 或许是因为古修的传闻太过凶悍 使他们潜意识当中就觉得古修十分的厉害 他们不是古修的对手 一个是嗜血的疯子 另外一个是惊慌失措的小羊羔 熟强熟弱很快就见了分享 并非是古修强大 而是人族的修行者并不了解他们而已 十把琉璃飞剑直接把那山羊湖古修在空中穿成了串 鲜红色的血液不断地从空中洒落 染红了下方的地面 照一凡心念一动 飞剑尽数消失的无影无踪 古修的尸体也随之落在了地上 此时说尸体啊 还为时尚早 因为那古修并未死透 身体微微地颤动着 眼中仍然是难以置信 他万没想到今日竟会是他的死期 朔西风给了地上的刘子梁一脚 说道 姓刘的 你给我老实一点 刘子梁轻哼了一声 说道 哼 我劝你们还是趁那古修杀了赵一凡之前 赶紧离开这儿 要不然等赵一凡死了 那些古修将这进步一先 哼 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四名强大的古修 到时候别说是我 你们谁也跑不了 隔壁还在不断地传来一声声的打斗 突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之后 一切都安静了 场内三人脸色猛的一变 苦海和朔西风对视了一眼 朔西风摇了摇头 示意他再等等 刘子梁眉头微微一竖 说着丧气话 哼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呀 赶紧放开我 咱们一起离开这儿 要是被古修他们抓回地牢 就算想死也死不了了 朔西风抬起手 狠狠甩了刘子梁一个大嘴巴子 你给我闭嘴 否则我现在就干掉你 刘子梁被扇了一巴掌 胡怒反笑 哼哼哼 别装了 即使你们也认为赵一凡不是那古修的对手吧 你们现在自己是不是也怕得要死啊 哈哈 你们要知道 那赵一凡的实力还不如你们呢 连你们都畏惧的对手啊 他赵一凡能对付得了吗 你们这俩蠢货还不快点放了我 放了你 那岂不是便宜了你 很快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三人的耳畔 三人先是一惊 随后就看到眼前的巨大的树藤 一根根的缩回到地面 很快 毫发无伤的赵一凡出现在三人的眼中 远处的地上还躺着那山羊虎古修的尸体 刘子梁看到这一幕下巴差点没掉地下 他一脸不可置信 惊愕地说道 你 你竟然没死啊 那古修被你杀了 赵一凡面带微笑说道 那古修厉害得紧 不过我最后略胜一筹 侥幸将他杀死 莫非这有什么问题不成 刘子梁心中暗存 赵一凡难道真的是实力不俗吗 竟能够单枪匹马地干掉一名古修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古修可是需要三名人族修行者合力才能击杀的呀 此时的苦海脸色一片苍白 说道 师弟 师弟啊 你竟然杀了那古修 那我们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还是趁早离开这里为好 说实话 在这儿我实在是不舒服 赵一凡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古海下方的金波 说道 师兄 你可将这三人带回半月宗 我想将他们交给长教 古海摇了摇头 不行 如果是我一离开金波 他们三人就会冲出来 我这法宝对付一个人没什么问题 可是下面却是官养了三个 赵一凡点了点头 一脸轻松地说道 那就交给我吧 一瞬间 从金波的附近 又顿时生出了无数根粗壮的树根 这些树根一出现 就爬满了金波全身 古海急忙从金波之上跳了下来 眼看着被树根团团包围住的金波 他说道 是这样可真有你的 这样一来他们可跑不出去了 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活捉古秀呢 而且一下子咱们就抓了仓 赵一凡微微一笑毫无鞠躬 说道 这都是苦海师兄的功劳 若是没有这个金波 我们又如何能够捉住三名古秀呢 古海摆了摆手说道 哎呀 赵师弟啊 你就不要挖苦师兄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此事 我和牛鼻子才能得知赵师弟真正的实力 等回到宗门之后 再将这三名古秀交给长教 相信长教一定会好好地赏赐你一番 哎 到时候师弟可别忘了我和牛鼻子的那份功劳啊 他们三人说说笑笑 刘子梁此刻却是面若死灰 朔西风一把把他从地上拉扯了进来 说道 赵师弟 他该怎么办 刘子梁一看说到自己了 连忙开口求饶 赵师弟 这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知道错了 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赵一凡好像没听到他的话 对朔西风说道 朔师兄 此人便交给你处理吧 枯海师兄说得不错 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 刘子梁惊恶地说道 赵师弟 赵师弟 还请三四 我刘子梁是浑蛋了一些 但是我罪不至死 罪不至死 赵师弟 话还没说完 朔西风一剑就穿透了刘子梁的身体 随后一脚踹进了旁边的草丛之中 说道 哼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会一剑杀了你的 朔西风擦了擦剑上的心 来到了赵一凡的身旁说道 师弟 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赵一凡微微一笑说道 师兄 你客气了 我只不过是不想脏了我自己的手罢了 我们马上就离开这里吧 三人对视了一眼 以极快的速度离开了此地 很快三人来到了山墙处 山墙旁边站着几个人 境界看着似乎都不低 其中有一人赵一凡更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还未到山墙 赵一凡便开口唤道 龟海大师兄 龟海看到赵一凡三人回来 还有一个金波在身后跟着 先是一愣随后迎了上去 赵师弟 莫非这个月的半山之行中有你吗 赵一凡落在龟海的身旁 点头说道 回大师兄 此次半山之行的确有我 这金波中还有三名古修 不知如何处置 不知师兄可有什么好办法 古修 活的 龟海一脸的震惊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头看向了身后的一名女子 以及一位白须长者 这两个人的修为都是跟龟海大师兄相同 显然也都是半月宗数一数二的狠角色 龟海微微一笑 对着赵一凡介绍说道 赵师弟啊 这位便是半月宗的徐道一徐长教 在他身旁这位女子便是徐长教之女 也是宗门内二师姐徐卫阳 赵一凡主意点头说道 师弟见过徐师姐 掌教大人 徐卫阳的修为仅次于龟海大师兄 是龟圆六层经济 徐道一的修为最高龟圆九层 可以算是赵一凡目前为止除了浑天龙之外 见过修为最高的 龟海大师兄脸上的剑伤似乎也已经痊愈了 那张憨厚面扇的脸庞让人看着十分舒服 徐卫阳开口说道 赵师弟 大师兄前些日子便与我提起过你 听说你是姬芙蓉的清传弟子呀 更是大风国售后爆发时的总指挥 赵一凡面带微笑说道 师弟的确是拜姬仙子为师 师父的清传弟子众多 师弟也并非是最出彩的一个 担任售获总指挥 也是因为宗门内实在找不到其他人 师弟我也只是勉强担任 徐卫阳微微一笑 他说 赵师弟你就不要过谦了 三个月的时间 大风国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已经传遍五湖四海了 据说啊 当时你协助四位贵员大修深入手坑 更是重重起到了催枯拉朽的作用 只可惜最后仍是功亏一篑 此前更是带着数百散修 和春风阁的那门弟子 抵挡了数波数朝的进攻啊 今日更是在古界山将古修活捉 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了 你呀 的确是一个十分有实力之人 就不要过谦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 一脸尴尬的笑了笑 龟海大师兄这时接过了话茬说道 赵师弟啊 实不相瞒 我和徐师姐以及长教大人来此 便是为了商量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既然你也在 不如我们四人便一起讨论吧 赵一凡微微一愣说道 可是有关于古修之事 龟海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半月宗最大的敌人 便是这些古修了 除此之外 导演没有什么可以商讨的 师弟莫要多礼 这就随我们来吧 苦海这个时候来到赵一凡的身前 说道 诶 赵师弟啊 那这些古修该到如何处置啊 苦海是万万不敢在长教面前肆意说话的 毕竟场内这些人跟他身份差距太大了 也只有赵师弟这等胆破 能够面不改色的跟这些大人物们一起商讨事情 赵一凡听了这话 没有回答 而是看下了龟海大师兄 龟海大师兄轻笑了一声说 这几名古修暂且放着不管 待我等商讨完毕之后 还有一些话要问他们 这位师弟 你可要好好看管 我要让他们逃了去 是 师兄 苦海一脸的荣幸缓缓地告退 片刻之后 四人来到山墙下一处弟子的休息室之内 四人各自坐于室内的四方桌脚旁 徐卫央更是在休息室摆下了树道大阵 防止有人来偷听他们的谈话 赵一凡看向了龟海大师兄说道 龟海师兄 不知接下来要商讨的是何事 龟海点了点头 他说 赵师弟啊 自然你去过古界山 并且也遭遇了古修 那你可从他们的口中听过地牢二次 那山羊虎古修当时曾扬言要把刘子良带入地牢 刘子良仅仅是听到地牢这两个字 就已经全盘崩溃了 跪地求饶 苦海师兄谈到地牢也是为之色变 赵一凡点了点头说道 倒是听师兄们提起过 似乎是一个古修专门设立起来 折磨人族修行者的地方 龟海大师兄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这古修们生性残暴 使我人族修行者为草剂 将人族修行者捉走之后 滚入他们的地牢之内 折磨之死 手段极其残忍 徐卫阳接过了话茬 接着说道 我宗门内有不少弟子 或许都还未死 整日在那地牢之中饱受折磨 所以 我和龟海师兄决定想办法 将他们救出来 说到这儿 徐长较有意识地抬头看了赵一凡一眼 说道 赵一凡 我听说你在大风国时曾经深入满是妖兽的天阳城之中 救出了三千多普通的百姓如入无人之境 赵一凡微微一挑眉说道 莫非三位是在山墙处等我 三人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随后龟海接过了话茬说 赵师弟啊 你猜得不错 听说你来参加半山之行 我和长较还有徐师妹便打算在山墙等待你回来 赵一凡听到了这儿 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三位可都是半月宗的大人物啊 竟然会来到山墙这种地方 原来是为了他呀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 我的确 曾经在满是妖兽的天阳城中 救出了三千有余的百姓 不过 兽祸跟这个古修可并不一样啊 古修们的修为境界 各个都是归原境 想要从他们的手里悄无声息的抢人 那无疑就是去送死了 龟海大师兄点了点头说 嗯 赵师弟说的不错 妖兽们和古修确实不一样 我等也知晓此事十分的危险 但是现在整个半月宗 或许也只有赵师弟能够在一瞬间将如此多的人带出来 不是吗 徐卫阳接过了话茬 他继续说道 赵师弟 赵师弟啊 我和师妹的计划是这样 到时候 我和徐师妹将会在外面吸引古修的注意力 相信以我和徐师妹的实力将会引来大批的古修 也计划 也计划 他说道 一凡啊 若是你自行顺利 待你回归之后 我愿意送你一粒太原金丹作为奖励 龟海和徐卫阳一听这话 都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龟海大师兄看到赵一凡一脸茫然的样子 雅然失效解释说 赵师弟啊 你可知这太原金丹是何等的宝物吗 旁边的徐卫阳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说道 爹 这也太过于贵重了一些吧 徐长叫微微一笑 哎 若是能够救出被关押在地牢内的那些半月宗的弟子 这小小的一粒太原金丹 便算不上有什么价值 一凡你考虑一下 赵一凡看见徐卫阳和龟海神色如此的动容 能够让此二人都为之震撼的太原金丹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龟海见赵一凡神情淡然 定是不太了解太原金丹才会如此的镇定 于是他又开口解释说 这师弟你有所不知 那太原金丹可是不可多得的仙淡 以你目前的修为 若是能够服下一粒太原金丹 或许可以让你直接突破一层境界 直接突破一层境界 赵一凡微微瞪大了眼睛 他这副表情才让眼前的三个人感觉到满意 赵一凡心中震撼 脱口而出道 天下竟然有这等丹药 学长叫微微一笑 说道 这太原金丹 乃是每一位归原金的修行者 都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宝贝 我收集了十年的材料 一共才练出了三粒 一粒给了喂羊 一粒自己服用 这另外一粒原本是打算给桂海的 不过只能先给你了 桂海听了这话 一脸的尴尬 呃 张教严重了 我何德何能 怎能受如此的大理呢 学长叫淡淡一笑 说道 桂海 你放心 再过三年 我便再看一路 这十字会给你留上一粒的 而且 这太原金丹 每人一生 只可服用一粒 再服多了 便是没有什么效果了 桂海听了长教这话 一脸激动的说道 那桂海就先谢过长教了 赵一凡一副原来如此的点了 若是可以连续服用 那这金丹也太过逆天了 徐长教这时再看下了赵一凡 一凡啊 你可愿意为了这太原金丹冒一次风险吗 赵一凡听了这话没回话 他心中暗存 这个计划相当危险 但回报也是十足的高 就连桂海大师兄 几乎都有些心动了 我自然也要稍微争取一些 若是失败了 倒也不用受到什么惩罚 只是尽力而为罢了 思量了片刻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我可以尽力试一试 只是 若是到时候失败了 诸位莫要责怪师弟无能啊 三人见赵一凡答应了 脸上都纷纷露出了笑儿 龟海拍了拍赵一凡的肩膀 说道 师弟啊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接近你所能便是了 话锋一转 龟海继续说道 只是这一次要救的人当中 有一位断了三指的老前辈 此人名唤断月峰 乃是我和师妹曾经的一位好友 他手中有一件宝物 对我党来说十分的重要 请你务必要将他救出来 我一会便将他的画像绘制给你 等你下了地牢之后 要多多留意一下 明白了吗 哦 听到这赵一凡明白了 看来救半月宗的弟子不过是个幌子 他们真正想要救的那个人 只是叫段月峰的人 为了他手里的东西 赵一凡也自然不会傻到询问 到底是什么东西 若是对方诚心想告诉他 那也不需要你问 若是不想告诉你 那你即便问了 那你即便问了 对方可能也只撒了个谎而已 徐卫阳微微一笑说道 原本或许还要几天的时间准备 不过赵师弟带回来的那些古修 倒是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 我们去问问他们 古修的地牢在何处吧 让赵一凡没想到的是 龟海师兄他们竟然连古修的具体位置都不知道 他抓回来的那三个古修 来得倒是挺及时的 四个人说着话朝着山墙的城楼上走去 古海和朔西风仍然在山墙上等着 看到赵一凡他们回来的时候 一个个变得十分的恭敬 哼 弟子见过长教 大师兄 二师姐 古海和朔西风异口同声的说道 徐卫阳淡淡的点了点头 说道 将关在里面的古修放出 我有话要询问他们 有这三位大人物在此坐镇 古海他们自然也不用担心什么 看了一眼赵一凡 赵一凡也挥手 将裹住金波的藤万收了回去 原本以为金波中的古修会不断的挣扎 没想到这金波却是出奇的安静 众人命命相续 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龟海大师兄看了赵一凡一眼问道 赵师弟啊 你之前说带回了三名古修 他们确定都是活着的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说道 嗯 那三名古修被枯海失踪的金波罩住之后 还费力挣扎过一段时间 我们并未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 他们的确是活着的 徐卫阳警告着众人说道 古修们阴险狡诈 大家退开一些 由我来亲自将金波揭开 众人听了这话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数步 徐卫阳来到了金波前 沉声警告说 该死的古修 若是敢乱来 我就让你们当场死在这里 说话之间 徐卫阳玉手狠狠地拍在了金波之上 金波顿时缩小回到了苦海的手上 地上顿时出现了三名古修 不过却是尸体了 这三个古修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都是气息全无 变成了三具冰冷的尸体 而且这尸体的脸色几乎都开始发黑了 好像死了许多时日一般 赵一凡看向了古海 古海此时也是一脸的茫然 赵师弟 我我我没做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死啊 看古海的表情就知道他没说谎 徐卫阳伸出手探了探古修的鼻息 眉头微微一竖说道 他们的修为散了 怕是自信而死的 好狠的古修 可以明显看到徐长教的脸色现在变得十分难看 这古修死了 他们想要从古修的口中逼问出地牢的计划 自然也就泡了汤 徐卫阳对着古海说道 这位师弟 将此三人的尸体挂在这山墙之上 让那些古修们看看 我们半月宗也并不是好惹的 龟海一脸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呀 本来还以为能够省些力气 看来还得有我们自己去寻找地牢的位置啊 等等 赵一凡突然出声 拦下了正打算把古修尸体搬运走的古海 古海的眉头微微一竖 师弟 怎么了 你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赵一凡看了一眼朔西风 朔西风心里有神会 把捆仙绳拿了出来 然后把三个人捆了个结石 赵一凡手中一把灵须剑出现 对着其中一个古修说道 倘若你再不醒来 我便刺穿你的丹田 让你假散修 变为真正的废人 龟海有些疑惑 赵师弟 赵师弟 你在干什么呀 莫非你认为他们是在装死吗 虚未央听了这话 一脸的不解 说道 不可能 我分明确认过了 他们的确是死了呀 连修围都已经散了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一个人若是死亡了 他的皮肤不会那么快的变黑 至少需要七天到十五天的时间 你看这三个人的皮肤 从我们抓到他 直到来到这里半天都没有 就算是在我们抓到他们之后 他们就自尽而死 脸色也不会变得如此之黑 更何况 他们本是还是归原尽的修行者 修行者 哪怕是修为散了 肉身 也要比普通人还要更难腐烂 所以 我断定他们是装死 徐长就在旁边听了这话点了点头 一脸赞赏地说道 嗯 你凡说得不错 一个人死后皮肤并不会 如此快速的黑化 这种过程需要时间 此三人死得太急了 徐卫央听了老爹的话 疑惑地问道 那为何他们被我们识破了 怎么还不醒来 赵一凡把会员陵徐剑收了回来 说道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或许是古修本身修炼了一种 可以假死的法术 让他们的身体 真正地陷入了死亡 不过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应该就会醒来 短则一天 长则七日 这些古修们 心知自己被活捉之后 半月宗的人一定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 于是就选择用假死的方法来换取解脱 若是运气好啊 他们或许还能因子而活下来 接下来的几日 赵一凡便负责看管这些假死的古修 徐长教和龟海师兄则是各忙各的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徐卫阳选择留在了这里 此时徐卫阳看了一眼赵一凡 说道 赵师弟 你就不好奇为何我们要救那段月锋 而他手里又有我们想要的什么东西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师姐 若是你想要告诉我 我何须去开口问 若是不想告诉我 问了也白问 徐卫阳听了这话 点了点头继续说 赵师弟你说的不错 师姐也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聪明之人 你就当是师姐在警告你吧 到时候你遇到那段月锋 无论他说什么 你都不要相信 你只需要做的 就是将人带到我们面前来 若是你表现得好 到时候 我们自然也会意见你心中的好奇 明白了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明白了 徐卫阳听到赵一凡如此的顺从 一脸满意地说 这才像样 突然 赵一凡脸色微微一变 徐卫阳也察觉到了异常 看向了那三个被捆起来的骨羞 此时再看这三名骨羞啊 肤色正在缓缓地恢复 徐卫阳惊奇地说道 师弟你猜测得不错 他们果然是假死 马上又又活过来了 三名骨羞睁开了眼睛 当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两个人时 三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一脸的怨度 不用想啊 他们假死的计谋被识破了 这两个人就是专门等他们死而复生的 可恶的人族修行者 请被你们识破了我的归系术 要啥要挂西庭尊便 要是我皱一下眉头 便是你们没有伺候好我 哼 鲁爷 你们这群该死的鲁爷 杀了爷爷我 给爷爷个痛快 要不然放开我 可我不把你的骨头一干干抽出来 三人张嘴一阵的臭霸 徐卫阳听得扁 红脖子粗的 显然是为气得不行 怒不可恶 说道 都给姑奶奶老实点 不然我就千刀万剐了你们 骨修们听了他这话 哈哈大笑 人族的贱祸 来给爷爷我爽一爽吧 算了 我怕他的年纪加起来 比咱们三个还要大哟 人族的贱祸 你是不是不敢杀我们 你杀过人吗 徐卫阳听了这话 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咬牙切齿的说道 我先撕烂了你们的狗嘴 赵一凡没想到自己这位徐师姐的心态 竟然如此的脆弱 当即上前阻拦说道 师姐 你又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这里便交给我吧 徐卫阳暗自运气怨了好久 这才冷横了一声说道 师弟 我就在旁边看着 若是他们还是这样 我就先挑其中两个人先杀了 赵一凡微微一笑 他说 只是询问几个他们知道的问题而已 不用如此麻烦 说吧 他来到三人的面前 这三人看到赵一凡都是面露不屑之色 你算是那根葱 鬼远一层的境界也配跟爷爷说话 若是将我放开 我一只手就可以捏死你 此二人或许是拼头 我们调心的见惑 这小子忍不住了 说完这话 三人一阵哈哈大笑 徐卫阳气得是俏脸通红啊 怒声说道 赵一凡微微一愣 疑惑地说道 师姐 为何就只杀他 莫非他说错了什么东西不成 徐卫阳被赵一凡这么一问 气呼呼地说 师弟你刚才没有听到吗 他竟然说 你我是拼头关系 赵一凡更加疑惑了 他说道 师姐 莫非我是你的相好 对你来说 是一种侮辱不成 徐卫阳微微一愣 改口说道 师弟 师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 只是这句话 从此聊口中说出 实在是让人感到生气 师弟 你你莫要往心里去啊 赵一凡无奈地摇了摇 他说 哎 师姐再说说那句话之后 师弟我就已经心伤了 或许师姐说些好听的话给师弟听 师弟就不会那么心伤了 徐卫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赵师弟怎么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 之前不是挺正经的吗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师弟越是这样 他面前的那三个骨修似乎就越是气愤 甚至停止了辱骂和讥讽 三人都用恶毒的眼神看着赵一凡 赵一凡却好像是没有察觉到一样 继续对徐卫阳说道 师姐 你快说些好话给师弟听听啊 啊 说好话 而且还是对着一个男人说好话 这种事徐卫阳从来没做过 一时之下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徐卫阳想了老半天 突然灵机一动说道 啊 啊 师弟 你一身正气 有勇有萌 师姐十分欣赏你 赵一凡文言点了点头 随手指了一指三名骨修 说道 不知师弟跟这三位骨修前辈比起来 师姐更倾向于谁呢 徐卫阳连想都没想 回答说道 师弟 你这不是废话吗 师姐自然更倾向于你了 赵一凡点了点头 看向眼神恶毒的三名骨修 说道 你们听到了 三名骨修听了赵一凡这话 脸上的不屑之色更为浓烈了 其中一名独眼的骨修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该死的鲁蚁 若不是你暗中偷袭我的 我等机会落到这样的家长 若是换作平日里 你也配跟我说话 其他二位骨修这个时候 也是心中有气 不吐不快 瞎瞎的鲁蚁 在我当面前撞枪做事 若有本事 叫莫放了 我让你弹手弹脚 也能帮你斩成碎墨 你在一个女人的面前装什么拙 赵一凡听了这话脸色微微一变 说道 我只是在告诉你们几个人一个事实 即便你们曾经有多么的厉害 或者是多么的看不起像我这样的修行者 但是此时此刻 你们是阶下囚的身份 接下来我会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三次回答的机会 每个人一次 如果到了第三个 还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答案 那我就去再抓一些骨修回来 直到我问出我想要的答案为止 明白了吗 赵一凡的突然变化 让他们三人几乎一瞬间打起了精神 不敢再淡漫了 此人如此的喜怒无常 估计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修的地牢在何处 你来回答 赵一凡淡淡的说道 说着他伸手指着左边那名古修 被他点到的古修微微一惊 紧咬着牙关冷笑着说道 你想知道地牢在哪儿 很简单 你去古剑山 遇到古修 他会带你去好好参观参观的 这话一出 其余的二人都发出了冷笑 赵一凡看着他淡笑了一眼 紧接着手中黑光一闪 一柄飞剑直接刺入此人的腿中 啊 那古修疼得顿时脸上一阵扭曲 惨叫不止 旁边那两位古修见词 都纷纷瞪大了眼睛 其中那独眼的古修破口大骂 哼 你要本事就将我们三人全上了 你一辈子也别想知道地牢在那儿 徐卫央在旁边看得是眉头微微一重 没想到这个赵师弟 竟也是个心狠手辣之辈 之前倒是小看他了 赵一凡依然是面不改色 对着中间那个古修问道 轮到你了 告诉我地牢在什么位置 你做梦 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告诉你的 赵一凡自然没有故意偏袒谁 在这名古修的腿上也刺了一剑 最后那独眼的古修咬紧了牙关说道 害死的喽一 要不是你杀了我 我却不会告诉你地牢的位置 快杀了我 赵一凡哼了一声 对着那独眼古修的腿上也来了一剑 独眼古修硬咬着牙 愣是没发出一声惨叫 不要随便抢答 我还没有问你 现在我问你 地牢在哪儿 赵一凡撇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 那独眼古修疼得眼泪差点没流出来 莫非这一剑只是惩罚他抢答 回答不出来他还要再来上一剑吗 你杀了我吧 独眼古修怒吼道 赵一凡淡淡一笑说道 回答错 独眼古修的另一条腿上 顿时也多出了一个血窟窿 本来以为这就结束了 然而对于赵一凡而言 这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 他又重新面对第一个古修问道 地牢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刚缓过来的这名古修 不敢直视赵一凡的眼睛 没想到这是车轮制 又轮到他了 这古修看了眼身旁的两个同伴 以传言入密的方式说道 不行了 这小子简直没把我们当人看 不如说出来 求个痛快呀 独眼古修听了这话 怒斥说道 你给我闭嘴 你要敢说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赵一凡看着三人紧咬着牙关 眉头微微一挑 说道 师姐 这两个已经没有用了 随你处置吧 这个交给我 话落赵一凡提着一个古修 朝着楼下的休息室走去 徐卫央冷哼了一声 说道 师弟放心 师姐 定不会让你失望 吓到楼下的赵一凡 突然听到城楼之上 传来了两声惨叫 最后一名古修坐在地上 好像见了鬼一样看着赵一凡 求饶着说道 我说 我告诉你地牢在什么地方 你能放我走吗 当然可以 只要你的信息准确无误 等我们确认了之后 我可以勉为其难地放你离开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古修一脸感激地看着赵一凡 说道 那地牢的位置十分的隐秘 就算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 你们也没办法找得到 我可以带你们去 等到了地方你们就放了我 赵一凡听了这话摇了摇头 说道 不要得寸进尺 我要答案 你给我答案 我没有什么耐心 请你快点 古修艰难地吞练了一口唾沫 于是把地牢的位置和路线 一无一时地告诉了赵一凡 片刻之后 赵一凡从休息室回到了城楼之上 发现城楼上的那两个古修 已经被徐卫央世界给解决掉了 此时徐卫央的心情看起来好了很多 见赵一凡上来急忙问道 怎么样了师弟 那人说了没有 赵一凡点了点头 从怀里摸出了一张地图 说道 我按照他所说的位置 话说了这张地图 想来应该是真的 徐卫央一脸赞赏地看着赵一凡 他说 师弟 万万没有想到 你在审问方面也有如此的天赋啊 唉 我还以为 我们呢 永远都不可能从他们的嘴里 问出地牢的位置了呢 赵一凡听了这话 回道 师姐 你是否会认为 我的审问方式过于残忍了 跟那些古修们比起来啊 你的方法或许还算温柔的了 他们设立了地牢 目的便是折磨人族修行者 今日也算是自嘲恶苦 况且 若不是师弟你用这种方式 恐怕他们也不会 如此轻易地变张口 行了 既然地牢的位置已经问出来了 我们也该马上动身了 徐卫央摇了摇头 说 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赵一凡归海以及徐卫央三个人 站在山墙处的城楼上方 赵一凡把地图展开 身旁的两个人就着目光看去 看了半晌 归海把目光从地图上收了回来 说道 赵师弟 这地图上所指 真的是古界的地牢吗 徐卫央轻笑了一声 接过了话茬说道 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这地图乃是赵师弟 从那三名古修口中撬出来的 人之将死 其言也真啊 相信绝对错不了 倘若这地图有误 我们再回来想其他办法就是 归海唯唯一笑 说道 我并非是不相信赵师弟 只不过事出紧要 多留个心眼也是好的嘛 既然赵师弟和徐师妹对着地图 如此有信心 那我们便上路吧 说吧 归海看向了赵一帆说道 赵师弟 此行你便隐藏在暗处 切莫暴露你的位置 我和徐师妹一旦发现地牢入口 便发起攻击吸引他们的主意力 到时候你尽情发挥便可 赵一帆点了点头 归海又问道 呃 林兄之间 我想知道赵师弟 打算怎么营救地牢里的那些人 能否先说出来 让我们听听 也好让我们心中有书 赵一帆想了想说道 我会在地下 开辟一条直达山墙的通道 到时候那些被我所救之人 将会沿着地道回到这里 从始至终 他们都不会露面 归海听了这话 一脸惊奇地问道 莫非在那天阳城之中 师弟也是用这个方法救出的那些人吗 赵一帆点了点头 他说 对 的确是这样 这样一来的话 不仅可以避免古秀的追赶 也能够将所救之人 安然地送往安全之处 安然地送往安全之处 想来 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加安全 并且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了 归海和徐卫阳对视了一眼 在听完赵一帆的营救之法之后 两人对此行更有信心了 这样一来 他们在吸引古秀的注意力的同时 实在不行也可全身而退 不用分心去管赵一帆 好 既然这样 我们准备妥当就出发了 话落 归海前方带路 赵一帆和徐卫阳紧随其后 古秀所告诉赵一帆的地图 看来是真的 半个时辰之后 三个人来到了一处高山之巅 三人同时向山峡看去 下方就是空旷的山谷地形 不少的古秀进出后方的一个山洞之中 即便再高的山峰 依然能够听到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 不断从那山洞之内传出来 这参叫声听得三人是眉头紧皱 龟海回过头 对着赵一帆和徐卫阳说道 这群该死的古秀 日夜折磨我的师弟师妹们 实在是万死难数 本来我还打算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 好让赵师弟能够更加容易去救人 徐师妹 看来今日我龟海要大开杀戒了 徐卫阳听了这话紧皱着眉头 说道 龟海师兄 莫要太鲁莽 若是将这附近的古秀都吸引过来 恐怕指你我二人难以招架 而且若是让那逍遥真人知道你在此 恐怕他也会闻讯而来 说不准还会带来其他更加厉害的古秀呢 到时候别说是救人了 或许你我都得留在这里 逍遥真人 赵一凡听到这个名字 耳朵微微一睹 但是他明白 以他现在的能力 不可能是那逍遥真人的对手 只好重新平复心情 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救人之上 只是唯一让他感觉到疑惑的是 那魂天龙的伤势到底恢复的怎么样了 这已经足足过了三个月了 还没有与他和八两来此呢 诶 赵师弟你在想什么呢 龟海看到赵一凡有些愣神 他脸上说道 诶 事不宜迟 不要再多想了 快去吧 赵一凡定了定神点了点头 说道 二位师兄师姐小心 我这便下去了 话音刚落 赵一凡将灵气包裹住全身 缓缓地融入了山中 直接向地下潜行而去 随着他潜入地下没多久 头顶顿时传来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声响 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颤抖 赵一凡心中暗存 看来 龟海大师兄并不打算留守 这等动机 定然会引来附近的古修 没准 还会引来许多古修中的强者 我必须抓紧时间 此时古修的地牢上空 出现了两道身影 龟海看着下方的众古修们 眼中闪过了一抹狠辣绝绝之色 说道 徐师妹 你也知师兄我一向是饥饿如仇 这些古修如此折磨我们的师弟和师妹 实在是罪该问死 师兄决定将他们所有人驻杀在此 不论来多少人 我也要杀 若是道士情况不妙 师妹 你先逃出去 徐未央还是第一次看到龟海大师兄露出这样的神色 心里开始隐隐地担忧起来 师兄 师妹与你共同进退 你就放手去做吧 只是这样一来 若是古修人数太多 我们必然要先行撤离 这样就缩短了赵师弟救人的时间了 龟海听了这话微微一笑 说道 我相信赵师弟一定会没事的 他可要比我们想象中厉害得多 好了师妹 先话少说 你先退下 徐未央一听这话微微一愣 难道龟海师兄要使用道心之力吗 在徐未央退出圈外之后 龟海那双眼神顿时变得平静如水 那眼中的冷漠和淡然 简直不像人 漠视着下方的一切 该死的古修 今日我便让你们尝尝我万箭道心的厉害 龟海长舒一口气 下一瞬间 体内的灵气一阵疯狂的涌动 如同海浪一般涌了出去 一声刺耳的声响 引起了下方古修们的注意力 龟海周围顿时出现了一圈圆环形的灵气屏障 这是灵气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观 那是什么 是人族修行者 该死竟然跑到我们这来了 此人实力不足 快快将地牢里的人都喊出来 一瞬间 数百古修纷纷从地牢中涌了出来 站在下方 他们抬起头看向了空中 只见天空之中突然出现了上万把乳白色的灵箭 这些灵箭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上空 刺得所有的古修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龟海伸出万把灵箭当中 伸出右手的双指朝下往往他一按 口里喝道 给我去死 一煞那间呢 上万把的灵箭铺天盖地朝着下方拔了下去 众古修纷纷是大惊失色 体内灵气涌动 妄想要抗衡 灵箭刺穿了古修们的躯体 深入地下 上万把飞箭如同落雨一般的落下 落在地面产生了一道道可怕的爆炸 那数百的古修早就在第一轮灵箭之下化为了尘埃了 可是箭落的速度却依然不减 直接在山谷当中开出了一个可怕的深坑 赵一凡微微从土中冒出了头来 不知道为什么地牢内的古修好像都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附近并排打造一起的铁笼 这些铁笼的表面都贴着树道灵符 使那铁笼之上紫电缠绕 产生了一股股可怕的威胁之感 赵一凡目光在地牢之中环视了一圈 这地牢非常之巨大 牢笼众多 人族的修行者如同动物一般被关在铁牢之中 有不少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在这些铁笼的最前方还放有一排铁制的十字桩 总共有十五个 每一具十字桩上都绑着一个鲜血淋漓的人族修行者 这十字桩好像是茶楼之中的舞台夜晚 铁笼内的人族修行者都成为了看客 唯一不同的是 这些看客偶尔也会上台表演一番 而此时整个地牢之中更是散发着一股十分刺鼻的焦臭的味道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竖从地坑之中跳了出来 朗生说道 哪位是段月丰前辈 晚辈是半月宗弟子赵一凡 特来此 就前辈离开这里 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艰难地回头看向了赵一凡 我是段月丰 赵一凡听了声音抬头看去 只见说话的人 是一位年迈的老者 不过他来时看过段月丰的长相 此人显然并不是段月丰 我才是段月丰 不 我是段月丰 快请我出去 原本被关在铁笼内死气沉沉的人族修行者们 此时好像突然打了鸡血一般 踊跃地举手示意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竖 说道 诸位请放心 我会带所有人都离开这里 但是在那之前 我想知道段月丰在什么地方 确认他是否还活着 真的吗 这位师弟你快救我出去 我快受不了了 要救救快点救 要是被骨修发现 咱们谁也走不了 哎呀 之前上方的打斗圣诞倒是真的吗 我没有听错 半月丰真的派人来救我们了 看来 这儿乱哄哄的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段前辈了 赵一凡只好一面控制着树根在地下开凿通道 一面深入地牢开始寻找段月丰 小师弟 只要你救我出去 你想让姐姐做什么姐姐都愿意啊 一鸣被毁了容貌的年轻女子说道 就你这种八卦 快被骨修给玩烂了 才毁了你的脸 你还想祸害人小师弟 你去死吧你 什么 你平时也没少碰我 你现在竟然说出这些话 我跟你拼了 救救我呀 师弟救救我呀 看到有救星出现 场面一时显得十分的混乱 赵一凡却是凭借着眼光 不断的在四下扫视着 突然 他看到了前面一个独立的牢笼 那牢笼当中 关押着一位长着一头白发的老者 这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灵符封印的 铁笼 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老者的琵琶骨完全被铁钩穿透了 一股股腥臭的味道不断从老者的身上穿来 赵一凡打开铁牢 来到老者的身旁 他微微抬起了老者的头 这一看赵一凡下了一击力 这老者被人抠去了双眼 毁掉了鼻子 哪里还有人的模样 被这么一动 老者猛然惊醒 急忙确认说道 谁 该死的骨羞 又来了 今天是打算搁你段爷爷的耳朵 还是敲你爷爷的膝盖骨 赵一凡不忍直视 松开了老者的下巴 问道 敢问前辈 是叫段月峰 段月峰听了这话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你是谁 你不是骨羞 我鼻子坏了 不然我一定能闻出来 骨羞的身上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咱们的心都黑了 烂掉了 赵一凡听着他恶毒的咒骂 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晚辈乃是拜月宗的弟子 赵一凡 奉师父命 前来此就段前辈离开这里 段月峰听了这话 忍不住一阵惨笑 没想到啊 他还是不思亲 当初要不是徐道医的狗杂碎出手偷弃我 我段月峰岂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 什么情况啊 段月峰竟然称徐掌教是狗杂碎 更扬言徐掌教曾经出手偷袭他 才会让他沦落到骨羞的地牢 这个消息对于赵一凡来说 可以说是无比的惊爆啊 赵一凡说道 前辈 徐掌教为何出手偷袭你 段月峰苦苦一笑 小子 出手偷袭同伴 为自己争取逃脱的时间 这种事情你见的还少吗 只可惜徐道医那狗杂碎后来意识到 那件东西还在我的手中 三分五次打算派人来要救我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只可惜呀 他派来的人 连地牢的入口都找不到 有些自作聪明的故意被骨羞所擒货 带到此处 结果呢 都死在我的前头了 我 娃娃 你也不过是被徐道医所利用的一枚棋子罢了 哼 不错 这次他好像没有找错人 我能够从你身上感受到一股十分玄妙的力量 真是奇怪 你这等人中龙峰怎会听他的拆遣 他哪里拆遣得了你呀 哈哈哈哈 赵一凡听了这话脸色微变 犹豫了片刻 于是说道 我倒是听说了 你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不过这些自然不是我可以去管的 我想要救你出去 但我也尊重你的意思 老前辈可想离开 段月峰听了这话悲惨的一笑 嘿嘿嘿嘿嘿嘿 妈妈 你没看到我现在是什么鬼样子吗 嘿嘿嘿嘿嘿 那些骨袖拔了我的眼 割了我的鼻子 废了我的修为还不算 还拿铁钩穿了我的琵琶鼓 你以为他们真的杀不了我吧 他们也只不过是想要我收的那件东西吧 我知道 你现在也很好奇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嘿 娃娃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段月峰的话呀 说的不错 人都是有好奇之心的 赵一凡现在的确很想知道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竟然能够让古修和徐道一这样的人物 如此伤心 只可惜现在不是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我明白了 既然你不想走 我也不会白白浪费龟海师兄为我争取的时间 老先被保重 话音刚落 赵一凡离开了铁楼 目光在四周扫了一圈 说道 还请诸位离开铁楼 我这就将你们救出来 赵一凡 我记住你了 我出去之后 定会好好报答你 赵师弟 带我离开这里 我愿意为你做牛做萌 赵兄弟赵大哥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 听了这些奉承之语 赵一凡顿时有一种苦笑不得的感觉 但是他也明白这些人的处境 若不是他来 他们或许会一直被古修折磨下去 一直到死 赵一凡体内灵气一阵的急转 从他脚下顿时伸出了无数的树根 朝着四方的铁龙扩散而去 那树根攀上了牢笼 顿时冒起了滚滚的黑烟 铁龙之中不断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 不禁眉头微微一皱 这七彩琉璃宝树的树根受到了损伤 对他本身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不过好在七彩琉璃宝树在前段时间 已经得到了蜕变了 否则他也不敢强行使用道心的力量 冲破灵符的封印 铁龙在树根的纠缠之下 被捏成了一堆废铁 灵符也随之失效 人族众多修行者纷纷从铁龙之中走了出来 这些平日里高傲不可一世的归原大修们 此刻齐齐来到赵一凡的身前 匍匐跪道口中纷纷说着感激之语 热泪盈眶 前面有一个地洞 能走的带上不能走的师弟师妹们 马上离开这里 地道的尽头通到山墙外 到了那里自然会有人接应你们 时间紧迫 刻不容缓 请尽快 所有人都一窝蜂的朝着远处 逐渐出现在地上的那个大坑内赶去 赵一凡环视四周 于是也决定离开这儿 而就在他前脚刚想走 段月峰突然开口喊道 娃娃 你先别着急走 赵一凡回到铁笼处笑着问道 老前辈 莫非是改变想法了 只要你一句话 晚辈这便带你离开 段月峰摇了摇头 说 小孩 过来坐在我身边 赵一凡一听这话 脸色微微一变 说道 前辈 我的师兄和师姐 正在为我这里做的事情 而拖延时间 我必须要马上离开这里 既然你不想走 我也尊重你 段月峰抬起了头 用那双空洞乌乌的眼睛 盯着赵一凡 黑黑笑道 小孩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那些骨修和徐道义那高擦碎 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吗 赵一凡沉默了片刻 随后摇了摇头 他说 段前辈 尊贝十分清楚 好奇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目前半月宗对我还有用 我可不想因为我的好奇心 而不得不离开这里 段月峰咧嘴一笑 说道 我就说 像你这样的人 若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怎会屈居人下呀 不过你倒是可以放心 我不会给你惹上麻烦 我反正都要死在这儿了 那件东西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倒不如给了你吧 是什么东西 赵一凡听了这话 依然没有挪布 段月峰枪哼了一声 想要知道 就赶紧给我过来 赵一凡无奈 之后来到段月峰的跟前 坐在了他的身前 段月峰长输了口气 嗯 我死撑着一口气 不想他们死去 就是因为那件东西十分的珍贵 那日我和徐道义在古修的禁地之中所发现的 是一把钥匙 一把由古修们世代看管的钥匙 赵一凡听了这话 显然对这个东西并不是很感兴趣 他摇了摇头 说道 老前辈 晚辈对于钥匙 或者是古修为什么要守护这把钥匙 并不怎么感兴趣 老前辈还是将那把钥匙交给徐道义吧 我也能救你出去 你的双眼或许我也可以治好的 只是修为的话 段月峰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这娃娃什么也不懂 真是气死我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一脸的尴尬 那老前辈继续说吧 我仔细盯着就是了 段月峰的情绪这才缓和了下来 说道 你可知那些真仙经的修行者 都去了哪儿吗 为何古世界只有真仙传闻 却从未有人见过真仙呢 赵一凡摇了摇头 他说 或许修行者都想要成为真仙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真仙的原因吧 段月峰不屑地笑 娃娃 谁说没有真仙呢 我就看到过 他们都用那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门 进去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眉头微微一竖 说道 老前辈 你的意思是 古世界的确有人修炼到了真仙境界 但他们都是修炼到真仙境界那一刻 利用你手中的那把钥匙 打开了一扇门 离开了古世界 段月峰点了点头 嗯 没错 那扇古门 就在古修的禁地之内 但凡是真仙都会利用那把钥匙 通过那扇门离开这个世界 当人渡修行者的境界达到真仙境之后 这个世界的元气 哪怕是古界山的灵源 都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如果我猜的没错 那扇门通往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的天地元气 要远比古世界还要浓郁 也更加适合他们修炼 而且真仙境界之上 或许还有更高的境界 那古修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些 他们以这些信息 来让真仙修行者离开这个世界 目的是什么 目的自然是为了能够统治古世界 没有了真仙境界的人族修行者 他们就是最强大的 听完段月峰的这番话 赵一凡仿佛是推开了一扇 崭新世界的大门 真仙境界之上 竟然还有其他的境界 这世界上还有比古世界天地元气更浓郁的地方吗 此刻赵一凡也变得隐隐有些心动起来 不过他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观念 他不想掺和这件事 段月峰沉沿了半上 继续说道 若是换作旁人 恐怕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早就难言心中的兴奋 想方设法地问我 钥匙在哪儿了 你这娃娃 倒是始终一副不甘兴趣的样子 难道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吗 赵一凡叹了口气 说道 前辈猜测得不错 的确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段月峰微微一笑 嘿嘿 那我就没有找错人 你继续是和保管这把钥匙 那把钥匙 已经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 除非我死 否则谁也别想看到这钥匙 我现在 将它交由你来保管 你再将我的尸体带回去 给徐岛一看 相信看到我的尸身之后 那徐岛一应该不会为难你了 听了这话 赵一凡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无论他有没有把段月峰带回去 总之徐岛一没有找到钥匙 肯定会怀疑他 段月峰听到赵一凡这一声怒骂 哈哈一笑 嘿嘿嘿嘿嘿嘿 你现在明白了吧 你的处境啊 未必比我好到哪去 赵一凡凝眉思索了片刻 右手光滑一闪 黑剑顿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段月峰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也好 你杀了我也一样 揍手吧小子 两声轻响传来 段月峰肩膀上的两根铁钩 被赵一凡斩断了 不过赵一凡却并没有将那铁钩取出来 铁钩已经跟段月峰的肉连接在一起 强行扯出来无疑是在杀的 而且他也并不打算治好段月峰 段月峰琢磨了片刻 沉声问道 好小子 你打算干什么 你要带我去哪儿 赵一凡上前两步扛起了段月峰 说道 带你回去去见徐道义 老前辈 我可不是来滩浑水的 希望你别害我 段月峰一听这话 拼命地挣扎起来 可是此时的他非人一个 又怎么会是赵一凡的对手 小小子 你放开我 你快杀了我 我死也不见得够砸碎 前辈还是放弃挣扎为好 你的一身秀为散乱 如何能够从我的手中挣脱 段月峰突然怒吼了一声 一口老血喷在赵一凡的脸上 小小子 让你不放开我 这就是你惹段爷爷的架场 赵一凡眉头约约一皱 心念一动 几根树根从地上突出来 直接把段月峰捆了起来 前辈 得罪了 紧接着赵一凡顺着地上那个大坑而下 然后快速地沿着坑洞 向前方的山坑方向赶去 这坑道并不大 只可以容纳两三人并肩而走 一人多高 赵一凡速度较快 身后还绑着个滋挖乱叫的段月峰 在前面跑的人有不少在地上休息 看到赵一凡却都是一脸惊喜 可却谁也叫不出赵一凡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之后 赵一凡从土坑里钻出来 把段月峰朝地上狠狠地一摔 柔小子 你杀了我 我死也不见许道一的杂碎 徐道一万没想到 此时就在城楼上方等待着 当他看到赵一凡背着段月峰从坑里爬出来 眼前微微一亮 说道 段师弟 能照见到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段月峰一听到徐道一的声音 狠狠地朝着他吐了一口口水 徐道一闪得快没有让他得逞 徐道一 你是老狗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徐道一直接无视了段月峰 而是对着不断擦拭脸上血迹的赵一凡说道 一凡啊 这件事你做得很不错 这是我答应你的太原金丹 赵一凡伸手接过了金丹 随手藏进了厨屋牌之中 说道 长教 我将地牢内还活着的人都带回来了 他们有的受伤很重 我希望半月宗的师兄和师姐们 能够过来给他们治疗 徐道一听了这话微微一笑 说道 嘿嘿嘿嘿 救治就算了 其他人都挺忙的 你若是愿意救 并去救治 若是救不了 也可离去 啊 我段师弟伤得很重 我先带他回去疗伤 啊 一凡 你自便吧 话音刚落 徐道一迫不及待地提起了段月峰 快速离开了这儿 赵一凡看着徐长教离开的方向 这会儿想起了段月峰曾经在地牢内跟他说过的那些话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赵师弟 那我一把可好啊 就在这个时候 半月宗的一个弟子从土坑里爬出来 对着赵一凡求援说道 赵师弟 你回来了 枯海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过来 赵一凡看到他点了点头 说道 赵一凡 这里有许多的伤员 你能否喊一下你的好友过来 为他们进行治疗 我这里一时也是难以走开 赵一凡此刻正将一缕羊之气 送入一名全身是血的半月宗的弟子体内 对他进行治疗 苦海看到不断有人从前面的大坑里爬过来 少说也得上百人 很多人都身负重伤 赵师弟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好 师弟再次稍等 我马上便喊人过来 半个时辰之后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赶到了此处 甚至连镇守山墙的师兄师姐们 也留了一部分在山墙旁巡逻 也派了不少人过来加入救援 赵师弟 赵师弟 这些人都是你救的吗 苏宁好像看待一个大英雄的眼神一样 看待着此时的赵一凡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苏师姐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救人要紧 嗯 苏宁点了点头 于是也加入到了治疗受伤的半月宗弟子的行列之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外飞了一道人影 落在了城楼之上 赵一凡抬起头 正是龟海大师兄 他连忙上前问道 师兄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师姐呢 龟海面犯苦涩 右手的伤痕也是流血不止 那道牲口上更是附着着一道猙獰的黑色雾气 逍遥真人 这一瞬间赵一凡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说道 龟海师兄 徐师姐 难道被逍遥真人给杀啊 龟海摇了摇头 赵师弟 这交给你了 我马上要去进徐长教 这便糟了 话音未落 龟海一跃而起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半月宗宗门的方向射去 赵一凡十分的肯定 龟海手臂上的那道剑伤 跟几个月之前 跟几个月之前他脸上那道剑伤是一样的 如果数月前龟海师兄脸上那道剑伤是逍遥真人所伤 今日手致上这道伤口 也跟那逍遥真人脱不开干系 而且他隐隐担忧 此次事件将不会这么简单 半月宗跑到古修地牢救了这么多人 以之前赵一凡在地下听到的那等声势的爆炸声 恐怕古修数量死伤惨重啊 这古修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也许一场人族修行者跟古修的战斗马上就要爆发了 赵一凡回到苦海的旁边说道 苦海师兄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还有事 决定回一趟半月宗 苦海自然知道赵一凡所指是什么事 太原金丹哪 赵一凡得到了太原金丹 无论换作是谁 都希望找个偏僻的地方把他给扶下 苦海面带微笑说道 实地自去便是 或许等你回来之后 我就要称呼你为师兄了 赵一凡知道苦海是想歪了 他笑了一笑没有解释什么快速地离开了这 徐道一回到宗门直接进了自己的闭关室 把段月锋随手扔在地上 徐道一眼中闪过了一抹寒光说道 段师弟 我就不跟你多费口哲了 给我钥匙 段月锋这一路上折腾的够呛 咳出了一口老血 放声大笑 徐道一 你这个狗大嘴 你当初将我推向那尘骨秀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到 那药是会在我的身上 徐道一听了这话冷冷的一哼 哼 说来也算你狡诈 我们一起去的骨秀禁地 却是一无所获 等你我决定离开之后 骨秀传出骨戒门之钥匙丢失一事 于是开始大肆地入侵我半月锋 祝我宗门弟子回去隐形抠道 那时我便猜想 那钥匙或许就在你的手上 除此之外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段月锋 我劝你还是快把钥匙交出来 我可以治疗你的伤势 并且让你回到先前的巅峰修为 段月锋听了这话 哈哈大笑 满脸的不信 徐道一 你当年推我入骨秀 便是想要我的命 现在却说要救我 我实话告诉你吧 要是确实是在我手上 不过我早就已经把它给藏起来了 藏到了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嘿嘿 狐阶大门将会永远关闭 再也不会有真心离开这儿了 哈哈哈哈 你们就一点点的在时间的流逝之下 老死小王吧 哈哈哈哈 徐道一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明 段月锋 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 那钥匙被你藏哪儿来 否则 我就用骨秀对付你的方式 继续折磨你 直到你说出钥匙藏在何处 这儿 段月锋冷哼了一声 哈哈哈哈 徐道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将拿围钥匙 然后再把它还给骨秀 这样一来 等你境界到达针线之时 便可利用骨秀的骨戒大门离开此街 那些骨秀原本就使我等人族修行者为草剑 将我等人族修行者女杀之死 你却还想着讨好他 哈哈 本来他们说的不错呀 你徐道一的确是骨秀的一条狗 听了段月锋指夹枪带棒冷嘲热讽之后 徐道一竟然一点都不生气 段月锋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初为什么要拿那把钥匙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段月锋黑黑一笑说道 我就是看不过那些口口声声跟骨秀是不良力 决一生死的那些伪君子 日后为了能够离开古界 那些 恨不得夹着椅子去讨好骨秀 让骨秀们打开古界大门 送他们离开此街 你以为骨秀会白白让人族通行者通过吗 你可知那代价是什么 那代价就是留下这一切所有的东西 收法 法宝 甚至所有一切能用的资源 到最后 骨秀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直至统治这个世界 到那个时候 人族修行者将会沦为他们的奴隶 因为骨秀们将所有强大的人族修行者 全部都送进了那扇门里 我的所作所为 就是为了不让骨秀继续强大 保住我人族修行者的一成血脉 徐道一听了这话 卑微一愣 听着还挺伟大的 可惜 你段月峰没那个能力 还想保住人族修行者的血脉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就凭你也配 我这不是把他们的钥匙给透来了吗 现在所有的人都没办法 我进入那扇门了 而且我也要感谢你啊 你让你的第四旧撤了我 中创了骨秀 哎呀想来骨秀 不会善罢甘休 或许用不了多久 骨秀就会派人大举进攻山墙 甚至毁了你半月宗 嘿嘿 到时候人族和骨秀的遮羞布啊 可算是真正的扯开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人族修行者还是要不少有能力之人 到时候就要看看 是我人族的修行者强大 还是那些骨秀更生一筹 到时候就算你找到了钥匙 整个古世界的人族修行者们和骨秀之间的仇恨 都已是无法化解了 相信那些为了离开古世界的人族修行者 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攻打骨秀 最终占领骨秀境地 夺得古街大门 直到那个时候 骨秀将会从这个世界上 特地的消失掉 你觉得我猜想的怎么样啊 徐师兄 徐道一听了这话 眉头拧成了一个穿子 段月风说的不假呀 他此刻也明白 这一举动将会彻底的激怒古秀 也正是如此 他更要逼那段月风拿出钥匙 否则第一个要遭殃的就是他半月宗 到时候此事传出去 引来五湖四海的修行者 这古街山的陵园就算是再多一点也不够分 徐道一想到这儿 冷哼了一声 哼 我就当这只是你这个疯子的意想吧 请端的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又是在哪儿 哈哈哈哈 你做梦吧 徐老狗 你 就在这个时候 门被人一把推开了 龟海满脸煞白的走了进来 陈生说道 正巧 徐师妹被逍遥真人抓去了 什么 徐道一一听这话 眼睛瞪得跟牛蛋那么大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回事 魏阳怎么会被逍遥真人抓去 逍遥真人是出了名的心狠手了 徐卫阳若是被他抓去 即还有命活呀 而且死之前得遭受多少的折磨呀 龟海一脸的愧疚 张教 都是弟子的错 若不是我用道心之力攻打鼓袖 也不会惹来逍遥真人 那逍遥真人与我本来就有仇怨 恐怕是知道我来了 竟然亲自看来 没想到他闭关手与实力偷飞猛进 我和师妹联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段月风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真是现实宝啊 于道义 你那如花色玉的闺女 被逍遥真人给抓了 估计此时已变成万人其的禁乱了吧 哈哈哈哈 龟海听了这话 脸丝顿时大变正要出手 却发现躺在地上的竟然是段月风 龟海脸色难看的说道 段师兄 未央再怎么说 也是算是你的侄女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渠道医冷吼了一声 哼 他已然疯了 不用理会他 龟海传令下去 让所有龟远五层以上的弟子 马上到宗门广场集合 徐道医 显然是打算救人了 龟海当局点了点头 迅速去执行 徐道医看了一眼地上的段月风说道 段师弟 我知道 你从小就心高气傲 更有远大的志向 对古修更是极恶如仇 你盗走他们的钥匙 想要以此来让古世界中所有的人族修行者都团结起来 一起对抗古修 这个想法我承认很好 但是段师弟 你拯救还是太天真了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人族修行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我这样道貌按人之辈 若是能够轻易团结 古修又怎么可能会如此轻视我人族修行者 这件事还是古修看的透彻 段月风何尝不明白徐道医说的不假呀 他灿然一笑说道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段月风做事向来没有后悔 若是人族修行者真的因为无法团结 被古修消灭 那远于我无堪 我那个时候啊 早就死了 徐道医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 你说的没错 看来 我此生都难以从你的口中得到那把钥匙的下落 你如此 你如此 我何须留你这张烂脸在旁边恶心我 上楼吧 段月风听了这话 猛的瞪大了眼睛 徐道医提长拍了过去 段月风在青客之间化成了一团灰飞随风而去 徐道医长叹了口气 快步朝着闭关室外走去 龟还在半月宗的人脉是非常厉害的 一呼百应之下 所有龟原五层的弟子 纷纷在广场上聚集 数量足有数百之多 这些可都是实力强大的龟原境的修行者 徐道医悬浮在半空之中朝着下方看去 郎声说道 周围半月宗的弟子们 我们半月宗与古修对抗了数点 死上无辱 但是这古修也并没有逃到半点好处 今日便是时候跟古修们做个了断 周围弟子可愿意随我前往山墙 统计那群泯灭人性的古修们 杀 众弟子齐声喝道 声响直破九霄 入那云霄之中回荡不停 徐道医冷冷的一笑 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 众弟子听令 与空而起 随我冲杀过去 一瞬之间 数百归原境弟子一跃而起扶摇而上 那场面甚是壮观 而此时赵一凡并不知道宗门内发生了什么事 他此刻回到闭关的时事之中 将除玉牌之中的金丹却了出来 此太原金丹是金光灿灿 一道道白色的雾气不断从丹中溢出来 作为一颗土豆大小 李明蕴含着一股极其强大的灵力 这可是徐道医找了足十年的材料 这才练出来的西式罕见的丹药 赵一凡当即将太原金丹依靠吞服而下 太原金丹入口即化 强大的药力瞬间在体内挥发 就如同可怕的海啸一般冲刷着赵一凡的身体 赵一凡当即闭目凝神 对体内的灵气进行疯狂的炼化 修炼无岁月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闭关室内赵一凡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随之张口吐出了一口浊气 睁开眼眸的一瞬间 一道剔透之光自他的眸中一闪而过 不愧是传说中的太原金丹 竟然真的让我增长了一层境界 只可惜此丹药一生只可服用一次 若不然 或许天下到处都是桂园巅峰的大修了 赵一凡叹了口气 还未来得及感受身体上传来的变化 一道沉闷的声响从闭关室外传来 紧接着一阵的地动山摇 赵一凡吓得一几里 眉头倒竖起来暗寸道 怎么回事 竟然有人在攻打我闭关室外的守门阵 赵一凡大手夜归 前方洞口顿时变得透明 只见山洞门外 站着数以百计的古修 此刻他们正操控着法宝 对闭关室发起了进攻 不单单是他的闭关室 隔壁的闭关室也在此刻遭受重创 赵一凡惊恶之余不见暗寸道 古修怎么会在半月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畔 师弟 我是你隔壁闭关室的白酒粮师兄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闭关了这一个月的时间 难道半月宗和古修全面开仗吗 现在古修在半月宗如此乱来 不用想啊 肯定是古修胜了 赵一凡脸色微变 同样以传言入密之法说道 师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古修既然已经闯入半月宗 说明半月宗已经没有我派弟子 古修想要赶尽杀绝 我等自然不能左影待毙 洞口的阵法之上 出现了一道镜面的裂纹 赵一凡当即用灵气包裹住全身 顿地而下 他原本是打算直接逃走的 可是突然又折了回来 来到了隔壁的闭关室 师兄 可愿意随我离去 赵一凡对着白酒梁伸出了手 白酒梁看了一眼 露出地面的那只手 没有任何犹豫握住了他的手 下一瞬间 白酒梁猛的一惊 整个人被直接拉住了地下 当看清身旁的师弟的时候 白酒梁不由得微微一愣 师弟 莫非你便是赵一凡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 以数根在前方开路说道 师兄莫非认识我 白酒梁苦笑了一声说 哎呀 数月前你打扰贵害师兄修炼 那时我几个好友找上我 决定要好好教训你一份 更是带来你的画像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说道 原来是这样 不知白师兄打算如何教训我 白酒梁听了这话 翻了翻白眼 赵师弟呀 你就别打去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赵一凡摇了摇头 说道 我只知我闭关了一个月 醒来之后 古修便进入到了半月宗 徐卫央师姐 极有可能被逍遥真人掳走了 徐掌教为了救回她的女儿 或许跟古修全面开战了吧 可惜 似乎是失败了 白酒梁听了这话 点了点头 面色如常 赵一凡也自然能够理解 许多修行者加入半月宗 实际上就是为了古街山的陵缘而来的 半月宗被古修给灭了宗 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少了一个不错的修炼地点 修炼地点嘛 再找就是了 什么宗们荣誉啊 什么种族仇恨呢 极少有人为此伤心的 能够修炼到归原境境界的大修 哪个不是人中龙风指挥过人呢 有些东西自然十分好取舍嘛 当然了 归原境界的大修也并不全是聪明 只有极少一部分的蠢蛋 白酒梁微微一笑说道 实际啊 这半月宗看来是彻底的完了 不知道实际王后可有什么打算 你我也算是有缘 不如一起重新去另寻一处宗们发展 怎么样 赵一凡哼了一声 然后突然向上方冲去 两个人不长时间就出现在地面之上 赵一凡回头朝身后看去 说道 白师兄 若是你想要再另外寻一处宗门 你便自己去吧 师弟就不相陪了 这半月宗被人破了宗 也不知道苏灵雪苏师姐他们怎么样 如今整个古修更是把整个古界山都占领 有太多未知的事情需要去了解 更何况赵一凡也并不打算就这样离开这里的 半月宗被人破了宗 这也更说明古修的强大 那逍遥真人连龟海师兄都不是他的对手 赵一凡想报仇 贪何容易啊 白酒梁来到赵一凡的身旁 双手还凡 他跟他一同看向远处的古界山说道 师弟 莫非你对着半月宗还有所留恋不成吗 赵一凡说道 我在半月宗内结识了不少好友 也不知道他们如今下落如何 或许他们被古修抓走了 此刻正在地牢内被古修们折磨 师兄 恕师弟不能相陪了 我必须要赶回去确认一下 白酒梁一把拉住了赵一凡 哎呀师弟 你莫非是疯了不成吗 现如今的形势一看便知 那古修恐怕是清朝而出 否则半月宗又怎么可能被轻易破了宗呢 就算你的那些好友还活着 而且被古修关在地牢内折磨 以你一人之力又怎么可能把他们救出来呀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说道 事事难遇了 谁说的准呢 我还是要回去 白师兄 请回吧 话音一落 赵一凡将灵气裹住全身 入地而下 白酒梁猛的一激励 也跟着跳了下去 赵一凡疑惑的回头说 白师兄 你这是 白酒梁黑黑一笑说道 赵师弟 若不是你 或许我还没有办法轻松地逃脱 我看你这人不错 但是你一个人又太过危险 我要是跟着你 倒也可以为你捡些些许的负担 就当是回报你救我一命的恩情吧 赵一凡一听白酒梁这话 都是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说 那既然如此 那白师兄便跟我一同去吧 只是到时候若是发生了什么危险 白师兄大可自行离去 莫要管我 白酒梁微微一愣 一脸意外地看着赵一凡心里暗存说 这赵师弟莫非是对自己的实力十分的自信 先让我走 莫不是怕我连累了他吗 一个时辰之后 赵一凡微微从土中露出了半个头 看向前方的高山 那高山之下的山坳后面就是地牢所在的位置 赵一凡重新顿入了土中 然后以七彩琉璃的树根遍布四周 白酒梁看得是一阵心惊 这是道心的力量 没想到赵师弟已然是道心通明了 真是难以看出来呀 赵一凡很快便在地下 开辟出了一条七通八达的地道 随后继续深入 直到赵一凡找到先前在地上留下的那个地洞的洞坑 他突然停了下来 以传言入密之法 对身后的白酒梁说道 白师兄 前面有人 白酒梁微微一里 放眼望去 那漆黑的通道之中 哪里有人呢 或许是古剑山地势的原因 人族修行者的神念 无法释放出去太远 而一个人的修为境界 更是代表了他的神念强大 这白酒梁虽然没看到人 但是赵师弟说前面有人 他自然不会怀疑 道心通明者的神念 或许比他这种普通人族修行者要强大得多 赵一凡所立之处的面前 竟是一瞬间多出了十把飞剑 他目不斜视 仿佛已然是锁定了他的猎物一样 下一刻 赵一凡体内灵气突然一阵的急转 然后一掌朝前推了出去 十把飞剑顿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细响 化身十道黑色的闪电 朝着前方暴力而去 这片刻之后 赵一凡伸出右手 轻轻的双指一勾 十把飞剑又重新飞回他的身旁 那剑身上已经染了血迹 再看赵一凡的神色 显然是已经成功的击杀了前方的骨修了 白酒梁在旁边看的眼睛瞪得挺大 心里暗闪着赵师弟真果断 贱人就杀毫不留情 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 这好像如同吃饭饮水一般自如 此时的白酒梁隐隐有些后怕 幸好当初没答应他那帮湖旁狗友 要去一起教训赵一凡呢 赵一凡自然不知道他想什么 以传言入密之法说道 白师兄 从现在开始你尽量不要说话 也不要动用灵气 紧跟我身后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等我 虽然赵一凡喊他为师兄 可是此时此刻白酒梁哪里敢成他这一声师兄啊 嘴角抽出了一阵 白酒梁还是压低了声音说道 赵师弟 我怕我坏了你的大事 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回去 你快去快回 赵一凡点了点头 随后一往无前地朝着前方黑暗的地洞中走去 只片刻之后 赵一凡缓缓地探出了头 目光朝着四周围看去 之前被他破坏的铁笼都已经恢复了原状了 铁笼内此时也关押着不少人族的修行者 或许是上一次地牢被人潜入的原因 现在地牢内的古修看守数量足足增加了两倍之 两名古修拖着一名刚经历严行拷打浑身是血的人族修行者走了过来 赵一凡吓了一跳 连忙一锁头 随后随便选了其中一个地龙 从地下缓缓地又冒出来 这个铁笼内的人最是多 大多数已经经过折磨了 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已只剩下了半口气 此时铁笼中的人族修行者各个精神萎靡 他们更没有发现铁笼之内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人 这处地方是叶极佳 赵一凡躲在一个人族修行者的身后 目光在场内迅速地环视了一圈 很快他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人了 苦海师兄 今次一人相熟 赵一凡又四处寻了一眼 发现附近都是陌生的面孔 也不知道其他相熟的人都怎么样 定了定神之后 赵一凡再次潜入了地下 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再上去 而是用一根树根缠住了苦海的脚踝 苦海猛地惊醒了 一伸手抓住了树根 当看到这是一条树根之后 苦海猛地瞪大了眼睛 眼眶一红 竟有一种想要哭出来的感觉 就算是被古修折磨得死去活来 他也从未流过一滴眼泪 说过一句求饶的话 可是当他看到这条树根的时候 他忍不住了 他认的这条树根是赵师弟来救他了 苦海所立之处 顿时下陷 将他整个人拉了下去 随后无数条树根将洞口堵住 这一个人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 片刻之后 赵一凡一把扶住了苦海 苦海那肥术的身子撞在赵一凡的身上 反而被反弹的后退了好几步 苦海看见赵一凡再也蹦不住了 雷如泉勇一般更业的说道 赵师弟 你来救我 从今以后 我的这条命就是你的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赵一凡急忙稳住了苦海的情绪 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一道混元之气 送入了苦海的体内 苦海浑身上下 顿时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虽是一句话都没说 不过看向赵一凡的眼神 却是充满了感激 赵一凡此时以传言入密的方式 说道 苦海师兄 为何半月宗和古修开展 你们不来找我 我或许能够帮上一下忙啊 苦海同样以传言入密之法说道 赵师弟 你得了那太原金丹 急于炼化药力 我们哪里敢找你 其他人得知了这件事之后 也都不敢打扰你了 赵一凡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的确 他炼化太原金丹之时 若是中途打断 那药力的效果可就得减半 赵一凡接着问道 到底是怎么了 苏师姐呢 龟海师兄呢 苦海舔了舔嘴唇回 师弟 你怎的不去问说西风哪去了 赵一凡从苦海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闪过了一抹仇恨 他心里想了一下 明明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他说 罢了 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 地牢内的骨秀太多了 若是一下子太多的人消失 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我只能先救你一个人 其他人我再想办法 先离开这里吧 苦海点了点头 跟着赵一凡沿着地洞 快速地离开了此地 白酒梁看到赵一凡回来 身后竟然还带了一个人 不由微微一惊 和尚 苦海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白酒梁 你怎么在这儿 赵一凡看了一眼 他俩认识啊 你们俩互相认识 白酒梁万没想到 赵一凡竟然真的从地牢之中 救出了一个人回来 四周动静不大 显然是并没有被发现 暗探赵一凡手段不凡的同时 又发现所救之人 竟是他曾经的好友之一 苦海 白酒梁现在对赵一凡 真是佩服得五体套地 白酒梁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三人达成一致 一个时辰之后 三人离开了古街山 来到了南处的一座山谷的洞穴之中 苦海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背靠着石墙 感叹地说道 我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 赵一凡和白酒梁 这是来到苦海的面前 还没开口 苦海自然知道 他们俩是满肚子的疑问 只听苦海长叹了一声说道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我慢慢跟你们讲吧 两位师弟 自从赵师弟闭关之后 徐掌教召集了所有 桂园五层以上的弟子 决定跟那群古修决意此战 记住那些古修毫无防备 自然是被我们打得落荒而逃 可是第二天 逍遥真人带着数百的古修 又杀了回来 半月宗的弟子 哪里见过这种战士 他们被古修连续攻打了几天之后 一个个都认为再打下去 半月宗迟早会被捣破山门 唉 本就是仇无良策之计 结果一夜之间 半月宗竟然直接走了大半的弟子 我们人数减少 古修的进攻由日夜不停歇 最终擅强被迫 古修们直接杀了进来 我和朔西风掩护苏师姐他们先走 并且约好在南三百里外的龙杏城回合 结果苏师姐他们倒是走了 我和那牛鼻子 却被二十多名古修给包围住 那牛鼻子 趁着我用金箔抵挡古修进攻之时 竟是直接扔起我宝了 林宝之间更是打了我一掌 那该死的杂毛 我下次再遇到他 一定杀了他 赵伊凡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很难相信朔西风会在危难关头 伤害苦海 依此来求活 但是在那生死存亡之际 或许脑子一热 为了活下去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赵伊凡不想在这件事上多费口舌 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是白酒梁一脸好奇地问道 和尚 你说那个牛鼻子 是不是经常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老道啊 苦海点了点头 满眼的愤恨 除了他还有谁 白酒梁微微挑了挑眉 点了点头 他倒是什么也没说 显然是早就见惯了这种场面 他回头又看了看赵伊凡 心里暗寸这小的真是个奇葩呀 当然了 没有他 郭海也不可能从那种地方逃回 赵伊凡略以思量 随后说道 区长教和贵海师兄他们呢 郭海文言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一开始就被捉进了地牢 外面的事情也不是很清楚了 不过活在地牢里没有看到贵海大师兄和区长教 也没有听到那些该死的古修提及这二人 多半是跑掉 以他们的身手 若想走 谁又拦得住 白酒梁一听这话 哈哈 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徐道义也不是什么好柄 关键时刻跑得最快 赵伊凡总算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解了个七七八八 随后哭叹了口气 若不是那徐道义想从段月峰的手里拿回那把钥匙 也不会想出救人的这个计划 看来段月峰到最后也没有把钥匙交给徐道义 若真是给了徐道义 或许徐道义就用他来交换徐卫秧了 之后也不会再出现这等事情了 也不知道段月峰为什么要拿古修的那把钥匙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段月峰自己才知道 如今半月宗灭了宗了 赵伊凡的处境也变得艰难起来 原本是打算接触半月宗的力量 没想到半年不到 这半月宗竟然踪毁人亡了 赵伊凡思来想去没有什么良策 看向苦海说道 明天天一早 我们去龙兴城 你先聊伤吧 苦海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 而这个时候 白酒梁对赵伊凡勾了勾手指 两人出了动脉 白酒梁对着苦海挑了挑眉头 说道 赵师弟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这徐道医都给跑了 古街山估计已经被古修所占领了 咱们往后可别想享用陵园了 你还是跟我另寻一个宗门为好 赵伊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 白师兄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古街山在没有半月宗的时候 人族的修行者 也时常会前往古街山 而半月宗成立之后 不少修行者纷纷加入 跟其他人一起对抗古修 并且打下了半山 一直发展至今 一个半月宗没了 就会有第二个半月宗出现 我想 用不了多久 还会有不少的人族修行者 前往古街山 而且 那徐道一的女儿 在古修的寿中 他又怎么会这样一走了之呢 或许是去请救兵了 过不了多久 古街山 或许将会迎来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白酒梁艰难地吞了口拖 对赵一帆竖起了大拇指 赵师弟啊 你可真是神通广大 我只是以为半月宗晚了 宗主跑了 只想着赶紧找下一个宗门来投靠 你却能推算出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哎 对了 若是那徐长教真的找来了不少实力强大之人 或许到时候他会重新召集一批人马 再重新杀回去 师弟 莫非你等的是那一刻吗 赵一帆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这话 拍了拍白酒梁的肩膀 说道 白师兄 不早了 早先休息吧 白酒梁想了一想 拱手说道 赵师弟 休息上早 不过 师兄是个职场子 有几句话不突不快 我十分欣赏你的为人和处事 我也不煽动你跟我去另寻宗门了 以后 我便常办你的身侧 做一个生死兄弟 怎么样啊 赵一帆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 白师兄 我尚还不了解你的为人 你便要跟我做生死兄弟 未免太快乐一些 那苦海和朔西风原本关系极好 谁又曾想到 在生死关头 西风打出了那一场 彻底破碎了 和苦海兄弟之间的那层情意 这种事情 师弟我看的也太多了 白师兄 还是让我先考虑一下吧 白酒粮哈哈一笑 嘿嘿嘿 赵师弟 你放心好 我白酒粮虽不是什么君子 但是也不是这等小人 关键时刻 绝技做不出这等事情 如果我光是拿嘴说 你也不会相信 那就先不做兄弟 让我跟着你好了 赵一帆微微一笑 说道 白师兄请自便吧 师弟先去休息了 白酒粮眼底闪过了一谋无奈 看来想得到这赵师弟的信任 怕是没那么简单 刺日天明 赵一帆苦海跟白酒粮三个人 出了洞穴 离开山谷 直往龙兴城玉空而去 不到万针茶的功夫 三个人玉空往下看去 看到下面的一幕 顿时让三个人喜上眉梢 之间下方的龙兴城之中 突然多出了不少归原境的大修 更有不少归原境大修 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把龙兴城这个小城 堵得是水泄不通 徐道一和龟海二人 更是站在城楼之上 好像正在说着什么 师兄 是长教和龟海大师兄 苦海这个时候 竟然直接改口称呼赵 赵伊凡为师兄了 这让赵伊凡多少有些不适应 赵伊凡微微一笑说道 苦海师兄 你还是称呼为师弟吧 你我之间差着境界 你换我师兄 岂不是乱了备份 苦海听了这话 老脸一红 说道 哎 我这条命都是你给救的 我喊你一声师兄又怎么了 不过你若是不愿意 那我还是喊你师弟啊 赵伊凡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白酒梁这个时候插话说道 行了 别师兄师弟的了 咱们赶紧下去吧 白酒梁说完 对着赵伊凡微微一笑 赵师弟 你先请 赵伊凡心里顿时有一种 哭笑不得的感觉 只好率先降低了高度 赵伊凡此时在中间 白酒梁和苦海各自站在左右两侧 好像那左右护法一般 将他簇拥在中间 赵伊凡落在了地上 抬头朝着城楼之上的长教 和龟海大师兄望去 而此二人这时候也看着了赵伊凡了 龟海大师兄一脸的惊喜 对着赵伊凡喊道 赵师弟呀 没想到你竟然没事 快快上来 徐长教看到赵伊凡也是微微一喜 但是他这抹喜悦很快被他收起来了 赵伊凡一跃而起 来到二人的身旁 说道 弟子见过徐长教 龟海大师兄 龟海先是一叹说道 哎呀 师弟呀 没想到 那日一别再见面 就是在这龙兴城了 好在你没什么事啊 徐长教深深看了赵伊凡一眼 半月宗现在如何了 赵伊凡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回长教 半月宗此刻已经被古修占领 古修正在攻打闭关时 弟子也是在闭关时被外面破阵的声音所惊醒 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 这才逃了出来 徐长教一脸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他突然发现了人群之中的苦海 于是又问道 我记得苦海好像是被古修们捉去了 说完这话 他意味深长地看向了赵伊凡 赵伊凡只好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给说出来了 徐长教听完之后 一脸赞许地点了点头 说道 苦海能有你这么一位师弟 也是他的福气 对了 伊凡你可曾见到我一样了 赵伊凡摇了摇头 说道 弟子反复确认了 地牢中的那些人 并没有发现未央事件 或许是被关在其他什么地方 刚说完这话 他就看见龟海对他使了个眼色 赵伊凡多聪明啊 马上指着了话头 不再说了 可旁边的徐长教却是轻笑了一声 说道 龟海 你莫要拦他 其实我是知道的 以未央的性子 绝不会苟活于世上 但是我做父亲 还是盼他活着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召集他们来此的目的 徐长教说完 向前迈了一步 冲着城中 朗声说道 首先 欢迎诸位远道而来的道友 能够来此 乃是我徐导义的荣幸 城墙下方是人头攒动 纷纷开口说道 徐道友我们都听出了 那些古修破了半月宗 或许下一步就会对其他地方的人族修行者出手 我们此来便是祝你夺回半月宗的 嗨 那古修自视甚高 从未将我人族修行者放在眼中 我早就想会一会他了 只是若我们驻徐道友夺回半月宗 不知道古界山的陵园该如何分配呀 哇 一时之间 城下是乱成一国周 人群熙熙攘攘 喊什么的都有 徐道一轻笑了一声 诸位 乃且少安勿躁 由我来解答你们的疑问 相信诸位能够来此 多半也都是为了那陵园而来 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我徐道一再次立誓 只要诸位能够协助我夺回半月宗 古界山上的陵园 随你们抢用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想要享用陵园 那就必须拿古修的诗身来换 小陵园 一座古修诗身一天 中型陵园 三具古修诗身一天 大型的陵园 十具古修的诗身相拥一天 徐道一这话一出 下方的人族修经者 纷纷瞪大了眼睛 这个举东山好啊 这样就不用再加入半月宗了 更不必背叛自己的诗门了 只是单纯拿古修的尸体 来换取陵园使用时间啊 在场的不少人族修行者 都是有门有派之人 他们虽然窥视这个古界山的陵园已久 可是半月宗那是占领了半山了 想要使用陵园呢 就必须得加入半月宗 可是现在又不一样了 陵园用古修的尸体就可以换 徐道一画音刚录紧接着又说道 不过我更希望所有的人族修行者同胞 能够同心协力 彻底将古修灭绝于世 如此一来整个古界山的陵园 都为我人族修行者享用 而且有一个关于古修的秘密 今日我也要公开在此处 相信这个秘密 定会彻底颠覆你们对修行者的认知 这话一出 底下可就静了 所有人大眼瞪小眼 都纷纷期待着徐道一继续往下说 徐道一倒也不卖关子 微微一笑 古修进地处 有一扇古门 你们可知那扇门通往何处 那扇门据徐某所知 或许是通往灵界 灵界是什么地方 祝长生之地 哼 这个消息啊 好像一个巨大的炸弹 扔向了人群 闻者纷纷瞪大了眼睛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赵一凡听到这儿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徐道一说出这个消息 那目的自然是为了怂恿人族修行者 彻底的灭掉古修 然后拿到那扇门的权利 可是他就丝毫没有提进入那扇门 还需要一把钥匙 徐道遥 你说的可是真的吗 这事情真有灵界吗 应该是真的 我也听说类似的传闻 就说那扇门就在古修禁地 嗯 我也听说了 不过今日从徐道遥口中听到这句话 看来这事是真的呀 徐道一接着说道 我曾经和一位师弟冒着生命的危险 潜入古修禁地找过那扇门 而且我等也确实找到了那扇门 可惜却被古修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我的师弟为了掩护我离开 哎 他死在了古修的禁地之中 说到动情之处 徐道一悲叹了一声 流下了一滴泪水 转而顺手擦去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差点没笑出声了 你师弟 段月峰 那就是被你所害 你还好意思在此假惺惺的流泪 哎呀也不知道段月峰现在什么样 徐道一可不管赵一凡怎么想 正了正神色继续说道 周围 明日清晨我便带你们去半月宗 跟那群古修决意死战 只要能够夺回半月宗 我们便可以继续往古界山进发 届时一步一深入 将那群古修赶出古界山也只是事件的问题 届时打开古界大门 想要去灵界的道友便可自行前往 若是不想去 也可在这古界山抢拥陵园呢 徐道一可以说 直接对着场内的这些古修 抛出了两个巨大的诱惑 几乎都是郑重个人的下怀呀 虽然场内没有出现什么 振臂高呼的场景 不过从下方所有人的脸上 都不难看得出来 他们对此事是极有兴趣的 明日便是人族修行者 攻打半月宗之时 看来形势发展 比赵一帆预料的快很多呀 徐道一从城楼上下来了 对着桂海说 桂海 随我去见几位大人物 一帆 你与住在九楼之中的苏灵学可认识吗 若想要找他们便可自去 赵一帆点了点头 说道 明日我也会随诸位大人前往半月宗 希望到时候 不会给大修们拖后腿 徐道一听了这话 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桂海走 赵一帆回到了苦海和白酒梁的身旁 说道 徐掌教告诉我 苏师姐就在城中的酒楼内 我们赶快去找他们吧 白酒梁一脸羡慕地说道 哎呀 赵师弟 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 你竟然能够跟徐掌教和龟海师兄并肩作战 即便是场内没人提问 相信你在诸位大修心目中 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呀 应该多利用此次机会 多及时几位大修才是呀 赵一帆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白师兄 师弟我至不在此 即便真的 结交到了几位不错的好友 也不过是君子之将 没有意义的 苦海听了这话哼了一声 嗯 小白的 看见没有 这就叫禁忌 以后你那些搜主意 少说一点 白酒梁听了苦海的嘲讽 哼了一声 但也急忙跟上苦海和赵一帆的脚步而去了 狮子大街上 人来人往 赵一帆来到浮华酒楼的门口 还未进去 就看见迎面走出来的苏灵雪了 苏灵雪看到赵一帆千世一惊 随后急匆匆抢不而来 赵师弟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帆身后的苦海却是怒吼了一声 直接朝着苏灵雪身后那朔西风掠去 嘿嘿 老砸毛 我杀了你 朔西风脸上的笑容瞬间戛然而耻 没想到苦海竟然没死 当下体内的灵气一阵急转 二人在酒楼的大门口 直接对了一掌 一股强大的由灵气凝聚而成的气流 瞬间将四周的桌叶板凳都冲到了墙角墙壁上 整个地面更是被吹得光涂涂的 连一粒尘土都没有留下 苏灵雪被眼前这一幕变故给惊呆了 他惊愕地说道 苦海 你却还活着 朔师弟说 你已经死在骨袖手中了呀 苦海冷哼了一声 苏世杰 我当然没死 不过也差点了 若不是赵师弟舍命救我 我如何能回到你的身边 揭开此人仇恶的嘴里 朔西风心虚呀 黑着一张脸说道 苦海 若不是我先你一步 或许你将会踩着我的尸体逃顿 我只是比你先动了手而已 你给我急个什么 苦海听了这话 怒从心头起 哼 我岂会做出你这等小人情景 老杂猫 今日我电视了你 那命来 朔西风看到苦海是步步紧逼 瞳孔一缩 眼睛一立 好 兔驴 我给你这个机会 还不快住手 苏灵雪盛怒之下 一股可怕的寒气 自他体内涌出 席卷当场 苦海和朔西风二人瞬间被冻成了冰雕 整个酒楼也是轻刻之间布满了悬霜 厂内的温度在一瞬间达到了一个极寒状态 众人大惊失色 急忙往后退去 只见苏灵雪的身后漂浮着一道白色的女子身影 那身影与苏灵雪有几分相似 浑身散发着可怕的寒气 苏灵雪眉头微微一竖 将道心之力收了回来 朔西风和苦海二人顿时贪坐在地上 苏灵雪怒斥道 我知你二人心中都存在这些矛盾 可若是让你们再次打斗下去 岂不是坏了学长教的大事 龙兴城不是什么大城镇 那苦海和朔西风都是归原境的大修 若是洞真格的在此地厮杀 凭二人不相上下的实力 恐怕整个龙兴阵都要遭殃 苦海冷哼了一声 说道 牛鼻子 我事业做梦都在找你 我要把你杀了 我劝你现在最好马上离开龙兴城 否则我找这机会定战不饶 苦海的修为明显要高过朔西风 朔西风听了苦海这份言论 眼神微微一动 看了一眼苏灵雪 又看了一眼赵一帆 眼眸之中闪过了一抹绝绝之色 竟是直接扭头走了 看到了这一幕 苏灵雪这才长舒了口气 随后走向苦海说道 苦海师弟 你和硕师弟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硕师弟真的对你按下杀手 苦海猛地攥起了拳头 说道 那日世界离开之后 我跟那牛鼻子也正要逃走 谁知一瞬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了许多的骨羞 一下子就把我们围住了 若是那时那牛鼻子跟我河里逃跑 我只需将尖拨扔出便可离开 大不了就是丢掉一间灵器罢了 可是那牛鼻子二话不说 他给了我一场 开死他 我定要找到他 把他杀了 苏灵雪听了这话 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行了 事已至死都说有无意 你跟朔西风之间的事情 我不会再插手 随你们去吧 只是眼下 我们的敌人是骨羞 苦海师弟 还是将心中的仇恨稍稍压下 先解决眼前之事才是 朔西风走了 苦海的气自然也消了大半 当下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而此事也算是告一段落 苏灵雪抬头看向了赵一帆 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说道 赵师弟 你回来就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赵一帆面带微笑说 苏师姐 看到你们没事 我也放心了 苏宁师妹呢 苏灵雪笑了笑说 宁儿也没事 只不过时常惯念着你呢 你回来了 他自然也会高兴起来的 来 先进屋再说吧 赵一帆点了点头 片刻之后 几人来到了酒楼天子一号房之中 在场的人都是相互认识的 打了个招呼之后 各自找位置坐了下来 苏宁站在了赵一帆的身旁 轻声说道 师弟 不 我现在又称呼你为赵师兄了 赵师兄 看到你没事 我真是太开心了 赵一帆点了点头 苏师妹安静的坐会儿吧 苏宁一脸乖巧的点头 虽是落座 可是眼神却依然停留在赵一帆的身上 苏灵雪看到这一幕 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冲着众人说道 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到了许长教之前 在城楼之上所说的那些话了 明日他将会带领五湖四海而来的修行者们 攻打半月宗 而我们这些半月宗的弟子们所需要做的 却并不是参与攻打半月宗 而是另有其他安排 苦海一脸的疑惑 苏师姐 那徐长教希望我们去做什么 苏灵雪微微一笑说道 徐长教命我们潜入半月宗 看看有没有躲藏在暗处的半月宗弟子 若是有便马上就回 而且特众点名去往炼丹坊和炼骑士 看看有没有遗留的东西 并且将它们全部带回 苦海听了这话点了点头 嗯 看来徐长教也担心 并不可能一下子打下半月宗啊 赵一凡这是开口了 苏师姐 半月宗的弟子 不会就只剩下我们了吧 苏灵雪听了这话 一阵的苦笑 全大部分的弟子们 都已经逃离了半月宗 其他的死的死生的伤 还有的在古秋的地牢 引下半月宗的弟子 的确就只剩我们几个了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跳 显然对于这个信息 感觉到十分的震惊 几千人的大门派 现在就只剩他们几个人了吗 记得之前去那地牢 那地牢里似乎还关着数百人呢 半月宗这一次的损失真是惨重啊 苏灵雪微微一笑 说道 赵师弟 徐掌教命我安排这次计划 苦海师弟 白师弟 宁儿 还有赵师弟你 我们有六个人 不如分成二人一小队 各自再潜入半月宗 你觉得我这个师姐的想法如何呀 赵一凡点了点头 接着说 嗯 去救人 自然是人越少越好 而且还是暗中行动 这一分配 倒也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 我觉得六个人还是太多了 苏灵雪听了这话微微一愣 疑惑地问道 啊 这 师弟 你的意思是六个人还是太多了 那你想要几个人去 苦海这时开口说道 赵师弟说的不错 哎 潜入半月宗的那些骨修眼皮子底下救人 人数自然是越少越好 而且前驱之恩必须能够独挡一命 有勇有谋 否则十分容易破坏整个计划 赵师弟的意思 或许是他打算一个人去呀 赵一凡点了点头 他说 苦海师兄算是说对了一半 不过 我不会参加你们这一次的救人行动 众人听了这话 一阵的哗然 纷纷看向了赵一凡 苏灵雪疑惑地说 师弟 你 你不参加这一次的救人行动 那 你打算做什么 赵一凡面带微笑 回答道 我打算跟许长叫他们 正面攻打万月宗 苏灵雪的一双眉毛 微微一转 好像是知道了什么 苏灵微微皱起了眉头 结果话茬问道 赵师兄 那样多危险啊 你还是跟姐姐他们一起去救人好了 赵一凡轻哼了一声 苏灵师姐 倘若人人都只求自保 只会让那些古修们气焰更加嚣 更何况 我来办月宗 也只是单纯为了此地的陵园 许长叫已经开出了架码 一鸣古修的尸体 可以享用一处小型灵犬的使用一天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 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 外面如此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大秀 他们岂会落于人后 赵一凡这话也出 苏宁微微憋了憋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而苏灵雪则是深深地看了赵一凡一眼 说道 赵师弟说得不错 以后灵远将会越来越珍惜 并且不可能人人都能够享用得到 赵师弟打算趁此机会多杀几名古修 来换取灵远的使用权 也是情有可原 那既然如此 我们便将赵师弟排除在计划之外好了 赵一凡拱了拱手 说道 多谢师姐理解 其实也并不是赵一凡自私 绝大多数人心中都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他们是不敢说出来的 赵一凡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反而更加能够得到在场这些人的敬重 次日天明 赵一凡和苏灵雪等人分开 朝着城楼处走去 龙兴城外的天空上 各式各样的飞剑悬浮在半空 被那些大修们踩在脚下 场面十分的壮观 龟海大师兄早就看到了朝此处而来的赵一凡 连忙挥了挥手说道 赵师弟啊 快过来 赵一凡点了点头 一愈而起来到龟海大师兄的身旁 问道 师兄 这是准备前往半月宗了吗 龟海点了点头 嗯 没错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要出发 张教已然在前方带路了 我们跟上便是 此时此刻 数百名归原境五层以上的大修 欲空飞行 这个画面恐怕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得到 一注香之后 所有人都来到了半月宗山门前的空地上 古修们似乎也得到了消息一样 竟然早就在山门前聚集了 双方就这样对峙的 徐道一本来境界就在龟原境九层 此刻他身旁多了两名好友 修为也都在龟原九层的境界左右 赵一凡看着徐道一身旁那两个老人 脸色微变 龟原海好像是发现了这一点 说道 赵师弟 其实我们过来只不过是撞着声势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动手 徐长教和他身旁那两位好友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些古修 赵一凡疑惑地问道 师兄 不知那两位高人都是谁 龟原海看着徐道一身旁那位老太龙中 却是精气神十足的老道 说道 那位道壮大半的老前辈 名叫玄坤真人 他手中有一把飞剑 名为五雷天竹剑 此剑一出无人能当 哪怕是徐长教 每每弹起这柄飞剑 都是脸色大变 心生敬畏之意 全因那五雷天竹剑乃是由万年雷主所制而成 再加上玄坤真人那聚集天下至宝 再加上这五雷天竹剑之中 便使得这威力大增 不仅可以破坏任何的法宝钢盾 对世间的邪髓之物更是有强力的克制效果 堪称是古界第一飞剑哪 魂气 赵一凡略为惊愕地问道 龟海点了点头 嗯 教师弟好眼力 的确是魂气 或许那品质高出了魂气 而另外一位老前辈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龟海艰难地吞了一口唾 继续说道 徐长教身旁那位红美道人 本身境界已达到了贵远九层后期的境界 而他的金无道心更是威力无情 一挥手便可将方圆十里化为一片活海 不过今日恐怕是看不到了 若是他一出手 这半月宗恐怕顶刻之间就得被烧成灰烬 到时候别说夺回半月宗了 恐怕半月宗在哪都找不到路 龟海说完了这话 满脸兴奋地看着徐长教身旁那位玄坤道人 说道 我在心中一直以玄坤道人为我的榜样 倘若不是徐长教亲自请他出山 或许我此生都难以再见五雷天竹剑出世的那一天了 赵师弟啊 你一定要睁大眼睛 我要错过任何一刻 能够让龟海大师兄都如此兴奋 想来那老道人的飞剑或许确实是要过人之处的 赵一凡这时看向半月宗的山门口 在那山门口处也站着一位浑身血袍 眼神犹如阴损一般的老者 子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浑浊的黑气 煞气冲天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茬 龟海微微皱了皱眉 说道 赵师弟 站在门口那血衣老者便是逍遥真人的徒弟 名叫陆远山 也是个十分棘手的角色 归远七层的境界 而且也传承了逍遥真人的武煞见诀 十分的难缠 赵一凡注意到 镇守在半月宗山门前的这些古修 境界最低的也在归远五层的境界 接下来的战斗 他恐怕是没法插手了 徐长教淡淡地扫了远处的陆远山一眼 说道 又来了你们几个废物 你们的人黄呢 陆远山冷笑了一声说道 对付你们这些蝼蚁 何须人黄亲自出马 何况人黄之名 岂是你这等蝼蚁之辈可以知乎的 还不马上下来受死 龟海听了这话 咧嘴一笑 哈哈哈哈 赵师弟 那人黄便是古修之手 说实话我也从未见过 不过我听说 他是所有古修当中实力最强的存在 赵一凡对这些兴趣评评 他时不时的环顾四周 现如今古界山一事闹得如此之大 并且徐长教号召五湖四海的大修们来此 即便是再偏远的地方 应该也能够听说这里发生的事情 那他的宝贝徒弟赵八两自然也得知这个消息 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见到八两 想到了八两 赵一凡挤了紧拳头 无奈地长叹了口气 龟海微微一笑说道 赵师弟 你何须叹气 只要能夺回半月宗 以你的年纪 在这古界山总有那么一天 也能达到如此之高的境界 龟海应该是误会了赵一凡心里所想 赵一凡也懒得跟他解释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徐长教 徐长教 听到之前那血衣老者的话 脸色微变 冷笑着说 好一个苦秀 口口盛盛 称呼我人族修行者为蝼蚁 今日本教就让你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蝼蚁 徐长教说完 对身旁的玄坤道人微微拱手 说道 还请玄坤师叔 能够出手教训教训资料 以撞我人族修行者的士气 玄坤老者点了点头 向前踏出了一步 此时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玄坤老人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生怕一不小心 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 只见那玄坤老者 俯视着下方 单手一翻 一把闪烁着紫色雷光的飞箭 在他掌中逐渐变大 此间一出风云变色 天空之中雷鸣电闪 此方的黑云狙击在此 古世界原本是不存在黑夜的 今日却因此剑出世 惹得四方云洞 遮天蔽日 不少修为低位的 归缘五层以下的修行者 身体竟是不由自主的 开始颤抖起来 脸色也逐渐开始变得苍白 哎呦 这就是无雷天竺飞箭吧 果然是霸道无比 此间一出天地色变 这下子古秋算是完路 恐怕那古秋的人黄来死 也挡不住玄昆真人这一剑 听到众人的夸赞 玄昆真人冷哼了一声 将那飞箭往空中一抛 天雷滚滚而落 赵一帆往他一激励 拉住身旁的龟海大师兄说道 走 龟海猛地瞪大了眼睛 他万没有想到 这天空之中的天雷 竟然是直接朝着他们所处之处批来 绝大多数的归缘境的修饰 都是毫无防备 直接被天雷劈中了肉身 浑身冒着黑烟朝着地面上落去 一时之间整个场面变得混乱无比 天空之中不断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惨嚎之声 赵一帆此刻和那龟海大师兄已经顿入了地下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简直让他们不敢相信 这玄坤道人竟然利用五雷天竹剑攻击了他们这些人族修行者 龟海大师兄一张脸 仗得比西红柿还红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玄坤这人为何会攻击我人族修行者 最为震惊的是旁边的徐道一 徐道一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玄坤 怒声赤道 石兽你这是干什么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站在半月宗门前远处的陆远山 这时缓缓的来到玄坤真人的身旁 一脸不屑的看了一眼徐道一说道 哼老乙就是老乙竟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好了 你玄坤师叔早就是我古修的人了 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年之前 明白吗 什么 徐道一听了这话 眼睛瞪得像牛蛋那么大 伸手指着玄坤哆哆嗦嗦的问道 师叔 你 你竟然投靠了古修 比你的修为精进 你何须投靠那古修啊 玄坤淡淡的说道 陶义啊 你不会明白的 任皇掌握着前往灵界的那一扇门 嗯 难道你不知道吗 徐道一听这话 紧咬着牙关 他怎么会不明白啊 就是因为明白 才要把古修们全部灭掉 抢到那扇通往灵界的大门呢 玄坤摇了摇头说道 玄坤摇了摇头说道 带我修为达到阵线境界 便可为我打开灵界之门 这等的诱惑 若是你能够抵挡得了吗 徐道一听了这话 没有解茬 的确啊 这种诱惑 谁能扛得住啊 此时此刻他也逐渐意识到 他似乎在走段月峰的老路 那段月峰偷走了灵界大门的钥匙 为此更是引发了两族之间的厮杀 妄想要毁灭古修 他对段月峰的想法是十分不屑的 没想到今日却走上了师弟的老路 更是遭遇了师叔的背叛 他早就应该想明白啊 诗人谁不想长生啊 而古修却掌握着飞往灵界长生一路的大门 最终人族修行者都会对古修低头的 哪怕是修为境界如此之高的玄坤道人也是如此 洪梅道人这个时候也从徐道一的身后走了出来 说道 徐道一 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何会投靠古修 而要为何还留着你这条性命 没想到连洪梅道人也投靠了古修 徐道一脑子转得飞快 摇了摇头 你们想要那把钥匙 只可惜那钥匙不在我的手里 陆远山听了这话冷哼里声 哼 你竟然敢说那钥匙不在你的手中 那你说在谁的手中 若是你也想通往灵界 只需要投靠我古修没下变客 拿出钥匙 我古修不计前嫌 若是不的 你休想豁着离开 玄坤镇人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竖 说道 老一啊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莫非你还看不出来吗 是十五折为俊气 你还是赶紧把那钥匙叫出来吧 徐道一一听这话 脸疼的一下变得通红 哎呀 我说几遍 那钥匙根本就不在我手里 我如何拿给你们呢 你们以为我不想找那把钥匙 我不想去灵界吗 玄坤老道三个人听到这话 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接着眉头凝成了山川了 陆远山依然不依不饶地说道 你说那钥匙不在你的手里 那在谁的手里 越狱之前 你的人从我们地牢里救走了段月锋 我们得知那段月锋肯定是烙在你的手里了 你现在还敢当众车祸吗 徐道一冷哼道 哼 我撒谎 我撒谎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们抓了段月锋 眼神靠达了这么久 也没把那钥匙套出来 难道他一见了我 就能把钥匙给我吗 红眉老头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德月锋现在在何处 我亲自来询问他 徐道一摇了摇头 他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我将他杀了 路远山一听这话一阵的冷笑说道 好一个死务对症 看来不好好招待招待你 你是不会告诉我们钥匙在什么地方 陈坤 红眉 将此人带回地牢 严刑口打 直到他突出钥匙的下落为止 徐道一一听这话 蒙得瞪大了眼睛 严刑口打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啊 若是真被古修抓回了地牢 那岂不是会被人折磨死啊 徐道一大喝了一声 千万 我是真不知钥匙到底在何处 你们就算杀了我 我也还是不知道啊 玄坤真人一脸心疼地看着徐道一说道 道一啊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说实话 师叔真不希望你被人折磨 钥匙 只要你交出钥匙 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你为何如此的愚笨啊 徐道一听了这话 眼睛一阵乱转 这个时候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说道 对了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那钥匙在什么地方 三人听了这话都是微微一愣 陆远山急忙问道 男人是谁 你快说 他可在附近吗 徐道一舔了舔干涸的嘴唇 大人 名唤赵一帆 段月峰便是他为我带回来的 那段月峰或许知道命不久矣 他肯定是把那钥匙藏在那赵一帆的身上 也许只是赵一帆自己不知道吧 若是能找到赵一帆 何愁拿不到大门的钥匙 这话 躲在地下的赵一帆听了个清清楚楚 听了这话 他猛的瞪大了眼睛 心里暗存 这个徐道一在胡说什么 灵界大门的钥匙 怎么会在我身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帆突然感觉到一道强大的神念 从头将至 瞬间锁定住他的身形了 赵一帆猛的一激励 当即从地下飞出来 正要有所行动 四道仁义 顿时将他四个方向全部封住了 徐道一舔了舔嘴唇 看向赵一帆说道 赵一帆你快说 那钥匙是否在你的身上 红衣道人 玄坤真人 还有古修陆远山 四位归原八层以上境界的 也可以说是整个古世界实力巅峰的大修 都拦住了赵一帆的去路 赵一帆此时万万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五雷天竹剑已经将他锁定了 这把飞剑的厉害 他是见识过的 几百名归原境的大修啊 在五雷天竹飞剑的神威之下 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啊 赵一帆 微微竖了一下眉头 撇向徐道一说道 徐长讲 你的角色倒是变换的挺快啊 之前 你还带领着人族修行者 打算攻打万岳总 现在 你又变成古修这一面的了 徐道一苦笑了一声说 赵一帆 你如何能明白我此刻多么的为难 我女儿去卫阳还在古修的手上 我的师叔玄坤师叔 更是早就加入了古修 就连我的好友 红梅道人也是古修这一边的 身边的至今好友一个个离我而去 我一人又如何能够独产 这也是我无奈之举 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能把那钥匙叫出来 他们绝不会伤你分毫 远处的陆远山 上眼下一眼的打领着赵一帆 说道 此次修为平平 却屡次闯入我古修地牢 掠结了我不少的人族修行者 那胆破智慧都说上乘 你确实有资格加入我古修 交出钥匙便得长生 赵一帆听到这话 心里一阵的冷笑 原本以为那些修为低微的修行者 之间的关系才最为恶劣 没想到归原境大修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这样 赵一帆来古街山 只是为了寻找逍遥真人复仇 现如今逍遥真人的面他都没见到 却被四名古世界实力 最为顶尖的大修给盯上 赵一帆摇了摇头 说道 那日我救出段月丰前辈时 他曾经打算将那把钥匙交托于我 我衡量其中的利弊 若是我拿了钥匙 恐怕整个古世界的修行者 都会来追杀我 玄坤真人文言微微一笑 你说的不错 得把钥匙在我古秀的手中 才可真正的发挥错误 若是烙在你的手上 便是一个烫手的山羽 甚至会直接威胁到你的性命 你现在依然知道了 还不快将那钥匙交出来吗 赵一帆截查说道 我自知这是一块烫手的山羽 我如何回答应段月丰 我强行将它带回 便是打算将这块烫手山羽 交给徐长将 徐道义微微一愣 这小子又把矛头指向他了 赵一帆 你胡说什么 那钥匙犯明就在你的手上 你竟然敢安置钥匙在我的身上 你这是朝此 赵一帆这时候也活出去了 沉生说道 那段月丰被你带走 钥匙自然只能在你手中 你怎么怀疑我 徐道义此时已是彻底的崩溃了 破口大骂道 你竟然敢缺口呸人 若是我手中牛钥匙 我何须带人攻打骨匙山呢 赵一帆冷冷一下说道 徐长将 昨日你在龙兴城外 告诉天下人族修行者 只要能够将骨匙彻底地赶出骨戒山 你们得到灵界大门之后 想要去灵界便可以直接去 想要留在骨戒山的也可以留下 却对那钥匙一字不提 说明那钥匙的确就是在你的手中 否则的话 你又如何有这等自信 说出这些话来 这一下子 把徐道义噎得够呛啊 他这么说 自然是为了迷惑那些人族修行者 可是此时却被赵一帆抓住了把柄 惹得三人一正的怀疑 果然赵一帆这话一出 玄坤道人等人又纷纷看向了徐道义 赵一帆这时又添油加醋地说道 若不是玄坤真人和红梅道人反戈 徐掌教 恐怕你现在还打着你心里的小算盘 妄想将骨修赶出骨戒山 之后那灵界大门便归你所有 你想让谁去灵界 谁就能去灵界 难道不是吗 徐道义体内的灵气一阵的急转 怒目沉眉喝道 赵一帆 你却可我配人 可我杀了你 陆远山这时对着玄坤道人使了个眼色 玄坤道人心里有神会 猛得长徐道义打出了一张 徐道义万也没想到 玄坤师叔竟然会对他出手 这一张直接把他给打飞了 喷出了一口老血 红眉道人见中 手掐法绝 一道金光打在了徐道义的身上 顿时 徐道义被金色的绳索捆成了一个粽子 陆远山看着躺在地上 哇哇乱叫的徐道义冷哼了一声 转头又看向了赵一帆说道 赵一帆 你倒是有几分胆色 倘若不是你说出这些话 恐怕我们就彻底信了这徐道义了 不过在那把钥匙没有找到之前 你仍旧有嫌疑 跟我回古街山吧 赵一帆听了这话眉头微微一挑 说道 这分明就是徐道义所想出来的脱身之法 我不过是被他空口诬陷 这算是哪门子的嫌疑 陆远山黑黑一笑 那我就换一种说法 我见你是个人才 打算邀请你加入我们古修 往后古街山陵园随你使用 这样你总没话说了吧 赵一帆冷冷哼了一声 说道 如果我还是拒绝呢 陆远山一听这话 眼中闪过了一抹冷意 说道 炒叶帆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明知道你现在没的选择 我让你加入古修那是看得清 你懂吗 赵一帆听了这话 告辞 拱手说道 你敢 陆远山脸色变得异常的等看 他还是第一次主动邀请一个人族修行者加入古修一列 却惨遭拒绝 就连当初玄坤老人也是说尽了好话 许尽了承诺 这才被他勉为其难的收入古修的门下 他一个归原二层境界的废物 竟然敢拒绝 而玄坤真人这时的脸色也变得十分的难看 说道 娃娃 陆远山说得不错 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要知道 你现在没的选择 赵一帆脑子快速地转动着 若是他加入古修 到时候他们从徐道一的口中撬不出来钥匙的下落 定然会把矛头指向他 他更不知道那钥匙在什么地方啊 到时候难免会遭受严刑拷问呢 与其这样 不如现在离开死地另做打算 赵一帆抬头看向了半空 仿佛是在寻找某个人 不过直到现在 他想等的人也依然没出现 难道魂天龙反悔 八两出事了吗 赵一帆长说了口气 体内灵气一阵急转 三人猛的一激励 只听砰的一声 赵一帆脚踩着灵微步 竟是直接从三人之中穿过 朝着远处急速的顿走而去 陆远山猛的瞪大了眼睛 哼 灵微步 我古秋的灵微步 他是何时学会的 这小子背景有点不简单 我拿定他了 玄坤红梅二人 去将他给我抓回来 我先把这徐道一带回古界山 一个龟远径二层的小子 你们俩想抓他应该不难吧 玄坤真人和红梅道人微微一笑 随后各自欲空而起 朝着赵一帆的方向追赶而去 赵一帆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如何能逃得出我的五指山呢 玄坤真人在后方一边追一边冷笑 虚空朝着前方赵一帆的方向猛的一抓 赵一帆瞳孔猛的一哆嗦 双臂一盏 白把零剑瞬间出现在半空之中 玄坤真人和红梅道人看到此景 顿时心中一激烈 还没等反应过来 白把飞剑迅速朝着他们二人所在的位置冲来 这娃娃隐藏得够深的 竟有这一等手段 玄坤道人惊叹之余 单手一翻 舞雷天竹剑瞬间的脱手而出 猛然朝着赵一帆的方向伸手一点 这赵一帆心神大振 竟是直接停止了逃跑 将白把飞剑瞬间凝聚在身前 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剑网 那舞雷天竹剑狠狠地朝着剑网之上连戳了三下 竟是破不了剑网的防御 滴溜溜转了个圈 换了个方向 再次朝赵一帆发起了进攻 赵一帆脑子转得飞快 心中安存 此二人若是抓不到我 绝对不会收手 古街山恐怕是不能再呆了 我得想办法甩掉这二人 可他们是古世界最顶尖的实力代表 想要从他们二人手中逃脱 贪贺容易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之中响了起来 小子 我叫你逃脱之法 尽手心神跟我一起念 赵一帆听到这个声音 心里猛的一番个儿 这不是段月峰的声音吗 难道段月峰没死 他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尸海里啊 舞雷天竹飞剑攻击惊人 那轰眉道人更是伸手连弹 无数灵指轰在他的飞剑之上 随时都会将他剑网的飞剑震落 赵一帆登记双手猛的一拍合时 一道可怕的灵气从他的体内冲出 无数的飞剑瞬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球状的剑网 将他牢牢的裹在其中 赵一帆沉声说道 段月峰你在何处 段月峰说 我在你的灵台之中 那把钥匙也在你的灵台之内 我知我命不久已 便将一律惊魂打入你的体内 原本是并不打算这么早就出了 可惜你若是无法逃脱 被他们捉回去之后 他们定然会发现你灵台之中的那把钥匙 这样一来我就是共亏一亏了 段月峰 我真想一念将你的金魂也给撕了 赵一帆感觉到无比的愤怒 这段月峰竟是将那如此艰巨的任务交在了他的身上 这不是害他吗 段月峰显然知道赵一帆在想什么 怒声赤道 你这混小子 莫要乱来 你我现在是困贼也该生生的骂者 不要想别的 我助你逃走 跟我一起灭 言处法随 千亏无尽 随着赵一帆脱口说出 那囚状的剑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剑网当中的赵一帆也瞬间消失不见了 仿佛是从未出现过 玄昆真人和红眉道人来到先前剑网集中之处 两人对视了一眼 皆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惊恶和不可置信 那小子人呢 昏暗的山洞之中身手不见无知 随着一块碎石从强缝当中掉落下来 赵一帆猛地睁开了双眼 他本能地环视四周 当发现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狭小山洞 他这才长出了口气 前方的洞口处挂满了垂下来的藤蔓 金色的阳光透过藤蔓的缝隙照进了山洞 打在了赵一帆的脸上 也不知道是阳光太过于刺眼 还是赵一帆突然想起了自己灵台内 还藏着一个人 他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断月风 给我出来 一道黄色的光芒 从赵一帆的眉心之处射了出来 落在了前方不远处的空地上 断月风的身影时虚时换 显然只是一缕残魂 却依旦是一脸警惕地看着赵一帆 说道 臭小子 我救了你命 你可不要乱来 赵一帆看着断月风此时的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断前辈 你这是有何苦呢 断月风见赵一帆眼中的怒火逐渐地消退 试探向他问道 小子 你说的是什么 赵一帆一脸的苦笑 说道 自然是那把钥匙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可有些事情 并非是你能够做到的 你为何不交出钥匙呢 断月风黑黑一下说道 明知道做不到还要去做 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赵一帆听了这话微微一愣 说 断前辈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太懂啊 断月风撇了别嘴 说道 他一帆的 我进入你的灵财之后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是能够感知一二的 混天龙还有什么赵八两 你来古街山的目的便是为他们来刺 那混天龙我倒是听说过 据说是在大风谷被一个神秘人给放出来的 他在地下被押了三百多年 想要恢复到巅峰时期 尤其是两三年可以做得到 可是你明知如此 还是来了古街山 还有那个什么逍遥真人 听到这儿 赵一帆眉头微微一跳 断月风十分自觉地闭上了嘴 此时断月风来到了赵一帆的身旁 说道 赵一帆 我可以看得出来 你跟那些修行桌是不一样的 现在你我已经是一条城上的骂着路 你胜我胜 你死我亡 能够修炼的地方 又不是只有一个古街山 何况你要等的那个人 也不可能会这么早就出现的 那昏天龙好歹也是一界的兽神 兽神出师必然是生着四野 人尽皆知 在那之前 你还是好好想想该怎么提升自己的修为吧 断月风黑黑地笑着 不再说话了 在一旁观察着赵一帆的脸色 赵一帆疑惑地说道 千辈 你的意思是 混天龙被封印在地下三百多年 他想要恢复巅峰势力 需要极其长久的时间去恢复 所以我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断月风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的 就算你在古街山再等个三载五载 或许也等不到他来 而且你凭什么就那么肯定 他们一定会来古街山呢 与其话题为老 倒不如展翅高飞 专心地把境界提升了再说呀 以你现在这实力 别说是混天龙了 就是一个逍遥真人也够你喝一壶的了 或许是断月风的话 让赵一帆稍微变得放松下来了 赵一帆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断前辈 你既然拥有这等能够瞬移来回两地的能力 为何还会在古修境地被人追杀 那时直接使用这等秘法 岂不是就可以逃脱了吗 断月风听了这话 撇了撇嘴说道 你以为我不想啊 只是实战天地无惧这种神通 十分的消耗灵气 修为境界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若不是万不得已 我也不会使用 更何况那徐道义也知道我擅长奔逃 生怕我丢下他跑了 这才陷下这围墙 要不然就凭那群古修 怎么可能抓得住我呀 修为会降低 赵伊凡一听这话 急忙开始检查自己的修为境界 一看之下这才长出了口气 还好他的境界没有倒退 断月风看着赵伊凡如此的紧张 哈哈一笑 你放心好了 我只是借你的身施展天地无惧 而且我本身也是魂体 现在施展出来 倒是也没有这么太大的影响 只不过这魂身变得有些淡泊罢了 只要是魂石不散 我都可修炼回来的 断月风说完这话 突然接着问道 对了 小子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赵伊凡皱眉思索了片刻 说道 倘若陆远山他们 从徐道一口中逼不出钥匙的下落 他们想来 定会怀疑到我 到时候 我可能会被所有的骨修追杀 断月风摇了摇头 那倒也未必 若是古修清朝而出四处寻医 他们的实力必然会大大折扣 再加上人族修行者对古修的痛恨 一遇上就是你死我亡 他们也是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会一直待在古街山的 要是我想啊 可能会有人来找你 不过人数应该不会那么多 而且对方的修为应该会很高 嗯 你呀 还不如找一个地方隐姓埋名好好修理 哎 对了 这这这是什么地方啊 赵伊凡听了这话 顿时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问道 段前辈 这里不是你带我来的吗 段月风一脸尴尬的笑了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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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哎 本来我们也是到了某个宗门的地盘了 不过对方如此客气 恐怕也是心有忌惮 小子 你小心行事 话音刚落 段月风化为了一道黄光 直接钻回了赵伊凡的灵台之中 灵台中多了一个人 让赵伊凡多少有些不自在 不过眼下也确实是没别的办法 赵伊凡拨开了藤腕 他朝着洞外走去 此时洞门口站着两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赵伊凡扫了一眼二人的境界 此二人的修为竟然只有阴阳镜三层 先前那个自称是长教的 莫非就在这二人之中 长教的境界阴阳三层 那他宗门内的弟子 得有多低呀 赵伊凡的出现 顿时引起了此二人的注意 双方一阵打量之后 两位老者眼中惊恶之色 简直是难以掩饰 联盟来到赵伊凡的面前 抱拳拱手 弓声说道 在下是黄丰宗的长教梁谷 旁边这位是我黄丰谷的副长教 也是梁某的师弟如同 我二人不知前辈在此 多有讨扰 还望前辈受罪则割呀 俩长教吓得脸惨白惨白的 身体也是微微颤抖 赵伊凡听了这话 顿时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他有这么恐怖 这俩人竟然吓成了这样 好歹也是一宗之主啊 赵伊凡面带微笑 说道 哈 两位师弟 莫要换我前辈 换我赵师兄便可 是我擅闯了黄丰族 打扰到了两位 该是我跟你们陪着才是 说完之后 赵伊凡爱了爱身体 两股一脸的惊恶 联盟身受虚伏 赵师兄 莫要如此 我咱可承担不弃啊 赵伊凡一脸的尴尬说道 梁师弟啊 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心夜赶路 日夜不停歇 更是有些分不清楚 东南西北了 还望梁师弟 能够告知一二 梁谷在旁边一脸恭敬地说道 呃 此乃是万凤山 呃 这里是万凤山的黄丰谷 师兄作战之地 是我黄丰谷的灵田一脚 今日清晨 灵田的一位灵笼 听到此山洞中传来了说话之声 我到之后特意来查看 没想到就是前辈在此休息 真是连我纵门蓬被伤回 苦目逢春啊 赵伊凡听着这话直皱眉啊 一个拯教怎么长着一个拍马屁的嘴啊 连他都有些受不了的 朱童这时也是一脸兴奋的问道 呃 师弟兜胆问师兄一个问题 不知师兄欲去往何处 或许我和我梁师兄 也能为师兄指个方向啊 万凤山 这个地名赵伊凡是没听过 段月丰却是一脸稀奇 哎呀 娃娃 没想到 这里竟然是古世界极西之地万凤山啊 哎 这里可以说是宗门最多的一处所在 光是万凤山就有数百个宗门啊 不过这些宗门平日里也是相互和平相处 可以说是整个古世界最为和平的一处所在啊 哎 也是不少境界突破无望 寿原将近的老秀隐居密室之地啊 哎 那万凤山离古街山十万八千多里地 嘿 看来你玩运气不错 能够来到这儿 我觉得啊 你倒不是我安心留下了呀 赵伊凡听完了段月丰的介绍之后 顿时觉得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古世界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长出了口气 赵伊凡接着说道 哦 原来这里就是万凤山了 看来这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了 不知两位长教能否让我在此逗留些时日呢 梁谷和朱瞳听了这话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是满脸的喜色 急忙点头说道 啊 当然可以了 哎 师兄 请上请 梁谷说完之后便匆匆在前带路 朱瞳则是半拱着腰 在一旁一边笑着 有一句没一句的跟他说着话 这黄蜂宗啊 确实不大 也可以说只是一个比道观大上一点的宗门 宗内的弟子一个一个跟看猴似的 大老远的盯着三个人 赵伊凡一脸头疼的揉着太阳穴 心里想罢了 就这么地吧 既来之则安之 能忍我就忍一忍吧 香茶奉上 还有女弟子在一旁手拿着不善 轻轻为赵伊凡扇着风 两个清秀的女弟子在后面为赵伊凡锤剑柔紧 赵伊凡几番推脱 不过当看到梁谷那张老脸上略显失望和洛迹之后 最后还是应允了 师父 一名黄蜂宗的弟子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木匣子走了进来 看他一脸小心翼翼的样子 也不知道那木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梁谷看到这木匣子 脸上一喜 连忙接过去 随后双手奉上 师兄 此乃我黄蜂宗至宝 今日便赠予师兄当作是见面礼了 这都不好意思啊 赵伊凡一脸好奇地把头凑过去 心里暗存这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梁谷一脸小心翼翼的打开了那木盒 只见木盒之中放着一粒赤红色的丹药 一缕淡淡的药香从木盒之中飘了出来 不仔细闻还真闻不到 赵伊凡微微皱了皱眉头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这颗丹药应该是小环丹了 这算是什么质宝啊 他厨余牌里还有几百粒呢 而且品质都比这木盒里的这粒要高上许多 赵伊凡看到梁谷那一脸视若珍宝 双手奉上的认真表情 好像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他也同样小心翼翼地接过这小环丹 从之前拒绝女弟子为他垂背的那一瞬间 赵伊凡就知道 要不拿 或许这梁谷心里会觉得有些不好受 多谢 我也送你一件东西吧 赵伊凡随手拿出了厨余牌 梁谷和猪童顿时发出了一声惊呼 梁谷一脸惊愕地指着赵伊凡手中的厨余牌说道 师兄 这莫非就是厨余牌吗 猪童也艰难地吞了口痛 十分肯定地说 不会错了 这这这这确确实实是厨余牌 不愧是桂圆经的大修王 竟然有这等宝物 一块厨余牌至于吗 赵伊凡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说道 二无眼力不错 这的确是厨余牌 说完之后 赵伊凡把神念射入玉牌之中 随后从里面取出了一枚蓝色的盾牌 递给了两股 这面盾牌也是赵伊凡在古街山上击杀了某位古修得到的 盾面上有些残破 不过倒还可以继续使用 他身上还有一件大风国皇帝送给他的预防法宝 宝器级别的盾牌 名叫百刚 这面飞鱼盾对他来说那是可有可无的 两股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幕 声音几乎都有些颤抖了 这 这是送给我的 赵伊凡点了点头 两股仍旧是有些不敢相信 回头看了眼自己的师弟猪童 猪童眼神坚定的点了点头 眼中流露出一抹怂恿之色 两股接过飞鱼盾 如获智宝一般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了一番 随后一脸感激替灵的拱手说道 师弟多谢师兄大恩大德 师弟来师做牛做马也要回报师兄啊 赵伊凡别提有多尴尬 心里暗存这也太夸张了 而周围的人都是一脸羡慕地看着两掌轿 两掌轿将一缕灵气注入到飞鱼盾之中 只见那蓝色的小盾牌顿时蓝光大盛 随后化作了一条蓝色的鲫鱼 守护在两掌轿的附近 哇 厂内顿时传来了一阵惊叹声 赵伊凡在旁边坐着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开口说道 二位师弟 师兄我连续赶路 已是有些困乏了 不知可有僻静之地 容我小气片刻 两股急忙点了点头说 有有 师兄请随我来 赵伊凡跟着梁谷来到了黄丰宗后山处的一处山洞 梁谷和猪童二人一不三回头 一不舍地离开之后 赵伊凡这才长出了口气 段月风的声音这个时候钻入了赵伊凡的耳畔 说道 哎呀赵伊凡呢 看来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你看着的人对你多尊敬啊 赵伊凡摇了摇头说道 此处灵起稀薄 我在此修炼 不知道到猴年马月才能突破境界 段月风轻轻一笑 嘿嘿嘿 至少这儿不是安全的吗 听这话倒是不值得反驳 赵伊凡浮现黄丰宗的至宝小环丹 很快进入了打坐的状态 段下妹说的不错啊 这儿啊确实是足够安全 恐怕那群古修们就是想破了头 也不可能猜到他会来着万丰山 之后的这段日子里 他就安心地寻找修炼资源 潜心修炼好了 免得到时候昏天龙出世 他却仍然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人 师兄救命啊 师兄 赵师兄啊 赵伊凡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还没修炼一个时辰 梁谷就来喊救命了 什么事啊 赵伊凡走出了山洞 梁谷看见他 好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急忙说道 赵伊凡 赵伊凡 我和师弟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赵伊凡被山珠 阴阳进二层的实力 哎呦 哎呦 师兄来了 师兄救命啊 朱童和一群黄蜂宗的弟子 振臂高呼 那叫一个高兴 赵伊凡看了一眼的银被山珠 去之一谈 一道灵谈 击中了银被山珠 那银被山珠 顿时身体一哆嗦 直接带倒在地 整个过程十分轻松 毫无难度 朱童带着一干弟子 连忙扬了过来 师兄真是神通广大 今日让我等大开了眼界 哎呀 这猛兽如此凶猛 师兄只是屈指一谈 便将他灭了 实在是令我等佩服不已啊 哎呦 师兄 你看那猛兽未死 他跑了 赵伊凡微微一愣 正愁该怎么脱身呢 还好这银被山珠没死透 爬起来就往山里跑 赵伊凡嘴角裂开了一丝笑容 说道 你们看好灵田 为那些受伤的弟子治疗伤势 那个畜生便交给我好了 师兄小心啊 那猛兽阴险狡诈 十分凶残 莫要受伤了 朱童一脸关切地说道 听了这话 赵伊凡刚提起来的气 差点没松了 他会被阴阳镜二层的 银被山珠给弄伤 山珠跑得并不快 赵伊凡却也并不着急追赶 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 朱童等人的视线之后 赵伊凡这才猛然提起了速度 很快就追上那只山珠 再次驱之一谈 那山珠一个亮相倒地 倒也并没有就此死去 挣扎了片刻 那银被山珠再次爬起来 双眼赤红朝着前方的一处山洞跑去 赵伊凡跟着追逗了山洞附近 但是下一刻他微微一领心里暗存 好浓郁的灵气啊 好像是从前面的山洞那里传来的 此时那银被山珠已然一头闯进了山洞 赵伊凡随后也跟着进去了 四下观察 只见这山洞之中 竟有一处地下泉水 地下泉水之中 不断散发出一缕缕浓郁的灵气 此刻那银被山珠就泡在那灵泉之中 见赵伊凡追来 顿时从灵泉之中蹦出来 疯狂地向他重去 赵伊凡随手一挥 那银被山珠顿时被一股怪力挥至石墙 一头撞在了石墙之上 已然是了无气息了 赵伊凡连看也不看那尸体 直接向灵泉走去 伸手拨弄了一下灵泉水 伸到鼻子前嗅了嗅说道 段前辈 你看看 这里是不是一口灵泉 段月锋从赵伊凡的灵台里跳了出来 在灵泉周围转了一圈说道 嗯 这的确是一口小型的灵泉不错 不过这灵泉已经被受险污染了 没什么用处 赵伊凡看向那银被山珠 看来是这畜生干的好事 段月锋从山洞里飞了出去 赵伊凡跟在他的身后说道 前辈 怎么了 段月锋沉引了片刻 随后说道 我猜测 这晚风山中有一口极大的灵泉 这是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哎 你看这儿啊 山势灵气 这虽然稀薄 但是云雾缭绕 天空之中更是灵掌折天 哎 我原本还以为那是云雾 我现在再自己看 我之前应该是看走了瘾了 哎 赵伊凡啊 你先来巫室 不如四处去找找 没准能够被你发现的巨型灵泉也说不定啊 啊 巨型灵泉 赵伊凡心念一动 当即把神念尽情的释放出去 万峰山山峰众多绵延百里 在这种地方或许真的藏有一口灵泉也说不定 很快日落西山西阳斜下 赵伊凡来到万峰山最高一处的山峰 此峰一柱晴天 好像是一道水柱冲天而起 而且这里的山林似乎比其他山峰的山林还要冒命数倍不齿 四周到处都有妖兽 盘踞在此处 其中更有阴阳镜七八层实力的妖兽隐藏在附近 显然对于万峰山的这些修行者来说 致使他们万万也不敢踏入之地 赵伊凡灵气裹出全身 直接进入了山岩之中 一路向下滑去 越往下 耳边就能够听到一道道流水的声音 赵伊凡心中威胁 顿时加快了下滑的速度 当他脚下一空 直接欲空停在了半空之中 没想到此山的地下 竟是如此的空旷 四周围云雾缭绕 那并不是云雾 而是灵气凝石所产生的现象 而在最下方 有一道冲天而起的巨大水柱 那便是此山的巨型灵泉了 赵伊凡踩在一块突出水面的巨石之上 看着这一道泉水说道 段前辈 看来我找到了万峰山的巨型灵泉了 段岳峰却是警惕地说 这灵泉附地肯定是有腰手剑脏 特别是这种巨型灵泉 你莫要钓鱼精心 小心此处 就在段岳峰话音刚落的时候 平静的水面 竟是突然冒起了滚滚的气泡 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水底缓缓地上升 赵伊凡登起一跃而起 十把飞剑瞬间护住周身 看向了下方水中的怪影 凌眉以待 水底下的黑影越来越大 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一道刺耳的声音 穿入了赵伊凡的耳畔 指尖从水中竟然冒出了一个婴孩模样的人形的怪物 此婴孩长有三双手臂 每只手中竟然都捏着一件法宝 法宝的品质倒是不高 下半身连接在一块黑色的巨石当中 对着赵伊凡是呲牙咧嘴 发出一声声的怪叫 赵伊凡看到此妖兽的模样 顿时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段月峰却这个时候说道 此妖兽名为石鹰 阴阳镜五层的实力 不要被他的外表所吓到 而且你要小心地方 莫让他的血滴在灵犬之中 到时候巨星灵犬被此妖兽的血一污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 就说着话了呢 下方的石鹰突然发出了一声怪叫 狠狠地朝赵伊凡扔出了一个金轮型的法宝 赵伊凡转头便往岸上跑 石鹰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一瞬间跳离了水面 只见他的下半身确实是一块怪石 怪石下方长着四条粗壮的象腿 外表是极其的丑陋 好丑的样子呀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丑陋的妖兽 段月风听了赵伊凡的话 微微一笑 你也知道无其不由 这算个什么呀 不过你可不要夜市小看这石鹰 这石鹰可口吐烈火 喷制毒枪 甚至能操控法宝 十分的难对付 嘿嘿 他最后面的那只鼠绳 拿的是什么东西 段月风仔细一看 顿时提醒说 嘿 臭小子 就算是你拼着巨型凌全被污的情况 你也得拿到那石鹰手里捏的那块石头 赵伊凡还是第一次见到段月风如此的激动 说道 莫非那石头十分的珍贵 哎呀 何准是珍贵呀 这万丰山还有一个传说 只说有一处上国的大墓 每个五天便会开启一次 那是应手中的那块石头便是直路之石 此刻他手中那块石头一时闪闪发光了 说明上古大墓开启之日将近 那大墓之中不仅宝物重托 但若你运气好 发现一处古修的飞升之洞 那便是你莫大的机缘的 我总算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了 哎 像当年 我的这梅神童便是在那巨大的古墓之中找到的 我见你的身体实转天地无惧 没有明确的地点自然就只能传到这儿来了 哎呀 天意呀 这一切都是天意呀 啊 段月风显得十分的激动 可是赵一凡却是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 一抹绿色的飞舰朝着赵一凡所在飞来 不过速度却是慢了很多 赵一凡冷哼了一声 心里微微一动 十把飞舰朝着石鹰抱舍而去 在七彩流离飞舰的强大威力之下 这石鹰根本就不堪一击 惨遭顺杀了 段月风看到这一幕微微一愣说道 你小子的这些飞舰怎的光芒如此之重啊 莫非全都是宝剂不成吗 你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呀 赵一凡没有回答段月风的话 而是伸手朝着石鹰的尸体猛地一抓 那石鹰的尸体顿时飘在了他的面前 赵一凡拿起了那块闪闪发光的石头 石头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外表看起来却是平淡无奇 段前辈 这就是上古大墓的引路石 段月风点了点头 没错了 就是他 这块石头乃是上古大墓中的石头 他可以指引你找到上古的大墓 也可以带你离开大墓 拿上这块石头 他会带你找到大墓的 赵一凡把石头收了进来 说道 我对那个什么大墓不感兴趣 还是这口灵拳较为重要 段月风顿时哭笑不得地说道 哎呀 臭小子 你是不了解上古大墓里面都有什么 这凉船呆着这又不会跑 你等时候再回来不救他了吗 赵一凡听他这么说 有些好奇地问道 前辈 那上古大墓里的宝贝莫非很多 段月风哼了一声说道 嘿 做到你不敢相信哪 赵一凡微微一笑说道 既然宝贝很多 那自然也会吸引到不少的修行者 而且他们的实力或许都不会太弱 与其跟他们争抢宝贝 不如再次好好地炼化这口灵拳 段月风怒声赤道 呦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 好东西自然是许多人去挣的 抢着就是你的 当年二十个人抢这门功法 结果还是我极高一轴 他们也只能看着我离开 哎 赵一凡 段月风突然发现 说着说着 赵一凡已经进入到打坐的状态了 一时顿感有些无奈 哎哟 我 我要是有肉人 我早就自己去了 赵一凡微微一笑 睁开眼睛说道 当初前辈可是要死要活的 现在却又开始留恋人间了 实在是灵人搞不懂啊 段月风听了他的嘲笑 哈哈大笑 哎哟 谁不想多活几日啊 那时我进队两难 我怎么都是死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赵一凡不再跟段月风说话了 心神缓缓地沉静了下来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发现竟然又是来到了他自己的道心世界当中 此时的赵一凡更是惊奇地发现 在他的道心世界当中 竟是多出了一口灵犬 那灵犬只有巴掌那么大小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灵犬正在逐渐地扩大再扩大 段月风这时也隐隐注意到了这一点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四周的灵气正在不断地朝着赵一凡的体内涌来 随着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赵一凡的体内 整个地下世界的视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段月风看着远处冲天而去的水柱冲击力正在逐渐地减小 灵犬的水位也不断地下降 他心中暗存 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竟然能把灵犬以这种方式进行吸收 他这身体是怎么能扛得住的呀 难道他这身体就是一方世界吗 段月风只能够藏身在赵一凡的灵台之中 更深藏的意识他是无法进入的 此刻的赵一凡正坐在七彩琉璃神树伸展开来的一根树根之上 只见七彩琉璃宝树仿佛是长在水中一般 四周便是一片平静的湖水 一缕缕乳白色的灵气缓缓地从湖水里冒出来 进入七彩琉璃神树的体内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这七彩琉璃神树竟然在自行地吸收这些灵气 虽然速度很缓慢 可却开始了自主地修炼 赵一凡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一睁眼就看到了散发着黄光的段月锋 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亮着他 赵一凡微微一笑说道 前辈 莫非我的脸上有什么脏东西不成 段月锋单手撑着下巴 看着面前面容随和笑容浅淡的少年说道 哎 小子 你到底是何方神神啊 你看这四周 听了这话 赵一凡从地上站了起来 目光略过段月锋 朝着前方望去 原本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小湖泊的 正中间一道水柱冲天而起 可是此时此刻别说水柱了 就连那湖都干了 哎 那灵犬哪儿去了 恐怕只有赵一凡自己才知道 巨型灵犬跟当初的灵源一样 直接进入到了他的道心世界当中 此刻那七彩琉璃神树 正在缓缓地吸收灵犬之中的灵气 或许当初他在修炼之时 看到的七彩琉璃神树急速生长的画面 便是跟现在一样 只是他现在没有处在修炼当中 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否则他这一修炼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行 段月锋不过是一缕残魂 无法对他身体造成实质性的碰触 光是以声音呼唤 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叫醒 这个地下世界 也不知道存在着什么其他的危险没有 一时之间 赵一凡也不敢轻易地再入顶修炼 要不然真遇到什么危险 恐怕什么时候死的他都不知道 既然这七彩琉璃神树可以自行地修炼 而且灵犬也被他吸入了体内 想要修炼倒是随时都可以了 段月锋看着赵一凡沉思不语 说道 我就不问那灵犬的去处了 现在总可以去找那上古大墓了吧 莫要再耽搁 错过了入墓的最佳时间哪 赵一凡手中金光一闪 引路时顿时握在了手里 段前辈 你为何如此想要我去上古大墓 难道你不知道那样 对我来说十分的危险吗 段月锋一脸羞愧地说道 哎呀 我也不能一直都待在你的灵台里 若是你能够在上古大墓之中 找到一些万年的印怀墓 或者万年诗语 我便可以以祭圣之法 在诗语或者在印怀墓之中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凝聚我的魂体 你以后也不用总防着我 是不是啊 哦 原来是这样 赵一凡一副原来如此的点了点头 随后问道 哦 前辈 那等你的浑身凝食之后 你是不是还要再找一只肉身 段月锋点了点头 那当然了 我岂能就这么死了我 不过你放心吧 你只是要为我找来七彩莲藕便行了 到时候 我一脸要成人 我去修为还能恢复一些啊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说道 前辈可真是想的挺美的 不知我这样做 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或许 这只是前辈的一厢情愿罢了 段月锋嘿嘿一笑说道 嘿嘿嘿嘿 灵界大门的钥匙 与我浑身相容 难道你不想看看 那灵界长什么样吗 你难道不想杀了那些古修 还古世界一片清净吗 赵一凡听到这儿 丢了皱眉头 说道 古世界之所以被称作古世界 或许是这古世界的第一批人 便是这世界的主宰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修 而人族 也是后来居上 在他们学会了修炼之后 才逐渐壮大 我觉得这不过是种族进化 成长的一种变化而已 不管是谁消失 也都与我无关 我也没有断前辈这么高尚的想法 我只是想要找到我的徒弟 之后一家人离开这里而已 灵界 太虚无缥缈了 段月峰听这话 听得是一头的雾水 不是 你找的这话 我怎么听不太懂啊 不过我倒是能听出来 你这想法啊 过于自私了 哎呀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 天地无惧 这门神通 我可以传授给你 到时候你新年一动 便可去往古世界任何一个 你曾经去过的地方 哎 瞬间转移知道吗 赵一凡一听这话 哼了一声 说道 哼 这还差不多 引路时以流星之速朝着一个方向快速的掠去 金色的石头表面几乎产生了一道火光 越往前 那石头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越耀眼 赵一凡在后方紧紧相随 说道 这块石头又快又急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跟得上他的速度 好 孙岳峰嘿嘿一笑,说道 所以你要更加小心一些了 能够去那上古大墓中的人 可都是数一数二的狠角色呀 赵一凡哭笑不得地说道 段前辈,我倒是有些后悔 答应你去那古墓了 万年阴怀墓,万年时遇 得到一二便可 你若是不想受麻烦 那就不要跟其他修行者 抢东西就行了 不过我看你啊 应该也不是什么安分的人 嘴上说着不要 怕是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吧 段月峰轻哼了一声 心里暗寸的 这小子跟人惊似的 跟他说话我还得小心翼翼的 这是让人头疼的家伙 石头突然改变了诡计 直接朝着下方的一座荒岛上飞去 赵一凡定睛往下一看 只见下方人头攒动 正是来了不少的人 不过这些人的修为多半在阴阳境界 只有少数修行者的境界在归原境 并且这群少数人此刻正坐在一扇 被青台爬满的青铜大门前坐着 或许是朝着到赵一凡 坐在门前的几名归原境的大修 此刻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一脸好奇地朝着天空中望 赵一凡缓缓地放慢了速度 随后朝着岛上的一个角落走去 青铜门前坐着三名归原境大修 三人修为都在归原三层 一个老道 一个白袍老者 还有一个白面书生 段月风冷哼了一声 说道 这三人倒是挺准时的 每次大墓开启之日都能看着他们 赵一凡找了个位置坐好 随后闭上眼睛 故作修炼 以传言入密说道 段前辈 莫非认识此三人 段月风嗡了一声 说道 都是老对手了 那道壮老者名叫青藤散人 郭敏思议 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散修 那白衣老者呢 那是无极山的山主 无极上人 就是一小破山 战山为王 刺风的山主 至于那白面书生啊 你可得小心他路过 自认有一外号 千面胡人 听他的说号 你就知道 此人多么狡猾了 哎呀 上一次见他 还是一娇滴滴的小娘子 今日却变成了一白面书生 这说是修炼了某种 名为阴阳脾气的术法 可以自由变化成男女 不论是长相还是声音 都可以改变 赵一凡 微微疑惑 说道 这种变化有什么用啊 为何我要小心他 段月风呵呵一笑 他若他杀了你的同伴 变化成为你同伴的模样 然后接近你 趁你不被对你掐手 你能反应得过来吗 赵一凡微微一惊 这才明白段月风 为什么说要小心此人了 前辈 既然他有千面 你又是如何得知 他就是千面胡人的 段月风一脸神秘地说道 哎呀 总之我就是知道 你若是想知道 我也可以告诉你 不过你得先为我 找到阴怀母和施玉 赵一凡苦笑了一声 随后睁开了眼睛 朝着前方 那名叫千面胡人望去 没想到对方 竟然也看下了他 那千面胡对他微微一笑 赵一凡也只好回了个笑容 可是他做出这个表情之后 赵一凡顿时有些后悔了 果然 这千面胡起身 看着他朗声说道 这位师弟啊 也过来这边坐吧 千面胡一张口 声音却是一个老人的声音 透露着沧桑和沙哑 总之让人感觉十分的不舒服 段月风幸灾乐祸地说道 让你四处乱嫖 现在让人丢上了吧 赵一凡美好气地低声说道 还不是前辈你总喜欢跟我卖棺材 下一次 若是再让我为你做什么事情 我就可得好好地想想了 别别别别 我错了 我错了 段月风急忙求饶 千面胡这嗓子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原本想要低调的赵一凡 此刻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当赵一凡来到青铜门前 三位归原敬大修 这时也各自起身迎接 千面胡脸上像涂满了一层白粉一样 头上竟然还佩戴着一朵大红花 嘴唇红艳似鬼 跟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过 看那青藤散人以及无极上人 似乎也是见怪不怪了 赵一凡也只好面带笑容地说道 师弟名叫韩忠 见过三位师兄 在下是无极山山主 无极上人 我乃是一家散秀 道号青藤 韩师弟呀 你称呼我为水月师兄便可 说到这儿 这几人基本上算是有了一个基础的真实 那青藤道人一脸好奇地说道 韩忠师弟不知在哪处 现身闭关修炼 我真的从未见过你 也没听过你的名字 无极上人这时也是一脸的兴趣 说道 我管韩师弟面相 似乎是自然天成 未服用过什么主言之物 此等年纪 境界便已进入了归缘之境 当真是天赋一平啊 水月上下打量着赵一凡 也是一脸的赞赏 说道 我看韩师弟多半是传说中的苦修者了 苦修者一旦闭关 便是二三十年不出 所以容颜老去的 也比寻常的旧情者要慢上去多呀 水月此话一出 身旁二人这才一副原来如此的点了点头 赵一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她的这种惆怅 落在三人的眼中却是另外一幅画面 三人一脸看好的看向赵一凡 无极根青藤散人对着水月使了个眼色 水月心领神会 清了清嗓子 张口却又是一个娇滴滴女子轻柔的声音 韩师弟 不知你可愿意进入大墓之中 与我三人一道同行啊 赵一凡猛地瞪大了眼睛 这倒不是装的 而是切切实实被吓到 无极上人和青藤散人看到赵一凡这副模样 都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那千面壶面色不改 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糊涂 说道 韩师弟 我倒是忘记同你说了 师兄我修炼了一门功法 这门功法十分的特异 有的时候你听我的声音是一老翁 有的时候我的声音又变成了少女的声音 这些实在是我无法控制的 不过相信以韩师弟的心性 应该能很快便习惯了 赵一凡一脸尴尬地点了点头 说道 看来是我闭关太久了 是时候出来走走了 否则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又有哪些高人研究出了什么功法 是我大惊小怪的 倒是让三位师兄取笑了 啊 无妨无妨 三人笑着摆了摆手 这气氛倒也一时不错 青藤散人这时突然皱起了眉头 陈生说道 嗯 他们来了 赵一凡寻生抬头望去 只见半空之中出现了一朵黑色的云堵 那云团之上立着一对男女 此男女一人一袭黑衣 一人一身白装 二人身上紫电环绕 气势害人 此二人的修为 同样也是归原三层的境界 在云团之后 还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长须铁汉 浑身穿着一件金色的铁甲 背扛虎头金刀 一双虎目锐气十足 让人望而却步 这铁汉生得是虎背熊腰 肌肉紧实 倒是跟修行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实力也是归原境三层境界 水月这时拉了一下赵一凡的手腕 说道 哎 我们下去吧 赵一凡微微一愣 顿时觉得浑身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青藤三人却是一把 按住了赵一凡的肩头 说道 凭什么下去 我们拼不走 无极上人冷横道 青藤说得对 凭什么他们来了 我们就要走啊 赵一凡听到这儿 微微疑惑地说道 水月师兄 这三人是谁啊 你们莫非跟他们有什么矛盾不成 水月微微一笑 以传言入密说道 海师弟 你有所不知 此三人在五年前 从我们手中抢走了不少的宝贝 你说我们之间有没有矛盾 那站在黑云之上的男女 乃是一对兄妹 男的叫做雷 女的叫做雪 此二人是罕见的双子道心 所谓双子道心 便是他们的道心 只有二人在一起时才可发动 雷霆道心为力无穷 极其的恐怖 而那金家铁汉 名唤秦天龙 能说是一国的镇国将军 具体是哪个国家 却是无人知道 不过有人曾经说过 他是古修与人族的结合 所生下的伴人 这因他的攻击方法 跟古修有些类似 真假倒也无从得知 都是一些传闻罢了 赵一凡 一副原来如此的点了点头 秦天龙虎沫朝着下方一扫 一脸的轻日 说道 你的门前蹲了四条黑卷呢 本大爷来了 你们还不速速地滚开吗 这话一出 场内散人面色都是跟着一遍 一个个眉头举着 无极上人 脸色极为难看地看着他说 哼 秦天龙 五年不见了 你的嘴巴还是那么丑 你说谁是黑卷呢 雷雪哈哈一笑 竟是异口同声 说道 哼 秦师兄自然指的你们四人 这青铜门前 我们没来时 你们想坐一坐 甩甩威风倒也无妨 不过既然我们来了 你们还不懂退让 真是一点礼数都不懂 若是不想在这些小辈面前 丢了脸面 就失去地退下来 让出位置来 下方那群阴阳性的修行者 看到这一幕 也是纷纷地往后退避 生怕一不小心 这几位闺元大修打起来 不及到他们 气温一时显得有些凝重 场内更是火药味十足 也不知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无极上人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若是我们不让 你能将我们如何 秦天龙眼神微微一变 伸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背后的虎头金刀 水月这时候站了出来 对着无极上人和青藤道人说道 二位 不过是一个位置罢了 他们想要就给他们好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秦天龙这个时候微微一笑 说道 原来是秦灭狐 你若是不说话 我倒是还认不出来了 既然你替他们说话了 那我就原谅他们先前 对我无理直最好 青藤散人正要开口说话 却被秦灭狐一个眼神逼得 闭上了嘴 赵一凡之事也说道 几位师兄 水月师兄说得不错 不过是一个位置罢了 我们下去吧 青藤散人和无极上人一脸的无奈 说道 韩石里啊 你有所不知 这绝非是一个位置的关系 这大墓当中有一座通天堂 当若我们此时让步 到了那通天堂 还会遇上他们几个的 与其一直避让 还不如跟他们拼个泥死我活 说得不错 晴天龙嘿嘿一笑 说道 你我们定要走遍通天堂 你们若也想上渠道也可以 那你们在大墓中找到的其他的宝贝 换取通行资格 不然的话 休想靠近一步 这话一出 青藤等人果然是脸色大变 气氛不已 段月峰这时黑黑一笑 说道 嘿嘿嘿嘿 小子 天才知道了吧 麻烦柴山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水月突然冷笑了一声 青天龙和雷雪眉头微微一跳 看向水月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笑 青天龙伸手一点水月说 最没活 你笑个什么 水月面带微笑说道 你们难道是忘记了这墓中的鬼物了 就算雷雪道人的雷霆道心 对鬼物中的力回有着极强的克制力 可是你们别忘 就光凭你们几个人 根本就难以穿过鬼物 五年了 那鬼物只会越来越厉害 你还妄想去通天塔 我看你怎么去 青天龙和雷雪对视了眼 似乎都没有否认 也意识到了鬼物的危险性 水月这时说道 我劝你们还是放下往日的仇怨 只要我们几人联手 想要穿过鬼物倒也不能 至于那通天塔中的宝贝 能者居之 如何呀 这个时候 青藤伞人以传音入密 对水月说道 水月 你为何要说出这番话 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们一起合作的 水月看了他一眼 同样一传音入密之法说道 若是没有雷霆道心 我们如何对付得了鬼物中的那些恶鬼 难道不去通天塔了吗 青藤伞人一听这话 微微沉默 心中极力地挣扎 秦天龙和雷雪道里 这时缓缓从天上飘了下 说道 我 我们怎么争来争去 谁也逃不得好处 今日我秦天龙就给你千灭胡一个面子 青藤伞人和无机上人脸上 纷纷流露出不屑之色 秦天龙倒也是见怪不怪 周围的修行者见他们似乎不再争论 也瞬间松了口气 都各自放松了警惕 没想到事情竟然会以合作的方式来结束 不少人都一脸羡慕地看着这些归圆境的大修 通天塔 那可是他们望尘莫及的一处宝地 只可惜他们修为低位 却只能止步于鬼屋直前 千灭胡微微一笑 说道 秦将军能够以大局为重 自然是再好不过 秦天龙冷了一笑 我这是给你面子罢了 谁让你千灭胡不好惹呢 传说千灭胡想要杀掉一个人 根本就不费摧毁之力 而且还得用最为省略的方式去完成 即便是秦天龙对千灭胡也是心存忌惮 雷雪道人看了一眼 赵一帆问道 这位师弟看着倒是生命空 不知道以前可进过大漠 赵一帆微微一笑 说道 师弟名叫韩忠 倒是从未进去过大漠 希望 不会给诸位师兄拖后腿 雷雪文言微微一笑 说道 我见你刚才最为镇定 想来也是 身在其外不在其中 自然不需太过费身的 你或许是临时跟他们决定合作的吗 千灭胡听出雷雪话中有话 连忙插上了话说道 雷雪道人 韩忠师弟在山中闭关数十年 近几日方才出关 是个十分淳朴之人 你莫要对他打什么坏心思 雷雪道人听了这话 哈哈笑道 千灭胡 你莫要多心 只不过韩师弟也不是什么 初出茅庐的储儿了 数侠数入 想来能够分辨得清楚 那大部之中危险重重 想来找几位实力强大的伙伴 结伴而行 自然能够减少不少的危险 若是韩师弟有兴趣 跟我和秦将军一起去那通天堂 记得以传言之谜告知我 也好让我等心里有个数 雷雪道人 你说完了吗 千灭胡眼神威威了 雷雪道人倒也不惧 冷哼一声也不再说什么了 这时 水月道人以传言入密之法 对赵一凡说道 韩师弟 此二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凶人 你莫要以为他们真想拉拢你 他们只不过是想多一个帮手罢了 他若你真的遇到什么危险 他们绝不会管你 莫要听他的蛊惑 显然呢 赵一凡在无形当中 成为了一个可以决定双方较量的关键人物 正是因为有赵一凡的加入 青藤道人才认为 有跟秦天龙等人一战之力 可若是赵一凡真被雷云道人拉走了 青藤散人 原本就实力不如雷雪道人 这 他一走 不用动手 那圣夫自然分笑了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我只是听说这古墓当中 会出现一些万年诗语 或者是樱淮墓 我只为这两件东西而来 那通天塔听起来怪凶险的 倒是没有多大的兴趣 千蜜胡听了这话 微微一息 说道 还是得放心 那鬼物当中 若是运气好 定能找到一两块诗玉 或者阴怀墓 到时候我等多为你留意着 相信青藤散人和无极上人 二位师兄 也会为你多多留意 青藤散人和无极上人 一听这话 纷纷点了点头 秦天龙一脸好奇地说 嗯 你小子要失欲干什么 那可是养魂之物 不非你是打算让什么人复活吗 赵一凡倒也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 说道 嗯 我的一位老友 他的寿元将近 却不忍就如此离开人世 特意托我寻找 若是秦将军 也能够找到失欲 师弟我也可以出高架收购 雷雪道人一听这话 一脸兴趣地看着赵一凡说道 嗯 你这个人倒是有情有义 为了一位好友 竟然独身来寻此失欲 若是我也能找到失欲 直接送你好了 赵一凡一听这话 一脸惊喜地说道 那师弟我就先多谢诸位师兄了 擎天龙和雷雪 此时看了赵一凡的眼神 也没有之前的警惕和不屑 显然这里所有人 都在这个时候 将赵一凡当成了 在山中闭关多年苦修了 目的也很纯粹 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威胁 若是能够拉拢过来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只是对他们无害就好啊 段月风砸了砸嘴 说道 哎呀 你小子装得还挺像 有人连一向多一的雷雪道人 对你也是好感大增哦 赵一凡心念想道 我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 赵一凡心念想道 段月风说 哎呀 要是真发现人宝贝 你就不动心吧 你要知道 这大墓之中的宝贝 可都是世上罕见的奇谱 多一件便可以让你在古世界里 横着走 对你自身的实力 也有着极大的增长 当然会动心 若是表现出来 岂不是太过于愚蠢了 段月风听了这话 黑黑一笑 不再说什么了 一声刺耳的声响 传进了众人的耳畔 下一刻所有人都看向那扇 爬满了苔藓的大门 青铜大门上的青苔纷纷地掉落 门房当中照射出一道金色的光芒 随着一声声刺耳的声响 那青铜大门竟是缓缓地打开了 众人面色大喜 千面胡微微一喜说道 终于打开了 我以为还得打上几天呢 秦天龙等人也是一脸笑意 仿佛这扇门后面有无上的质宝 就等着他们过去拿一样 青铜大门完全开启 金光缓缓地收拢 露出了一道湛蓝色的漩涡 好像水面一样 下方的众修行者们纷纷洗上眉梢 可是这些归云境的大修 没进去之前 他们也只能在外面干等着 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在等什么呀 竟然能够忍得这么久 秦天龙这时对着千面胡说道 嗯 千面胡 咱们可先说好喽 我们一起穿过鬼屋 到了通天塔 就各凭本事了 千面胡微微一笑 说道 秦将军 若是你能不阻拦我们 那自然是最好的 秦天龙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对着雷雪道人水了个眼色 两个人率先进了漩涡 只见他们一进漩涡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青藤散人这时说道 嗯 顺悦 显然秦天龙根本就不会让我们去通天塔的 我们要是帮他们过了鬼屋 或许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咱们了 千面胡冷笑了一声 说道 莫非你以为我会乖乖就范 我们四人合力 难道还对付不了他们吗 说完 千面胡看向了赵一凡 说道 安师弟 届时日或许会发生打斗 我们十分需要你的力量 还请你不要留守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若是真的打起来 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只是 若是能够和平相处 那倒也是最好的 青藤等人一阵的苦笑 跟他们怎么可能和平相处啊 千面胡 眉头微微一条 说道 好了 事后不早了 我们也进去吧 赵一凡只觉得眼前一片天玄地转 随后一道白色的光芒 从前方传来 待到视线恢复的那一瞬间 一股浓烈刺鼻的指挥的气味扑鼻而来 紧接着耳畔便传来一阵阵雷电的声音 他们此刻站在一处凸起的悬崖石旁边 朝下方望去 这一看 顿时让赵一凡 如同置身于恶鬼地狱一般 皮肤白如纸的人形怪物们 此刻正不断地朝着上方涌来 雷雪道人此时盘坐在地上 二人紧贴着后背 不断释放出了一道道紫色的雷电 轰击着下方的人形怪物 一声雷响 并有六七具人形怪物飞上高空 擒天龙手中那把虎威金刀 在他手中好像有排山倒海之势一般 将那涌上来的人形怪物纷纷披落 向后倒飞而去 青藤伞人一脸的惊恶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狮怪们全都聚集在这儿 往年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赵一凡点了点头 原来这些人形的怪物叫狮怪 段岳峰之时出言提醒了 这些狮怪的实力 可都在阴阳镜五层左右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数量如此之多的狮怪聚集在这儿 好像知道你们要来似的 赵一凡听了这话 朝着远处看去 在这里如海一般数量的狮怪的后门 有一处黑雾缭绕之所在 看来那儿就是鬼雾所在 他略意提气 想要欲空而起 却发现他现在无法欲空了 段岳峰察觉到他的举动 说道 哎呀 你这小子莫非真没来过密敬古墓啊 这密敬古墓有大阵加持 无法欲空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皱眉 说道 难道想要进入鬼舞 就要先杀光这些诗怪吗 我还以为这里只是一个空落落的大幕罢了 千灭胡听了他的话 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暗时的影魔要发呆了 秦天龙他们已经杀入鬼舞中心 若是我们不跟上 或许他们就要先进鬼舞了 或许他们也意识到鬼舞中的诗怪 或许都跑到这儿来 想要穿过那鬼舞 只能趁着现在 要是等他们穿了鬼舞 并且将这些诗怪再一次带入鬼舞之中 到时候 诗怪在鬼舞之中实力大增 而且数量要如此之多 对付起来可绝非意识 听了这话 赵一凡单手一翻 一把七彩琉璃飞剑出现在手中 只见他将那飞剑向空中一扔 那飞剑低溜溜地在空中转了一圈 并未出现被古墓阵法所克制的画面 千灭胡等人看到此景 纷纷是脸色大变 韩师弟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赵一凡唯唯一笑 心中暗存 这些飞剑乃是我的道术所练制的 也是我的道星力量 道星力量 并没有被古墓大阵所克制 这才可以欲空而行 下一刻他心念一动 那飞剑落于脚下 他脚踏飞剑竟是直接欲空而起了 随后又招出了三把飞剑 各自落在天面狐三人的脚下 青藤三人看着脚下的飞剑 惊喜万分说道 这飞剑或许是材质特殊 才不会受这古墓的阵法限制 韩师弟 可真有你的呀 无极上人此刻看着在下方 尸群之中挥汗如雨的秦天龙 冷嘲热讽地说道 秦天龙一刀劈开了一片尸巢 抬头向着空中望去 这一看顿时让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惊讹地说道 你们怎么回事 为何能够欲空而行 雷雪道人二人眼中紫芒闪烁 冷哼了一声 朝着天空 四人各轰出了一张 树到紫色的闪电 顿时如同灵蛇一般 朝着空中的四人击舍而去 赵一凡操控着七彩琉璃飞剑 轻松地躲过 随后顿时加快了速度 秦天龙看到这一幕 怒不可遏 破口大骂 该死 定是那叫寒重的小子搞得鬼 否则凭前面胡他们 又怎么能用这当本事 可千万别让我抓住他 很快 赵一凡几人来到了鬼屋之前 停了下来 青藤道人心情大好 说道 哎呀 韩石的呀 可真有你的呀 若不是你 我们如何能够轻易地 穿过那市场 无极商人此时也是乐得合不拢嘴 说道 哎呀 估计这会儿秦天龙已经快要起得吐血了 嘿嘿嘿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欺负的样子 嘿 真是大快人心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从后方顿时涌出了数以百计的尸怪 青藤道人和乌鸡上人此时挺身而出 说道 这些尸臭就用我们来对付好了 只见青藤道人和乌鸡上人各自手掐发掘 朝着尸怪的方向红去 一时之间 场内顿时传来了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之声 水月则是看了赵一凡一眼 以传言入密说道 汉师弟随我来 赵一凡微微一愣 难道不等青藤和乌鸡了吗 水月拉住他的手腕进了那鬼屋当中 鬼屋当中视野极底 根本就难以分辨方向 赵一凡尝试着把神念释放出来 不过没出一仗 神念也无法再冲破前面的鬼屋 只见此时的千面湖走得是如此的自信 显然对于鬼屋的路线依然是了然于凶了 只是让赵一凡担心的是 他竟然就这样扔下了青藤散人和乌鸡上人吗 若不是他的飞剑可以欲空而飞 或许此人也会轻易地扔下他 看着那只抓住自己手腕的手 赵一凡睁了一下 然后停了下来 水月回头 疑惑地看着他 水月师兄 你这样做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赵一凡说道 水月冷哼了一声 一张口却是一道稚嫩的铜声 说道 哼 有什么不合适的 少两个人就可以少分一些宝贝 你我二人合力 我对这里的路线十分的熟悉 再加上你的飞剑 完全可以在这古墓当中来去自如 快走吧 时间不当人 说着 水月抓住他的手臂 力道加重了几分 快速地穿越了鬼屋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凡突然再次停了下来 水月一脸疑惑 但似乎也很快就意识到问题所在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的周围围绕起了一道道黑色的身影 一声声如女子低声啼哭的声音 长伴他二人的耳畔 这些身影的相貌 一个个如同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样 长着一头黑色的长发 神情七晚地飘荡在周围 水月猛地瞪大了眼睛 当即以传言之法说道 师弟 不要动 这些是妩媚 妩媚只会攻击移动之物 他们无形无体 法宝难伤 赵一凡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重 说道 那该如何是好 水月脸色难看地说 现在只能等他们自行离去了 记住 不要乱动 时间分秒地流逝 周围的妩媚不减反增 数量就是越来越多 周围的空气也是在一瞬间下降了数倍不正 即便是赵一凡 此刻也是略微感受到了一丝寒冷 就连空气都仿佛结冰了一样 吸入一口气 气管之中的空气都会让他感觉到 一阵的刺痛 渐渐地 两个人的身上 开始结上了一层悬霜 那悬霜越结越厚 渐渐地 把赵一凡和天面湖 冻成了两尊冰雕 此时的水月 仍然以传言之秘说道 对不起 韩师弟是我害了 我没想到 连五妹的数量也会增加 或许五年间 这大幕中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赵一凡听了这话 说道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水月师兄 都是因为你的贪心 才导致我们陷入这种危险 你应该好好自省才是 等到擎天龙他们 跟青藤散人会合 或许 我们二人便真正地成为了他们的敌人 即便我们的侥幸 从这雾昧的包围之下离开 或许未来要面对的 也是他们四人的追杀 水月哀叹了一声 不再说话了 紧接着 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凡隐隐隐约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古怪的声音 一道紫色的光芒从身后袭来 紧接着 雷雪道人从他的身旁经过 然后水晴天龙 青藤无极上人 四人看向赵一凡和水月的眼神 都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和敌 雷雪道人用紫雷将他们四人包住 那些妄媚还没有靠近 就远远地躲开了 雷雪道人在赵一凡身前停下 说道 韩师弟啊韩师弟 想来你也是听信了千面狐的蛊惑 才会扔下其他二人闯入鬼屋的 真是可惜了 秦天龙冷哼了一声 千面狐 这都是你应得的下场 还有你这小子 若是我们六人和力 谁也不会有事的 青藤散人和无极上人 此刻冷哼了一声 明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 赵一凡察觉到水月已然是失去了生气 他也有些音也支撑不出了 好在由于雷雪道人等人的路过 周围的妩媚也慢慢地减少了 赵一凡体内灵气一阵地急转 混元一气从全身的汗毛孔之中释放而出 只见他身上的冰块竟然是逐渐地军裂破碎了 紧接着 段月风在脑海中问道 小子 你没事吧 赵一凡摇了摇头 他伸手一点被冰封在冰中的水月 冰块也是瞬间破碎了 那水月直接瘫软地朝地上倒去 赵一凡一手拎住了他 并且将混元一气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水月的体内 紧接着 一股奇怪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水月的那张脸正在不断地变换 从老人少年小孩最终变成了一个 左脸上有一块红色胎记的丑陋的女子 丑陋女子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到赵一凡时艰难地吞了口唾巴 说道 安师弟 我们是死了吗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还没 不过也快了 你认得路 那就告诉我 接下来该怎么走 水月强承起精神 伸手一指前方说道 你这往前 但我让你停 你便停下来 赵一凡听闻此话 将水月扛了起来 点了点头 快速地朝着前方奔去 赵一凡背着水月 一边躲妒媚 一边快速地朝着前方掠去 此时他二人如坠入了深海之中 遭受了杀群的围攻 慢一步便多一丝的危险 往左 水月极其虚弱地说道 赵一凡当即朝着左侧逃去 同时猛然回头向后看去 原本那些面容精致的妩媚们 此刻如同换了一张脸似的 精致的脸庞变成了猙獰的鬼脸 无凹豪着在身后不停地穷追不舍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跳 单指朝天一指 十把飞剑顿时从他的体内冲出去 十把法宝一出现就是大方光芒 赵一凡心念一动 操控着飞剑朝着妩媚的方向爆射而去 飞剑轻而易举地便刺穿了妩媚的身体 赵一凡微微一息 可是还没高兴太久 那妩媚被冲散的身体竟是瞬间又凝聚在一起 果然是法宝难伤啊 赵一凡朝前急速奔跑的同时 抬头朝着上方望去 那鬼雾冲天而起 上方妩媚更是多得离谱 此刻全部涌向了他 水月师兄 这里是死路啊 水月师兄 赵一凡回头看了一眼 没想到水月这个时候竟然昏过去了 赵一凡无奈地叹了口气 脑子快速地转动 现在水月昏过去了 只有他才能带自己离开这鬼屋 眼下自己被妩媚包围 这么多的妩媚向他发起攻击 到时候即便是释放出来的痕迹也当把他冻成冰棍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凡面前黄光一闪 段月风从他的灵台之中爆射而出 落地的一瞬间周围顿时散发出了一道耀眼的黄光 他的出现顿时让那些鬼物不敢靠近 逐渐停了下来 段前辈 赵一凡喊了一声 段月风回头看了赵一凡一眼 说道 我是魂体 他们也是魂体 不过咱们已经完全被鬼物迷了心智 或许我能为你抵挡一二 你快想办法 我坚持不了多久 赵一凡心一横 没办法 现在只能用他了 此时赵一凡心念微动 紫星炉顿时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 段月风看到紫星炉 猛地瞪大了眼睛 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说道 前辈 回来 段月风点了点头 重新回到了赵一凡的体内 赵一凡也是趁机进入了紫星炉之中 整个紫星炉顿时传来了一阵阵轻微的摇晃 不过倒并没有什么大碍 赵一凡操控着紫星炉 在鬼物当中横冲直撞 那些雾媚在后方是穷追不舍 不过倒并没有之前那么勤呢 小子 这是不是山洞 段月风说道 一个洞口的位置一晃而过 赵一凡差点错过 当即调转位置急忙向后撤 随后他停在了山洞的入口 而这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先前那些穷追不舍的误媚 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对着山洞口似乎有忌惮一样 竟然是纷纷地夺路而逃 赵一凡也奄奄地察觉到 前方其他的地方都被鬼物包围了 四周能见度极低 可唯独这个山洞的洞口 就连误媚都不敢入侵 而是绕着飘过去 段月风提醒说道 小子 我看着里面好像有狗棍子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啊 赵一凡听了这话 摇了摇头 前辈 我在鬼物当中 抵挡物昧的寒气 消耗了太多的灵气 之后又为了救水月师兄 更是将我所剩不多的灵气 分给了他一线 现在已经到极限了 段月风闻言一惊 这个千面胡境界 比这小子要高尚很多 他都支撑不住了 为什么这个小子 还能撑这么久 甚至还能把灵气 分一些给水月 这简直是有为常理啊 赵一凡二话不说 便是扶下了几粒小环丹 开始打坐进来 段月风也不敢再打扰他 只是目光时不时 会飘向山洞中间 那口布满了灰尘的目光 段月风心里暗存 此地鬼物弥漫 误昧滋生 可是他们仍旧是 不敢贸然闯进这个山洞 那棺材里到底有什么 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啊 段月风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开始环视四周 不得不说 今日当真是大开眼界了 此时若不是这小子陷入了绝境 也不会将这等法宝记住了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紫星炉了 没想到竟被赵一凡得去了 这个家伙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的秘密 段月风眼下只觉得是自愧不如 千面狐的眼皮子微微动了动 随后悠悠转醒 段月风倒也不必闲 看到那千面狐醒来 冷笑了一声说 小狐狐狸 你醒了 千面狐猛的一激励 当他看到段月风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这是 还这么吩饰地狱吗 段月风冷哼了一声 你这爱天道的下了地狱 还能让你这么躺着 别乱打听了 有些事 你不知道对地有好处 千面狐老脸一红 一开口又变成一老翁的声音 说道 这里若不是地狱 我又怎么会见到段前辈您呢 段前辈似乎是浑身呢 段月风听了这话 撇了撇嘴 没好气地说道 我的肉身毁了 就剩下这一缕残魂了 你就放心吧 这不是地狱 这是这小子制造出来的一个空间 要说呀 都是你贪心 哎呀 你要不贪心 也不至于刚才差点害死了你 也嫌嫌害死我这小兄弟 我这小兄弟心善才会救你呀 若是换成别人 你早就自生自灭了 千面狐看向一旁 正不断打气回血的赵一凡 一脸羞愧地说道 这件事 的确是我做得过分了 还惨了韩师弟 但韩师弟行了 我定好好地报答他 哦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听了这话 赵一凡睁开了眼睛 对千面狐 微微地一笑 千面狐 微微一激励 一脸苦笑地说道 韩师弟 你调戏好了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差不多了 现在你醒了倒是也好 趁着还有时间 你可以恢复一些灵气 之后 我们再离开鬼屋 段岳峰这时 突然插口说 行了 我劝你们 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我看那口棺材 渗透 我总觉得 这棺材不简单 要不行 你拿神念探一下试试 赵一凡点了点头 把神念释放出来 朝那棺木上扫去 段岳峰看着赵一凡 微微一变的脸色 疑惑地问道 怎么样 小子 这里边是什么呀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前辈 你怕是看错了 那方木合 若说是棺材的话 不觉得太狭窄了一些吗 一个人如何平躺进去 我看 只能是侧躺了 天底下哪有这种棺材 段岳峰听赵一凡这么一说 也有些怀疑 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你这话说的 到底有几分道理啊 你再看看 这里头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赵一凡摇了摇头 说道 我用神念扫了一眼 里面倒不是什么宝贝 好像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头罢了 没什么稀奇的 不过 这些雾昧似乎十分忌惮这些石头 这倒是勾起了我的兴趣 段岳峰眼神微微一变 惊喜地猜测 莫非是万年的石狱吗 赵一凡差点没笑出声 他说道 段前辈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你找到万年石狱的 不过 你也不能乱猜啊 若真是万年石狱 那些雾昧 又如何会如此忌惮 怕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 总之啊 我这过去看看 千灵胡这时提醒说 哎呀 还是的呀 你这胆子也太大点了 这这鬼物中的东西 你也敢乱碰吧 赵一凡回头看下了他 说道 我的胆子倒也没你的大 你才是最不简单的那个 千灵胡自然知道 赵一凡说的是什么 听了这话 顿时老脸一红 不敢再结茬了 段岳峰听到这儿哈哈大笑 哎呀 我这中的呀 就是这般 说话直来直去的 甚对我的胃口 千灵胡啊 我还是第一次 见你吃鞭的样子哟 以往 从没在你的脸上 看过你真正的身体 看来你也不过是肉体翻胎 只是比其他人 多了几张面皮罢了 千灵胡无奈地叹了口气 段千匹 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是我太贪婪了 我一定会记住此次的教训 二人谈话之间 赵一凡也然出了紫星路外 朝着那山洞走去 按照他的想法来看 能够让误昧感到害怕的东西 应该并不多 或许那里的石头 有着克制邪碎之物的特性 若是为他利用起来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也不会像先前那般狼狈 赵一凡距离那长形的墓盒 不足三米的距离 双手竖指朝着墓盒上轻轻一点 那墓盒顿时四下散开 里面露出了几块乌气抹黑的石头 这些石头一出现 便闪烁着一阵乳白色的电壶 仿佛浑身带电一样 赵一凡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大吵一挥 把他们全部卷在了 自己的储物玉盘之中 最后又回到了紫星炉内 段月风剑男回来 急忙问道 哎 小子 你挖眼什么了 赵一凡从储物玉盘里 拿出了一块土豆大小的石头 对着二人说道 这到底是什么石头 我触摸它 并未觉得有被惦记到的刺痛 仿佛对我造成不了什么伤害一般 水月看到石头 猛地瞪大了眼睛 这是雷髓呀 对血髓之物有极强的克制力 原本是用来镇压鬼物中的 妩媚和石怪的 我说妩媚和石怪 数量为何会如此增加了这么多 原来是有人把这些雷髓都收到了这儿 段月风接过了花茶 雷髓也是一种炼击材料 只是鬼物中的雷髓 并不会有人去捡 因为他们是用来镇压这些邪髓的 哎呀 我也很怀疑 到底是谁把这些雷髓收起来的 难道有人比我们先一步进了鬼屋吗 不能啊 这墓门五年一开 莫非那人五年都没有离开过大墓啊 这大墓里待的这么久 即便是休省者的身体 也承受不住这里的杀气 这 这这这这这 这你的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赵一凡听了这话微微一息 说道 段前辈 你的意思是说 这雷髓也是炼气材料 段月风点了点头 没错 若是能够炼化到法宝当中 可是法宝具有雷霆之力 对于邪髓也是有这机枪的克制力的 说到这儿 段月风一脸意外地看下了赵一凡 说道 小子 你该不会是 想把这些雷髓据为己有吧 这雷髓本来就十分珍贵 这些鬼物之中的雷髓 放在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镇压血髓 你也看着了 若是没有这些雷髓 死在这儿的人和雷髓都犯了成什么样了 若是下次我们再来到这儿的时候 恐怕整个大漠都得变成真正的地狱 段月风十分清楚赵一凡的想法 这小子听说雷髓是炼气材料之后 眼睛里放着金光 估计是打算把这些雷髓炼进他的飞剑当中 这雷髓中毒 可是面对赵一凡的白把飞剑 恐怕也不够他练的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那又与我有什么干系啊 我只知道我来到这里 险些将小命丢在这里 拿走这些雷髓 算是当做补偿 赵一凡目光深邃 朝着那些鬼物看去 那雷髓的破坏力 远超他的想象啊 竟然无法被法宝所伤 能够伤到目昧的 或许只有这些天生克制邪髓的东西了 若是能够让他把雷髓炼入七彩流离飞剑 这些小小的鬼物 又如何能困得住他呢 而且这大幕当中 往后走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邪髓呀 即便是千蜜胡带他走出鬼物 下次要是再遇上什么邪髓 难不成只能转身而逃吗 千蜜胡听了这话 插口说道 既然韩师弟打算把这些雷髓去为己有 想必是打算把雷髓炼入法宝之中 来对付这些雷髓了 那我也正好可以趁此机会 稍稍恢复一些灵气 到时候若是遇到什么麻烦 他也不会拖了韩师弟的后腿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水月师兄自便吧 千蜜胡点了点头 随后来到了角落处 开始回气打坐 只是稍微让他感觉到有那么一点意外的事 韩师弟寻找万年诗玉 竟然只是为了剩下一缕神魂的段月风 以段月风的实力竟然被人毁了肉身了 这真是让他有点不可思议啊 赵一凡一道灵活打在了地上 随手一翻 一把七彩琉璃飞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段月风于是离得远远的 赵一凡取出了一块雷髓 将其一掌拍碎 雷髓顿时变成了粉末状 随后缓缓地飘向了空中 飞剑缓缓从雷髓的粉末当中穿过 全身顿时覆盖出了一层雷髓的粉末 赵一凡咬破舌尖 一口精血喷在了 裹满雷髓粉末的七彩琉璃飞剑之上 雷髓粉末顿时出现了一丝变化 开始缓缓地融入飞剑当中 赵一凡指引着飞剑 脂放于灵活之上断烧 剑身缓缓流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将雷髓的粉末彻底融入了剑身当中 随后他又拿出第二把飞剑 开始如法炮制 第一把飞剑在灵活的断烧之下 表面就是产生了一缕缕头发丝粗细的电弧 那电弧好像拥有生命一样 在剑身之上跳动闪烁 视而发出一阵刺耳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赵一凡唯唯一激烈 没想到雷髓的电弧看来是平淡无奇 可是炼化入飞剑之中后竟会变得如此的暴躁 段月风脸色凝重地离七彩飞剑远远的 说道 小子 你这飞剑到底是什么材料所值啊 但凡是钢铁之身 竟能如此轻易地就把这些材料吸收 而且能产生效果呀 赵一凡唯唯一笑 没有直接回答段月风的话 在段月风说这话的时候 他也隐隐察觉到他这些飞剑的不俗之处 炼器原本是一个十分繁杂的过程 可是此刻他却是化繁为简 轻易地炼化 并非是他炼器的水平有多么的高超 而是这七彩琉璃飞剑用的是他的倒心术 或许是倒心术的特性 让他极其容易吸附这些材料 并且产生效果 段月风见赵一凡不理他 顿时有一种自讨没趣的感觉 翻了翻白眼 臭小子搞得神神秘秘的 原本就不是什么太有难度的事情 再加上雷髓本身十分的脆弱 不像之前赵一凡斩获得六眼视心蜘蛛的足壳 足足是将足壳削成粉末 就让他浪费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三个时辰之后 赵一凡长出了口气 将最后一把雷霆七彩琉璃飞剑收回体内 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了 而他的身前 还剩下将近一半的雷髓的粉末 此刻粉末正在不断跳动着白色的电弧 赵一凡看看这些粉末 他说道 我将这些剩下的雷霆粉末 撒在鬼屋各处 相信也可以起到克制邪碎的作用 比起之前那个方法 是不是好上许多 段月锋插口说 我不知道 我也没试过 不过你把那东西拿远点啊 别靠近我啊 显然 现在只剩下一缕残魂的段月锋 是十分惧怕这些雷髓粉末的 毕竟雷电是魂魄天生的克星啊 赵一凡剑的千面壶还在回气 新年一动 紫星炉顿时进入他的体内 而人这时也是瞬间置身于鬼物当中 千面壶察觉终没有异 猛的一激励 问道 韩师弟 怎么了这是 赵一凡说道 我制造的空间有时间限制 时间到了 自然也就消失了 我看师兄灵气 似乎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这半日的功夫 也不知晴天龙他们 是否进入通天塔 我等还是赶紧赶路吧 千面壶苦笑着说 我就知道 先前所说 此来只是为了寻找什么万年世遇 是个幌子 面对巨大的诱惑 恐怕上人也会动翻新的 赵一凡微微一笑 没说什么 紫星炉一消失 此周立刻出现了不少的妩媚 千面壶凑到赵一凡的面前说道 师弟 也不知你的法宝与雷髓 熔炼得如何了 能不能拿出来 让我见识一下 赵一凡此刻也十分想要试演一下 雷霆七彩琉璃飞剑的威力 是否真正能克制这些妩媚 他心念一动 雷霆七彩琉璃飞剑顿时从体内飞出来 那飞剑一出现 便是引发了一阵霹雳啪啦的炸响 直接把四周围的妩媚 吓得不断地往后倒退 赵一凡看准了一缕妩媚 心念一动 紧接着身手一指 那雷霆七彩琉璃飞剑 划破空气 以流星之速贯穿了妩媚 妩媚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 化作了一缕硝烟 消失无影无踪了 千面壶看到这一幕 赞叹地说道 哎呀 还是这样 你可真是不断能够让人感觉到吃惊啊 没想到 你竟然直接用雷髓炼花飞剑 来对付这些妩媚 以前那些进入古墓的家伙 只想着快点到达通天堂 恐怕从没想过这一档事情啊 赵一凡手里多出了一个小墓盒 这墓盒之中还有不少雷髓的粉墓 说道 这些雷髓粉墓 对斜碎有着十分强大的克制效果 你我一边赶路 一边将这些粉墓 撒在四周围 相信这样一来 这些鬼魅 只敢在这鬼屋的高空盘旋 不敢下来伤人 即便有人打算 将这些雷髓 收集起来扔掉 这些粉墓 他又如何能够全部拾起 千敏胡听了这话 点了点头 随后一脸的凝重 还是得呀 经你这么一说 我也开始隐隐担忧了 将这些雷髓藏起来的人 他到底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他是否真的如同段前辈所说 真的在大墓之中 度过了五年的岁月吗 赵一凡笑了笑 说道 的确需要地方一二 不过 我倒是希望他已经死在了大墓的某个角落 在此生活五年 绝非肉体繁胎之人可以做到 一个活生生的人 出现在这种鬼怪滋生的地方生活 那岂不是成了鬼怪们 纷纷想要进宫的目标了吗 即便他躲得再好 没被鬼怪发现 可这五年他又是怎么过来的呢 如此之地 光是阴煞之气就足以杀掉他了 嘴里说着话 赵一凡一面开始操控飞剑在前方开路 将那些附近的雾媚尽数地斩杀 而千面虎则是不断对附近撒下雷碎的粉墓 一路走来看 直接在地上走出了一条通道 将那鬼物完全隔绝在外 若是以后再有人来 只需要沿着这条小道就可以走出鬼物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凡却突然微微一愣 前方竟然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 那人影保持着往后倒退的姿势 灰人冒着白色的雾气 仔细一看竟然是被冻成了冰雕的无极上人 千面虎也察觉到这一点 疑惑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不是跟着雷雪道人吗 雷雪道人的雷听道心 足以让他能有情无险地走出这鬼物才是啊 赵一凡摇了摇头 却并没有特意地加快步伐 直到来到那尊冰雕之前 赵一凡这才意识到 那无极上人竟然还活着 千面虎看了眼赵一凡 海师弟 我劝你还是莫要多管闲事为好 免得他对我们心生怀恨 恩将仇报 还是不要再结外生枝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皱眉说道 若我没看见 倒也无所谓 可我既然看见了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的 说完 赵一凡将混元之气凝聚于指尖之上 随后朝着无极上人的冰雕上轻轻一点 冰雕开裂了 无极上人并没有跟赵一凡想象中那般解冻 而是直接碎成了无数的肉块 看到这一幕 赵一凡唯唯一激励 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千面胡看到这一幕也是一脸的茫然 这 这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极为可怕 只让场内二人心头大震的凄厉喊叫 从上空传来 赵一凡抬头向空中看去 这一看 顿时觉得眼睛里都冒出了一股寒意 只见此刻在天空之中 漂浮着一具体型硕大的长发女子的身体 完全就是霧昧的巨大花板啊 霧昧plus 在那巨型霧昧的周围 更是有不少小型的霧昧在旁边缠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场内的温度竟然是一瞬间 骤人下降了数倍不止 赵一凡头发上迅速地结成了一道道的冰霜 再看到千面壶也是这样 好大的霧昧啊 我还从未见过体型如此庞大的霧昧 莫非 无极上任便是被他所伤 赵一凡当即召出了十把雷霆七彩琉璃飞剑 回归身旁 在雷霆之力的帮助之下 周围的寒气倒是没有之前那般生猛 赵一凡微微挑了挑眉 说道 估计是有人将雷随撤走 导致这些雾霉生长迅速 才自生出了这等怪物 且不说他的实力无法判断 光是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寒意 便能够让我们归原境界的修寻者 感到如此难受 此地不宜久留 花银刚落 赵一凡驱使其中一把雷霆的琉璃飞剑 在前方开路 说道 跟着剑走 赵一凡几乎是第一瞬间 就想马上离这玩意儿远一点 空中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 那巨型的妩媚显然是察觉到了赵一凡 竟直接追了过来 千灭湖面露惊恐 说道 韩师弟 他追上来了 赵一凡心念意 数把飞剑朝着巨型妩媚的方向抱射而出 妩媚丝毫了一声 张口喷出了一道寒气 那寒气竟是直接将他飞剑给冻住了剑身 那剑身竟然直接无影无踪了 赵一凡脸色微变 心中暗存 果然 那家伙已经拥有形体了 逃跑是正确的 巨型妩媚双臂一扬 场内顿时刮起了一阵刚猛的寒风 四周围的空气也是一瞬间被冻结了一半 空气当中更是产生了一律律风丝所形成的冰霜 赵一凡和千灭湖当即以双手护住了门面 地面迅速的结霜 以极快的速度攀上二人的半腰了 千灭湖脸色猛的一变 手中黑光一闪 一个火轮型的法宝 瞬间被他召唤出来 那火轮一出现 便是将整个鬼物染成了血红之色 炙热的温度直接把寒气逼得不断地向外退去 赵一凡也是心念一动 一直从未使用过的防御型的法宝 百刚也被他召唤出来 那百刚是一面圆形的小盾 一出现就分裂成四片 迅速将赵一凡围绕在其中 防御法宝之所以珍贵 是因为防御法宝拥有护主的能力 一旦使用 便无需将神念分出去操控法宝 法宝会持续环绕在主人的周围 将接近主人的一切攻击全给弹开 千灭狐和赵一凡此时二人不断地对视 或许两个人心中都在暗存 果然不到逼不得已 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底牌拿出来 千灭狐忧这个法宝若是早些拿出来 即便对付不了鬼物也能将其逼走 不过若到时候逼走了妩媚 遇到这巨型上的没有琉璃飞剑的赵一凡 或许也难有一战之力 十把飞剑再一次出现在赵一凡的身后 此刻的赵一凡浑身散发着五彩的霞光 好像天神下凡 他抬头看向前方拦路的巨型妩媚 那巨型的妩媚艳丽无比 那张绝美的面容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双眼一片苍白 全身上下散发着湛蓝色的光芒 一头长发呈现扇形 缓缓地飘飞在半空之中 那些长发好像拥有生命一样 轻轻地颤抖着 赵一凡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提醒说道 注意他的寒气 还有那些古怪的头发 既然他不让我们离开 那我们就只能迎战了 你我左右夹击 看他如何应对 嗯 千面胡心两神会 将火轮扔出去的一瞬间 食指连弹 竖道发掘打在那火轮之上 火轮顿时血光大放 红色的光芒 顿时如同火山爆发一般不可收拾 赵一凡操控着雷霆流离飞剑 双手在空中一阵有规律的滑动 使把飞剑各自从各个方向进向飞行 随后火轮和飞剑对那巨型雾霉发起了第一轮的猛攻 火轮朝着雾霉喷出了一道炙热的火柱 火柱的光芒和温度几乎将巨型雾霉身上的寒气都压制下去了 那巨型雾霉嘶吼了一声 一头长发将是瞬间暴涨将它包裹在其中 雷霆七彩琉璃飞剑落在巨型雾霉由头发形成的发墙之上 火花四溅竟是紧紧打断了他一流头发而已 火轮的炙热火焰间巨型雾霉的头发烧得发黄翻卷 却是并没有隐然 那巨型雾霉猛的一甩长发 赵一凡二人当即召回了自己的法宝护在身前 奈何还是没有挡住这股重压 二人直接被扫飞了出去 巨型雾霉鬼怪的一笑 伸手拖着下巴朝着二人所处之处吐出了一口寒气 那寒气在从他嘴里处理的一瞬间形成了无数尖锐的冰锥 劈里啪啦的声音不绝于耳 冰锥朝着两个人铺天盖地地射过来 二人各自施展诡异的身法 将这些冰锥全部都躲开了 赵一凡边躲手中一边暗自凝聚混元一气 灵微不踏起 一跃而起狠狠地朝着那巨型雾霉轰出了一阵 可怕的灵牙直接把巨型雾霉打得后退了三步之远 千面狐心中不由得一惊 韩世帝这一掌竟有此等的威力吗 吃惊的同时 他也没有在旁边什么都不干 只见此时的千面狐双手掐绝 一道黄色的光芒打入火轮法宝之中 那火轮法宝顿时一分为二 他伸手猛地往前一跳 一股可怕的重力从上方压下 直接将他的火龙给压了回来 千面狐见正面硬刚无奈 最后没办法 只好把速度放快 迅速地绕到了巨型雾霉的身后 巨型雾霉的目光随着千面狐一动而动 见他靠近忍不住眼嘴偷偷一笑 然后伸手向着千面狐点了一只 一面圆形的镜面双镜 在他的指尖破碎 千面狐顿时如同遭受了重创一般 竟是直接往后一样 口中喷出了一口老血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 眉头微微一皱 心里暗存 这巨型雾霉 怕是有归原境界的实力 我二人如此攻击 竟也只是伤了他分毫 若是再纠缠下去 绝无好的结果 赵一凡想到这儿 突然轻贺了一声 巨型雾霉被鹤声吸引 转头向他看去 空气当中传来了一阵巨响 赵一凡脚踏零微步 化为了一道黑色的闪电 迅速从巨型雾霉的眼前闪过 巨型雾霉伸手一抓 却是抓了个空 赵一凡来到千面狐的身旁 将其一把抱起 连连施展零微步 迅速地没入了鬼雾之中 那巨型雾霉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的难看 竟是直接撒鸭子追上去了 千面狐虽然身受重伤 不过此刻却还保持着惊醒 韩世丽 要给你添麻烦了 赵一凡此刻 没想顾及其他的 此时他心中隐隐后怕 若不是千面狐先比他一步 靠近的巨型雾霉 恐怕他就会抢先一步 和这巨型的雾霉近身作战了 到时候受伤的恐怕就是他了 果然多一个人 确实多一分力 找一凡救他 自然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我怀疑 那些雷随 就是被这巨型的雾霉拾起来 藏进那个山洞里的 千面狐点了点头 突然猛地瞪大了眼睛 小心 赵一凡余光向后一瞟 果然那巨型雾霉追上来了 他轻横了一声 顿时加速 一瞬间冲出了鬼屋 冲出鬼屋的一瞬间 他下意识地朝下方看去 只见雷雪道人 秦天龙 以及青藤散人 竟然都在下方 此刻好像在休息打坐 莫非他们三个人 在鬼屋当中走了三个时辰 这才刚刚出了鬼屋 仔细一想到也没什么不可能 那无机上人被他发现的时候 还尚有一丝气息 在巨型雾霉 这等恐怖的寒气之下 恐怕一般的 归原镜修行者 在顷刻之间 就能被冻成冰雕啊 秦天龙等人看到赵一凡 他们也是一脸意外 可是当看到紧随赵一凡 追出来的巨型污蔑的时候 三个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该死 你怎么把他引出来了 走 快走 秦天龙这时一马当心 扛起虎头金刀 快速地向着前方的山谷当中 跑了过去 赵一凡身形一晃 来到几人的身前 微微一笑 几位师兄 可有为我找到万年世约 秦天龙此时也顾不上形象 破口大骂 韩蓉 你他娘的想死 可别拉上牢子 你知道我们为了摆脱那怪物 费了多大的力气吗 我只想一刀劈死你 赵一凡却是面不盖色地说道 秦师兄 若是你将我劈了 你三人之后如何离开大墓 多一个人 就多一分力量 不是吗 眼下还是将私人仇院放在一旁 安心逃跑完 雷雪道人这时也说 心寒的这小子说得对 我们都小看了这一次的大墓开启了 虽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里的邪碎也都变强了 我们这些人绝不能再少一个了 青藤三人一脸赞同地点了点头 正是如此 不过韩师弟 你现在是否有些后悔 跟水月离开我和乌姬上人 吃了不少的苦头吧 赵一凡听了这话 对是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说道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 这巨型妩媚似乎不追到我们便不罢休 看来只能是应平了 希望诸位师兄多多出力啊 秦天龙三人瞪时脸一黑 不得不停下脚步 死人这时抬头看向巨型妩媚 千灭胡也是强撑着 从赵一凡的肩上跳了下来 巨型妩媚看到眼前这五个人 眼中流露出了一抹极为妩媚的笑意 那笑声听得五个人心中寒毛都竖起来 秦天龙微微一缩瞳孔 说道 这巨型妩媚身上的寒气 使得我们连身都禁不了 即便是五个人 恐怕也难以视他的对手 真的要动手吗 赵一凡此刻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目光冷烈 灵气狂窃而出 整个人如同处在狂风之中 一身长衫被狂风吹得烈烈作响 气势逼人 不杀他 我等寸步难行 诸位师兄 还是将底牌都拿出来吧 免得到时候后悔莫及 我和秦师兄去牵制此怪 其他师兄随意 擎天龙猛地瞪大了眼睛 心中暗骂娘啊 怎料这 韩师弟竟是率先冲向了巨型妩媚 他也不得不跟上 青藤散人拿出了一把青色的长尺法宝 那法宝一出现便是迎风见长 青藤散人连续打入了几道黄光 进那青尺之中 只见青尺顿时发出了耀眼的青色光芒 光芒化作了一根根的芒钉 铺天盖地地朝着那巨型妩媚的方向 积舍而去 千面胡深吸了口气 将火轮法宝重新召唤了出来 一声声如同老牛嘶吼的沉闷声响 随着火轮的转动不断地传来 雷雪道人紧握住对方的双手 竟是缓缓地升空 从他二人的身上 竟是开始不断地产生浓浓的黑色雷云 雷云中紫电缠绕 迅速将所有人都包裹在其中 天空当中是四方云洞 雷云压顶而来 仅仅只是一瞬间 整个场内 顿时变成了一处极为可怕的末世战场 赵一凡一脚才踏入空中 一声惊雷便从他的脚下传来 他的速度顿时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速 误媚一伸手 拨开朝他射来的盲钉 张口朝着赵一凡喷出了一口寒气 奈何赵一凡的速度太快了 误媚的寒气根本就无法碰触到他 他那庞大的身躯 也随着赵一凡的高速移动 而原地转了一百七十度 擎天龙看到这一幕 心中惊叹之余 也是怒吼了一声 手中的虎卫金刀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 右脚猛地往前踏出了一步 双手紧握刀向上一挑 仿佛从擎天龙的体内 传来了一道可怕的雷音唬啸之声 那金色的刀器自虎卫金刀之中略出 在刀尖前端形成了一道可怕的半月形的刀器 刀器正中巨型雾媚的身体 雾媚身上的蓝光顿时闪烁不断 发出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 那张绝美的容颜也是一瞬间变成了一个苍老的老夫 疯狂地伸长朝着秦天龙的方向砸去 银丝直接在坚硬的地面上刺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赵一凡来到秦天龙的身旁 二人迅速地向后身形暴退 巨型雾媚竟是毫不停歇地迎来了第二轮的法宝进攻 紫色的雷电和千面弧的火轮法宝 仿佛在此刻融合在了一起一样 火海之中紫雷跳动 巨型雾媚顿时是苦不堪言 秦天龙大喜过望 对 就是这样 看来这巨型雾媚也并非不可斩伤嘛 赵一凡微微一皱眉头 说道 秦师兄 莫要掉以轻心 巨型雾媚能够承受得住伤害 说明他本身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 仿佛正应了赵一凡的那句话一样 巨型雾媚身上顿时是蓝光大放 从他脚下涌出了一股可怕的寒气 整个地面青涵之间变成了寒冰地面 那火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青藤散人和千面狐猛的一激励 因为他们的法宝竟是在一瞬间就被冻结了 纷纷落在了地上 最终被寒气融入了冰层之中 哼哼 我的法宝 快退 莫要摘上的痕迹 千面狐虽然也十分心疼自己的法宝 但是还是在一瞬间就做出了十分果断的决定 五人再次一起向后退去 那巨型雾媚此刻怕是真的暴怒了 双臂猛的一盏 口中发出鬼呼狼嚎一般的声响 从寒气当中竟是不断变换出了无数的雾媚 这些雾媚已出现 便不断地朝着周围喷吐着寒气 赵一凡等人不断地后退 而他们后面的路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截着冰 四周顿时被一层冰霜所覆盖 仿佛众人来到了一个极寒酷地一般 秦天龙看了一眼一旁的雷雪道人 二人原本就被巨型雾媚所伤 原本就急需治疗 现在强行抵抗着巨型雾媚更是伤上加伤了 雷雪 你把二人怎么样了 雷雪道人脸色难看得对秦天龙摇了摇头 秦天龙心中愤怒 看向了赵一凡 沉声说道 还是得 这巨型雾媚是你一来的 你快想个办法 千命虎捂着胸口 说道 秦天龙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家既然都在这大幕当中 遇到什么问题应该共同面对才是 你为何不说是你们唤醒了那巨型雾媚的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诸位师兄 现在可不是争吵的时候 你们看 那巨型雾媚似乎没有再前进了 经由赵一凡这么说 其他人也几乎都发现了 巨型雾媚以及其他的那些雾媚似乎停在原地 并没有再往前 赵一凡脸色微微一变 当即一跃而起 遇见升上了高空 他向下看去 这一看下去 心中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 落回到地面上 秦天龙看着赵一凡冷哼了一声 说道 赵师弟 我们还以为你要逃呢 赵一凡听了这话不度 反而笑了一笑 说道 我逃个什么呀 我只是想弄清楚 为什么这些雾媚不敢靠近我们的原因 秦天龙又是一声冷笑 说道 没想到韩师弟如此有本事 那你可知道这些巨型雾媚不再靠近我们的原因了吗 若是搞清楚 何不说出来让大家找找见识呢 千年胡眉头微微一条 说道 丁年龙 你说话何时如此阴阳怪气 咱们现在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秦天龙听了这话 故作吃惊 哎哟 千年胡 这种话居然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真是让我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难不成是我听错了吗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当初你将我和雷雪道人置身于狮朝之中 为什么不想到这一点呢 当初你带着韩师弟进入鬼屋当中的时候 为何没有想到这一点 千年胡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 说道 你自己不也是吗 你们被困在世朝 原本就是打算比我们更快地闯过那鬼屋 大家彼此彼此 赵一凡看着场中争吵的二人 眼神微微一了 说道 你们几个 吵完了秒 秦天龙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挑 嘿 韩师弟 你的修为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最低的 怎能听你们的语气 好像我们几人都不如你一样啊 竟然还敢擅自指挥我的 我警告你 不会有下一次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 密色淡然 说道 秦师兄怕是有所误会 只不过无意义的争吵 只会消耗我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丝薄弱关系 眼下 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正好师弟先前 欲空而起 稍微地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若是能够给师弟一点时间 或许 我们可以平安无险地 到达此大墓正中心的通天堂 这话一出 众人皆是微微一愣 秦天龙和雷雪道人 此时也是相互对视了一眼 随后由雷雪道人问道 韩师弟 你为何认为那通天堂是大墓的正中心处 莫非你刚才真的看到什么了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此大墓并非随意打造 而是被人特意建成了乾坤八卦盘的特殊地形 而我们现在 正处于乾坤八卦盘的昆卫 与对卫之间 入口是生门 我们一路向北而行 过昆卫 可鬼物 却挡在了昆卫的前端 将我们逼到了对卫 八卦八个方位 每一个方位 或许都有一处类似的鬼物一般的存在 比方说 昆卫聚集了狮巢 这些狮巢 就只能够在昆卫行动 不得愉悦 这是被人精心设计的一种规则 只要我们跳出昆卫 这些妩媚就不会再接近 而我们现在在队尾 只要一直往前走 便可以直接到达通天塔 不过 相信到时候 仍会遇上其他的危险 迫使我们不得不往前卫而去 直到我们通过了乾坤八卫 或许才能够真正地到达通天塔 秦天龙听了这话 微微挑起了眉头 说道 韩世丽 我们可是来过一次大幕的 之前可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初我们穿越鬼物 来到这片山谷 就直接到达了通天塔 赵一凡微微微一笑 解释说道 正如秦师兄所说的那样 五年前 你们并没有被乾坤八卦的地形所限制 便直接达到了通天塔 可现在的情形已经变得不同了 狮朝和雾媚 他们的数量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 而鬼物之中 原本用来镇压斜碎的雷碎 也被人进行了移动 这很显然 是有人刻意而为之 或许这五年 有人正在不断地调整此处的地形 将真正的乾坤八卦古墓的最真实的一面 展现了出来 我没有去过通天塔 不过我却可以断定 那个人 或许就在通天塔内 千灭胡听了这话 却是一条眉毛 说道 相传但凡是大幕 都会有守墓人这一说法 可是我们却从未见过什么守墓人 甚至直接进了通天塔 可是那一次 我们难道不是被通天塔五层的一道灵牙 给逼退的吗 金天龙 雷学道人 你们还有印象吗 听了这话 金天龙的眼神微微一变 说道 那套灵牙 还无法确认到底是人还是树 只是太过强大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才决定不再往上闯 你是如何断定 那套灵牙便是此地的守墓人呢 赵伊凡听了这话 微一笑说道 总之 我已经将我的猜测都告诉你们了 是走 还是留 你们自己决定吧 扔下了一句十分不负责任的话之后 赵伊凡静静地观察着众人的脸色 按照赵伊凡的推算 这座古墓的凶险程度 已经超出了他们上一次来的数倍之高了 或许更有古墓的守墓人在暗中作乱 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往前或许就是九死一生了 可若是打算远路返回 那巨型雾昧便在鬼物当中对他们虎视眈眈 在鬼物当中的巨型雾昧的实力如今也是大大的增加 想要从那雾昧的手中逃脱也并非是一件异事 秦天龙看了一眼雷雪道人 说道 你们先子行疗伤 若是韩石帝说得不错的话 我们处在昆队二位交接处 也不会有什么威胁 雷雪道人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就地疗伤了 前面胡志士也是抓紧时间 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直让自身保持一个全胜的状态 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秦天龙对赵一凡使了个眼色 随后朝着某个方向走去 二人来到了一块凸起的石头后方 秦天龙说道 韩石帝 我秦天龙男是一个粗人 对于什么古墨镇法 乾坤八卦更是一窍不通 不过 这二十年来 我每一次都会来到这里 正是因为听闻了一个传说 据说那通天塔的塔顶 有一件宝贝 得此宝者便可得天相 那通天塔一共有九层 而且塔中妖兽众多 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存在 他们被关押在通天塔内 一旦闯入者 进入了通天塔 他们就会全力击上 这次我一定要上到第六层 第七层 直达到第九层 秦天龙对赵一凡 表达了非去通天塔 不可的理由 看来不管是什么 也难以阻止他 再继续前进了 赵一凡疑惑地说道 秦师兄 你跟我说这些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看出了 此地的地形和阵形 其他的 我也无能为力啊 秦天龙轻哼了一声 说道 我秦天龙一向看人极准 我看得出来 你比他们强多了 我与你讲这些 只是打算确认一件事情 你是否会继续往前走 赵一凡听了这话 挠了挠后脑勺 说道 若是太危险了 或许我会止步 毕竟 能够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我来此 也只是为了寻找 万年诗语 和万年樱怀木罢了 或许我要的东西 就在那鬼物之中 若是我小心寻找 应该能够找得到的 倒是让秦师兄见笑了 秦天龙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 樊师弟 国人是个实在人 只是如果你不愿意去的话 那倒是实在有些可惜了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他们同时感受到了 一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朝此处逼近 秦天龙微微一愣 急忙从石头后面走了出来 只见两位道庄老者 落在雷音道人的身前 此二人年纪 看样都已经步入花甲之领了 似乎刚从鬼物当中冲出来 身上竟还沾染着冰霜 不过很快 那些冰霜便化为屡屡白烟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秦天龙猛得一激励 没想到他们几年也来了 赵一凡疑惑地问道 秦师兄 莫非你认识这两位老道 秦天龙点了点头 说道 这二位道人名气倒也不小 那红袍道人名叫段清风 大名鼎鼎的青竹门的掌教 境界早已达到了归原五层 身边那个瞎眼的老道名叫孙一喜 刚要灵手恶人的凶好 归原四层的境界 他人都不是附近的修行者 去年我等从古墓中出来的时候 倒是打过一次照明 他们是来晚了 约好五年之后 一起再来 还以为他们又要错过 没想到他们倒也真来了 秦天龙说完 虎步龙行从山石后面走了出来 老舍说道 段师兄 孙师兄 二位师兄 可还记得我吗 段清风和孙一喜闻言看过去 段清风微微一愣 玄机笑着说 哎哟 原来不是秦叔的呀 我看到雷雪三人在此 心里还在想你去哪儿了 没想到 竟是躲在石头下面 吓唬我们哪 我听外面一名晚辈说 这古墓早已开了半日了 为何你们却还在这里 没有去那通天塔呀 秦天龙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哎呀 二位师兄有所不知 听我细细将来 于是 秦天龙把古墓之中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地 讲给二位道人听 孙一喜 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哼 哼 你所说的韩石弟在何处 莫非就是你身后的那位吗 秦天龙的身后 自然就是赵一凡了 赵一凡这时也急冒营上 说道 师弟见过二位师兄 孙一喜微微一笑 说道 既然你已经看出 这里的凶险和暗藏的玄机 不知道 你接下来要什么打算呢 说话之间 那名叫段清风的道人 也看向了赵一凡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 我就不打算往前方深入了 方才 秦师兄还在担心人数过少 难以突破前方的障碍 现在有二位前辈的加入 想来 绝对不会再有危险了 秦天龙此刻也是心情大好 原本还打算再拉拢一下寒忠 没想到 孙段两位师兄竟然能及时赶到 这么一来 他倒是放心多了 段清风目光在周围扫了一圈 说道 不知其他几位师弟可还愿意 通前往吗 千灭胡下意识地看了赵一凡一眼 说道 若是有两位师兄相助 想来我等之前的担心 便不足为惧 我愿意跟随 清藤散人 黑黑一笑说道 嗯 难够以孙段二位师兄同行 是属我清藤的荣耀 我清藤也愿意相随 段清风听了这话 一脸满意地点了点头 总之现在是多一个人 就多一分力量了 赵一凡于是就像被人孤立了一样 几个人围在一起 一起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走 千灭胡这时来到赵一凡的面前 汉师弟 你真的不打算再去了吗 有孙段二位师兄加入 我等的前路定会畅通无阻啊 赵一凡摇了摇头 说道 一开始我就说了我的目的的 而且 这一群人原本相互对立 现在受刑事所迫 这才不得不拧成一条绳子 若是真正地遇上什么危险 根本没有办法指望他们多处理 先前对付妄媚之事 我便能够看得出来 那晴天龙 不过是被我逼得不得不上 而其他的人 也只是单纯地照出了许多的法宝 随意应对 每个人都暗藏鬼胎 跟他们在一起 让我很不舒服 你也要当心一下才是 千面胡听了这话 尴尬地笑 这番话果然也只能从韩师弟的口中听到的 若是换作旁人 只怕会随便找个理由来搪测我呀 不过这也更加说明 韩师弟的确拿我水月当朋友 你更是数次救了我的性命 此次分别也不知该如何报答于你 我这儿有件东西要送给韩师弟 希望韩师弟莫要嫌弃 说完之后 那千面胡 竟是把一个面具递给了赵一帆 赵一帆接过了面具 微微一愣 疑惑地说道 水月师兄 这是什么 千面胡左右看了看 以传音之秘说道 世人都以为我修炼了某种术法 才让我看起来男女不便 其实我只是在某个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一套化身面具罢了 总共有三十六副人品面具 只要戴在脸上 不仅可以改变容貌 甚至连身形和声音都可以改变 这也算是为了报答韩师弟 数次救命的恩情 还望韩师弟莫要将此事说出去 为我保密 原来这才是千面胡真正的能力 没想到千面胡竟然会把他的底牌 完全告诉赵一帆 而且还送了他一副人皮面具 赵一帆接过那人皮面具 贴身藏好 说道 那师弟我就不客气地收下来 千面胡冲他微微一笑 随后就朝着段清风等人走去 段清风见千面胡回来 说道 这位师弟 你来得正好 我们刚好谈到了较为重要的地方 赵一帆十分识趣地远离了这些人 来到一处山石的后方 将那人皮面具拿了出来 这是一张洛塞胡大汉的脸 和青天龙有几分相似 跟本人的相貌也有着极大的差距 这面具可以说能完全骗过归原境修行者的眼睛 是一件不可夺得的质宝啊 也是现在赵一帆认为最需要的一件东西 段月峰感叹地说道 哎呀 小子呀 不叫不说呀 你教会了我一个道理 赵一帆微微一愣 说道 什么道理啊 我怎么不知道 段月峰轻横了一声 说 自然是好人有好报这个道理嘛 你真心对那千面胡 又貌似数次地救他 一般人可做不到 哪怕是千面胡这种狡诈之辈 也会被你的行为所感动啊 不惜对你底牌全露 更是送你一幅如此重要的面具啊 赵一帆眼神微微一变 说道 你又怎么知道 我是真心对他的呢 若是赵一帆此刻能够看到灵台之中 段月峰的表情 定然会发现 段月峰此时双眼猛地瞪大 用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他 赵一帆淡淡地说道 只要以后我能够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 过程什么的都不重要 说完 赵一帆转身朝着段清风等人方向看去 所有人以段清风为首 开始朝着山谷之内创去 赵一帆低头看了眼手中的面具 微微一笑 说道 我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结局还算不错 此时段月峰内心之处无比的震撼 难道这小子接近千面壶的目的 只是为了单纯地撬出千面壶能够变化成任何人的秘密吗 当然 这也的确是赵一帆目前最需要的一件东西 只是让他感觉到震惊的是 之前他所看到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这小子在故意演戏 做给千面壶看的 那目的就是为了让千面壶感激他吗 段月峰实在是有些看不透眼前 这个小子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当初在地牢相见他也是这样 他都已经决定要死在地牢了 寻常人或许就能要成全他罢了 这小子却是强行地斩断了铁钩 把他给带走了 导致他想要假死的计划泡汤了 最后不得不将神魂寄养在他的体内 这小子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满脸的不感兴趣 可是偏偏最后得到那些东西的却是汤 段月峰微微地握紧了拳头 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沫 心里暗醇 难道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到我的钥匙吗 段月峰越想越觉得头皮发麻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扭回头他对赵一凡说道 小子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直接离开啊 赵一凡却是微微一笑 说道 前辈 我还没有帮你找到你要的万年诗语和万年阴怀木呢 怎么能够就这样离开呢 那之前所做的一切不就白白浪费了 段月峰心里骂了一声娘啊 安存果然是个狡猾的小子 原来他根本就没打算这么离开呀 之前还跟段清风等人说太危险了 要止步于此了 赵一凡掐了掐时间 感觉差不多了 起身看向了山谷 段月峰哭笑不得地说 哎呀 你这小子果然更个人精似的 你不打算跟他们为伍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先走 你在后头好省些力气啊 赵一凡没有打理他 而是朝着前方被冻结的冰层走去 千灭湖的火轮法宝 还有青藤散人的青齿法宝 都被冻结在里面 冰层太厚了 而且距离鬼物也太过靠近 或许是他们担心会惊动到鬼物内的妄媚 所以没有选择立即拿走 赵一凡心念一动 一把雷霆七彩琉璃飞剑 从他的背后冲出 剑随意念而动 狠狠地撞入了冰层 冰层瞬间裂开了 不过却并没有到达法宝被冰封之地 击连的几次轰击之后 冰层的裂口是越来越大 直到露出下方的两件法宝 赵一凡身手一抄 那火轮和青智法宝 便被他拿在了手中 赵一凡把玩着这两件缩小的法宝 说道 段前辈 这两件法宝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质的 你帮我看看 段月风轻哼了一声 虽是有些不乐意 但还是扫了一眼过去 两件都是宝器 而且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你小子不想走 就是为了破冰拿走这两件宝器吗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扔了岂不是浪费了 我带走 也是物尽其用而已 将两件宝器放入储物玉牌之中之后 赵一凡看了眼天色 随后朝着山谷之内走去 果然还是去了 前方不断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打斗声 只见山谷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突然多出了无数 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怪物 这些石人拥有磐石一般的外表 使用法宝都难以伤其分好 而且数量众多 段清风几人合力对付 也是颇为吉少 赵一凡又看了一会儿 随后欲见而起 直接朝着反方向飞去 段月风微微一愣 疑惑地问道 小子 你要去哪儿啊 你不跟着他们了 赵一凡皱了皱眉 说道 跟着他们 那我要猴年马月 才能够达到通天塔 段月风震惊地说道 那你之前说的千昆八卦 都是你胡扯的呀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挑 说道 不愧是段前辈啊 被你看出来了吗 段月风真希望 此刻自己不是魂体 而是拥有肉体 这样他就可以 掐死赵一凡了 现在你小子 直接前往通天塔的方向 说明什么 乾坤八卦 根本就是没影的事啊 那你之前说那些话 不是胡扯又是什么呀 仔细回想了一阵 段月风又觉得不对 说道 不对啊 如果你所说的 千昆八卦 真是假的 那为何那物昧没有继续追赶你们 而是选到回去了 不是因为受到八卦方位的限制 无法前行了吗 这一点你怎么解释啊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那物昧原本就是在鬼物之中 由死在鬼物之中的人所演化而来的 他们自鬼物之中诞生 受鬼物的限制 不得离开鬼物 要不然 要不然一开始 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不只是看到失潮了 这些妄媚 也会跟着那些失潮一起出现 妄媚无法离开鬼物太久 只是如此而已 段岳峰听了这话 猛地瞪大了眼睛 张开的嘴巴 好像能塞下一颗鹅蛋 这小子竟然把他都给骗了 要是段清风他们得知这件事 不知道得气成什么样 还傻傻地按照乾坤八卦的地形 在通天塔的附近兜圈子呢 赵一凡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反而话锋一转说道 对了 段前辈 当初你去通天塔的时候 进到了第几层 也不知 我一会儿需要注意点什么 段岳峰没好气地说道 这我一别死里头就行了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赵一凡听段岳峰的语气 如此地不负责任 眉头微微一挑 说道 段前辈 你这是怎么了 为何你对我的语气 怎得突然如此冷漠 段岳峰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你小子连我都骗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好好说话 不过碍于裂灭 段岳峰说道 怎么着 我说错了 赵一凡没识他这茬 突然提议说道 好 我怕我会遇到危险 不如段前辈 你先将天地无惧传授给我 到时候 若是真的遇上了什么对付不了的事情 我大可一念而逃 段前辈 觉得怎么样 段岳峰冷哼了一声 你的段前辈 学的并不怎么样 我原本还打算找到万年事与之后 再把天地无惧传授给你的 现在想想 我还若待在你的灵台中好了 天地无惧 等以后实际成熟 我得交给你 赵一凡听了这话 略有疑惑地问道 段前辈 这是为何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要不然我来这里做什么 段岳峰又是哼了一声 那咱回去吧 这确实挺危险的 段前辈啊 赵一凡此时是苦笑连连的 他实在没办法拿段岳峰怎么着了 通天塔 是一座无比巨大的红色宝塔 如同一根巨型的金刺 从地下冲出地面 直插苍穹 赵一凡微微一皱眉头 说道 这就是通天塔 前辈 这通天塔里面 到底是什么 段岳峰冷笑了一声说 这通天塔那边是一方世界 前四层的尸寿 几乎已经被清了个七七八八了 里面有不少是山洞 里面的宝贝也都被半空了 不过这第五层却一直没人能上去 听说第五层有一位实力十分强大的修行者 也有人说是尸寿在收塔 有些对自身实力不自信的都没敢往上走 赵一凡疑惑惑地问道 我听擎天龙说 那通天塔内似乎有一件宝贝 那个宝贝可以让一个人得到天下 不知道是不是谣传 段岳峰听了这话 咧嘴笑了 没人上去过 自然也无法确认 此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过这话一出 倒是引来不少的修行者来此 只可惜啊 来的人越多 死的也就越多 几年来已经没人赶在这了 即便是来了 也都是只在古墓外头打转 现在世朝如此的精神 等到那些人离开古墓之后 把此事传出去 恐怕五年之后 也不会再有人敢来这了 二人谈话之间 赵一凡出现在通天塔的巨大鸿门之前 这通天塔好像是巨人打造而成的一般 赵一凡站在通天塔 门前如同是一只蝼蚁一样渺小 不过他一靠近 一声极为沉闷的声响从门上传来 那巨大的珠红色的大门 竟是缓缓地朝两边打开了 大门之上竟是出现了一处 传送阵法的蓝色漩涡 赵一凡在门前稍微检查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于是一脚踏了进去 在一阵刺目的极光当中 赵一凡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处原始森林地带 一股股淡淡的泥草的清香味 钻入了他的鼻孔之中 赵一凡不由地觉得精神一振 当下一跃而起 直接平地齐悦跳了数百丈之高 整片原始森林尽手眼底 而且看来这里并没有什么近空的阵法 飞行根本不会受到限制 赵一凡瞳孔微微一缩 注意到前方不远处 有一处冲天而起的光柱 那光柱是何物 莫非就是通往第二层的通道 段月风嘿嘿一笑 下一秒赵一凡顿时感受到 一股可怕的重力当头压弃 他急忙屏住了呼吸 整个人快速朝地面落去 整个地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 地上顿时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赵一凡脸色艰难地从坑里爬了出来 说道 段前辈 我希望以后这种事情 你最好早点提醒我 段月风听出赵一凡言语之中的威胁之意 清了清嗓子说道 我若是提前告诉你 你如何能够看到第二层入口的通道在什么地方啊 那光柱就是入口 想要进入第二层 便必须要从最底部的光柱入口进入 不过时隔上次已经是五年了 或许这森林当中的妖兽 又再一次进行繁殖 这些妖兽的实力高低不等 总之啊你自己小心点吧 赵一凡点了点头 体内灵气一阵地急转 快速朝着光柱的方向冲去 赵一凡将神念迅速放出 让他感觉到奇怪的是 他在附近竟然感觉不到一丝火雾的气息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段前辈 这一座原始森林之中 枝繁叶茂 草木风涨 应该十分适合妖兽居住才是 可我将我的神念放出去 却丝毫没有感受到火雾的气息 这里原本就是这样吗 段月风微微沉夜 说道 你怎么也说 我也注意到了 这里聚会原本就是这样的 当年我来这里之时 这里的妖兽由于数量太多 每日都在附近巷火刺上 虽然后来近来不少人 将此处的妖兽铲除了七七八八 不过有些妖兽善于躲藏 恐怕绝没有被消灭干净 五年过去了 就算是尸骨也该留下一些 这儿太干净了 好像是有人特意将这些尸骨清理掉一样 赵一凡点了点头 缓缓地放慢了欲空的速度 突然一声沙沙声钻入他的耳畔 一道破风声从左侧传来 赵一凡侧身一躲 一个类似包子一样的物体 从他眼前一闪而过 赵一凡伸手一抓 缓缓落地 这是 手掌上出现一个类似花苞一样的物体 仔细看花苞似乎还在微微颤动 神念扫进去看 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奇特之处 突然 花苞碰的一声爆裂了开来 绿色的江水似箭而出 紧接着一面黑色的大网瞬间形成 直接将赵一凡困在黑网当中 黑网粘稠 并且具有较强的酸性 一阵阵刺鼻的味道 不断地刺激着赵一凡口中的唾液 左侧的密林当中突然传来一声怪叫 一道血红色长满稻刺的藤腕 顿时从密林中探出 朝着赵一凡的方向 快速卷来 赵一凡轻哼一声 用力一睁 那黑网瞬间破碎 血色藤腕直接缠绕住他的手臂 随后顿时传来一阵怪力 奈何这股怪力对于赵一凡来说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什么鬼东西 竟敢偷袭我 赵一凡反手握住血色藤腕 猛地往自身的方向一撑 只听密林处传来了一声古怪的声音 一阵嬉嬉缩缩的声音之后 紧接着密林顿时被朝着左右两侧压倒 一头体型巨大的毛象从密林中冲出来 大象的脑子长着一朵十分丑陋的怪花 赵一凡手中的藤腕竟然就是这怪花的舌头 再看怪花身下的那头毛象 仔细看这头毛象的身体似乎早就已经腐烂了 散发着一股十分难闻的臭气 怪花的血色藤腕爬遍了毛象的全身 腐烂发臭的肚肠悬挂在肚子下面 看起来极为恶心 赵一凡脸色猛的一变 将那藤腕撒手一放 说道 好恶心的妖物 我这就送你上路 单手一翻 一道灵火自掌上翻飞 赵一凡屈指一弹 一道灵火直接打在了那毛象花怪的身上 毛象身上布满了长毛 再加上早已死去多时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沼气和长毛 变成了最有效的引燃物 灵火瞬间爬满毛象花怪的全身 毛象依然站在地上一动不动 那全身着火的花怪 却是发出了一声生气力的惨叫 痛苦不已 疯狂地挥舞着血红色的藤腕 毛象的肚子也是在一瞬间逐渐长大 赵一凡看得直皱眉头 当即离死要远远的 毛象花怪的身体竟是如同气球一般爆炸了开来 从他们身上溅洒出来的绿色枝叶 瞬间把附近的草木点燃 森林大火正是由此形成的 赵一凡一想到之前所看到的那个东西 就是一阵的头皮发麻 难道这里的妖兽都被类似这种怪花给杀了并且寄生了吗 否则它怎么可能离一丝活物的气息都无法察觉得到呢 或许现在这个原始森林几乎都已经被这种怪花给占领了 大火蔓延得很快 赵一凡也无形管束 他的注意力此刻集中在不远处的一棵 体型看起来有些跟附近的大树不太一样的枯树之上 那枯树的树身不似其他的树干那般平滑平坦 树身凹凸不平 臃肿难看 大火即将烧到这棵怪树的一瞬间 怪树的两个凹陷的树洞竟是直接冒出了两道绿油油的光芒 整棵怪树突然拔铁而起 迅速地朝着反方向跑去 赵一凡微微瞪大了眼睛 说道 段前辈 你可看到了 段月峰惊愕地说 我自然是看到了 那些都是什么怪花 我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玩意儿 赵一凡疑惑地说 连段前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吗 段月峰微微沉咽 说道 哎呀 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观其冒 想来应该是传说中的 树药花妹之类的精怪呀 可是这些树药花妹 喜欢安静 他们的修炼方式 要比较特别 以明修为主 一旦进入休眠 便可修十几年 好几百年的修炼 也就是我常说的深度修炼 或许有时候 自身的躯体被毁了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我 赵一凡苦笑地说道 我倒是看不出来这些树药花妹 喜欢安静和免修 我倒是看出来 他们似乎十分的适血 好杀 段月峰冷声说 都若真的如同你猜测的那般 那你此刻或许早已是置身于药群当中了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我对他们兴趣平平 他们对我或许是兴趣浓烈 不过此事与我无关 我来此的目的并不是跟他们较量的 花落 赵一凡体内灵气一阵的急转 灵气通足 一股狂风自脚下向四面八方吹开 灵微步 地面微微出现了一道凹陷 赵一凡如同一颗炮弹一般 朝着前方暴力而去 左右两旁的景物 快速地在他的身边不断地后退 逐渐模糊变成了一道绿色 可见他的速度得有多快 通往第二层的光柱看似不远 可赵一凡越是靠近 越是让他想起了一句话 叫做望山刨死马 他全速前进 竟然并没有太多明显地 拉近他与光柱的距离 分明正在咫尺 可越是接近 那光柱的体型就变得越大 赵一凡咧嘴一笑 说道 前辈 通天塔的第九层 不知道有没有万年失欲这种宝贝呢 段月峰没忍住笑道 哈哈哈哈 臭小子 你不是好奇想去九层看看 莫要以为我找寻万年事欲为这口 只不过呀 我不得不提醒你 你可别小看这通天塔呀 通天塔一层就是一方世界 而且越往上越难爬 当初大墓处子被人发现之时 数百桂云大修 同心协力 倒也才杀入第五层 你想一个人走遍九层啊 我确定还是不要乱来得好哦 段月峰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你晓得该不会真打算去九层看看吧 哎 若是遇到危险 莫非你还想让我再使用一次天体无据 带你离开吗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段前辈 我可没那么想啊 我只是好奇 想要去看看罢了 段月峰一阵的无语 此时此刻心里万分后悔 寄宿在这个家伙的身上 赵一凡分明就是依仗他的天地无据 打算进着通天塔之中放手一搏呀 他自信自己不会死 因为段月峰不会让他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赵一凡突然一跃而起 双脚猛地一踏地面 整个人瞬间停了下来 段月峰疑惑地问道 哎 彪子 怎么不跑了 赵一凡看着前方那棵栏路的大树 眼中闪过了一抹冷意 有之不长眼的树妖挡住了我的去路 起初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但他的确是正在一点一点地往上生长 那树妖足有十几个人合抱之粗 枝叶繁茂高大无比 树身上裹满了白色的蜘蛛网 一只只六眼视心蜘蛛 不断从树中钻出来 忽视眈眈地盯着他 赵一凡心念一动 十把琉璃飞剑顿时出现在他的身侧 一声声充满暴力的电弧跳动的声音 不断地从飞剑上传来 赵一凡冷恒了一声说道 小小竖腰也敢拦我去了 找死 右手一挥 十把飞剑剑身猛地一动 随后快速地朝着前方那个巨树的方向冲去 琉璃飞剑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可怕的电弧 六眼视心蜘蛛们看到飞剑顿时发出唧唧喳喳的嘶叫声 一只接着一只奋不顾身地朝着飞剑上跳去 六眼视心猪在接触到雷霆七彩琉璃飞剑上的电弧时 顿时身躯爆炸 墨绿色的绿匠几乎将剑身全染湿了 使得剑身上冒起了一阵一阵的黑烟 赵一凡伸直一斗 十把飞剑跟着一斗 将那绿色的枝叶甩下 在空中一阵地盘旋 然后朝着前方的巨树冲去 巨树顿时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树身上垂挂着的藤蔓慢慢地悬浮而起 藤蔓当中长出了无数可怕的倒沟的肉刺 无数的藤蔓朝天挥舞 竟是能跟那七彩琉璃飞剑不相上下 一阵阵噼里啪啦的爆响声不断从前方传来 赵一凡心中微微一礼 说道 这树妖莫非是修炼到了金刚不坏的地步了 我的飞剑竟然难以伤到它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地上竟是发出了一声颤唬 紧接着一阵地动山摇的排山倒海之势 从那巨树之上传来 巨树快速地突出地面 带出下方更大的身躯 原本看起来就足够庞大的树区 现在竟然只是树的树尖了 赵一凡猛地瞪大了眼睛 段月峰更是一语道出了此树的来历 嘿 小的 你怕是遇到三大神树中的其中一种了 九幽黄泉树 九幽黄泉树 原本也只是一块帆木 倘若吸收了过多的怨气和煞气 以及血气 便极有可能变成九幽黄泉树 相传九幽黄泉树只会生长在黄泉地域 以血为始 以怨为力 随着大地不断的震动 整棵九幽黄泉树直接从地下冲出 那树身足有五十丈宽 树长数百丈 冲天而起 只冲云霄 庞大的树干上不断地垂挂无数粗大的树藤 每根树藤的尾端都缠绕着一具尸骨 有人的也有兽的 看来这第一层的妖兽消失之谜 现如今也算是解开了 赵一凡站在这棵庞大的大树之下 仿佛一只蚂蚁般嬉笑 段月风沉声道 小发 是时候该走了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束 说道 不 我还不愿意走 此树妖虽然巨大无比 不过 也只是大了一点而已 段月风语气急切地说道 哎呀 丧子 有有黄泉树出生之时 只是一棵草苗 现在能够长那么大 说明它在这一方世界当中 已经生长了十万年了 那树身当中 集齐了天地之间的怨气和煞气 十分的威胁 绝非是你能够应付得了的 赵一凡一跳眉 说道 自然是知道 它是天地之间的怨煞之气所化 我这才决定不走 他的雷霆七彩琉璃飞剑 对怨煞之物有着极强的克制能力 赵一凡 赵一凡缓缓闭上眼睛 待在睁开之时 一道金光自他的眼中掠出 双臂缓缓抬起 白把雷霆飞剑 瞬间出现在上空 遮天蔽日一样 段月风心神大海 谁说这小子莫不是疯了吗 这都不跑 九幽黄泉树也在这时 发出了一声极其沉闷的声响 垂落的藤蔓缓缓的升起 如同舌头一般对准了赵一凡 七彩琉璃飞剑 开始围绕着赵一凡缓缓的旋转 百剑齐飞 好似在他的周身 形成了一道坚固不可摧的剑圈一般 赵一凡伸手一只九幽黄泉树 这世间何人敢伸手指向九幽黄泉树 赵一凡真的是旷古第一人 三把雷霆飞剑 发出了破音之声响 剑柄一斗 瞬间加快了速度 九幽黄泉树的藤蔓高高抬起 狠狠下落 遮天蔽日 仿佛整片天空 都一瞬间陷入了气中 赵一凡心念猛地一动 双手连指九幽黄泉树 剑圈逐渐地缩小了 无数码飞剑 以蓄雷不及掩耳之势 迎上天空之上落下来的藤蔓 飞剑毫无阻碍地穿透了 赵一凡左右手操控着飞剑 以神念强化飞剑的攻击方向 百剑齐飞声势惊人 九幽黄泉树并非是锐不可挡 反而是无比的脆弱 正如同一个巨大的标靶一样 飞剑横穿九幽黄泉树的身体 就好像毫不费力一样 九幽黄泉树身上顿时便是千疮百孔了 那乌黑的煞气不断从树身之上 往外一散而出 赵一凡眼中笑意正浓 段月锋几乎是看呆了 心里暗存 这飞剑经过雷水的强化之后 对九幽黄泉树竟有如此惊人的克制力 也多亏这小子不怕死啊 否则常人即便是知道这一点 如何敢占那九幽黄泉之危啊 九幽黄泉树发出了一声声淒厉的惨叫 整个树身开始缓缓地扭动 但赵一凡操控飞剑攻击的速度 却是一点都没有降下来 双指光芒闪烁 一面躲避着九幽黄泉树 利用藤万对他发起的横扫鞭打之攻击 一面快速朝着九幽黄泉树附近靠近 那狼哭鬼毫之声在这一时间更为凄厉 九幽黄泉树的树身正在急速地缩小 就好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巨大的树身之上 竟是一瞬间开出了一对漆黑的眼睛 那一双眼睛仿佛是行天之眼 凌厉的不敢让人直视 此眼一出 整个森林之中的树妖竟是纷纷都睁开了双眼 花怪也从地中冲了出来 赵一凡微微一惊 后方传来万马奔腾之事 他猛然回过头 竟是发现森林竟然整体地开始移动了 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此时之处奔腾而来 段月风急声警告说 有有黄泉树号令整片森林的树妖和花怪围剑你 你还撑得住吗 赵一凡眼神淡默 说道 区区的树妖花怪 数量再多 也毫无用处 赵一凡分出了一缕神念 二十把雷霆飞剑在身后形成了一面巨型的剑墙 花怪纷纷张口朝着赵一凡吐出王国 却都被那雷霆飞剑给阻挡在外面 细脚只有手指粗细的藤腕由树妖发出 绕过剑网 以一个十分刁钻的角度卷住了赵一凡 此时赵一凡的双手双脚都被树藤缠住 紧接着树藤是越缠越多 越缠越密 直接在场内制造出一个巨型的藤球 赵一凡双手猛地摊开 两团灵火自他的掌中燃起 体内灵气急转之下 灵火之微瞬间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那火焰几乎将整个赵一凡都包裹在其中了 使他在一瞬间化身为一具烈焰燃烧的火人 藤球中心部位也开始燃烧起来 那藤万是树妖身上的一部分 树藤着火 树妖纷纷发出惨叫 将藤万收回去 他松开赵一凡 也带走了赵一凡身上的灵火 只顷刻之间 整片森林被大火点燃 周围皆是一片火海 火海之中一人影一跃而起 此人同样是全身冒火 可那火焰对他却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势 甚至为他阻挡了所有花怪的攻击 这乐器的人影自然就是赵一凡了 他心智无法制空太久 当下不再犹豫 脚踏虚空 临危不弃 空中顿时传来了一阵暴力的声响 赵一凡右手猛地向前一刺 与此同时 右手上的混云一箭迅速地成形了 一道黑色的闪电 瞬间从九幽黄泉树的树干处钻过 就好像一根细针一样一闪而过 本以为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可那九幽黄泉树 却因此树身上双眼消失 整个大树身正是一阵的胀大 哼 一股极为可怕的能量 从九幽黄泉树的内部引发 上冲下流 整棵大树顿时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黄泉九幽树下方最为粗大的树干 迅速地军裂 产生了一道可怕的裂缝 从军裂之处 顿时冲出极为可怕的金色火焰 可以燃尽一切的火焰气浪 朝着四面八方冲刷而去 直接把整个一层地面所有的生物推倒 只轻刻之间 整个通天塔一层顿时变得光秃秃的 一切的动植物在一瞬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化身为尘埃 降落于土地之上 赵一凡重重地落地 这一次早有准备并没有摔倒 他抬头朝上方看去 那九幽黄泉树中心部分依然是空空如也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树干躯壳了 一声轻响从树壳上传来 巨大的树身重重地朝地面上倒去 树身倒下产生了强大的气流 差点把赵一凡先飞了 赵一凡以剑之地 这才没有落得太难看的地步 赵一凡看着倒在地上的九幽黄泉树 此时的他也是瞪大了眼睛 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是他做的 身上的灵火逐渐地消失 赵一凡恢复了原状 灵台中的段月峰早已是面无人色 此时的段月峰外想不到啊 灵体存在的他 竟然也会有双腿害怕得无法站立 而使他跌倒的时候 段月峰瞪圆了双眼 嘴大的足以塞下一颗鹅蛋了 惊恶之后他便是大声地呵斥 我说赵一凡 你不想活我还想活的 你什么命都不要了吧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干啥了 赵一凡此时的注意力 被先前九幽黄泉树所立下方的那个大坑所吸引 他朝着坑边走去 往下看了看 只是一个单纯的大洞而已 没有什么稀奇的 那九幽黄泉树估计在这坑洞之中沉睡了数千年 甚至上万年之久了 这口大墓也不知道存在了多久 在这里头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那些尸骨变成了大地的养料 融入地底 皆被九幽黄泉树所吞噬 赵一凡心中的兴奋是难以掩饰 说道 我只会做我觉得能行的事情 段前辈莫要惊慌 这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段月峰呵斥赵一凡的同时 心中也对于赵一凡心前的事迹深感折服 赵一凡解释说道 这九幽黄泉树在地下藏了如此之久 又吞噬了如此多的生物和尸骨 相信它体内的藻气 早已经被压制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 普通的树腰便如此惧怕火焰 自然是它们在吞噬了猎物之后 消化过慢 死尸在树身内待的时间过长 产生了沼气 沼气浴火便会产生爆炸 我已飞溅在他的身上钻了几个窟窿 再以火为止 即便是九幽黄泉树 也得在此陨落 段月峰艰难地吞了一口唾 心中暗存这个小子说得惊讽啊 即便是有人知道九幽黄泉树的弱点 在刚才那种情况之下 哪有人敢舍命去拼呢 赵一凡翻出了厨玉牌 拿出了一粒小环丹吞服下去 正准备就地炼化 可是他却突然一愣 眼神又看向了深坑之中 疑惑地问道 这是 赵一凡伸手朝着深坑之下一探 一块漆黑如沫 浑身散发着缕缕黑气的四方小石头 出现在他的手中 段月峰惊恶地说 摩摩碎石 赵一凡微微调眉说道 段前辈 你认得此物 段月峰深吸了口气 我自然认得此物 看来 这九幽黄泉树苗也并非自然形成 而是要人鬼而为之 这摩碎石便是尸海中跑发而出 最后 经过数十年之后 由鲜肉凝结而成的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 因上无比 用来养九幽黄泉树 最合不过了 赵一凡听了这话 微微一皱眉 说道 那这块石头除此之外 可还有其他的作用 段月峰突然沉默了下来 赵一凡又再次问道 段前辈 段月峰听了清嗓子 说道 摩摩碎石对于你来说 或许没什么作用 不过对我来说 做事大有用处 我若连花这块石头 或许可以获得很强大的力量 我便会就地磨磨 得不偿失 你还是把他扔了吧 赵一凡想了想 说道 此屋既然如此危险 怎可随便乱扔 我还是将他带出去 找个时间将他摧毁了吧 说着 他把摩碎石放进了厨屋牌之中 就地修炼 半课中之后 赵一凡睁开了眼睛 开向远处那通天而去的光柱 说道 前辈 是否搭上紫光树 便可直达第二层 段月峰苦笑 哎哟 鸟子 这第一层 你就遇到九油黄泉柱了 你竟然还想着我下一层走 你这是陷命大呀 段月峰这话虽然十分无奈 但是却并没有劝阻之意 意思是让赵一凡自己考虑 赵一凡看着眼前的光柱 说道 我要对付的对手太过于强大 只是潜心修炼 恐怕到时候也难以是他的对手 正如前辈所说的那样 越危险的地方 就越有可能隐藏着逆天的翅膀 好东西可都是靠争夺而来 唯有胆大欣喜 才可与众不同 零等均定 段月峰听了这话 一脸赞赏地说 嗯 你说得不错 也如此 但你没有开口要求我 带你离开之前 我都会支持你的 赵一凡点了点头 随后来到光柱附近 一跤踏入了光柱 摸动数秒之后 赵一凡只觉得身下吹起了一股风 将它缓缓地向天空送去 赵一凡这时轻一了一声 这么奇怪了 还有人比你上去的要早啊 赵一凡听了这话问道 段前辈 我们可是第一个进入古墓的 怎么还会有比我们先上第二层之人 你到底是从何处看出这一点的 段月峰陈生说 哎呀我这一招几道也忘了 嗯 这条通道并非是一直都出现 而是需要有人去触发光柱旁边那块石头下风的机关 哎 现在这光柱呈现启用状态 便是有人开启了光柱机关了 往这第二层去了哟 赵一凡想了一想 说道 会不会是树妖和花怪不小心触动到了机关 段月峰点了点头 嗯 他许也有这个可能 不过还要小心地方为好 啊 啊 而且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第二层啊 是一片汪洋 赵一凡一抬头 顿时整个人浑身一冷 当即以灵气裹住全身 此时的他正身处海底世界 周围一望无际的漆黑海域 黑暗当中无法辨别方向 只能够清楚地感知到周围有不少生物正在不断地移动 赵一凡传言入密 说道 段前辈 这第二层是一片汪洋 那这汪洋可有海面 段月峰说 原本这前四层只不过是天险 要是小心一些通过了倒也不能 只是五年之后 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我现在呀 也说不准这底下到底还有什么 哎 你最好时刻展开神念 莫要他过于信任我 赵一凡点了点头 朝着头顶望去 头顶依然是漆黑一片 他轻踩在水里 以免注意四面的环境 以免缓缓向上方游去 当赵一凡从海水当中冲出 落下的一瞬间 一块浮沫出现在他的脚下 环顾周围 鹅毛般的大雪分支而落 这像极了赵一凡原先那个世界的北冰羊啊 一望无际的海水和冰山 只是这儿的水面却并没有结冰 这里如此寒冷 水流却是畅通无阻地没有结冻 看来这附近一定有大量的海兽在此活动 段前辈 也不知往上而去的路口在何处 这里可是一望无际 什么都没有啊 突然赵一凡微微一愣 看着极远处散发的微弱的黄光 说道 哎 段前辈 那处黄光是否便是通往第三层的入口 此刻黄光出现 难道是人为启动 有人已经上了第三层 段月峰脸上写满了担忧 哎呀 若是有人先一步进入了通天堂 那此人显然曾经也来过通天堂 要不然怎么会对附近的路线如此的熟悉呢 哎 小心海下的海兽 选去那光珠附近看看 赵一凡点了点头 将灵气灌入双足 瞬间释放 脚下的浮沫顿时化为了一块水上的飞艇 带着它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光珠的方向飞去 天空中一声响雷划破了天际 将黑沉沉的天空照亮了 天光炸破 风云四起 海面上顿时刮起了道道刚风 那刚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形成 在海面上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漩涡 那漩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壮大着 天空之中四方黑云压顶而来 聚集在整片天空上 一瞬间海面变得雷鸣电闪 飓风卷海 原本平静的海面 此刻发生了天翻覆地的惊人变化 海浪涌起足有四五米之高 赵一凡心中不由得一激烈 说道 这里的气候怎么说变就变啊 断月方似乎并不稀奇 就若此海有生命 一旦发现一族 便会掀起海浪吹起狂风 以雷鸣电闪轰制 怎么 要小心路 赵一凡听了这话咧嘴一笑 说道 海若是有生命 那所有人可都完了 只是有人特意再次设置了阵法罢了 创造此墓的墓主人 不是阵法大师 便是一方霸主 否则的话 怎么会有此资本 创造出这等古墓 赵一凡的速度居然加快 翻涌的海浪 以及头顶的雷鸣 似乎毫无办法对他造成影响 他乘风破浪 在浪尖上一遇而起 但要落下之时 海中竟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巨影 从水面当中 顿时冒出了一头 体积惊人的海沙腰 血盆大口早已张开 正带着赵一凡落下 赵一凡微微一愣 脚踏浮沫一跃 而且海沙腰一口咬住了浮沫 锋利的牙齿直接在浮沫上流下了一道牙印 狠嚇了几口 便一口吞下 又重新回了海下 赵一凡落下之时 脚下再次出现了一块浮沫 正是被那海沙腰吞入腹中的那块 那上面竟然还有一颗巴掌大小的白牙 段岳峰提醒说 海沙腰的实力在阴阳境失踪 受于海中霸主 你在水里的走得不可能快过它 而且它对于认定的猎物 绝不会半途而为 你最后马上想个办法 巨大的鱼鳍突然浮出水面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赵一凡的身前 那海沙腰微微冒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眼睛 上下打亮着眼前的猎物 随后鱼尾一摆 张口便朝着赵一凡的位置摇来 赵一凡侧身一躲 再次加快了速度 突然他意识到 四周海面上竟是又竖起了 许许多多的鱼鳍 从各个方向向他涌来 少说也有十几头之躲 该死的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 小子 你快想办法 赵一凡却是一点都不慌张 微微一笑说道 段前辈莫要惊慌 我正等着他们靠近呢 段月风无语地说 要是长那么高兴了 你还能有命在啊 说时迟那时快 十几头海沙腰纷纷浮出水面 以十分疯狂的速度 在朝他们接近 十几道朝向左右旁边 分开的白色巨浪涌向了赵一凡 赵一凡 微微一笑 十把雷霆七彩琉璃飞剑顿时出现在周身左右 只见赵一凡猛然一跃而起 那十几头海沙也跟着一跃出了水面 海沙们 纷纷撞在了对方的身上 撞得头昏脑胀 又落魂了海中 赵一凡伸手一只水面 十几把雷霆七彩琉璃飞剑顿时扎入了水中 只轻刻之间 整个海面顿时冒起了滚滚的气泡 电光火石疯狂地乱闪 乳白色的电壶在海面上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那身处水中的海沙妖们 顿时是苦不堪言 不断地跳出水面 奈何最终还是会落入水中的 没一会儿 那些海沙妖们 纷纷在水中翻起了白肚皮 好像是锅里一只只熟透的饺子一样 段月风见此哈哈大笑 哎呦 臭小子 可真有你的 我真是后悔没早认识你啊 若是能早点认识你 你我四处寻找秘境 看嫌弃不怪他呀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等我为段前辈找回肉身来 倒是同样也是可以的 不过前辈莫要高兴得太早 还有个大家伙 在下面还没出来呢 大家伙 段月风话音刚落 突然从水下伸出十几根粗壮的如同墨盘一般的红色吸盘触手 将那漂浮在海上已经死透了的海沙妖 一下子卷入猛地转入了海下 赵一凡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灵气一阵急转 顿时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速度 迅速离开了这片海域 嗯 嗯 那是多足海怪 哎呦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多足海怪呀 哎呦 这海药在水下似乎不受雷霆之力的影响 你这招对他可都不管用了 嗯 都足海怪 那不是八爪鱼吗 而且还是烧熟了的八爪鱼 没想到皮肤竟然是赤红色的 赵一凡看下那几条触手表面上的光滑的膜的时候就知道 此怪对雷电免疫 这才全速前进 也不知道那十几头海沙妖能不能让这海怪吃得饱啊 要是没吃饱再被他追过来 那可就要糟了高了 海面波涛汹涌 时不时从海中升起十几丈之高的海啸 赵一凡这路走的是极为困难 有一道可怕的闪雷落在了海中 闪电如同一头浑身皱白色的怒龙冲入水下 在海水之中激起一道夹杂着火焰的水珠 赵一凡侧头看了一眼 身后那多族怪一直跟在他的身后门 身后整个海面都变成一片漆黑了 这种被巨兽尾随的感觉实在是不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的黑云消失不见了 狂风也是渐渐地停止 海面又一次恢复了平静 就连一直不断落下的大雪也是缓缓地变成了小雪花 赵一凡立足于抚目之上保持着云速前行 离死地远处的光柱还有不少的路程 若是刚才他眼中的光柱只有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话 那现在通往上一层的光柱已经有筷子那般粗细了 赵一凡回头看了眼身后 身后的黑影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过在他的神念笼罩之下 那多族怪的行踪自然是无法逃脱他的法眼 多族怪已经潜入海峡 就在他脚下这块浮沫海水不到二十丈 段岳峰出言提醒说 小子 那孩儿全所前进的好 当年数百的修行者也是这样 跑得慢的更倒霉 跑得快的那就走了运了 赵一凡体内灵气一阵急转 长输了口气说道 前方海域有什么仍然未知 这一段路可不好走 若是我全速前进 恐怕还会唤醒那些在海中沉睡的妖手 不过 既然有人比我先上一层 我慢一步 他便快一步 跟在对方后面 恐怕连汤都喝不到 只能拼一拼了 话音刚露 赵一凡脚下的浮沫猛地下沉 好像一块弹簧踏板一样 瞬间又抬起 把赵一凡送上了高空 脚踏之处不断传来阵阵的爆裂声响 赵一凡的速度可谓是快若奔雷 身后的海水中顿时冒起了一阵阵气泡 一头身体如同山一般大小的多族怪浮出了水面 竟是在海面一前一后地快速追赶过来 赵一凡回身一看 眉头微微一挑 说道 看来这家伙 没打算就这么放过 加快速度的同时 赵一凡眼神猛地一变 身体像左侧一个平移 在他原先通过的必经之路之上 竟然是从水中升起了一道巨浪 那巨浪当中显现了一张巨大的猴脸 赵一凡无论如何平移 那巨浪的范围都正在不断地扩大 他心智无法遇空太久 当即落下便遭到了阵法的压制 那巨浪升起足有数十米之高了 简直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 巨海浪上出现了无数张丑陋的猴脸 那些猴脸对着赵一凡一阵的呲牙咧嘴 随后纷纷涌上浪尖 赵一凡这才看清楚这些海兽的长相 那是一种长着猴子的脸 人的身体四肢为谱 手持钢叉的海兽 人称海猴 前有海猴和巨浪堵路 后有多足怪追击 赵一凡此时此刻真可谓是进退两难呢 微微调了调眉 赵一凡说 此地距离光柱还十分遥远 前面更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海少 若是不在这里解决他们 也不知我猴年马月才能够赶到第三层 段月峰揭察说道 得得得得 这些海猴好像不是冲了你来的 什么 赵一凡朝着站在高处的海猴看去 这些海猴看的方向 竟是他身后的多足怪 更是连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赵一凡心下微微一息 说道 看来这些海猴子 的确不是冲着我来的 那我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深吸了一口气 赵一凡一遇而起 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一样 冲进了巨浪当中 随后从巨浪的另一头钻了出来 落下的一瞬间 赵一凡微微一愣 此时在他脚下的竟然不是水了 而是厚厚的冰面 刚才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那是 段月峰惊奇地指着前方说道 赵一凡缓缓地抬头 朝前方看去 只见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一头全身毛发雪白 浑身散发着寒气的猿猴 雪山好猿 段月峰语气显得有些惊讶 我说臭小子 你是归远景的妖兽 看来那些海猴的确是对你不感兴趣 想来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之下 右手连手不识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那些海猴的目标是多足怪 不过这头雪山好猿的目标 这是你 此时再看那雪山好猿 沉着霉 巨大的双臂按在地上 脸上的表情 好像橘子底部的花纹一样 海猴们嘶吼了一声 朝着身后那多足怪冲杀而去 而雪山好猿 也好像是收到了信号一样 双全猛地砸向地面 整个冰面顿时发出了一阵震荡 一个肉眼可见的声波的波浪 从雪山好猿的口中发出来 这些音波扭成了一团 化为一道闪电 从赵一凡的身体之内横穿而过 赵一凡身体猛地一哆嗦 双耳竟是流出了血 脑子里不断地发出一声声 沾耳欲聋的嗡鸣之声 整个身体好像陷入了麻痹一样 动弹不得了 多月风吓得魂都飞了 赵一凡 赵一凡 赵一凡定了定神 传言入密说道 我的身体无法动弹 或许正是那音波的原因 这家伙果然不好对付 前辈 我有办法对付他 在我没有让你带我离开之时 绝不能使用天地无惧 段月风说 这天地无惧 需要你我二人喝里才能吃着 你若不肯走 我如何能带你走啊 那就好 雪山后援看着一动不动 双耳低血的人族修行者 嘴角微微向上一臂 随后就如同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 大摇大摆地朝着赵一凡的方向走来 赵一凡心念一动 三十把雷霆飞剑顿时脱体而出 飞剑早已是叙事待发了 一出现便疯狂地朝着雪山后援的方向中去 雪山后援猛的一激励 当即一跃而起 那飞剑却是紧追不舍 剑尖之上跳出无数乳白色的闪电电话 竟是直接将飞上高空的雪山后援 从半空之中打了下来 一阵霹雳啪啦的声响 从雪山后援的身上传来 雪山后援疯狂地挥舞着双拳 他嘶吼着 咆哮着 将周围的飞剑纷纷击落 那喝着飞剑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他仍是受伤不轻 身上各处更是传来麻痹之感 当他动作慢下来的那一瞬间 七彩琉璃飞剑顿时如同一根根被拉至满月的弓弦一般 朝着那后援的身上伺去 雪山后援疲操肉厚 那飞剑仅仅只刺入了半寸 那撕裂皮肉的痛楚 顿时让雪山后援是凶性大发 他猛地一较劲 从地上弹了起来 一张脸怨毒地看向赵一帆 他显然明白 这些会飞得恼人的玩意儿 都是赵一帆在操控的 怒吼声响彻了苍穹 雪山后援单手护住了面门 不要命地朝赵一帆的方向冲来 赵一帆一皱眉 他无法将自身的灵气打入飞剑 增强飞剑的力量 否则这雪山后援恐怕早就倒下了 眼见的雪山后援越来越近 赵一帆感觉自己的眉毛 都被前方冲过来的寒气 变成了一片冰霜了 雪山后援猛得高高跃起 将那硕大的拳头猛得向后一带 倒有一拳把赵一帆捶成饼的气势 一面由树根凝结而成的树墙 瞬间挡在了赵一帆的面前 这一拳直接打得树枪向后一阵的后仰 那拳头险些触碰到赵一帆的鼻尖 而就在这时候 树枪瞬间分裂 变成了粗壮的树根 把那雪山后援束缚在原地 而赵一帆在这一瞬间 竟然也是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他冷冷一笑 也让你尝一尝 全身麻痹的滋味 紧接着赵一帆双手连弹 树道发掘打在雷霆七彩琉璃飞剑之上 飞剑顿时光芒大声 噼里啪啦的雷电之声不绝于耳 无数道雷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击打在那雪山后援的身上 噼里啪啦 雪山后援后背顿时被劈的是劈开肉绽 他疯狂地扭动着身躯 甚至歇斯底里的怒吼 可是终究还是无法挣脱赵一帆 道心之术的束缚 赵一帆眸光微微一朗 单手朝天一指 猛地向下一按 眼中杀鸡浮现 去死 随着赵一帆的动作 三十把琉璃飞剑 顿时爆发出了刺耳的尖啸之声 那雪山后援双目顿时变得赤红无比 用尽全身的力气 双手猛地向外一挣 怒吼朝天 道数竟是被他挣脱开了 而与此同时 在空中盘旋的飞剑 戒二连三地朝着雪山后援的后背上扎去 七彩琉璃飞剑 瞬间洞穿了雪山后援的身体 白光闪烁 血液以雷电接触一瞬间 产生了一股十分古怪的味道 那飞剑戒二连三地落下 直接把那雪山后援穿成了猴肉串 后援焦躁不安 愤怒至极 他猛得一跃而起 这一声怒吼 好像是将全身的力量都抽空了 下一瞬间 他闭上眼睛 成大字形 重动地摔落在地上 收 雷霆七彩琉璃飞剑 纷纷回到了赵一凡的体内 他抬眼看了一眼远处的雪山后援 心有余计说道 没想到我竟然会被雌怪麻痹到 实在是有些大意了 段月锋也是一脸的惭愧呀 小子 我虽然也遇到过雪山后援 不过却是大老远就逃了 我都不知道 他是什么能力 不过那多足怪的能力 我倒是清楚不过了 他有八条腿 身所自如 而且力大无穷 长满道次 即便是巨大的伤传 也可被他的触手轻易地死理 赵一凡听了这话 突然有些纳闷 段前辈为什么跟他讲起了多足怪 多足怪不是被海猴给吃了吗 难道 心念至此 赵一凡急忙转头看去 只见那被冻成一面兵墙的海浪 这时竟攀上了一头 浑身赤红的多足怪 多足怪的八只触手 每一条都缠着一只海猴 还有半只正不断地往他的嘴里塞 此时的多足怪眼中胸向壁露 竟显贪婪之色 显然口中的海猴 并不及人族修行者的肉美味 多足怪挑衅似的将剩下半个身子的海猴尸体 吐到了赵一凡的身前 赵一凡低头淡淡瞟了一眼 抬头的那一瞬间 多足怪得束手一阵紧绷 从膝盘当中顿时弹出了一片片锋利的道沟 绷直了 朝着赵一凡所立之处 猛地甩出了一遍 赵一凡微微皱了一下眉 瞬间是站灵微步 向后倒车而去 多足怪看到这一幕 一对同龄般的眼睛 顿时瞪得无比的巨大 发出一声如同婴儿一般啼哭的声响 八只触手十分有规律地扭动 以膝盘上的倒沟为摩擦力 他朝着赵一凡的方向追赶而去 速度竟然也不慢 赵一凡一遇而起 跳下水面 脚踩伏目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前方快速掠去 段月峰嘿嘿一笑 说道 哟哟哟 我还以为你会脑袋一热弓上去的 那多足怪虽然也只是 阴阳大圆满的实力 不过比起这雪山后援 可是难占多了 逃跑却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 赵一凡嘿嘿一笑 说道 我来到这里 又不是跟他们来厮杀的 能逃就逃啊 说完 赵一凡速度又一次提升了上来 沿途倒也遭受了 不少实力低微的海兽的干扰 不过赵一凡的速度足够快 他们根本就难以跟上 赵一凡看着那越来越近的光柱 说道 前辈 这第二层 莫非就这点能耐 比起第一层 似乎容易得多了 段月风轻横道 他因为是你 你才会觉得容易 当初若不是数百的 归远镜大修 同心协力 如何能过得了这一片海呀 赵一凡同孔微微一缩 看下远处那座冰山 说道 前辈 那上面是否蹲着一个什么东西啊 还是我眼花看错了 段月风猛地瞪大了眼睛 惊愕地说 老子 你没看错 那是冰凤啊 该死的 这这竟然能孕育出冰凤 冰凤 乃是上古神兽的诸多后裔中的其中一种 跟那浑天龙血脉相成 都是属于神兽的品种 传说冰封一展翅 便可使方圆石里所有的人和物都变成冰雕 十分的可怕 现在跑倒还来得及 赵一凡看了一眼身后仍旧对他穷追不舍的多族怪 微微一笑说道 有了 段月风微微一挑眉头 并没有着急追问 赵一凡此时来到冰凤的最下方 那头冰凤似乎还处于休眠的状态 并没有发现外敌入侵的踪迹 赵一凡猛地愈起 来到了冰凤的下面 冰凤双脚 便有赵一凡身高那般高大 多族怪看见赵一凡没有再逃跑 便利用吸盘中突出的道沟爬上冰墙 这一爬如绿平地一样 多族怪一露出脑袋 便看着了沉睡中的冰凤 一双黑色的双眼 顿时瞪大不敢动了 赵一凡冷哼了一声 抄起了剑 一剑刺在冰凤的脚掌之上 冰凤顿时被这刺痛惊醒了 睁眼一看面前的多族怪 那双湛蓝色的眼睛 顿时蓝光大胜 满是怒火 多族怪缓缓地沿着冰墙往下爬 那冰凤又岂容他这样离开啊 冰凤发出一声高昂的凤鸣 顺之一阵 地面上顿时刮起了一道冷冽的寒风 那风丝被凝聚成冰死 可见那寒气得有多么的恐怖 多族怪 疯了似的直接一头扎进了海面 可是半个身体没入海面的一瞬间 冰凤发出了一声怪叫 双翅猛地一挥 整个海面顿时被冻成了冰层 虽然没有双翅一盏 十里冰凤那么吓人 却实实在在地 把那多族怪冻成了栩栩如生的冰雕 冰凤的眼中流露出了一抹傲气 一仰头又朝着冰山上飞去 突然 他的一双眼睛产生了人类的惊恶之色 怪叫着朝着赵一凡的方向出来 赵一凡心中一激灵 当即视战零围部 迅速朝着光柱的方向冲去 身后冰凤不断地扇动着翅膀 赵一凡身后不断地形成一道道 长满冰刺的冰墙 那冰墙蔓延的速度极快 只眨眼就出现在了赵一凡的身后 竟然能快过 赵一凡心惊之余 当即懒驴打滚往旁边一咕噜 哇啦 先前所奔跑的路线 顿时被冻成了一面冰墙了 那冰凤双眼变得赤红无比 扬起巨大的头颅 疯狂对着地上的赵一凡一通的乱酌 好像小鸡吃米一样 赵一凡是左躲右闪了 抓住一丝机会 一跃而起 脚踏虚空朝着冰柱冲去 刚一起时赵一凡就感觉头顶怎么一黑呢 那冰凤竟是展开了翅膀 那双翅膀足有几十丈之宽 一翅膀就把它从空中扇起来 整座冰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震荡 赵一凡头上脸上全都是冰茬 从冰坑里爬了出来 那冰凤丝毫不给他修整的机会 等他出来的一瞬间 冲过去又是对他一顿乱酌 几番下来 整个冰山的表面已是千疮百孔 布满了大小不一的深坑 赵一凡手中混云剑 暗自凝聚 在冰凤啄下来的一瞬间 以剑刃去抵挡 冰凤的半个脑袋 军裂掉落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息 可是下一秒钟 却看到冰凤的脑袋正一肉眼可欠的速度 又长回去了 竟然还能自愈 赵一凡心中一机灵啊 那冰凤剑逃不到好处 便是一跃而起 双翅伸展的一瞬间 冰凤之上刮起了一股猛烈的狂风 赵一凡艰难地低着头 发出极为痛苦的声音 只轻刻之间就被冻成了一尊栩栩如生的冰雕 冰凤轻哼了一声 高傲昂着头向着冰山的边缘飞去 一脸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他似乎是在担心 这个人类修行者会有其他的同伴 段岳峰一脸担忧地问 我说小方 你没事吧 赵一凡传音入密 说道 前辈放心 我没事 我不过是故意而为之 段岳峰听了这话 才松了口气 下一刻 赵一凡用灵气裹住了全身 小心翼翼地从冰层之中走出来 悄悄地朝着光柱的方向走去 段岳峰此刻也是屏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后面冰凤的一举一动 直到赵一凡走入光环当中 那光环猛然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此时光芒顿时惊动了那头冰凤 冰凤猛地一愣 展开双翅 向着赵一凡的方向冲来 随着缓缓上升的赵一凡 也跟着缓缓上升 赵一凡看见如此执着的冰凤 忍不住吓道 段前辈 这冰凤似乎还未成年 倒是有些憨态可举 若是能够将它捉回去 为我所用 倒也不错 段岳峰冷哼了一声 这就你小子会有这种想法吧 那冰凤可是上古神兽 不非你忘了那些古秀了 他们都没拿人族修行者当人 你因为上古神兽会把你当成人呢 冰凤疯狂地啄着光柱 可惜丝毫作用都不管 赵一凡这才理解 为什么段前辈曾经说过 想要进入光柱 就必须要从底部进入 没有其他的路口 看着眼前执着又生气的冰凤 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赵一凡微微一笑 对冰凤说道 好了好了 乖一点 回去吧 不用送了 那冰凤好像能够听懂赵一凡的话 顿时变得更加的暴躁 赵一凡一脸恶趣味地 对着冰凤挥了回首 随后被一刀黄光吞噬 一阵的天旋地转 赵一凡来到了通天塔的第三层 还没等回过神来 赵一凡便被一股难以忍受的寒气 逼迫得不得不再一次将灵气裹满了全身 耳冰狂风呼啸 那风雪如同刀子一样 打在附近的冰岩上 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响 此时的赵一凡站在一座冰山脚下的裂缝处 脸上的笑意消失得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前方入幕一片苍白 能见度极低 仿佛是巨大的风暴 笼罩住了整个通天塔的第三层 赵一凡想往前都没有办法 前辈 这又是什么 段岳峰也是倒抽了一口凉气 二层和三层相连 所以二层才会风雪不止 这三层就是一处冰霜世界 这事让我没想到的是 它这个冰霜竟然如此的凶动 恐怕将一块石头扔到那风雪之中 不小片刻就会被吹成沙粒了 哎呀 这回的通天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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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天前就足以让无数归员大修 往而却步了 小子 你是不是还愿意继续往下走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略带沙哑的笑声 从身后传来了 赵一凡 微微一凄理 以他的秀为 身后有人他竟然不知道 一回头 只见一位撑着一把古怪伞的女子 从他身后走出来 那女子拥有天人之词 皮肤白皙若绪 身材苗条 前凸后翘是前挺后绝 全身 啄着一件毛茸茸的长裙 对着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原本我还有些奇怪 为什么这一次进入通天塔之人竟然如此的少 莫非是你小子搞的鬼 段月峰这时急忙提醒 老爸 这人身份不凡 国间第一大门派天道门长老 秋灵月 鬼缘六层将军 此女道心通病 实力深不可测 哎呀 而且他手上那把伞来都刚是不小啊 名为天机 是一件古宝 我还在想是谁那么厉害 可以不动声色地一直往上走 原来是他呀 赵一凡传音入密地说道 前辈 此女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厉害 段月峰加重语调说道 当然了 他可是天道门的长老 莫非你连天道门都没听过呀 你到底是哪个山沟里出来的呀 赵一凡一阵无欲 不过眼见着秋灵月 并没有对他泄露杀意 于是微微一笑 抱拳拱手说道 原来是天道门的秋灵月仙子 晚辈寒忠 能够再次与仙子相遇 实在是荣幸之志啊 秋灵月微微一挑眉 说道 小子 废话少说 我问你 到现在还没有人往通天塔里走 是不是你搞得鬼 段月峰警醒道 秋灵月术中这把天地散一旦展开 并该隐藏自身踪迹 连一丝气息都不会泄露的 我许是他干到了一些什么 你最好好好想好了再说 免得他对你心存地方 到时候对谁都不好 照我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秋仙子猜测得不错 我先前随千面湖等人 深入鬼屋 不过之后 便就此分道扬镳了 他们去了鬼屋北边的山谷 似乎并不想去通天塔 我就只能够独身来此了 秋灵月 眉头微微一跳 说 段清风和孙一夕 他们也都不愿意来通天塔 真是奇怪 他们可是比任何人都想要进入通天塔 一探究竟才对 你是不是在说谎啊 段月峰听了这话差点没急死 赵一帆 不是说了让你不要骗他吗 或许他撑着天际伞 便一路跟着我们周围也说不准哪 赵一帆却是面不改色地说道 秋仙子 想要搞清楚这些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眼下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更上一层吗 秋灵月冷哼了一声 你的意思是 想要和我秋灵月合作 我怎会去相信一个 会撒谎哄骗我的人 而且 还是一个男人 他讨厌男人 赵一帆微微一笑 说道 秋仙子 你先前进入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时候 速度如此之快 却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很显然 也是无法通过第三层的风雪障 你在此等待的 也只是因为内力不足 而且打算等下面的人来了 一起往里闯 只是可惜 能够来到这里的 却只有我一个人 段清风他们 若是不出意外 想要来到这里 似乎还有个几天的时间 与其怀疑我 不如你我合力 一起想想办法 你觉得呢 秋灵月眉头微微一皱 一双美眸在赵一帆身上 上下地打拎着 他撑着天际伞 一路来到此处 自然知道 第一层和第二层 有多么的凶险 不过这小子 却能安然无恙地闯到这 显然是身怀艺术 否则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秋灵月哼了一声 看来你的确是有些胆色 竟然教训起我来了 难道你就不怕 我一怒之下将你杀了 赵一帆微微一笑 说道 向游新生 仙子生得如此好看 心地自然也不会太坏 怎会做出动不动 就杀人的举动来呢 秋灵月眉头微微一挑 这话虽然听无数人说过了 不过这一次 却是极为重听 秋灵月轻哼了一声 将头扭到了一边 赵一帆上前一步说道 秋仙子 现在可不是相互怀疑的时候 你若是信我 你我就一起往上撑 若是运气好 找到了什么宝贝 我便让你先挑选一件 只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仙子可要多多出力才是 秋灵月哼了一声说 这还差不多 看来我在这里是等不到其他人了 也只能和你合作了 我这里有一粒钉风珠 可以将这里的风雪减弱 你带来了什么 赵一帆看了一眼 秋灵月手中 那里灰蒙蒙的珠子 这珠子一出现 周围的雪花 还真跟着减弱了几分了 秋灵月 再见赵一帆没说话 惊恶地说道 你该不会是什么都没有准备 就来闯通天塔了 赵一帆挠了挠后脑勺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秋灵月眉毛一转 心中无限的无语 他为了这一次的通天塔之行 做足了准备 可是眼前这个小子 竟是什么都没准备 就这么一头闯进来了 更可气的是 被他一直闯到了第三层 到底是运气好 还是有真本事 还得找个机会 检验一下才行 秋灵月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道 若是有五颗定风珠 便可将这里的风雪定住 这样一来 遭遇玄霜世界的 其他要兽时 那些要兽的实力 也不会增强得太过离谱 对付起来 自然也轻松许多 你连定风珠都没有带来 我如何和你合作 你这不是就像浑水摸鱼吗 我岂能这般便宜你 我还是再等等吧 秋灵月撑开了伞 竟是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赵一凡当即把神念展开 神念压根就没有探查到秋灵月此人 虽然知道他就在附近 赵一凡甘笑了一声 说道 秋仙子 你是对我不信任 还是对你自己的实力不信任呢 只要你能够在我后方 以定风珠守护 我定不会让你出手 直到护送你达到机关之处 如何 秋灵月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说道 若是你我运气好 真的能够走到第三层 可到了第三层 你若是没有悬兵时 你如何守得住 四层炙热地狱的高温 那第五层更是从未有人上去过 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形 你如此不靠谱 我如何能够叫性命 交托于你的手中 你走吧 我再等等就好了 赵一凡再次学任 仙子真的不打算与我合作 宁愿在此等人 秋灵月撤掉花伞 一脸生气地说道 怎么的 你还想威胁我不成 我会怕你这归原二层的小子不成 赵一凡咧嘴一笑 说道 我只是在确认秋仙子所说的话 是否是实话 那等会儿 我若是进入这风雪障当中 希望仙子可不要尾随而来 秋灵月听了这话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娇响 就凭你 怕是进入那风雪障当中之后 你便变成冰雕了 赵一凡不再理会秋灵月了 既然你不愿意跟着来 那才是最好的 赵一凡心念微微一动 前方的风雪障处竟是强行地在地面挤出了一根树根 那树根在风雪障之中艰难地生长着 最终是越长越高 竟是直接把风雪直接阻隔在外面了 下一刻 一株株高大威猛的七彩琉璃宝树 不断出现在风雪屏障之中 随着七彩琉璃宝树不断地出现 第三层的风雪竟是在不断地减弱 削弱 秋灵月一脸的惊恶 这 这便是道心的力量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竟是道心通明 看来是我小瞧你了 赵一凡淡淡一笑 说道 多谢前辈夸奖 希望前辈能够遵守承诺 在此等候 不会尾随于我 整个通天塔的第三层 长满了这些古怪的大树 这些大树即将将那风雪都给挡住了 秋灵月轻哼了一声 说道 我在这里等人 自然是为了穿过风雪障 可现在风雪障已经消失 我自然就没有了等人的必要了 谁说我要跟着你了 我秋灵月向来喜欢独来独往 你不要跟着我就是了 说完之后 秋灵月再一次撑开了天机伞 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段月峰嘴鼻子抽了抽 说道 我说小子 别不要跟女子讲道理啊 即便是秋灵月也是一样 你是讲不过他们的 赵一凡哼了一声 说道 我此刻深有体会 说吧 赵一凡朝着前方雪地当中走去 暂且不说那秋灵月是否会尾随他附近 还是率先去开启机关吧 走着走着 赵一凡来到了一处乱石镇当中 根据段月峰前辈所言 通天塔前四层都是自然的天险 不过这天险当中 自然也要小心提防这天险之中 逆境而生的妖兽 这是静悄悄的 赵一凡把神念释放出去之后 更是没有探索到任何一个火物 不过有了在通天塔一层的这次教训 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 一个古怪的声响 吸引了赵一凡的注意力 赵一凡朝着声音发出来的方向看去 地上出现了一块石头被挪动的痕迹 赵一凡微微挑了挑眉头 说道 邱仙子 这并不好玩 段月峰惊愕地问道 你认为这是秋灵月所为 他可不是那种喜欢猪弄人的兄弟啊 赵一凡微微一愣 一传音入密说道 你确定 段月峰点了点头 哎呀那秋灵月醒哥十分的古怪 不过也并非什么大鳄之人 只是比寻常人多了一些傲气罢了 绝不会做出这等故意捉弄人的事情了 哎 小王 你小心一点 恐怕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在呀 突然 左侧传来一个十分难听的石头摩擦地面的声音 原本散落在地上的石头竟是纷纷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尊体型硕大的石人 那石人身高三尺 全身都是由四四方方的小石块组成的 其他位置都说大无比 只有那颗脑袋 却只有成年人拳头大小一般 石人从地上爬起来的一瞬间 便挥舞着坚硬的拳头朝赵一凡的方向砸来 石人的这一拳直接在地上留下了一个可怕的深度 赵一凡目光在周围环视了一圈 眉头微微一竖 说道 看来我已经被石怪群包围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一道亮光亮了起来 通往第四层的光柱已经被打开了 看来秋灵月触动了通道了 估计此时已经进入第四层了 赵一凡心中顿时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说道 那天机伞可真是件好宝贝 竟然如此的逆天 段月风急声说道 哎呀 你很有心思惦记别人的宝贝 你先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此时整个大地都在剧烈的颤抖 地洞山摇之间 无数石头人正不断地苏醒 并纷纷朝着赵一凡的方向 踏着沉重的脚步走来 扑天盖地的石拳 密密麻麻地朝着赵一凡此刻 琢丽之处落来 如同下雨一样 赵一凡眉头紧皱 心里暗骂了一声 临危不起 瞬间向着反方向逃去 赵一凡停下脚步 双手猛地一拍合十 一道金光从他体内散发而出 紧接着一把把雷霆七彩琉璃飞剑 不断从他的体内出窍 在他身前上空肆意地飞舞着 似乎早已按捺不住 想要跃跃欲试 赵一凡伸手朝天一指 猛地向下一按 去 天空之中数量众多的雷霆飞剑 纷纷地剑尖朝下 剑柄颤抖着 朝着下方的石人群冲去 飞剑一瞬间撕碎了不少的石人 赵一凡剑子心中微微一喜 然而他没有高兴多久 这些被斩碎了的石人 竟是一瞬间一跃而起 好像炮弹一样向他的方向抱扯而来 砰 石人落在地上的一瞬间 巨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地上顿时出现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大坑 石人们缓缓起身 眼中亮起了一道道嗜血的光芒 手中的石拳由一划二 高高举起狠狠地砸向赵一凡 灵为步 赵一凡以极快的速度在地面上移动着 身后不断传来一声声石头落地的沉闷巨响 石人们此刻改变了阵型 呈现一字阵型朝着赵一凡的方向冲来 赵一凡操控着飞剑 不断对石头人发起了攻击 这些石头人虽然挡不住飞剑的攻击 可是他们却可以在一瞬间修复自己的身躯 无论石身遭遇了什么样的破坏 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地愈合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 顿时感觉到头疼无比呀 杀不尽的石人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直接去私藏 话音一落 赵一凡没有再浪费时间 连续施展灵微步 迅速地朝着光柱亮起的方向冲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块漆黑的石头也是微微一动 紧接着那巨大的黑色石头 直接冲出了地面 落地之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声响 整个大地都跟着一阵的颤抖 赵一凡抬起头看去 眼睛微微地瞪大 这具石人的体型 比起身后那些石人的体型明显要大上许多 更可怕的是 这石人的身上竟是刻满了一道道古怪的符纹 这些符纹不断闪烁着妖艺的光芒 更是在石人的周围形成了一道椭圆形的金色屏障 段岳峰看到这一幕彻底失语了 这一路走来侃侃可可 遭遇了多少可怕的妖兽精怪 他几乎都认为赵一凡死定了 可是每一次赵一凡都能够化险为夷 要而化了他呀 恐怕此时早就决定开刘 此刻的段岳峰不敢打扰赵一凡 赵一凡心中一阵思量 当即决定还是直接去第四层 体内灵气一阵急转 赵一凡将灵气灌入双腿之中 爆发出一道可怕的气势 身下所力之处产生了一道凹坑 赵一凡化身为一道黑色的闪电 直接从黑色石头人的身侧穿过 那黑色石人猛地一回头 双拳狠狠地垂向大地 一声轰隆巨响 过后赵一凡的身前 竟是直接出现了一座 石杖之高的小山 赵一凡却是不为所动 脚踏黑山一遇而起 如鱼月龙门一般 跳过了小山 这黑色石人也是这一瞬间 一遇而起 踩着沉闷的步伐 朝着赵一凡的方向 快速地追去 黑色石头人双手高高地举起 在他的手中 顿时有一颗西瓜大小的石头 高速地旋转而起 只见那石头越来越大 越来越沉重 几乎比下方的黑色石人 还要大上一倍之多了 黑色石人一跃而起 手中的巨石狠狠地朝着 赵一凡的方向投掷而来 巨大的石头滑破了空气 石头表面上 顿时镶上了一层 湛蓝色的冰霜 那冰霜表面在一瞬间 吐出了无数根密密麻麻的倒刺 赵一凡回头看了一眼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当即操控飞剑 迅速地在他面前形成了一扇 圆形的剑网 圆形的剑网逐渐扩大 朝着黑色石头的方向飞去 火石狠狠地砸在了剑网之上 直接把剑网砸得凹下去树杖 双手合十的赵一凡 此刻也是身体猛地往下一沉 双足相入了地底之中 无数把飞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石头上的冲击力全部被卸掉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赵一凡把俩腿从地里拔出来 已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不再犹豫 继续向着光珠的方向逃去 段前辈 之前你们来的时候 也遇到了这具诗人 段月峰呼啸不得地说道 哎呀小子 早若当初我们真遇到这座诗人 恐怕这第四层我们都上不去了 哎呀或许真如你所说 这儿确实是被人动了手脚也说不定啊 感觉胸前的程度和药兽的势力都大大的提升了不少啊 赵一凡无奈地叹了口气 右手一翻 一把雷霆飞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被他随手朝空中一抛 只见赵一凡一遇而起 踏剑而行 下方的诗人穷追不舍 不断用石头扔向了高空 有些石头落了下来 甚至砸到他们自己了 他们也一点停下的意思都没有 黑色石人虽然身体庞大 但他的速度却没慢到哪儿去 奔跑之间 整个通天塔第三层不断传来一阵阵沉闷的声响 因有毁天灭地之事 黑色石人手中黑光一闪 有一块巨型的石头出现在手中 赵一凡看到这块巨石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石人的后方 竟是传来了一声怪叫 赵一凡微微一击里 这叫声不是来自于何方的 而是第二层的冰凤 那冰凤竟然追到通天塔第三层来了吗 冰凤猛地展翅 下方石头顿时都被冻结在原地了 就连那黑色石人的双族 也是一瞬间被冻住 一个不慎 庞大的身躯狠狠地砸向地面 那冰凤双眼赤红地对着赵一凡 发出了一声奉鸣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向赵一凡冲领 此时的赵一凡一个头得有两个大了 这冰凤未免也太气愁了 他只不过是出言调侃了几句 竟然气得他直接从第二层追到了第三层 虽然冰凤已出现 冻住了下方紧追不舍的石头人 可是面对石头人 赵一凡觉得还是那冰凤更加棋手 段月丰也看到了这一幕惊讶地说道 哎 哎 那那冰凤应该是第二层的手打身手啊 他怎么跑到第三层来了 赵一凡哭笑不得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啊 总之啊 他是冲着我来了 冰凤从赵一凡身侧猛然飞过 恶狠狠地瞪着他 发出了一声怪叫 一股可怕的寒风从冰凤的口中吹出来 赵一凡直接从空中被这股寒风给打了下来 从地面爬起来的一瞬间 赵一凡心里猛地一动 一瞬间 从四面八方的七彩琉璃宝树 竟是生出了无数粗壮的树藤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冰凤的身上纠缠而去 冰凤越飞越高 不断地扇动着翅膀拍打着树藤 赵一凡抓住机会 趁机朝着光珠的方向冲去 冰凤被这些树藤纠缠得受不了了 全身竟是一瞬间爆发出湛蓝色的光芒 发出了一声极为高亢的鸣叫 呼 一阵冷风吹过 整个通天塔的第三层瞬间陷入了冰凤 此刻的赵一凡也被冻成了一具冰雕 虽是无法动弹 但是他的意识却是清醒的 那冰凤在赵一凡的身前落下 一对翅膀折到身后 一脸得意地弯着腰注视着赵一凡 然后扬起头 迈着大步在赵一凡的跟前来回地走动 嘴里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声高昂得意的鸣叫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树根刺破了冰面 下一秒 六七根树根瞬间刺出地面 那冰凤吓了一跳 正要展翅高飞 树根却早已爬满他的全身 将他一瞬间裹成了一个粽子 只露出一个脑袋在外面 即便是这样 那冰凤仍旧是不断发出一声声的怪叫 赵一凡身上的冰块寸寸的破裂 从冰壳之中出了时 抬头看向冰凤 冰凤满眼是不服 朝他一阵的乱吼 赵一凡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段前辈 冰凤似乎也可以碎体重生 也不知道 如何能够将他彻底杀死 冰凤一听这话 顿时闭上了嘴 一脸愁视地看着赵一凡 一副誓死不屈的模样 赵一凡看到这一幕 在联想起之前发生的那些事 说道 这头冰凤 跟那些妖兽相比起来 灵性大大高于他们 倒是罕见 段月凤苦笑着说道 哎呀 那自然是罕见 这冰凤可是上古身手 这只还没成年呢 若是成年 别应了我心情那句话 轻轻扇动一下翅膀 便可以失礼冰凤了 赵一凡来到冰凤之前 那冰凤张口朝他吐出了一口寒气 赵一凡一闪身躲开 那冰凤看到这一幕 气得眼珠子都红了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冰凤啊冰凤 你可愿意随我离开这里 这外面的世界 可比这里面要广大许多 天空任你翱翔 不过 首先你得听我的话 听了这话 冰凤凤突然安静下来了 一愣一愣地看着他 哼了一声 扭头不再看他 断岳凤这时说道 我倒是知道一门秘法 可以是要受对你第一邪认主 不过不知道对这上古神兽是否有效啊 赵一凡一听这话 微微一喜 说道 前辈此话当真 断岳凤微微一笑 龙凤这种东西啊 在鸿蒙时期数不胜数 只是形态各异 说白了呀 也是有手 谁有力量能征服他们 他们就听谁的话 此刻他被你捉住了 你想怎么样 自然也是由不得他的 赵一凡小心翼地去伸手触摸了冰凤 冰凤瞅着了时机 啄了他一口 赵一凡一闪躲开了 再次伸手 冰凤眼中的红光逐渐散去 只是拿眼睛瞪了他一眼 我再问你一遍 是否愿意效忠于我 否则的话 我就在这里了结了你 冰凤又把头扭了过去 赵一凡哭笑不得地说道 段前辈 我该如何与你低血认主啊 段月凤说 让他引起你的惊喜 我再把口尖传手给你 赵一凡咬破指尖 朝着冰凤口中伸去 此时那冰凤却是一动不动 赵一凡心中不由微微一喜 随后默念口诀 一道道金色的光环 不断从赵一凡的体内冒出来 随后进入冰凤的体内 那冰凤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身体也是逐渐地变小又变小 直到变成赵一凡巴掌那般大小 才停止不动 赵一凡惊奇地发现 他手腕上竟是多了一条金色的细线 那细线跟冰凤的脖梗相连 赵一凡用心感知细线 隐也似乎可以明白了冰凤的想法 不过这些都是一些可怕的想法 脑海里出现了不少冰凤 蹂躏他的画面 赵一凡看了一眼手上的冰凤 说道 以后你我便是主仆身份 你要十分的听话 才能换来我的十分信任 明白了吗 冰凤做了一个他的招牌动作 扭头懒得看他 赵一凡无奈地摇了摇头 要不是听说第四层是一个炙热地狱 而这冰凤待在他的身边 可以为他抵挡炎热 赵一凡又岂会受这等鸟气 冰凤缩小之后 小心翼翼地跑进赵一凡的衣袖当中 赵一凡这才长舒了口气 随后看向远处的那道光柱 说道 这才是第三层 也不知我能否达到第九层 真不想就这样回头啊 段月风轻轻一笑 这一堂你也没算是白来 这不收服了一头上古神兽吗 也算是不屈此凶了 赵一凡苦笑了一声 欲见而起 朝着光柱的方向飞去 进入光柱 缓缓地朝第四层升去 片刻之后 赵一凡站在一块凸起的黑色礁石之上 看着眼前的情景 有些傻眼了 正如同先前看到第三层的风雪屏障一般 这通天塔的第四层 完全就是一处炙热的岩浆地带 波涛汹涌的岩浆暗流涌动 时不时冲击着附近的礁石 天空上不断落下一道道炎热的岩浆雨点 空气之中充满着刺鼻的硫磺味道 空中更有不少的火山灰四处的飘荡 再加上那滚滚升起的黑烟 使得能见度也是低得可怜 而且赵一凡隐隐看到 不少在岩浆当中活动的妖兽 特别是前方不远处的一块陆地带上 几只冒着炙热火焰的巨烯 正在上面散步 左侧有一群火烈鸟 正在不断地冲进岩浆池当中 出了那一瞬间 身上沾满了炙热的岩浆 随后快速地向空中高空之中 那只巨大的圆形鸟窝抖动着羽毛 使岩浆从羽毛上落下来 岩浆刚一落下来 就会有另外一只烈火鸟 用脚把那岩浆踩平 一阵阵妖兽的嘶吼声 不断从前方传来 通过这一处妖兽出没频繁的地带 向远处看去 那或许是海 由岩浆组成的大海 赵一凡隐隐隐能够感觉到 那岩浆之下隐藏着可怕的生物 段月锋惊愕地说道 此地地形也是发生了极为巨大的改变 原本这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妖兽 也没有那岩浆海才是啊 赵一凡向远处看去 他注意到光柱似乎并没有打开 这也就是说 丘陵月并没有找到机关 或者她可能就在附近吗 丘仙子 你可是在附近啊 一个咳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赵一凡眉头微微一条 转身看向了身后 丘陵月一脸傲气地站在她的身后 说道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呢 刚才那种情形 你竟然还能够逃脱 赵一凡看到丘陵月微微一笑 说道 我还以为丘仙子早就已经进入第五层 没想到竟然还在这里 丘仙子为何不先去启动通道 前往那第五层的光柱 我说过的 接下来的几天都不会有人来到此处 这里如此炎热 你若是在这里待上几日 身体如何能够承受得了 丘陵月轻哼了一声 在这里和下面又有何区别 不过是多等几日罢了 我倒是可以等 段月峰这时说道 小子 那第五层可没人曾经见去过 不过有人隐隐猜出了一些靠谱的可能性 通天堂的第五层处在正中心的位置 被准那守墓人就住在第五层 那守墓人按照古世界的境界来推测判断 领了天他的修为就处在金仙境或者归缘境大圆满 当然或许也没那么想 没人可以活那么久的 若只是有人还好 至少能跟对方交流 可是这些妖兽可没那么好对付 他们天生就痛恨人族修行车 此地又是对他们游历的岩浆地形 想要过去打开机关 你就必须得说服秋灵月 让他为你打开机关 你才冲过去 段月峰的计划倒是不错 他以免要面对这么多的妖兽 还要找机关将其打开 实在是过于惊险呢 若是能够说服秋灵月 以天机散的能力为他打开机关 到时候他打不过去 直接进入光柱往上走就是了 他这一路毕竟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赵一凡转过身 对着秋灵月说道 秋仙子 既有天机散这等古堡 却为何想着去依赖其他的人 往着通天塔上走呢 我想你一个人 便可以踏遍九层 秋灵月眉头微微一跳 说道 天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打什么鬼主意 你是想要让我 为你开启光注吧 原本我倒是没有将你 放在眼里的 不过 你竟然能够毫发无伤地 来到第四层 由此可见 你应当是我最应该地方之人 我绝不会帮你 你做梦去吧 赵一凡微微一笑说 秋仙子 既然你如此看好我 若是你肯答应 与我联手 你我二人 能发挥拔群之效 同上这九层通天塔 而且 我之前承诺 只要发现了宝物 秋仙子可自行挑选一件 这样 莫非秋仙子 还不愿意与我合作吗 秋灵月心中暗存 此人的确有些头脑 先是将段清风他们 只去了其他地方 他算自己一个人 独闯通天塔 更是一股作气 来到了这第四层 若是与他联手 或许 的确能够得风之势 扶摇直上 只可惜 也正是因为太出色 反而让我有些不放心 秋灵月思量了片刻 说道 我是否只需 将天柱替你打开便可以了 赵一凡点了点头说 没错 你只需要替我将光柱打开 其他的 我自己来处理 秋灵月心里合计着 我好歹也是归云五层的大秀 在这小子面前 是否太过于畏首畏尾了 若还是犹豫不决 怕是会被人耻笑 会无名声 紧接着他冷哼了一声 说道 那好 我这就去为你打开通道 若是你运气好 可以上得了这第五层 你得先上去 赵一凡点了点头 跟着说 嗯 那就一秋仙子所言 待你打开光柱之后 我便将这附近的妖兽清理了 到时候 我再先去第五层 你之后再上来 秋灵月深深看了赵一凡一眼 随后撑开花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赵一凡当即将神念探了出去 他就不信了 这世间竟有如此逆天的宝贝 这秋灵月不过就是消失了 他也不是人间蒸发了呀 只要是小心感应 应该可以察觉到他的 赵一凡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既然肉眼看不到 那就用心去感知周围的气息 一旦周围的气息发生变化 或许就能够捕捉到秋灵月的所在 很快 赵一凡便发现了前方 不远处传来了一丝细微的变化 前方的一块黑色礁石上 一粒沙粒产生了一丝抖动 黑色礁石上方的温度 应该是极热才是啊 不过却透着一丝清凉 那应该是手里拿着悬冰石的秋灵月 踩在了黑色礁石之上 秋灵月手中的悬冰石 改变了黑礁石上方的温度 风的流动也是在一瞬间发生了变化 秋灵月每每往前 便会对风的流动造成阻碍 原本朝赵一凡吹来的风 此刻却是一分为二 从两个方向吹来 赵一凡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再次把神念释放出去 这次他能够感受到某一处的气温和风的流动 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秋灵月正在不断地朝着某个方向发生位置的变化 段月风察觉到赵一凡不动了 哎 老板 你干什么呢 赵一凡传音入密说道 秋灵月仗志有天机伞 肆意在这通天塔内穿行 虽然他表面上答应了跟我合作 不过 拥有天机伞的他 本就有些对我不公平 我正在扭转这种不公平 段月风微微皱起了眉头 说道 你打算用神念去感知秋灵月的位置 若是能够感知到 那天机伞又如何能被称之为古宝啊 赵一凡摇了头 说道 可以感知得到 只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去做罢了 一听是古宝 便纷纷自所聪明地认为 绝对不可能感知到天机伞下之人 其实不然 天地自然变化 是不会欺骗你的 只要你能够捕捉到天地自然变化的那一瞬间 你便能够找到秋灵月 因为自然的变化 并非是一瞬间 而是持续 打个比方 例如你往前走 前面刮来了一道风 若是你站在他人的后面 你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道风 被前面的那个人给挡住了 段月风越听越觉得赵一凡这个解释十分的玄妙 追问说道 那那那你成功了没有啊 赵一凡点了点头 伸手一直远处的岩浆海 说道 若是我没有猜错 那岩浆海上的那处石柱 便是通往第五层的光柱入口 此刻秋灵月 正站在那岩浆海上方的石柱之上 虽然天机伞 隔绝了他的灵力波动 隔绝了他的呼吸 隔绝了他身体内 所散发出来的一切信息 但天机伞 无法做到隔绝天机伞以外的信息 你看看 不出片刻 光柱便会亮起 花落数秒之后 在那块石柱之上 突然亮起了一道 冲天而起的光柱 段月峰猛地瞪大了眼睛 这天机伞的破绽 竟然真的被赵一凡给找到了吗 秋灵月站在光柱旁边 对于他来说 只是打开前往第五层的通道而已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接下来 这赵一凡打算如何 从如此多的妖兽群中穿过呢 赵一凡脚下 顿时爬出无数条树根 这些树根纠缠在一起 凝成了一条麻绳 直往秋灵月的方向 延伸而去 突然出现在空中的粗壮麻绳 似乎也吸引来周围 不少妖兽的注意力 不过 这些妖兽似乎只是看一眼 就完全失去了兴趣 秋灵月看了一眼 已经来到他脚跟前的那两条树根 缓缓钻入地底之中 随后生长出无数根丑陋的树根 它们纠缠在一起 竟是直接在塔中 建出了一个椭圆形的通道 有几只猎火鸟在好奇心驱使之下 缓缓站在了通道的上方 不过过了一会儿 又十分无趣地飞走了 秋灵月看到这一幕 眼神微微一变 直到看到那从通道之中 毫发无伤走到他面前的赵一凡时 秋灵月脸上的惊恶 顿时被他掩盖了下去 说道 看来你还是有几分头脑的 不过如此滥用道心之力 是否太过于浪费了一些 赵一凡听了这话微微一笑 说道 秋仙子 此言诧异 为何滥用 我以我的道心术 在塔中搭建出一道云洞 从此穿过 不动一刀一枪 安然来此 此乃智慧 怎会是滥用呢 秋灵月轻横了一声说 少说废话 我已经为你打开了光柱 你现在便上去吧 我随后就到 赵一凡微微一笑 对着秋灵月拱了拱手 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吧 赵一凡进入光柱 缓缓朝第五层升去 一阵光滑散去 赵一凡眼前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当他再一次睁开眼时 一道漆黑的人影 顿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赵一凡猛地一惊 还未反应过来 此人便朝他打出了一拳 此拳携带着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赵一凡当即向后踏出一步 奈何这股冲击力 仍旧是重重地轰在了他的身上 秋灵月抬头 朝着光柱最上方看了一眼 突然眼神微微一变 一道黑影 从光柱上方闪电般落下 一道沉闷的声响 在光柱下方的地面传来 赵一凡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秋灵月看到他这副狼狈模样 忍不住笑道 赵一凡环顾四周 之前刚才那一声震动 将所有妖兽的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来 石柱下方的岩江海 此刻也是暗潮汹涌 从岩江海中微微露出 一个巨大的赤红色的龟壳 那龟壳在一瞬间 散发出炙热的火焰 四周围的妖兽们也是闻风而动 纷纷发出一声声恐怖的怪叫 朝着赵一凡的方向疯狂地涌来 秋灵月自然是接着天机伞的便利 苍身在附近 看来接下来他只能自己面对 赵一凡似乎还没有从第五层 那神秘人打来的那一拳中缓和过来 就要面对如此数量众多的妖兽 心中一阵烦躁 当即也不敢多想 一拳轰向了成军而来的火烈鸟 那火烈鸟发出一声惨叫 在这一掌之下 口鼻喷血 纷纷从空中落下 一头支咽俱西 不知何时爬上了石柱 趁着赵一凡轰出一掌的瞬间 竟是张口咬来 赵一凡身体轻晃躲开的同时 一脚踹出 那支燕俱西 顿时被一脚踹下了岩江海 岩江海中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头颅 伸着双脚 长着龙头 对于那落下来的支燕俱西 张口便是一口吞响 赵一凡当即离开石柱 朝着来时的路赶去 它的目标是第三层的出口 一道岩江火柱 顿时从下方的岩江海中冲出来 那生活在岩江海中的烈火龙龟 抬起幼族狠狠地一拍 整个岩江海顿时一阵地翻滚 随后发出了数十道冲天而起的岩江火柱 场内的温度在一瞬间 被提升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 岩江火柱更是使得前行之路 变得极为别扭和艰难 一头烈火鸟张口朝着赵一凡吐出了一口热浪 赵一凡的百纲法宝顿时冲出厨物玉牌 在他身前形成了三面小盾 其中一面小盾迎上烈火鸟口中吐出的岩江火柱 另外两面盾牌也是一瞬间在赵一凡身旁 产生了高速的转动 将从各处喷来的火球尽数打落 赵一凡趁机朝着第三层的入口处冲去 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之后 赵一凡双手抚摸在冰面之上 浑身上下都有一股说不出的轻松凉意 段岳峰也是长出了口气说道 你做得不错 竟然能够第一时间想到今时回来 若是再在那继续待下去啊 如此多的药兽将你报备 到时候你就无法脱振了你 赵一凡身上的躁热之意逐渐消失了 耳边更是出现了秋灵月的声音 秋灵月一张俏脸被火烤得通红无比 没好气地看了赵一凡一眼 随后也找了一个角落 缓缓地坐了下去 赵一凡善意地问道 仙子 你没受伤吧 秋灵月摇了摇头 说道 我说过了 这第五层绝非那么容易能上去的 看来你我还是在此地 等候其他人来到此处吧 秋灵月三番五次决定在此 等候他人到来 实际上也是打着浑水摸鱼的打算 那天际伞可以遮蔽他的气息 他只要一直隐身在旁 若是有什么东西 到时候第一时间伸手去抢 绝对没人能抢得过的 到时候他就算拍拍屁股走人了 或许也没人注意到 赵一凡自己上去也是有些困难的 而且第五层那个神秘人的一拳下来 直阵他的五脏六腑一阵的翻江倒海 对方虽然出手偷袭 不过却也让赵一凡感觉到颇为棘手 吞下两粒小环丹 赵一凡慢慢进入了调戏的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 秋灵月来到了赵一凡的身旁 说道 韩师弟能否与你商量一件事情 赵一凡微微疑惑 问道 仙子 你想拜托我什么事 秋灵月说 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这里 更不希望在你口中 说出秋灵月三个字 你若是能够为我保密 到时候 若是我能够抢到几件宝贝 我愿意分你一件 秋灵月显然是打算等段清风他们赶到此处 到时候偷摸在一边 打算来一招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了 赵一凡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遇到段清风他们 不过秋灵月既然对他提出这种要求 赵一凡自然也马上就想到了后招 赵一凡说道 你放心 我会为仙子保密的 秋灵月略为有些不信任地看着他 说道 师弟为何答应得如此之快 你如此爽快 反而让我有些信不过了 赵一凡这时从储物鱼牌之中摸出了一张人皮面具 随后盖在自己的脸上 下一秒 他整个身体顿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一个清秀男子 顿时变成了一个落腮湖大汉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因为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所以 仙子也需要为我保密 秋灵月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家伙支开段清风他们 若是段清风他们来此突然发现这小子在这儿 那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那你我便一言为定了 秋灵月妩媚一笑 随后撑起天机伞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赵一凡能够感受到秋灵月就在附近走动 倒也没有去太遥远的地方 接下来 二人便不再说话了 赵一凡也开始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来面对接下来的考验 嗡 一道震颤 从远处的第二层入口处传来 赵一凡缓缓地睁开眼睛 只见一群人族修行者正一个个从第二层进入到第三层 这几个人赵一凡还算眼熟 正是段清风他们 奇怪的是 千命胡竟然不在这些人当中 莫非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段清风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光柱旁边的赵一凡 心中微微一惊 率先朝着此处赶来 一炷香时间之后 段清风他们来到赵一凡的跟前 赵一凡这时也是缓缓起身 朝着段清风走去 段清风上下打亮着眼前的大胡子 疑惑地说道 这位师弟 莫非你是一个人闯到这儿的吗 段清风十分清楚地记得 通天塔的第一层遭受了一次十分恐怖的打击 整个通天塔一层原本是属于森林地带 此刻却是化为了一片黄土高坡 不留一根草木 第二层也发现了不少妖兽的尸体 显然有人比他们先一步到达了通天塔了 赵一凡摇了摇头 说道 误会 我来时 这光柱便已经开启了 恐怕有人比我更早 进入到通天塔 我一时不敢上去 便打算再次等人过来 一起同行 没想到 半天了都没人来 诸位师兄弟到底去了何方 为何姗姗来迟 段清风等人对视了一眼 脸色都有些难看 秦天龙这时忍不住骂道 哼 一定是寒忠 这小子故意支开我们 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实际 眼下已经过去三天了 也不知道 那小子是否到达通天塔顶层了 雷雪道人这时忍不住笑道 哼 秦将军 你是不是也太看得起那寒忠了 以他的实力 妄想到达九层 哼 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嘛 段清风身旁那位瞎眼的灵蛇恶人说道 嗯 那小子的境界 我看过了 他想上九层 他是难的物 段清风这时说道 哎 既然四层的通道已然开启 我等莫要浪费时间 继续往上走 免得好东西都被前面那些人抢走了 诸位师弟 随我来 赵一凤看了众人一眼 说道 诸位前辈 那第四层 师弟先前上去过一次 不过 却被四层那一群可怕的妖兽 又给逼退了回来 诸位定要当心才行啊 这话也出 原本正打算继续向上走的几个人 也是微微一愣 段清风回头一脸疑惑地说道 哎 还不知这位师弟叫什么名字呢 好在有这位师弟的提醒 若是他们如此鲁莽上去 定会吃大亏的 啊 赵一凡微微一笑 拱手说道 在下赵一凡 诸位叫我一声赵师弟就行了 段清风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啊 原来是赵师弟 赵师弟既然上去过第四层 不知能否将第四层的情况 与我等详细说说 也好让我等有个准备才是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嗯 不敢欺瞒诸位师兄 那第四层 此刻怕是热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第四层此刻 已经成为了一片岩浆海 我更是在第四层 遇到了聂火龙龟 还有数不清的 炙焰妖兽 若是几位师兄不提前做好准备的话 恐怕会很不妙 聂火龙龟 那那那可是半骨兽啊 就会出现在第四层吗 赵师弟 你是不是看错了呀 赵一凡尴尬地笑了 我怎么会看错 若不是我运气好 恐怕就要死在那聂火龙龟的 岩浆火柱之下了 而且 通往第五层的光珠 也已经被打开 这是目前师弟 对通天塔四层的一个了解 希望这些信息 能够对诸位师兄接下来 进入第四层起到作用 段清风一脸赞赏地看着赵一凡 说道 赵师弟 我看你长得粗犷 心思却是这般细腻 起初 我还以为你跟前师弟属于一类人呢 秦天龙微微皱了皱眉 说道 诶 段师兄 我等看似粗鲁之人 他内心都是比较细腻的 只不过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表示而已 秦天龙来到赵一凡的身旁 上下打量着赵一凡说道 我看着赵师弟 张相到与我有几分相似之处 赵师弟 你放心 之后的路上 我便与你一同行 我自会照料你一二 赵一凡装作受宠若惊 说道 那就多谢师兄关照了 几番话下去 赵一凡便赢得了在场不少人的信任 就连一旁的雷雪道人也是一脸赞赏地看着的 段清风和灵蛇恶人一阵神交 最后由段清风开口说 若是第四层正如赵师弟所说 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炼狱 我等若是什么也不做 就这样冲上去 唯恐吃了大亏 极有可能是先前前往第五层之人 唤醒了这些妖兽 可恶的喊重 若不是他 或许我等此次通往通天塔之行 却不会如此的艰难 赵一凡装作一愣 疑惑地问道 不知几位师兄 一直提到的韩忠是谁 为何如此痛恨他 段清风对秦天龙使了个眼色 秦天龙说道 原本是跟千灭胡一路来的 那小子善于攻心呢 随便编个什么乾坤八卦的地势 哄我们 我等被他哄的是团团转 原本三天前就可以去那通天塔 结果听信那小人的话 害得我们几人又在通天塔的 外围多待了三天 没准那第四层的妖兽 就是被那小子故意惊动的 五弟自然是为了阻拦我等前行的道路 这是一个阴险的家伙 灵蛇恶人却是一脸看好的口吻 说道 嗯 我等倒是觉得 此此聪慧过人 在这种地方 还能将我等耍得团团转 难道还不至于说明 他的能力在诸位之上吗 段清风微微一笑 哈哈 最余兮 你怎么倒替那韩忠说些话来了 灵蛇恶人轻哼了一声 嗯 我只是在警醒诸位 莫要小看了此人 倘若在上层床塔之人 就是那韩忠 我们遇上了绝不可轻敌 一定要绝杀他 这话一出 所有人才原来如此的点了点头 段清风从厨余牌里取出了一块玄冰石 握在了手里 随后其他人也纷纷拿出了玄冰石 秦天龙剑赵一凡似乎什么都没准备 医护地说 赵师弟啊 莫非你没有携带玄冰石 我正好多了一块送给你了 赵一凡一脸的惊喜 连声道谢 段清风见所有人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说道 周围师弟既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想我们也该上去了 孙一熙 你我在前方开路 雷学道人你以雷霆在左右两侧布下紫色雷网 帮助那些妖兽靠近 秦师弟 青藤师弟 还有赵师弟 后方的妖兽便交于你们了 还是跟先前那样 我们不练战 尽快朝着光柱的方向赶去 众人各自心领神会 段清风 这时朝那光柱看了一眼 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一次有众位师弟在 或许能够探到第五层 甚至第六层也说不准呢 段清风的这句话 显然是为了给在场的几位信心 众人陆陆续续地进入光柱当中 在一阵天旋地转当中 一行人此时通往了通天塔的第四层 刚一上来 所有人顿时感受到了一股难当的酷热 哪怕是身上佩戴着悬兵石 也是一阵的灼热疼痛 只是一些炎热 倒也是无妨 只是眼前的一幕 实在让众人有点不敢相信 在那岩浆海正中间的位置 漂浮着一头烈火龙龟 烈火龙龟附近到处都是妖兽的尸体 鲜血的味道和岩浆的味道掺杂在一起 使得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刺鼻难闻的古怪味道 灵火龙龟龟 似乎也察觉到了段清风等人 缓缓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却是没有任何的举动 只是肯咬受尸的力道 却变得比以前更加凶猛了 段清风抬头看了一眼那冲天而起的光柱 说道 果然如同赵师弟所说的那样 有人已经比我们先一步上了第五层了 万幸的是 这烈火龙龟替我等收拾了第四层的妖兽 我等只要小心一些 便可直接上去 秦天龙这时提醒说道 段师兄啊 你第一次来 或许并不知道这第五层是个什么情况 我和雷雪道人曾经有幸去过第五层 不过还未看清 就被一个神秘人给打下来了 我二人也是身受重伤 不得不暂退此地 段清风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什么 被人给打下来了 雷雪道人此刻开口说道 有人猜测 那神秘人或许便是这古墓中的守墓人 似这等大墓 自当是有阴脉人守护着 若是能够合力将那神秘人击杀 或许往上那几层 要比我们之前走得轻巧许多 可若是我们不抵守墓人 再接下来还要对付这等聂火龙龟 当真是进退不得 陷入两难之地 雷雪恶人点了点头说道 段清风 我来时倒也听几个徒孙说起过这通天塔之中的情况 我等在这大墓之中厮杀了足足三日 早已是疲美不堪 若是再贸然上第五层 却不知那守墓人实力高低 恐怕要吃大亏的 以我之计 这聂火龙龟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若是我等合力将它斩杀 光是那聂火龙龟的一副龟壳 便可让我等不须死刑 段清风微微思量 显然这些人都畏惧第五层守墓人的实力 而不敢贸然上去 连灵狮恶人似乎也有此担心 竟是将注意力放在这聂火龙龟之上 真是一群胆小如鼠之辈 段清风看了一眼远处的光处 他死醒来便是为了一探通天塔九层道明 可是他一个人实力终究是有限的 十分需要灵狮恶人等人的帮助 看来后期还得多给这些人做做功课 让他们放下担忧 随他一起踏入九层 而让他们唯一放下担忧的方法 就是在他们面前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让他们心中明白 只要跟他在一起 踏足九层便不是问题 段清风微微一笑说道 除非不用出手 去去你火龙龟而已 我段清风一人便可对付 诸位师弟在旁看着便好 灵火龙龟拥有归于圆境一层的实力 虽然境界不如在座的这些修行者 不过妖兽啊 天生就比人族修行者要强大 即便隔着几层境界 也可以碾压人族修行者 段清风竟然打算一个人 独自去对付那灵火龙龟 也不知是真的拥有实力 还是他故意拖大 这一路走来 段清风出手次数极少 或者是遭遇妖兽实力过低 段清风不愿多出手 要么就是都是被擒天龙等人给解决了 眼下正是见证段清风真正实力的大好时机呀 段清风话音刚落便是一遇而起 缓缓朝着灵火龙龟的方向过去 这灵火龙龟虽然没有回头 不过这周围的岩江海 确实开始剧烈地翻动 四周围的温度也是一瞬间提升了数倍 段清风浑身上下 也被岩江海的血色给染得通红无比 段清风身处酷热当中 却是面色不改 而是从储物玉盘当中 取出了一面黑色的小旗 那黑色小旗上面冒着滚滚的黑烟 不知道为什么 刚一出现 那四周围的温度居然开始往下降 擒天龙看着这面小旗惊讶地说道 哎哟 魂气 忘魂翻 哎呀 这根旗怎么会在段氏兄手上 我记得那是吉音道人的法宝啊 雷音道人二人也是忍不住惊恶的出声 莫非段师兄将那吉音道人给杀了 这才得到了这等宝贝吗 吉音道人也是一名 小有名气的归原五层的修行者 凭着一把万魂翻 傲视群雄 凶名显赫 没想到最终竟是死在了段清风的手里吗 段清风将手中的小旗往上一扔 万魂翻迎风见着 顿时变成了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旗 那旗面上绣着一白玉骷髅的石门 石门栩栩如生 好像是长在旗上面 段清风一道法掘打入万魂翻之中 那白玉骷髅石门竟是缓缓地开启 滚滚的黑烟不断从石门之中冒出来 那黑气之中更是出现了不少 枝形残破的鬼影 他们嘶吼着从万魂翻中冲出来 直往聂火龙龟的方向冲去 整个四层顿时是 鬼影重重寒气逼人 阴煞之气竟是将第四层的酷热给压制下去了 非常可怕 聂火龙龟猛地向上一遇而起 重重地落地一瞬间 整个岩浆海面瞬间沸腾了起来 他张开大口怒吼了一声 岩浆海水之中顿时出现了无数可怕的岩浆火柱 岩浆火柱轻而易举地把鬼影烧成了青烟 可是岩浆火柱的威力也因此而剧烈地减退了 万魂翻当中不断冲出数不清的鬼影 他们在空中盘旋着 随后一个个怒吼着朝着聂火龙龟的方向冲去 聂火龙龟原本赤红色的皮肤 在一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百只鬼影钻入他的体内 再出雷的时候 那聂火龙龟的身体竟是开始迅速地腐乱 裸露在外的皮肤起了无数丑陋的大炮 大炮破碎 腥臭扑鼻的血水不断从他的体内溢出 那聂火龙龟竟在白鬼尸体之下 变成了一具腐烂的寿尸 秦天龙等人瞪大了眼睛 惊讶得最几乎能塞下一颗鹅蛋了 简直不该相信呢 归原境实力的妖兽就这么死了 段清风看得冷笑一声 大手一挥把那万魂帆收回来 随后朝着秦天龙等人走去 秦天龙顿时如同看到神军降临一般 笑着迎上去说道 哎呀 段师兄不愧是段师兄 段师兄一出手 那聂火龙龟就如同婴孩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啊 灵蛇恶人也是笑脸相迎说道 段清风 你何时得到极阴老怪的万魂帆呢 真的也不跟我说一声吗 要此当宝贝 恐怕这一次能直接踏遍九层的通天塔呀 段师兄法力高宣 我等实在是敬佩不已啊 接连不断地夸赞 听得段清风脸上笑意浓烈 赵一凡也跟着夸了几句 那段清风摆了摆手说道 啊 好了 诸位师弟啊 我的实力相信你们也看到了 这万魂帆不过是我所拥有的诸多法宝之中的一件而已 只要诸位师弟能够鼓起勇气与我同行 哪怕是第九层也是轻而易举地能够上去 众人纷纷点头成事 段清风接着说 诸位师弟在此稍作休息 一个时辰之后 我们便去第五层 是 几个人各自分头找地休息 段清风则是朝着聂火龙龟的方向走去 看来是不打算跟他们分享了 为了堵住众人的嘴 段清风微微一笑说道 啊 这通天塔宝物众多 相信诸位师弟也不会在乎这一副小小的龟壳 实行我就不客气了 聂火龙龟是段清风单独击杀的 他想独占自然也是没什么问题 将那聂火龙龟的龟壳收好 段清风随后说道 第五层似乎还并未被人探索过 到时候若是发现什么宝贝 诸位师弟皆可留下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的脸色倒是好看了很多 赵一凡找了一地儿坐了下来 青藤师弟这时凑上来 坐在他的旁边 赵一凡看着他微微一笑 说道 师兄似乎有话要说 青藤道人的眼中流露出了一抹脚侠之意 以传音入密的方式说道 嗯 韩师弟别来模样的 赵一凡微微一愣 玄机传音入密问道 水月师兄 青藤道人点了点头 不错 我杀了青藤道人 将他的面皮扯下 板成了他 韩师弟真是让我感觉到意外 你一路闯到了第四层了吗 青藤道人竟是被水月青面狐所杀了 现在这青藤道人是他假扮的 赵一凡还以为青面狐死在外围了 真是没想到啊 难怪对方能够认出他来 毕竟自己现在戴的这个人皮面具 就是青面狐所赠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真是谁也不能小看 只是让我觉得奇怪的是 为何你要假扮成青藤道人 千灭狐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先前丢下无极上人和青藤道人 以至于他二人陷入危机 青藤道人后来跟秦天龙他们联手 虽然我们都是一路人 不过我能够奄奄地感觉出来 他们竟然根本就没把我当成自己人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的 毕竟是我先背叛了他们 于是我在一次遭受妖兽围杀之时 趁乱杀了青藤道人 随后将他的面皮扯下 扮成了他 再将我的衣裳 换给了青藤道人 假装被妖兽给吞死了 说到这儿 千面胡唯唯唯一笑 果然呢 我一死那秦天龙便来道习 看来他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了 还好我反应快一点 千面胡显然从始至终都将赵一帆视为同伴了 虽然手段阴险了一些 不过都是为了各自牟利 他倒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不要将这些小主意打到他的身上就行了 赵一帆唯唯一笑 说道 接下来 有段师兄这么强大的大修 在我等前面开路 相信我们这一次 真的有希望进入第九层 千面胡冷声说道 韩师弟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乖顺之人 这也是为何我一开始便拉拢你的原因 你打算做什么 我不管 不过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算在里面 千面胡说完一脸恳求地看着他 显然是他心底里害怕赵一帆 估计什么时候被赵一帆卖了他都不知道 赵一帆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此时段清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目光在场内众人的身上扫了一眼 看来大家的灵气都补充得差不多了 段清风开口说道 诸位师弟 差不多可以往上走了 所有人同时停止了修炼 纷纷朝着段清风的方向围络 段清风看向赵一帆问道 赵师弟 你能否和我描述一下那神秘人长什么样 能否能看出他的实力 赵一帆抬头思索了片刻 说道 那第五层原本就是一片漆黑 能见度也是极低的 我只能够看到一双眼睛 以及一道人影 倒是并没有看出对方的实力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若不是我跑得及时的话 秦天龙这时附和说道 那神秘人死会一直守在入口处 一旦发现有人上去 便会将人驱改进来 这次我们这么多人 哪怕就算就是不敌他 我也要看清他的长相和面貌 说到这儿 秦天龙对着段清风拱了拱手 段师兄 我们当中以你实力最高 还望你能好好带领我等啊 段清风心里权衡了一番 他对自身的实力 倒并不是自吹自擂 说是归远五层无敌 倒也不为过 若是那神秘人的实力 高出归远五层 他倒也不太担心 还有这么多人在旁边帮忙呢 小心硬队 应该还是有胜算 若是实力太过于高强 那他自然也不敢过于拖大了 毕竟那是可以将 打算前往通天塔五层的 所有大修都一拳打下来的人呢 赵一凡这时接着话插说道 段师兄 这第五层的光柱开起了如此之久 也不见其他的大修下来 或许 守墓人已经被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给打败了 也说不定呢 赵一凡这话一出 众人都是异性 这话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段清风长舒了口气 从储物玉牌之中摸出一件宝甲 随手一扔 那宝甲便套在他的身上 一时之间 段清风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明黄的气息 随后又拿出了一面小段法宝 秦天龙看得是满眼羡慕 心里暗存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多的法宝啊 段清风做完这一切之后 冷声笑道 我今日倒要看看 那守墓人到底是不是像传说中那般厉害 诸位师弟 随我上去 话音刚露 段清风首当其冲 第一个冲入光柱之中 紧接着是灵舍恶人 秦天龙 最后才是赵一凡等人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一行人来到了一处昏暖无边之地 此处昏暖无比 伸手不见五指 段清风身上的宝甲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除此之外周围再也看不到一丝的光亮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一次并没有出现被神秘人打下第四层的事情 段清风用力睁了睁眼 几位师弟 你们可能看清周围的景物吗 秦天龙略为有些苦涩地说道 哎呀 段师兄啊 别说是景物了 我连我身旁的人是谁都看不清啊 赵一凡却直接闭上了眼睛 既然眼睛看不到东西 那就要用神念去感知 神念扩散出去之后 赵一凡猛地一激励 在他们的身前站着一排人 这些人气息压得很低 甚至都不用呼吸 好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赵一凡出言提醒说 诸位师兄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说话之间 赵一凡双手猛地一翻 两道灵火顿时吵得空中打去 下一刻 整个天空被灵火照亮 而段清风等人也总算明白 赵一凡所说的被一群人包围的意思了 当看到这些人的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难看了起来 赵一凡扔向天空的那两团灵火 很快就把周围十米的地方照得亮入伯州 段清风等人这才看清之前那些人长什么样 段清风惊愕地说道 嗯 傀儡人 赵一凡叶隐隐觉得眼前这些人长得根本就不像人 看起来就是像钢铁胶筑而成的 毫无生气可言 场内的多半人都知道什么是傀儡人 纷纷如临大敌一般 段清风更是不断地往后倒退 说道 这傀儡人恐怕每一尊都有桂云竟得吃力 他们倒降不住水火难防 我的万魂帆对他们更是毫无作用 大家不要迎战 分开来自处去寻找通往第六层的通道 话音刚落 段清风率先捏着一道灵火 朝着相反的方向掠去 秦天龙等人心中早已打起了退堂鼓 没想到段清风竟然还打算留在这儿继续找 可是事已至死 什么也没有用了 几个人各自分开 不过却仍旧是二人一族 千灭狐跟着赵一帆朝着左侧逃去 恶灵道人独自一人 秦天龙没有意外 跟雷雪道人走在了一起 赵一帆手里捏着一团灵火 前方能见度只有三丈不到的距离 沿途更是看到了不少的傀儡人 赵一帆传言入密对段月风问道 段前辈 到底什么是傀儡人 为何段清风如此害怕 段月风解释说道 这傀儡人是上古奇物 这说是鲁班一族创造而出的 原本就是用来对付妖兽的 在后来人族有了修行者之后 这些傀儡人就被淘汰了 可是他们的凶猛 却依然还存在着众人心目之中 鲁班一族是大研究傀儡人 后来更是创造出 可以与龟原大秀匹敌的傀儡人 那世人族最大的敌人不是妖兽 而是鲁班一族的傀儡人啊 赵一帆微微一惊 说道 傀儡人的实力 可以堪比龟原大秀 这种东西都能够造得出来 段月风苦笑 也确实没有人相信 可是鲁班一族 却的的确确地创造出 可以匹敌龟原大秀的傀儡人 这些傀儡人拥有自己的意识 只是启动需要启动大把呆灵狱 一旦开启 淋浴没有耗尽之前 他们便不会停下 我刚才发现那些傀儡人 似乎都处在未启动的状态 想来小心一些 倒也没什么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火光突然猛地充电而起 紧接着便是噼里啪啦的可怕雷声 赵一帆寻声望去 只见那雷雪道人和秦天龙 竟跟一具傀儡人打了起来 秦天龙手中的虎威金刀 可是坚不可摧的 可是遇到这傀儡人的坚硬之躯 竟是丝毫讨不得任何的好处 每一刀挥出 非但没有对傀儡人造成任何的伤害 反而把自己的虎口震得开裂 雷雪道人操控紫色雷电 不断地轰击那傀儡人 傀儡人在雷电之中 就是越战越勇 双眼之中释放出赤红色的光芒 站立大场 赵一凡当即意识到 这些傀儡人能够吸收雷雪道人的雷霆之力 作为自身的动力源泉 千面胡看到这一幕 幸泽乐祸地说道 看来我们还是十分幸运的 这俩倒霉蛋被傀儡人给缠上 赵一凡冷声说道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马上去阻止雷雪道人 让他别再使用雷霆倒星了 否则的话 整个五层的傀儡人都会被他激活 千面胡微微一惊 韩师弟 你所言当真吗 赵一凡点了点头 说道 你快去 我会尽快找到通往第六层的通道机关的 千面胡点了点头 立马朝着雷雪道人的方向赶去 赵一凡体内灵气一阵急转 手中灵火的火势 顿时比之前要凶猛了很多 他直接向高空打出一团灵火 那灵火顿时如同太阳一样 在天空中散发着无比耀眼的光芒 直接把整个通天塔的第五层照得亮如薄皱 段清风转身看向赵一凡 眼中流露出了一抹赞赏之色 将手中的灵火一收 视野恢复 行动起来自然要迅捷很多的 而且在来到通天塔第五层的时候 赵一凡隐隐发现 似乎越是往上 这通天塔内的范围就越来越小了 通天塔的第五层或许只有数里至宽 可即便是这样 想要找到机关也是难上加难 段月风这时突然提醒说 小子 你看那河塘之中那块石头是什么 赵一凡顺着段月风提醒之处看去 果然在前方不远处的一处小水池塘中 看到了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 赵一凡加速向那小水池赶去 呼 一道撕裂空气的声响从身后传来 赵一凡想也没想 右手顿时凝聚出一把混原零件 猛地往身后一挡 一个极为沉重的力道 从混原零件上传来 赵一凡猛地瞪大眼睛 在他身前站着一个被劈开两半的傀儡人 那傀儡人的上半部分朝着左右两侧分裂开来 从他头顶的位置竟是伸出了一条手臂 这一刀便是由那手臂上传来的 咔嚓咔嚓咔嚓 一阵机关转动的声音传来 那傀儡人的上半身竟是瞬间分裂成数块 朝着下半身包裹而去 没想到他的上半身竟是由无数条手臂组成的 每一条手臂上都抓着一把大刀 中间脊柱的地方更是伸出了一条细棍 那细棍朝天一伸 便如同一张散一般张开 露出了一根根锋利的骨刺 骨刺在下一刻高速旋转了起来 八条手臂 外加一个高速旋转的骨刀 好像变成了一台可怕的绞肉机 赵一帆看得眉头紧臭 当即不断地往后退 到了小水池边 用脚轻轻一探那水池中的石头 石头微微一沉 最后一道巨大的光柱 瞬间照亮了整个通天塔的第五层 光柱一出现 众人的目光纷纷被吸引了 赵一帆急忙窜入了光柱当中 外面那台傀儡绞肉机 仿佛看不到躲进光柱的赵一帆 竟是直接绕开了 看到这一幕 赵一帆长出了口气 随后他看向了四周那些人 这一看吓了赵一帆一跳啊 没想到雷雪道人非但没有停止使用雷霆道心 更是将那威力提升到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 一道道粗壮得如同巨龙一般的紫色雷电 在远处的上空盘旋着 整个空气之中 似乎都弥漫着一股焦臭的味道 随着巨龙的现身 那些原本停留在原地保持不动的傀儡人们 竟是一个个开始苏醒 并且迅速朝着声音的方向赶去 赵一帆朗声说道 诸位师兄 我已经找到通道了 你们莫要练战 快些过来才是啊 一道人也落在赵一帆的身前 来人自是段清风 段清风一脸赞赏地看着赵一帆 赵师弟 原来是我小瞧你了 你似乎比我想象中各为可靠 下一层你便跟在我的身边 这话算是对赵一帆的一种信任 赵一帆却是微微一皱眉头 说道 段师兄 那傀儡人 似乎不会攻击身处光柱当中的人 现在 还是赶紧让那些师兄们回来吧 又一道人影落下 灵蛇恶人手里提着青藤道人 往地上一扔 随后朝着段清风走去 青藤道人一脸感激地对灵蛇恶人拱了拱手 多谢师兄相助 灵蛇恶人没说什么 只是站在一边闭目养神 段清风看着远处仍然没有杀猪重围的 金天龙和雷雪道 微微皱眉说道 我们走吧 他们二人怕是走不出去了 这傀儡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灵蛇道人和青藤道人没有说话 缓缓朝着光柱中心走去 赵一凡这时说道 诸位师兄 这才是第五层 我们便抛下了两名实力不错的同伴 若是下一层再遇到这种情况 少了两个人 便是少了两个帮手啊 我看着光柱还未开启 相信近来之人 恐怕已经被傀儡人给杀了 那尸体 也不知扔到了哪里 这第六层 恐怕还没有人去过 段清风微微脸色一变 说道 这师弟 并非是师兄心狠 而是那傀儡人的数量实在太多 师兄也是无能为力 灵蛇恶人这时也在旁边附和 段清风说得不错 没必要为了两个鲁莽之人 使我们所有人都陷入困境啊 若非那雷雪道人过于自信 不停使用雷霆道心 附近这些傀儡人又如何被他唤醒 实乃是自食恶果 若是去了第六层 他仍旧如此 或许会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危险 这等同伴不要也罢 赵一凡这时说道 段师兄 不如你们先上去 我等会儿就来 段清风微微一皱眉 说道 赵师弟 你当真要为了两个 只有一面之缘的人 而冒险送死吗 赵一凡眼神坚定 一起来的 就一起回去 师兄们莫要劝我了 走吧 几人听了这话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或许都觉得 赵一凡是太过于愚笨了一些 段清风叹了口气 说道 赵师弟 那就请自便吧 我等在上面 只等你几人一炷香的时间 若是过了一炷香 还不来 我们便自行闯关了 赵一凡此刻一头闯出了光柱 段清风等人 乘光而上 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赵一凡看了一眼 身处傀儡人中间的 擎天龙和雷雪道人 只是扫了一眼 随后 他的目光 便看向了旁边的一具傀儡人 这可是好东西呀 段清风看着那朝雷电光闪烁之躯 奔去的赵一凡 苦笑着说 哎呀 这世间竟然还有这等感 为了他人而活出性命的人 实说是难得呀 青藤道人文言微微一笑 说道 段师兄 我与赵师弟 虽然相识不到几日 不过此人的确是与众不同 值得令人深交啊 段清风意外地看了一眼 青藤道人说道 我看他也并非是愚笨之人 或许是有自信 可以救下这二人 我等也不必为他担心 等他的好消息便是 下一秒 三人顿时被一道白光所吞噬 身处无数傀儡人当中的 雷雪道人 以及秦天龙三人 他们缓缓地看着光柱中消失 段清风等人的身影 眼中流露了一抹怨恨之色 秦天龙一刀劈开一个傀儡人 回头对雷雪道人说 雷雪 段清风他们竟然 岂我等于不顾 却不想想 若是没有我们吸引傀儡人的注意力 他们如何能够轻松地离开 我当这是做亏 也不会放过他们 雷雪道人二人脸色苍白 我的雷霆道信 竟然对这些傀儡人造不成伤害 秦天龙 你着急会逃走 我怕是不行了 秦天龙微微竖起了眉头 什么话 难道打不过还不能逃吗 我要说这些丧求话 我助你离开 秦天龙怒吼一声 将那虎威金刀朝地上猛的一插 一阵由庞大灵气而凝聚而成的可怕狂浪 瞬间朝着四面八方冲去 直接将那些傀儡人逼得不断地往后退去 秦天龙抓住雷雪二人的手臂 在原地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旋转 猛地把二人扔出去了 一道锋利的骨刀直接穿透了秦天龙的肚子 秦天龙猛地瞪大了眼睛 低头看着肚子上那把生锈的骨刀 竟是凄厉的一笑 随后绝地发威 一脚踹飞身后的傀儡人 手中的钢刀竟是蓝芒大圣 在原地一个回旋转机 他怒吼着 鼓足了全身的力气 是要跟这些傀儡人决一死战 被扔出去的雷雪道人 早已是强弩之末 二人半坐在地上 因为灵气好空 连动弹一分的力气都没有 此二人脸上已是死气弥漫 他们心知今天恐怕要留在这儿 那雪道人一脸凄惨地望着哥哥雷 说道 哥 看来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 雷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却显得十分的坦然 微微一笑 宽慰着妹妹说 我怕 哥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大胡子 却突然来到二人的身旁 笑着说 雷雪道人 你们虽露死相 却是命不该绝 丧气话 留着以后再说吧 雷雪道人抬脸一看 竟是赵一凡 联盟惊喜交加地说道 赵师弟 你咋得还没走 此时二人已是热泪盈眶了 若是换作旁人 早已是绝尘而去 岂又会回头呢 二人就像抓住了一线生气一样 狂起万分 心中更是感觉到 无比的开心激动 赵一凡看向 秦天龙的方向 说道 大胡子似乎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先带你们去光柱那儿 说话之间 一手提起两人 以最快的速度 将二人扔进了光柱 雷雪道人 二人相拥在一起 正要开口感谢 其量的赵一凡 竟是一瞬间 又朝着秦天龙的方向赶去 雷道人脸上震惊大鱼喜悦 说道 赵师弟 他这舍命相救 雪啊 这情意后 怕是不好还呢 雪道人看着赵一凡 不断躲过傀儡人的攻击 不断朝那中心地带深入而去 秦天龙也好 赵一凡也好 死二人从此以后 便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定要好好在后事 还清这边请 赵一凡一跃而起 掠过无数的傀儡人 来到秦天龙的身旁 秦天龙一刀朝着赵一凡的位置批了 赵一凡急声喝道 秦师弟 莫是杀红了眼 秦天龙的眼中流露出一抹不可思议 在看到赵一凡的那一瞬间 脑子一片空白 这家伙进来干什么 他是找死来了吗 不过眼下不是闲聊的时候 赵一凡一把抓住秦天龙的身旁 说道 该走了 秦天龙一脸感激地点了点头 赵一凡一跃而起扶摇而上 随后空中猛踩了一道暴音之声 夹杂着一股可怕的威势 直接从无数傀儡人的身前掠过 秦天龙也被赵一凡扔进了光珠里 雷学道人当即用手扶住秦天龙 秦天龙一脸痛苦 磕出了一口老血 秦师兄 雷学道人一阵地着急 赵一凡这时回来说道 你要让让开 我来 来到秦天龙的身前 他扣住秦天龙的脉门 想要看看他的伤势 谁料那秦天龙却是反手握住他的手啊 说道 好兄弟 你能舍命救我 若是我能活 这条命 别吃你的了 赵一凡轻轻一笑 莫要说话 我这就助你脱离痛苦 说话之间 将一缕混元之气输入秦天龙的体内 秦天龙发出了一声闷哼 缓缓地睡了 你二人也莫要看着 自行调息吧 雷学二人点了点头 就地调息 他们两人倒是没受什么伤 只是灵气透支而已 灵气若是透支 燃烧的便是他们的血气 好好地调息一番便可恢复 秦天龙身上的伤势十分地严重 全身上下刀口多达十几处 要是换作旁人 只怕早就已经倒下了 可是他却还硬撑到现在 进入秦天龙体内的混元仪器 正在缓缓修复他身上的伤势 趁着这个时候 赵一凡走出光柱 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 那些还没有被雷霆之力激活的 傀儡人就像一尊钢铁胶筑的雕塑 没有任何的区别 赵一凡小心翼在周围 将那些傀儡人都收入储物玉牌之中 傀儡人的外形看起来都差不了太多 不过仔细地观察 赵一凡却发现 这些傀儡人身上也是有一些特征可以区别的 傀儡人一共分为五等 甲 乙 丙 丁 物 按照古人习惯来看 傀儡人中的家应该是实力最强的 或许便是那能够匹敌归原大修的傀儡人 赵一凡四下的寻找 甲等傀儡人虽然数量不多 但也并不是十分稀少 一路下来赵一凡找到了六具甲等傀儡人 随后他也不敢到处乱走了 而是迅速回到了光柱当中 且不说他以后能不能控制住这些傀儡人 要是带走肯定不会吃亏的 抬头看了一眼头顶上蓝色的炫雾 段清风只答应等他移住箱的时间 移住箱的时间 怕是不够恢复这些人的伤势的 赵一凡生怕错过什么 于是唤醒了雷雪道人 说道 雷雪道人 看来我无法等到你们恢复完全了 雷雪道人自然知道赵一凡心中所想 这时二人难得没有一口同声的说话 雷微微一下说道 赵师兄 你已经救过我们一次了 我们自当是万分感激 千万不要为了我们而耽误你的大事 去吧 待我和雪恢复修为之后 我们二人一定会继续往上走 守护在赵师兄的身旁 赵一凡苦笑说 你们若是恢复了修为 是上还是下 你们自己拿主意 还有这大胡子 伤势 怕是一时半会儿难以恢复 他舍命救你们 你们还是先照顾好他吧 雷雪道人文言 一脸感激地点了点头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先行上去了 保重 话音刚落 赵一凡来到光柱的中心处 随后缓缓上升 扶摇而上 救人不过是顺带之事 赵一凡真正的目的 自然是这些傀儡人 不过从雷雪道人的眼中 他不能看得出来 此二人还是十分感激他的 若是能够因此而拉拢此二人 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赵一凡深吸了口气 发现段清风等人 似乎并没有再往前深入 而是在原地等着他 感受到有人上来 三个人纷纷回头 看向赵一凡 段清风见赵一凡 一个人上来 微微一笑 说道 赵师弟 你已经尽力了 莫要多想 今天龙他们 也是咎由自取罢了 赵一凡微微一笑 说道 段师兄 我救下了他们 他们此刻正在 下一层疗伤 只是经过了这一次的事情之后 在恢复伤势之后 不知道 还愿不愿意 跟我们一起深入啊 段清风听了这话一愣 你 你救下他们了 如此多的傀儡人 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后半句 却是他心中所想 段清风 看向赵一凡的眼神 比之前又多了一丝 别样的东西 或许是感觉到十分的意外 青藤道人 也就是千面狐 这时来到赵一凡的身边 说道 赵师弟 你如此有本事 若是我遇到什么危险 希望你也不要吝啬 全力救我才是啊 这话一出 段清风也跟着笑起来 赵一凡自然知道 这千面狐所饰演的 青藤道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并没有继续搭话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第六层 这就是通天塔的第六层 只是奇怪的是 这第六层竟然被一片原物所遮挡 神念也难以看破这一层原物 而且 他的预测似乎也出了差错 这通天塔并非是越往上 场地越小 这场地是随机的 此时他们四个人 站在一处类似戈壁的悬崖峭壁登上 往下看去是一步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此地之距超出了想象 而这第六层里头又会有什么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